李剑素没有说话,但是一对明亮的眸子直钉钉地望着那小三轮车。 素素再等一会儿,爹爹马上就坐好了,到时素素就可以坐在这三轮车上面玩耍了。 夫君,你已经够累了,这些事就交给下人去做吧。 哎,这又不是给别人做的,而是给我们的女儿做的,当然得亲自动手。 李诗诗听得心里既感动又心疼不已,这时候,李清照突然从外面走了进来。 你们都在啊,姐姐去干什么呢? 我就去下面走了走。 说着,她走了过去,摸了摸李剑素粉嫩的小脸蛋,笑道。 素素,有没有乖呀? 李剑素使劲地点了几下头,李清照又伸出双手来。 要不要干娘抱? 李剑素那时非常给面子,立刻将身子倾向过去。 李清照一脸开心地将李剑素抱了过来。 李叙叙说,你们先坐着,我们帮你弄一壶茶来。 他泡茶的技术可是远胜过金刀出王,那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李清照抱着李剑素坐在李七对面,和李剑素玩了一会儿,见李七一直在捣鼓着什么,好奇道。 你在做什么呢? 哦,我想帮素素坐一个三轮车。 李清照微笑着顶顶头,没有多问什么,又说。 我方才听说,你昨日一去立法院,就说服了立法司撤销增开学院的提议。 我发现,这世上好像没什么事儿能难得到你的,想那欧阳之府忙得是焦头烂额,可是物字没有办法。 李希笑着摇了摇头,李清照瞧了他一眼,有些好奇。 怎么,难道我说的不对? 姐姐只说对了一半。 但见李叙叙端着一壶茶走了过来,李七笑问道,不知诗诗有何高见呢? 李诗诗一边帮他们二人侦查,一边说道。 诗诗可不敢搬门弄服。 你夫君是了得,但是姐姐我可愚钝得很,你快快说来听听。 啊,清照姐姐,你这话说的,我都要羞愧地从这里挑下去了,你可是千古第一才女啊。 虽然李奇一直以来总是毫不掩饰地赞扬李清照,但是李清照始终无法习惯,杨怒道。 什么千古第一才女,说着也不怕人笑话。 诗诗啊,你快说说,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 李七也放下手中的活来,夫君也很好奇。 那诗诗可就现丑了,若是有不对的地方,你们可别笑话我。 怎么会呢,快点说吧。 夫君口才了得,这是人尽皆知的事。 这事儿自然也难不倒夫君,但是我以为并非欧阳之府无能,而是他其实也是站在立法司那边的,甚至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无所作为,这件事才闹到这种地步。 这,这怎么可能呢?欧阳之府可是为此伤透了脑筋呀。 那只是欧阳之府,既然朝廷罢了。 姐姐,你想想看,欧阳之府贵为杭州之府,而且他也是寒门子弟出身。 他如何会不想在杭州增开学院,让杭州百姓人人有疏毒。 但是这事儿,他做不了主,如今既然有人提出来了,他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 若是杭州官员,包括立法院,一直反对,这事儿根本闹不到这种地步。 因为杭州之府的权力要比一般州县大得多,我看欧阳之府一定还在后面推波助来。 李清照皱眉思寸片刻,摇了摇头。 不可能不可能,欧阳之府的为人我是知道的,他也可当得上是君子,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李施施笑了笑,没有作声了,李清照又瞧向李奇。 李奇,施施说的,是真的吗? 啊,欧阳撤是君子不假,但君子要求增开学院,这也在情理之中吧。 而且人始终会变的,欧阳撤在官场混集这么多年,早已经不是当初的欧阳撤了。 他对杭州的感情不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差,他当然希望杭州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好。 施施说的不错,此事若没有他们暗中允许,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地步。 其实,在你告诉我这事之后,我就已经猜到欧阳撤肯定参与其中,但是无妨,他也是出自一片好意。 清照姐姐不也是持有赞同的态度吗? 李清照脸上微红 啊,我的确是赞成,只是我没想到,欧阳之府竟然会在后面暗中推动。 都说官场邪恶,如今看来,确实如此啊。 说着,他又瞧向李世世。 世世,你也真是深藏不漏啊。 平时见你对这些事儿不闻不问的,但心里却如此清楚,比起姐姐我,可是强多了。 哎,清照姐姐,话不能这么说,你向来就是黑白分明,是非对错都是明明白白,但是黑白之间还存在着一片灰色地带。 你没有想到,也在情理之中。 正是如此。 李清照笑着摇了摇头,他自己也清楚,在这方面,他比起李奇李诗诗来相差甚远。 不管怎样,此事总算圆满解决了。 嗨,如今说圆满,就还早了些。 他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庭院外面有人喊道。 大人,大人。 李奇转头一看,见是田木匠,心中一叹,嘴上却说。 什么事啊? 哦,菜园外他们来了。 唉,果然如此。 李奇点点头。 我知道了,让他们等一会儿,我马上就过去。 是。 田木匠一走,李奇就向李清照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说道。 讲,这麻烦不就来了吗? 这点小事对你而言,哪里算得上是什么麻烦。 李诗诗确实不愿,他觉得李奇也需要休息,埋怨道。 这才一宿,他们就等不及了,未免也太心急了。 李奇呵呵一笑,站起身来,笑道。 事实误恼,我还得感谢他们,正是因为他们,我才有理由在这里多逗留些时日。 说着,他就弯下身来,朝着女儿说。 素素,对不起了,爹爹要去忙公事了。 不过你放心,今日之内,爹爹一定让你坐上爹爹亲手坐的三轮车。 国相来了。 李奇来到会议室,间里面站着二十余人,各个穿的都是锦衣华服,一看就是有钱的主。 其中有好几人他都认识,蔡敏德就是其中之一。 轻轻点了下头,伸手道。 偷坐吧,老爹,你也坐吧。 是。 二十余人纷纷坐下,李奇坐了下来,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喉咙,目光一扫而过,神索轻松地说。 不过就是二十家学院而已,对你们每个人来说,都这么重要吗? 一名姓好名义的丝绸商人就说。 国相此言诧异,原本我们只是想为杭州百姓争取多开一些学院,但是如今立法院已经撤销这项提议。 原因就是因为国相的一番言论,此事若是私下解决,那国相肯定也会来找我们,我们此番前来不过是想为朝廷分忧罢了。 这番话说得极其漂亮,让李奇都不得不佩服这人,明明就是想来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油水可以捞,还说得这么堂而皇之。 但是现在,李奇可没有工夫与他们在这里绕来绕去,点点头道。 你们的心意,我非常感激。 昨天我和欧阳知府他们商量了一番,准备开一个学院城。 学院城? 一杆商人皆是一惊,这都用城来形容了,其规模可想而至,那这里面肯定有油水。 蔡敏德更是开心不已,他手中的木头算是有着落了,盲问道。 不知这学院城是何意啊? 哦,很简单,就是将二十家学院集中在一块儿建造。 这让众人猛吸一口冷气,这得要多大的一块儿地呢? 一个名叫杨卫的地主就说。 可是杭州城内外很难找出这么大一块儿地来,除非建在农田上面。 其他人纷纷点头,这杭州土地的情况,他们可是一清二楚,绝对找不出这么大一块儿地来。 李奇笑道,可能会建得比较远,读书嘛,又不是享受,相信偏远一点也无妨。 这些人个个都惊得跟猴似的,个个是眼珠乱转,这一旦确定了,那块儿地的地价一定是不可同日而语。 蔡敏德笑呵呵道,哪不知朝廷打算将这学院建在哪里啊? 你这老狐狸,还想打这主意,做梦去吧。 李奇呵呵一笑,目前还在商量中,别说这事不归我管,我也并不知道。 就算我知道,我告诉你们,也没有你们什么事,这地的事,你们就甭打这主意了。 言下之意,就是一旦确定下来,那这地就完全归入朝廷的规划中,不会让私人参与进来。 失望,商人们是非常的失望,你朝廷一个人玩儿太不公平了。 李奇又说,地的事,朝廷可以帮你们解决,但是钱的话,就需要各位多多支持了。 蔡敏德立刻说,这是我们分内的事。 能为杭州做出贡献,是我们的荣幸啊,我们绝无二话。 只有一些人反应过来,赶紧附和,很多人还是一头雾水。 李奇突然呵呵笑了起来,蔡敏德有些心虚。 书密使笑什么?你们先别急着答应,听我说完先,大伙都好奇地望着李奇。 也许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指的是,帝是朝廷出,钱有你们出。 但是,你们在上面建造学院,不代表帝是属于你们的。 哦,这…… 蔡敏德一脸的忠心宛如刻在脸上的,无比的僵硬,他脑子转得快。 他知道,一旦建造成学院城,那整块地的地价肯定飙升,甚至那一带都会带旺。 在杭州一块兴旺的地,那可是寸土寸金呢,先建造学院,将地价台上了,到时再做其他用处,那肯定狠狠大赚一笔。 再加上,还能倾销自己手中的木头,这简直就是太爽了。 但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李希希会让他们白显这个大便宜。 但是,蔡敏德话都说出口了,也不好意思收回来,赶紧向一旁的好意使了个演奏。 好意心领神会,盲说。 国祥,我们真的很想为杭州百姓出一份力,但是这学院的话,哪怕地不要钱,那也投入甚大。 亏的可能性非常大,回本又慢。 二十家学院,就我们这些人,那着实难以支撑起来,我们也是有心无力啊。 其他人都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太不公平了。 哦,我们出钱把这地搞忘,但地我们都没有份,钱都让朝廷赚去了。 这买卖做得真是太不厚道了。 李希笑道。 各位也别急着哭穷,这地虽然属于朝廷的,但是,只要你们愿意参与进来,总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什么好处啊? 这些商人倒也直接,李希喜欢他们的直接。 相信各位心里面也有一本账,一旦学院城区建立完毕之后,不管是建造在哪里,那一带地区都会被带忘。 到时,会有很多人搬到那里去居住。 故此,在最初的规划当中,朝廷还会在四周建立一个居民区,三条街道。 但凡参与投资学院城区的人,都将根据自己投入钱的多少,获得大小位置不错的店面,免租二十年。 在这二十年间,相信你们这本钱应该能赚回来,还会有剩余的。 二十年之后,参与进来的商人,还是会得到优惠的租金。 蔡敏德等人都开始在心里盘算起来,二十年,这个年限太精髓了,刚好不多不少。 杨卫就说。 国相,二十年未免太少了点吧,至少也得五十年。 五十年? 那你就太担心了一点。 一个全新的城区所拥有的价值,远比一个旧城区要大得多。 这一点你们应该也知道,特别是在初期的时候,这简直就是黄金地段呢。 如果你们嫌少,还可以另外花钱租地,你们还是拥有优先权的。 另外,学院呢,这二十家学院所需要的东西,可是非常多的。 文房四宝,桌椅板凳,还有粮食,等等。 这些买卖,你们同样也拥有优先合作权。 这笔钱算下来,那可是不少啊。 一个专门做杂货的商人说。 那这学院如何盈利呢? 是学着太师学院弄什么人才选秀制吗? 这个人理气认识,而且非常熟悉。 他就是何九叔的侄儿子,何瑞。 人才选秀制是难以模仿的。 在前期,这是需要非常多的投入。 一旦失败,那各位会赔得血本无贵。 故此我不建议用这人才选秀制。 我也不建议靠学院赚钱。 如今杭州百姓虽然富裕了,但是他们也无力支付巨额的学费。 我只求学院能做到收支平衡。 诶,这不赚钱是很难持久的呀。 啊,在商言商,这二十家学院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只不过是一个诱饵。 你们还有其他办法花最少时间建立出一座新城区来吗? 众人都沉默了,李希说。 想用学院来盈利的,这真是鼠目寸光,赚钱的是新城区。 一旦这学院城建立好以后,那么这一座新城区就拥有无限的商机。 财富是取之不竭的,这才是大头。 那点点迎头小力,各位也看不上啊。 蔡敏德心想,这么多人总要吃饭吧。 我在那里开两家酒楼,那什么都回来了。 他拍着桌子,好,我蔡某赞成书密使的建议。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和睿四小飞笑道。 袁万,听说你从岭南地区运来了不少廉价的木头, 何不做做善事将那些木头都捐出来, 为我们杭州出一份力。 这话说的蔡敏德骂娘的冲动都有了。 老子搞这么多事出来,就是为了赚这笔钱, 你叫我捐出来,这是断我财路啊。 皮笑肉不笑道。 哎,话不能这么说,行善是行善,买卖是买卖。 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官府有意要我这批木头, 我可以给个优惠价,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少人纷纷不屑一顾,不管优惠多少, 你还是大赚特赚了,光这笔钱你就能够回本了。 但是我们呢? 老狐狸,李奇暗骂一句,笑道。 我赞成员外的话,捐归捐,买卖归买卖, 这事儿还得分清楚。 但是,各位若是以为投资学院就仅仅是如此的话, 那各位就想得太简单了。 其实学院不过只是一个跳板, 是帮助各位跳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 这一番话让商人们打起了精神, 包括蔡敏德在内,胡一道。 书密使,此话怎说? 很简单,吐蕃。 吐蕃? 李奇点点头。 如今吐蕃已经归入大宋, 那块地可是非常大的, 而且地多人稀, 拥有的财富那是无可估计的。 不瞒各位, 朝廷已经开始着手开发吐蕃了, 相信很快就选取第一批商人, 前去吐蕃做买卖。 当初开发江南的时候, 第一批南下的商人, 如今可都发了财。 这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朝廷对于第一批进驻吐蕃的商人, 一定会给出非常优惠的政策, 这是一定的。 至于选取的标准嘛, 这实力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关键还是在于对我大宋所做出的贡献。 如果你们愿意投资学院的话, 你们在朝廷的印象当中, 一定会大大的加分, 到时我再出来帮你们说上几句话, 这块肥肉铁定跑不了。 吐蕃? 我听说吐蕃可不比江南这里, 土地肥沃,地势极佳, 而且吐蕃肥成乱, 这是不是太危险了? 不少人都点头, 杭州好, 大家都知道, 吐蕃差, 大家也都知道, 没有谁愿意跑到那地方去的。 哎呀, 愿蕃, 我对你这番话感到非常失望啊, 这吐蕃可是一块宝地啊。 愿蕃高见, 其关键就在于吐蕃的地理位置。 关于这一次货币的发行, 大家应该都很了解了, 也应该看出来, 未来十年内, 朝廷还是会进一步地扩展对外贸易, 那么, 西域就成为了外贸的第一, 西市场, 谁离西域越近, 这买卖就要快人一步。 在大宋地界, 吐蕃离西域是最近的, 如果西域客商能够在吐蕃境内买到自己所需要的货物, 他还会跋山涉水来到杭州吗? 不仅如此, 吐蕃离大理交着二郡也非常近, 二郡才刚刚开发, 这发财的机会那真是太多了。 这么说吧, 如果各位把生意推至吐蕃地区, 在吐蕃境内建造作坊, 直接从吐蕃出口后, 首先, 这得节省一笔巨额的路费, 还有, 就是吐蕃的地价, 那真是廉价到了不行。 如果是吐蕃建造学院城, 内价限低的, 恐怕你们都无法想象, 这成本自然就低了, 相较于国内的商人, 再吐蕃的商人, 就有着天生的价格优势。 其次, 第一批去的商人还要快人一步, 这做买卖快人一步, 那这一步的距离, 恐怕就是无法逾越的。 这最后呢, 是我私下透露给你们的, 吐蕃过于的贫瘠落后, 如今吐蕃已经归顺我大宋, 那么朝廷肯定会开发当地, 重大的项目, 那肯定是有的。 动心, 没有人不动心的, 如果到吐蕃做生意, 那就可以直接拦截来中土的商人, 如果在吐蕃建立工厂, 那后一出门就是西域, 而且, 从李奇这番话来看, 朝廷应该会给予非常多的支持, 这是典型的小投入大回报。 好意突然说, 可是吐蕃一直以来都很乱, 这不太适合做买卖吧? 这你们大可放心, 若是朝廷无法给予各位一个太平的环境, 也不会让各位去冒险呢。 要知道, 吐蕃一直没有归顺过大宋, 而且由于常年累月的内战, 导致大宋货物并没有完全地进入吐蕃, 这就说明, 吐蕃对于大宋的货物是高度需求的, 这就是商机。 另外, 和黄地区已经富裕起来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西域商人选择和黄地区去往大宋, 将整个和黄地区都带忘了, 但是和黄地区就还没有吐蕃安全, 毕竟和黄地区紧贴着西夏。 这一杆商人稍稍挣扎了一会儿, 首先还是蔡敏德排版道, 说明实请放心, 不管别人怎么想, 反正我蔡敏德是一定支持官府的学院城计划。 其他商人见蔡敏德都用这种丧尽天良的语气说话了, 哪儿能不明白呢? 吐蕃这地儿的确不太好, 关键是气候太差了, 又是高原。 但问题是, 西域是大宋外贸的最大市场, 吐蕃离西域近, 对于百姓来说, 恐怕没有人愿意去吐蕃的, 可是, 对于商人来说, 这就是一块宝地, 而且现在去的话, 什么都便宜, 就跟当初的江南一样。 几乎在场的所有商人都表示, 愿意支持官府的学院城计划。 李奇和和一笑, 端起杯茶来, 那好, 这一杯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哦, 差点忘记说了, 我们最新山庄也将会全力支持学院城计划, 并且, 我们最新集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吐蕃。 这天下第一奸商都这么说了, 那这事儿铁定错不了了。 在座的商人, 都庆幸自己方才的决定, 纷纷举杯回敬。 那马屁, 就如同海啸一般, 吹的人都在空中飘。 对于君子而言, 马屁之言是非常珍贵的, 因为君子很少说。 但是, 对于商人来说, 马屁之言却是最廉价的, 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说, 不管对方是谁。 谁都以为, 今日的主题是学院城, 却没有想到, 礼席的目的并非学院城, 而是吐蕃。 如何振兴吐蕃, 这也将成为朝廷即将要攻克的一道难关。 如果你不快速给吐蕃带去财富, 带去富裕的生活, 那么吐蕃的百姓就会觉得归顺大宋与否, 其实根本就没有变, 朝廷也不关心我们。 这是大宋国策的大忌, 必须要立刻让吐蕃百姓感受到大宋的温暖。 礼席坚信, 只有富裕的生活, 才能让吐蕃百姓忘记松赞干部, 忘记吐蕃, 心中只有一个国家, 那就是大宋。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这就跟智力胶纸大理而俊是一样的道理。 如今的胶纸大理, 那是一片和谐, 百姓们天天忙都忙不赢, 哪还有功夫想那些有的没的, 天天都有干不完的活。 就说蔡敏德这一回去那里买木头, 虽然蔡敏德是稳着大赚, 但是真正赚钱的还是胶纸的百姓, 因为胶纸正在大规模的扩建道路, 木头堆砌如山, 这一笔买卖对于他们来说, 肯定不是小钱呢。 所以, 胶纸绝大多数百姓都非常庆幸当初 李朝政权被大宋打败了。 道理很简单, 大宋能给我带来财富, 你李朝不能给我们这些, 那我当然倾向大宋了。 用武力夺取, 用商业统治, 这就是赵凯李奇扩张计划的中心思想。 因为李奇作为一个商人, 他始终觉得利益可以改变一切。 同样的政策, 李奇也打算应用到吐蕃去。 其实, 开发吐蕃相对而言还要简单一些, 因为西域就在边上, 这就是吐蕃的优势。 李奇也是利用这一优势 打动了蔡敏德这些老狐狸。 区区学院成计划, 李奇何曾放在心上? 但是, 他不放在心上, 欧阳撤却是非常上心。 他是寒门子弟出生, 所以, 他对于学院有一种旁人没有的情节。 他小时候没有资格上学院读书, 所以他很羡慕那些有老师的学生。 他非常理解, 当下杭州孩子们那迫切想上学读书的心理。 李诗诗说的没有错, 其实欧阳撤是赞成这个提议的。 没过几日, 欧阳撤就宣布学院成计划, 再还没有确定地点, 他就已经开始招商了。 杭州富商是蜂拥而至, 不到三日就已经破败了。 这学院成计划, 李奇是看不上, 但是对于杭州来说,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因为这是一个新城区的初步建设, 所以欧阳撤也在仔细地考察, 不敢妄下决定。 但是, 与商人们的合作协议倒是先签订下来了。 对于商人而言, 他们都知道, 不管你朝廷决定开发哪里, 那里一定兴旺, 而且朝廷又不会给我们任何获取土地的机会。 所以, 地址选在哪里, 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就算你事先知道, 这地也不会轻易让你得到的。 初步规划, 是二十个学院, 三条街道, 一个居民区, 由官府和一百名富商共同开发。 在理期的建议下, 又建立一个学联会管理学院城, 因为这不是官府独立开发, 也不是商人独立开发, 而是官民合作, 那这学院究竟谁做主呢? 制度又该如何制定呢? 虽然官府是领头人, 大股东, 但却不可能官府一手遮天, 商人也不会答应的。 故此, 将权力一分为二, 学联会拥有管理权、 行政权, 但是不拥有股份, 学联会的组成是从外面请人来, 而官府和商人只是幕后的老板股东, 但是没有行政权。 当然了, 一些关键决策还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 这样做, 主要还是平衡利益分配。 如果说你投资一家学院, 那这学院就归你管理。 那样的话, 天知道你会不会去坑学生, 会不会玩手段偷取别人的利益。 干脆咱们就都不管, 制度统一, 这样是赚是赔, 谁也没有话说了。 那些商人也不在意学院的管理权, 他们的目光都放在新城区上面。 他们要求的是你在新城区画多大的地给我做买卖。 我们和学院的合作关系, 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首先确定的, 当然是和蔡敏德木材供应买卖。 由于蔡敏德给出的价钱, 在杭州而言算是非常低廉的了。 于是, 官府一口气就全要了, 蔡敏德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这笔买卖, 它是大赚的。 而田木匠的工匠团队, 也承包下来学院的建造, 给出的价钱当然也是非常便宜。 这么大的工程构成十年了, 细水长流嘛, 工匠们也是高兴坏了。 当然, 他们两家对于学院的投入也是最大的。 随后关于粮食、 生活用具等等一切货源的供应, 陆续都和各方商人达成了协议, 总而言之, 就是皆大欢喜。 百姓高兴, 商人开心, 朝廷作为最大的影响, 当然得低调一点。 欧阳撤士打算, 今年将一切筹备好, 明年就开始启动学院城计划。 而李奇借着这个计划, 在杭州应时逗留了一个多月, 即使他也就是动动嘴而已。 刚开始的时候, 还帮助欧阳撤和那些商人谈判, 到了后面, 他几乎都在半山庭院 陪着李诗诗母女。 踩稳了先, 踩稳了, 对, 先用这只脚用力, 再用那只脚用力, 好的, 好的, 素素宝贝, 你踩得真是太好了。 在半山庭院, 李奇正在忙活着 教李建素如何自行驾驶 这辆被命名为 法拉利的小三轮车。 李建素骑得是非常认真, 完全投入进去, 看得出, 他对李奇送给他的这份礼物 是相当喜欢, 父女俩玩得是不予乐乎, 而李虚虚、李清照 则是坐在一旁, 面带微笑地看着, 气氛相当地温馨。 突然, 李诗诗回过头来, 悠悠一叹, 李清照一证。 诗诗, 你为何叹气? 姐姐, 你不觉得, 夫君待在这里太久了吗? 李清照一愣, 过了片刻。 难道, 你不希望他多待些时日吗? 我当然希望, 我甚至还希望, 他永远留在这里。 但是, 夫君是书密使, 他肩上还担当着重任, 怎能因为儿女私情, 而耽误国家大事呢? 李清照微微仰起头来, 看了掩天, 感叹道。 是啊, 他也该是时候回去了。 李诗诗回眸瞥向那一对正在玩闹的妇女, 眼角泛着泪光。 当晚, 李奇半躺半坐在床上,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听得吱压一声, 只见李诗诗从外面走了进来, 于是问道, 素素已经睡了? 李诗诗顶顶头走了过去, 带他靠近床边, 李奇一手将其揽住, 抱上床来, 听得李诗诗惊呼一声, 这诗都还没有回过来, 就已经被李奇压在身下。 李奇凝视着这张近在咫尺的绝世容颜, 只见这梅似初春柳叶, 脸如三月桃花, 拘束得艳蓝莹, 可谓是玉帽妖娆, 花结雨, 芳蓉窈窍, 玉生香。 让从不觉世上有完美一说的李奇, 觉得这一切都是完美无瑕的, 哪怕是一根睫毛, 都偷着风情万种, 妖媚妖娆。 大宋第一美人之称, 他绝对是当仁不让。 谢谢, 你真美。 李奇情不自禁地说, 说话间, 他的一只大手, 同样也是情不自禁地, 伸入李诗诗的衣服里面, 抚摸着那细腻光滑的皮肤。 屋内的温度骤然高升, 李诗诗也是满面飞红, 娇艳欲滴, 一双妩媚漂亮的眼睛冒起一阵雾气, 春意盎然, 动人至极。 突然, 他一手抓住李奇的大手。 夫君, 你等一下, 我有事想跟你说。 不会是你月诗来了吧? 什么月诗, 你倒是一点也不怕羞。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不是月诗, 那可否待会儿再说。 待会儿我怕, 会忘记。 这倒也是, 李奇表示能够理解, 深呼吸一口气, 暂且先压制住腹中那团火焰, 用理智去战胜下半身, 倒在床上, 将李诗诗搂在怀里, 问道, 究竟是什么事搞得这么严肃? 李诗诗将脸贴在李奇的胸口, 迟疑了下。 夫君, 你在杭州已经逗留多日, 如今学院城的事, 也已经差不多理清楚了, 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我不是想夫君走, 我也希望你能留在这里, 但是, 你到底是书密使, 应该以国事为重。 李奇脸色渐渐地暗淡下来, 叹道。 是啊, 我始终是要回去的, 念及至此, 他心中是五味杂陈, 李诗诗见李奇不说话, 紧手稍稍抬起, 偷偷偏连李奇, 见他双目暗淡, 心中自是伤心万分, 可最终, 还是理智战胜的情感, 狠下心来。 夫君, 时时不想在碑上, 红颜祸水的骂名。 李奇猛地一正, 低头注视着李诗诗, 李丸紧紧将其搂在怀里, 亲吻去他脸上的泪珠, 心中却是更加不舍, 说道, 你放心, 这我自有分寸。 李奇也知道, 自己留在这里的时日不多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日, 他带着李诗诗母女, 耶律古裕, 李清赵几女, 就去杭州的各个风景去游览, 可惜的是, 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只能乘船去游览, 其中最开心的, 莫过于李建宋, 难得出来一番的他, 都已经玩疯了, 和李奇的感情自然也是增进了不少, 时常吵着让李奇抱的, 偶尔还主动地亲吻李奇的脸颊, 但是, 随着年关越来越近, 李奇必须得回去了, 因为年关的时候, 要做很多的汇报工作, 他身为疏密室, 自然得回去服命。 自耕天, 李诗诗将披风给李奇穿上, 嘴上不停地念叨着, 夫君, 路上一定更要小心, 要多穿衣服, 可别着凉了。 李奇听着这些唠叨, 心里却感觉非常的温暖, 握住李诗诗的柔体, 说道, 师师, 再给我些时日, 我一定会让我们一家人团聚的。 李诗诗一边细心地帮李奇整理着, 一边眼中含泪地说, 凡事不可勉强, 你能偶尔惦记着我, 我就已经非常知足了。 说着, 他又转头向耶律古玉说, 古玉, 就麻烦你, 找古夫君了。 耶律古玉点了点头, 穿戴好后, 李奇又去到了李清照的房里, 李清照坐在屋前, 见他来了, 小声说, 素素还在里面睡觉呢。 李奇轻声道立声谢, 又轻手轻脚地来到李屋, 只见李建素正歪着头在熟睡, 小嘴偶尔动几下, 似乎还在回味父亲今日给他做的美味。 李奇用手, 轻轻地抚摸了下女儿的小脸蛋, 说道, 宝贝女儿, 对不起, 请原谅爹爹的不辞而别, 爹爹向你保证, 一定尽早把你和你娘接到爹爹身边来, 希望到时能听到你叫我一声爹爹。 李建素始终没有开口叫他一声爹爹, 这让他感到非常的遗憾, 在屋内逗留了好一会儿, 李奇才依依不舍地走了出来, 又向李清赵说, 清赵姐姐, 你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嗯, 你也要万事小心, 时辰不早了, 快些出发吧。 嗯。 二人来到屋内, 李诗诗耶律谷玉已经站在了院中, 李奇又和李诗诗相互嘱咐了一番, 拖延了好长一段时间, 二人都是忍着眼中泪水, 没有让他流下来, 因为他们都知道, 自己的泪水会让对方更加的伤心。 终于, 李奇还是上了离去的马车, 李诗诗站在围栏旁, 望着那点点火光渐渐消失在破晓的白雾中, 他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趴在李清赵的怀里痛哭起来。 任何事都有两面, 战争也是, 但是不同的是, 其他的事都是好坏两面, 唯独战争是一个例外, 战争绝不是一个包一词, 隐藏在战争之下的一面, 充满了权力欲望, 野心, 高薪斗角, 而战争的表面无疑就是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尸横避野怨声载道, 痛苦的呻吟无助的叫喊, 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随着日本的内战全面爆发, 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家园, 加入了难民的阵营, 这一幕像极了十年前的大宋, 到处都是烽火硝烟, 街道上随处可见难民抱着仅有的包袱, 睡倒在屋檐下, 也有些人躺下去了, 就再也没有起来。 卖火柴的小姑娘, 虽然是出现在童话故事里面, 但是现在, 日本随处都可以见到卖火柴的小姑娘。 一件工程万顾枯, 统计者自然不会关心这一切,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越中州, 这里也是刚刚经过战火的清旭, 无数房屋已经被焚毁了, 到处都是被烧得黑漆漆的木材, 还冒着热气, 大量的百姓居无定所。 如今的猪圈里面, 住的已经不是猪了, 而是人了, 这猪圈可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自从牛高领着宋军驱赶走这里的 袁氏军队后, 这里终于暂别风火, 回归平静。 但是, 战争留下的创伤是需要时间来复原的。 一对中年夫妇各背着一个包袱, 那妇人怀中还抱着一个婴儿, 两人皆是步履蹒跚, 似乎许久都没有吃饭了。 突然, 他们见到远处人头攒动, 在人龙的最前面有着一根高高的立柱, 立柱上面一条条幅直落下来, 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那妇人就向身旁的男人问道, 夫君, 那上面写着什么? 男人举目望去, 不太确定地说, 好像是宋子, 大宋, 周。 周? 那妇人听得眼中一亮, 我们在路上不是听到, 大宋的那位金刀楚王, 已经运送到十万贯救助物资, 来到了月中, 想必那就是了, 我们快去吧。 夫妇二人赶紧走了过去排队, 可是, 这人龙见头不见尾, 这排下去, 别说夜饭了, 恐怕等到了他们的时候, 就是这午饭就得变宵夜了。 怀中婴儿突然大哭起来, 夫妇二人也只能干着急, 焦虑地望着前方。 这时候, 一个身着汉服的青年走了过来, 用汉语说道, 二位, 我们大人说了, 但凡带有婴儿的妇女, 可以不用排队, 请供这边来。 听不懂啊, 那名妇女极其地望着那年轻人, 却不知她的意思, 恰好前面站着的一个人, 听得懂汉语, 于是转过头来, 好心用日本话翻译一遍。 那妇女听得大喜, 急忙道谢, 跟着年轻人去到队伍的前面, 领了一大碗招, 就去到边上的大屋碧寒, 进到屋内, 只见里面全部都是妇孺, 而这妇人的夫君前面还有些担心, 一直注视着他们母子, 直到前面一位男子跟他解释了一番, 他才放下心来, 好奇一道, 这位大哥, 你怎懂得汉语? 我也只会一点点, 而且还是最尽血的, 没有办法, 如今在这里镇灾的都是松人, 你如果不懂几句汉语, 忍不得几个汉字, 那是诸事不变呢。 那汉字顶顶头, 前面那人又说, 你是外地来的吧? 我是从关东地区来的, 那你算是来对地方了, 如今这月中兆, 已经改名为松人兆, 许多大宋副商都集中在这里, 来这里至少饿不死。 吃货怎么说? 这里有活干呗, 而且不少大宋副商已经买下周边的地方, 修建房屋, 而且还要建造作坊, 咱们可以干点力气货, 你若是渔夫的话, 那就更好了, 大宋商人租下一个港口, 供我们渔夫出海捕鱼, 虽然没啥工钱, 但是有口饭吃, 女人可以干点零碎货, 缝缝不补, 也可以混点工钱, 反正饿不死就对了。 哦, 这样啊, 我正好是渔夫, 不知该去哪里找货干。 你从这里往东, 行三百步, 看到一家屋剑, 挂着一个鱼形的招牌, 上面写着含字的就是了, 你是渔夫的话, 就不用在这里派对了, 直接去哪里报到, 此上会有饭吃。 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啊, 呵呵呵, 道师, 别忘记, 给咱们弄一条鱼来, 打打牙记就行了。 一定一定。 那汉子含泪点着头, 急忙去到大屋, 和妻子说了一声, 然后就往东快步行去, 迎面呼见两个人, 身着华丽的汉服走来, 路过的百姓, 见到这二人都赶紧行礼, 用一口蹩脚的汉语叫道。 牛将军, 找军事。 那二人也是不厌其烦地点头微笑, 那汉子如今有求于汉人, 心态就变了, 赶紧也学着行礼恭敬的教导。 牛将军, 找军事。 只是, 他是现学现卖, 过此叫得极其傲口, 还真不是态度, 但是, 那二人并未在意, 也是点头是意。 这二人正是牛高和赵经验, 牛高呵呵笑道, 哎呀, 军事的手段真是好生厉害呀, 不到两个月, 就缓解了这里的兵灾, 牛高真是佩服不已呀。 赵经验笑着摇里摇头, 其实他哪里有着本事, 关键还是南博万他们立下的功劳, 直到今日, 他才算是见识到了南博万这一支神秘部队的厉害, 很快就打入了日本基层, 与当地的百姓打成一片, 而且, 还将这些难民合理输到, 这真是一个奇迹。 如今已经要过冬了, 那些过冬的物资, 可已经到了日本。 哦, 半个月前就已经到了, 现在正赶着往这边送来, 但是, 靠人不如靠己, 仅凭疏密使的支柱, 终不是长久之计, 明年年初的春耕, 对于我们来说, 可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原本的地主, 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 他们前面见到袁氏打了过来, 于是就逃去了迦贺。 现在, 我大宋有开通的避难的航道, 这些有钱人, 赶紧带着钱财, 逃去了莱州避难。 如今这附近的良田都成了荒地, 我们已经在规划农田了, 年关时, 就能把这些农田, 分发给这儿的百姓。 虽然宋仁州的统治权, 还是在平时手中, 但是一鹤百川他们关心的是战事, 这方面的事宜, 其实是赵经验和大宋商人在做主。 自从越中州改名叫宋仁州后, 大宋商人蜂拥而至, 在南伯万等人的暗中怂恿下, 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当地的土地, 兴建房屋, 大肆地盖作坊。 因为日本内战的关系, 导致这里的人力是空前的廉价, 而且因为大宋已经在权力支援平时, 货船比往年多出一倍有余, 货物运送回去也是相当的方便, 直接可以用战船来运送, 运费也是相当便宜。 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和地价, 导致货物的成本非常低劣, 但是大宋有些地方物价可是贵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宋商人愿意冒着危险 留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这年头不搏一搏, 很难发大财。 不仅如此, 高丽的商人也纷纷囤聚在宋仁州, 虽然高丽也出了兵马, 但却比较少, 援军的主导权还是在宋军手上, 赵经验可不管外面打得怎么样, 先把这宋仁州治理好再说, 如今随处可见, 宋仁州到处都在修建房屋, 改造工厂, 一鹤百川腾吉三木等人当然不会反对, 心中高兴都还来不及呢, 你们尽情地弄就是了, 这也导致周边很多百姓都敢来宋仁州谋求一口饭吃, 因为主导是汉人, 老板也是汉人, 故此, 汉语如今在宋仁州非常的流行, 你不会两句汉语会让人鄙视的, 也很难吃得开, 故此, 很多日本百姓都在刻苦地学习汉语汉字, 牛高点了点头, 他主外, 赵经验主内,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 突然说道, 军师, 你有没有察觉到, 前线的战士有些蹊跷? 我也有这种感觉, 平氏打得似乎太过轻松了。 我曾在这里和原氏军队有过几次交战, 虽然皆以我军大胜告终, 但那都是以多打少, 而且是在对方应对不足的情况下, 原氏军队绝非久难犯贷, 但是如今却被平氏打得连连败退, 据说平氏都快将原氏彻底赶出越前州了, 这有些太诡异了。 因为越前州临近京都府, 平氏又是一直防着宋军的, 故此, 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借用宋军将原氏部队从越中州驱赶走, 但是在那之后, 由于平氏一路的高歌猛进, 所以平氏也没有再去劳烦宋军, 只是让他们守着北路道的后方, 防止敌人側翼地偷袭, 平中正则是率领全部主力, 对原氏发起了猛攻, 赵经燕点点头, 嗯, 我也是这般认为的, 不过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提醒一下平中正, 牛高那偌大的眸子咕噜一转, 似笑非笑道, 君氏, 感觉的, 这事儿, 咱们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况且平中正他们也不一定会听啊, 说不定还落不到一个好人呢, 哼, 我就知道他们不会听, 才这么说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书密使的计划, 我早已经知道了, 是, 是, 是吗? 平中正如今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 愤怒和喜悦加在一起, 恐怕, 他已经失去了很多理智了, 这种战略, 历史上比比皆是, 三国演义中也提到了很多回, 如赤壁之战, 关羽诗金舟, 陆迅火烧连营, 金都府就近在咫尺, 这时候任何人劝他退兵, 他绝对不会听的, 如果我们此时出言规劝他, 他一定会置之不理, 但是, 如果他们战败了, 那么我们就能堂而皇之地出兵前线, 最好这一仗能歼灭平中正的主力部队, 那样的话, 我们就能掌握北路道的军权, 而且还不会让人起疑心, 毕竟我们可是事先规劝过他的。 是啊, 这俺怎么没想到, 还是军师你厉害, 那咱们该怎么去说呢? 心里去向, 哎呀, 不愧是说明史的女人, 都是表面上看着和和气气的, 这一动起手来, 那真是比任何人都要狠哪, 很简单, 只要写两封信去给瓶中正即可, 这第一封先提醒他们不可冒进, 小心中了敌人的奸计, 我想他们肯定不会听的。 然后, 我们再写第二封信去, 让他们调我们前去支援, 以防万无一失, 他们一直防着我们, 这就更不会听了。 不过, 这事儿你得先去找藤吉三木和平武郎, 跟他们说明一切, 让他们做个见证人, 这样一来, 到时候他们便可消除对我们的猜忌, 而且更加信任我们。 为了能够在杭州多陪李诗师母女几日, 李七是严重地压缩了自己的路程, 导致他又得疯狂地赶落了, 披星待月, 自然不在话下。 这紧赶慢赶, 李七终于在年关前回到了东京便凉, 着实不容易。 但是, 纪红奴封一奴并没有因此责怪李七,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只要李七能够安然无恙地回来, 那就足矣了, 哪里还敢说求太多呢? 当日, 他们也没有怎么打扰李七, 吃过饭后, 就让李七早点回屋休息, 因为明天一早, 李七还得上早朝复命。 一日, 皇宫大殿中, 赵凯很开心呢, 他早就收到了李七的来信, 知道书勒已经暂时归大宋左右, 也收到了东女国的详书, 对此, 又对李七高度赞赏了一番, 但是, 也没有深入谈论, 毕竟此事暗中可是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交易, 不好拿到大殿中商量, 又问, 书密使, 朕只是让你去吐蕃执行任务, 但是你为何临时从成都府, 改道去杭州啊? 当然是看我的老婆和女儿啊。 李七站出来, 露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嘴点, 说道, 回禀皇上, 微臣只是在成都府, 听到一些关于杭州的负面消息, 于是, 就想去一探究竟。 哦, 什么负面消息? 李七立刻将杭州的情况简略地说了一遍, 其实, 这事赵凯早就知道了, 李七在去杭州立法院的当天, 就派人将杭州的事告诉了他, 他这只是说给其他大臣听的, 但即便是已经事先知道的赵凯, 听到李七口中的杭州, 不明也是大吃一惊, 他没有去过杭州, 不知道杭州已经富裕如此, 都可以和变梁媲美了, 心中是又惊又戏。 朕真是想不到, 这百姓富裕了, 也会有这么多麻烦。 杭州百姓要求增开二十家学院, 朕非常能够理解, 但是朝廷有朝廷的打算, 虽然此事不算是坏事, 但是朝廷也不能都由着他们, 朕密使, 那你是如何解决的呢? 李七又将学院城的计划 跟赵凯说了一遍, 赵凯听得淋淋点头。 嗯, 这个计划很好, 不仅可以满足杭州百姓的需求, 还能为朝廷减轻不少负担。 那同样的, 学院城计划也可以用在汴梁, 扬州、苏州等地。 如果一味地鼓励私人建办学院, 这对于他们似乎有些强人所难, 庞大的支出会让天下商人望而生窃, 但是普及学院是朝廷近年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 必须得执行下去, 采用官民合作, 可谓是一举两得。 皇上圣明。 但由此可见, 立法院还是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究竟立法院职责是什么呢? 毛爱卿。 毛书即忙站出来。 卫臣在。 立法院建立的初衷, 还是针对我大宋律法, 这才是你们主要的任务。 你们立法院也一定要铭记在心, 有些事情该回避的还是要回避, 不然事实都揽在身上, 这样不但会让朕陷入窘境, 恐怕也会危及到立法院的信誉。 他的语气虽然非常平淡, 但是这番话绝对是耐人寻味的。 说白了, 还是皇权和律法之争。 赵凯还是强调国策为重, 国家的利益最大, 律法只是律法, 不能操纵国策。 你得雇权大局。 如果你立法院现在就已经干预国策了, 那么丢人的一定是你立法院, 而绝不是皇帝。 毛书心里哪里不明白, 赶忙说。 微臣一定谨记皇上训言。 虽然书密使说杭州百姓富裕得让人吃惊, 这是好事, 但是尔等切不可沾沾自喜啊, 杭州富起来这只是必然的。 但是我大宋西北各州县, 刚刚收复的吐蕃各地, 还有娇旨、大骊二郡都是非常贫穷的。 如何治理好这些地方, 乃是朝廷的头等大事, 尔等也应该将目光从江南转向这些平级的州县。 微臣遵命。 至于民选官一事, 秦桧突然站出来。 皇上, 民选官乃是书密使第一个提出来的, 而这一批由百姓选出来的官员, 恰好就是出自微臣之手。 在当时, 微臣是绝对支持的, 但是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那不过只是权宜之计, 又怎能作为长久之计。 如今四海生平, 一切归于正常, 制度也应该归于平常。 要是制度杂乱, 这会给朝廷造成非常大的麻烦。 杭州一事, 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 要是采用民选官的话, 那还要吏部干什么呢? 直接百姓选就好了。 失去刑部的秦桧, 吏部是说什么也丢不得了。 他肯定是要反对民选官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 赵凯稍稍点了下头, 梅宇间也透着一丝犹豫, 白显诺站出来。 秦少仔此言诧异。 不错, 当初在江南启用民选官, 的确是权宜之计, 可是, 据说那些官员将当地治理得非常好。 对于这种官员, 朝廷应当给予奖赏。 而如今, 朝廷不但不给奖赏, 反而将他们辞退, 这于情, 于理,于法, 都说不过去啊。 而且, 这也会商界民心, 对朝廷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任何理由, 也不是杭州百姓阻挠官员上任的理由。 若不给予他们惩罚, 到时他们肯定会变本加厉。 倘若有朝一日, 他们要求更换少宰, 更换疏密室, 更换三思室, 朝廷是不是也要听从他们的? 无规矩, 何成方圆? 制度就是制度, 这岂能轻易改变。 否则的话, 朝廷还有何卫心? 如今的问题, 不单单是那些选出来的官员, 而是杭州百姓的目中无人。 朝廷似乎太纵容他们了, 以导致他们无法无天, 长此下去, 那还得了。 他当然事先就收到了风声, 不用想, 他肯定很不爽。 这杭州的人员调动, 都是他耗费了不少精力去安排的, 但是杭州百姓却处处阻扰, 不愿合作, 导致他的渗透迟迟未能成功, 这让他很虚恼火。 老子堂堂宰相, 安排一个支县都这么困难, 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宰相吗? 赵凯定顶头。 嗯, 少宰说得不错, 任何理由都不是百姓阻挠官员上任的理由, 照此下去, 那朝廷还如何管理国家? 但此事真不想怪罪在百姓身上, 欧阳彻作为杭州之府, 责无旁贷。 言下之意, 就是由欧阳彻背锅。 当然, 赵凯非常喜欢欧阳彻, 最多也就是发一封圣旨过去敲打敲打欧阳彻。 可是, 白浅诺听到皇上都这么说了, 自然不好再和秦桧争执下去, 其实, 赐封官职也是皇帝的一种维权手段, 如果天下官员都是百姓选的, 那谁还会尊重皇帝呢? 秦桧自然知道这一点, 故此, 他对此事半步不让, 表现得非常激进。 赵凯见白浅诺没有作声了, 倒也比较乐意看到, 说道。 可是经济史说的也有道理, 当初是朝廷主动采取民选官的方式, 来弥补当时江南人手的不足, 而那些官员也兢兢业业, 没有辜负朝廷对他们的一番信任, 应当给予奖赏。 若是无故撤销他们的官职, 这也说不过去啊。 说着, 他瞥了眼一旁开始入定的李琪。 树密使? 哎呀, 这种事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李琪暗叹一声, 说道。 微臣在。 明选官是由你提出来的, 而此事你也已经参与其中了。 朕想听听你的意见, 究竟该如何处置这一批官员呢? 呃, 微臣觉得秦少仔说得很对,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这事怎么也不能由这百姓活来。 可是皇上方才也说了, 那批官员有功无过, 若朝廷不但不给予奖赏, 还给予惩罚, 那谁还会甘心为朝廷效力呢? 嗯, 这也是朕非常困扰的地方。 呃, 其实这并不冲突, 照规矩办事就行了。 照规矩办事? 正是, 那些官员的办事能力已经是有目共睹, 应当提拔他们。 一旦提拔他们, 那么他们原本的职位就空出来了, 朝廷调任过去的官员就可以上任, 百姓自然也无怨言。 如此一来, 朝廷又做到了赏罚分明, 又没有破坏规矩。 对啊, 这么简单, 真为何就没有想到? 还是你有办法, 就这么办吧。 启禀皇上, 那些官员上任时, 江南地区百废戴京, 如今江南百姓封一族时, 他们也是功不可没, 而且, 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但是, 他们从未受过龙恩负责, 皇上何不借此, 亲自下旨奖赏他们? 嗯, 嗯, 爱卿言之有理啊。 赵凯之所以赞同, 那是因为, 这些官员是没有通过皇帝这一环节, 就直接上任的, 心中并没有感恩于皇帝, 这可不行, 必须得让这批官员心中, 长存皇恩好荡, 故此, 他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但是秦桧就不开心了, 李奇这一招分明就是防着他, 怕他将这些官员全部安排到一些虚职上面, 这一下好了, 虽然他的调度应该能够执行下去, 但是, 高级职位全部让外人给占了, 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侯义突然站出来。 皇上, 微臣以为, 关于这一批官员的安排, 倒只是其次, 关键在于, 杭州不少百姓都认为, 应该执行这种明选官的制度, 朝廷应该给予明确表示, 坚定我朝制度, 以免一些心怀叵测的人趁虚而入, 扰乱我大宋官场。 他应该说的不是我吧? 李七听得暗自嘀咕了一声, 赵凯也是非常纠结。 明选官一事, 在我朝就一直存在争论, 褒贬不一, 事实上明选官也是有好有坏, 关于如何责取, 朕也一直都在思考。 各位爱卿有何意见, 大可提出来。 皇上, 微臣以为朝廷当以大局为重, 必须统一制度。 不少人纷纷站出来附和, 白显诺听了他们的言论, 一直是若有所思, 忽然, 他眼中一亮, 急忙站了出来。 启禀皇上, 微臣以为应该贯彻朝廷变法的中心思想,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说话间, 他语气中还带着一丝兴奋的意思, 赵凯好奇道。 哦? 此话怎解? 皇上即位以来, 一直都是朝贤若渴, 而如今, 我大宋又降服了吐蕃, 人才更显得相形见绰。 但是, 科考只是一面而已, 若是只以科考论定人才与否, 有些过于单调。 每年名落孙山的世子多不胜数, 但是其中, 就真的没有一个人才吗? 以微臣看来, 那也未必。 就好比这一批选上来的官员, 他们其中多半都是科考失败的世子, 但他们展现出来的能力, 远胜许多近视。 由此可见, 科考不能说明一切。 如果朝廷珍惜人才, 就该给这些科考失败的世子一个机会, 以求做到尽量不放过任何一个人才。 故此微臣建议, 可以将支线以下, 也就是在从九品和正九品这两个品阶上, 施行选举制。 因为, 从九品和正九品的官职, 多半都是直接面向百姓的, 若是直接由百姓选出来, 也会让官民相处得更加融洽。 但支线以上的官职, 代表的是朝廷的权威, 这一点不容改变, 也不需要改变。 同时, 如果底层官员是由选举制选出来的, 而上面的官员是朝廷委派的, 他们之间还可以做到相互监督。 世上贪官无数, 但是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性质, 就是他们都是从百姓身上榨取财富。 那么不管他们的手段如何, 都必须直接面向百姓。 以往, 他们的手下都是他们的爪牙, 是帮助他们贪赃受贿的工具。 但是, 如果他们手下的官员升迁与否, 就职与否, 都不是他们决定的, 而是由百姓决定。 那么一旦他们开始腐化, 百姓就能将他们撤换。 如此一来, 就能做到相互制衡, 防止官员执法犯法, 还我大宋官场一个朗朗乾坤。 同时, 皇上若是正式启用选举制, 那那些落选的世子 一定会感激皇上的良苦用心, 更加效忠皇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精彩, 真是太精彩了, 白浅诺的这番话, 就连李奇都忍不住为之较好, 这番话可不是他受益的, 其实他对于选举制, 一直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因为选举制会威胁到皇权, 这为人臣子的, 你总不能竞想这一些威胁皇权的事, 要是那样的话, 你离死也就不远了。 故此, 李奇为官之后, 他都是采取迂回的手段, 任何可以危及到皇权的政策, 他都是避重救惊, 也不会去强求, 因为他明白, 他处在一个封建社会。 话说回来, 哪怕啥21世纪也不存在什么民主社会, 资本主义只是把皇帝换成了利益, 利益主导一切而已。 但是, 白浅诺的这番言论, 就很好地避开了皇权, 从九品正九品, 这是最小的品阶了, 皇帝才不会关心一个正九品官员呢, 这对于皇帝来说无伤大雅, 但是用处却非常多, 最关键的还是反贪污。 玉石台是一种正向思维, 就是从高处抓起, 专门针对什么一品大猿各地支付。 但是, 从贪污的过程来看, 命令总是一级一级往下递进的, 因为你再大的官贪污, 源头还是在百姓身上, 如果你把源头给掐死了, 那再大的官也无能为力, 这其实就是一种逆向思维。 好, 比如说, 秦桧要钱, 他肯定不会自己跑去跟百姓要, 自然是下面的人帮他打理一切, 下面的又有下面的人, 支县一县之主, 他肯定也是让下面的人去做。 如果采取选举制的话, 支县以下的人那是由百姓选出来的, 百姓才是他们的仕途父母, 百姓可以选举你上去, 同样也可以撤换你下来, 那他当然会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会像以前一样, 老大让我去谋财害命, 我也会听你的, 至少违法的事肯定不会去干, 更加不会为了负荷上官弄虚作假, 因为你违法, 伤害的肯定是百姓, 百姓又是你的仕途父母, 你不是诚心跟自己过不去吗? 另外, 以前的黄恩都是失授那些考取进士的人, 没有考到的世子可是感受不到半点黄恩的, 有的只是郁闷, 伤心, 寒冷。 如果皇帝将选举制作为一种施恩的手段, 作为科考的一种辅助手段, 那么, 这些没有考取进士的世子, 肯定会如遇春风对皇帝感恩戴德, 大宋又是一个以文质武的国家, 世子新所向直接关乎皇权, 虽然没有人开口, 但是有不少大臣稍稍点头, 觉得此法倒是可以值得一叙, 哪怕是失败了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核心制度没有改变, 权力还是在朝廷手中, 但是, 一旦成功了, 能帮朝廷解决很多难题, 九品官而已, 对于皇帝来说, 真是小恩小惠, 至少皇帝不会亲口封赏哪个人去做一个九品官, 那太跌分了, 所以, 这无伤大雅, 但是, 却能够为皇帝俘获天下世子之心, 赵凯思前想扣, 权衡利弊, 先把选举制失败的后果想一遍, 对他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也没有影响到制度, 但是好处多多, 觉得这笔买卖倒是做的, 于是说, 白爱卿之言, 深得振兴, 可以一试啊, 这样吧, 既然此事是源于杭州, 那就先从杭州地区开始, 若是取得不俗的效果, 再慢慢普及各州县, 他没有提到立法院, 那就是说, 这事他会直接下命, 不会再通过立法院去颁布这项政策了, 因为, 这可以俘获世子之心, 可是宋朝皇帝最爱干的事情了, 也不能什么好事都让给立法院了, 皇上圣明, 虽然秦桧心有不爽, 但是也无可奈何, 他也明白赵凯心中的想法, 而且说到底也就是九品而已, 不会伤及立法的根本, 不管是选举制还是以往的制度, 官场里面从来就不是制度说了算, 权力才是王道, 究竟鹿死谁手还由魏克制, 此事商量完后, 赵凯就宣布退朝了, 但是, 李奇却被叫去了御书房, 李奇刚来到御书房, 赵凯就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你小子还真是厉害啊, 不瞒你说啊, 你去之前朕一直都是忧心忡忡的, 甚至还在暗中筹备, 以为十有八九要开战了, 但是没有想到, 你不费一兵一卒, 就夺取了舒乐, 这真是令朕万万没有想到啊, 来来来, 坐坐坐, 快与朕说说当时的情况, 李奇坐下来, 将事情详细地跟赵凯说了一遍, 原来, 里面还发生了这么多意外, 如此说来, 当时还真的非常危险, 完颜宗旺似乎有意全歼我军, 幸得西卡拉罕王朝在这关键时候进军, 这才让我们幸免一场战争, 唉, 其实当时微臣也以为, 这一战是在所难免, 准备调派重兵防守金军这致命一击, 是耶律大使替微臣出了这主意, 这耶律大使果然厉害, 就怕当时打败了老虎, 却又养肥了豺狼, 嗯, 微臣也有此忧虑, 但是目前而言, 这只豺狼的敌人是老虎, 而非我们, 想必老虎比我们更加担心呢, 你说的没错, 但是我们也不可麻痹大意, 你认为耶律大使在西域能否有所作为, 这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隐隐觉得耶律大使这个计策, 应该只是上部分, 还有下部分, 因为此事不是我先提起的, 而是他主动找我提起的, 只可惜我没有猜到他的整个计划, 赵凯也觉得耶律大使肯定有所隐瞒, 但是想了半天, 也没有想出一个所以然来, 白白手, 究竟他有何阴谋, 我们迟早会知道的, 但是一定要密切关注耶律大使的动向, 关于这一点, 微臣已经嘱咐过无界了, 哼, 但是这一次, 我们还是没有让金国得逞, 这就是胜利, 皇上, 我们虽然占领了舒勒, 但是金国同样是不费一兵一卒, 就让高山回护, 和东卡拉汉王朝臣服他们金国, 我们占据了关键位置, 但是有这两个国家, 金国在西域同样是大有可为, 这一次我们只能算是平分秋色, 这一点朕也明白, 你说完颜宗望是就此结束西征呢, 还是会继续西征啊? 这我也不清楚, 如今完颜宗望正忙着帮东卡拉汉王朝, 对付西卡拉汉王朝, 暂时应该不会对我们开战, 至于他下一步怎么走, 我们只能静观其变了, 哼,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占领了舒勒, 达到了目的, 如此就可以杜绝任何势力, 渗透到吐蕃和和黄地区, 一旦我们将吐蕃紧紧握在手里, 我们在西域同样也大有可为, 这场战争究竟熟胜熟败, 还得打过才知道, 不过, 当下我们应该抓紧整顿吐蕃, 你对此有什么建议啊? 微臣以为, 治理吐蕃当分三步走, 首先呢, 应当巩固吐蕃地区的防卫, 一个不太平的地区, 是如何也发展不起来的, 其次, 普及教育, 兴建学院, 不管怎么说, 吐蕃文化和我大宋文化,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当地风俗可以保持不变, 但是文化应该要保持一致, 只有文化统一了, 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统一, 最后, 就是将吐蕃打造成一个高原仓库, 这前面两点, 赵凯倒是能够理解, 这是基础, 就算理其不说, 他也会这么做的, 但是, 对于这个高原仓库, 他有些不解, 询问道, 高原仓库? 这是何也? 哦, 这吐蕃的地理环境, 远不如江南, 所以呢, 不能将江南那套, 完全应用到吐蕃去, 但是有一条是不变的, 生产力和制造业, 决定一个国家的精神, 对于任何国家, 同样也是如此, 一旦制造业起来后, 那么这片地区, 一定能够富裕起来, 如今江南地区比较富裕, 人口高度集中, 生产力大, 制造业相当繁荣, 这也是杭州富裕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也就造成了地价非常昂贵, 导致物价成本的增高, 但是建造同样的一家作坊, 再吐蕃建造, 就比杭州要便宜许多, 你说得朕都明白, 但是你也说了, 吐蕃地理环境太差了, 不能和江南相比, 那么如何将人牵移到吐蕃去呢? 这个吐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离西域近, 光凭这一点, 就能吸引不少商人情趣, 这么说吧, 假如丢一块弱大的金子在吐蕃, 这百姓还不蜂拥而至吗? 天下兮兮皆为历来, 说得正是如此, 故此, 微臣建议, 将吐蕃打造成一个工业区, 将苏航一带的部分制造业移至吐蕃, 这部分制造业专门针对西域出口, 也就是说, 西域需要从我大宋购买什么, 那我们就将这一块制造业放到吐蕃去, 在那里兴建工厂。 相对于西域那么大一块地, 还有拜占亭等国家, 我相信吐蕃这一块看似巨大的地方, 也就不是那么大了, 一旦制造业去了, 那么人力自然也会跟去的, 从而解决生产力的问题。 这时候的吐蕃不比后市的吐蕃, 因为后市一般都是空海航道, 而这时候, 陆路始终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吐蕃其实有着非常大的价值, 不是一块荒地, 开发起来相对后市来说要简单得多。 赵凯若有所思, 过了半想, 他才点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 常言道, 非我族类其心不明啊, 关于一些特殊技术, 还是尽量保留在中原, 不要外流, 这是我们汉人的立足之本。 他算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皇帝了, 他觉得其心必义, 说得有些过于武断了, 故此他才改为其心不明, 也就是说充满了不确定, 该保留的还是要保留。 李奇一愣点头说, 是, 微臣明白, 关于治理吐蕃, 那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绝非一日之功。 然而, 如何治理好吐蕃这片高原, 却是极为的关键, 因为这不比后世, 后续的超级大国, 都是在争夺海洋权, 如今海洋权除了捕育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而吐蕃, 是最临近西域和欧洲的地区, 可想而知, 这有多么重要。 而李奇的三部计划,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 第一,征服, 第二,童话, 第三,掠夺利益化, 这也一直是李奇扩张的中心思想。 但是, 这说来简单, 做起来可就不简单了, 这未来三年内, 会一直困扰着大宋王朝, 也会一直困扰着赵凯, 李奇。 由此可见, 明军真的不好当, 而一个有野心的明军, 看上去更像是自寻苦恼, 但是, 李奇照有句话说得好, 没有万邦来朝, 和谈中原大国, 而且, 这个世界本就是残酷的, 就如同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出了皇宫, 李奇不带有任何诧异地, 就上了马车, 这掀开车帘, 他就朝着李念那人笑嘻嘻道, 小七娘, 就知道你会等我的。 白浅诺小脚轻轻一动, 娇尘道, 那你还让我等这么久? 唉, 这可不能怪我, 是皇上性格婆马, 一个劲儿在那里啰哩啰嗦的, 我几番暗示, 他都全都没有看见。 唉呀, 女人也不过如此。 李奇钻了进去, 一咕噜将责任全部推给了皇上, 白浅诺吓得还往窗外瞥了眼, 又称怪道。 夫君, 这可是在皇宫门前, 要是让别人听见了, 又得惹出不少麻烦来呢。 是是是, 夫君知道错了。 话虽如此, 可是李奇哪里是一副认错的态度, 一把将白浅诺抱在自己怀里, 在白浅诺娇艳的红唇上亲吻了下, 嬉嬉笑道, 哎呀, 七娘, 你真是越来越成熟了, 哦, 身材也是。 大手又在白浅诺那细腻的腰之上抚摸了一下, 白浅诺红着脸, 赶紧挡开礼琴的两只大手, 自笑自称道, 夫君, 我可还穿着官服呢。 还是七娘懂我。 李奇兴奋道, 智服诱惑, 好啊, 若是再加上车阵的话, 岂不是更加刺激? 说着, 她的双眼还不忘放两道垫过去, 白浅诺额头上冒出三根黑线来, 催道。 去你的, 你若再这样, 我可要下车了, 你自个儿回去吧。 李奇也只是嘴上说说, 这马车太不安全了, 不比她的宝马宽大舒适, 还能依靠各种有力地形, 变化出不同的体位来。 她呵呵笑道, 哎, 夫君只是开开玩笑的, 不过七娘, 你前面在大殿上那番话, 真是令我意想不到啊, 想来你真是下了不少功夫。 我是女人, 若是再不多下点功夫, 这些人又会拿这一点说事了。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还真是非常喜欢这选举制, 也觉得这选举制大有可为, 是一种很先进的制度, 因为我觉得只有选举制才能真正实现, 名为贵, 设计为次, 君为亲的思想。 所以我一直都在研究这些选举制,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全面普及。 李奇笑着摇里摇头, 白浅诺有些诧异。 我说的不对吗? 你要明白一点, 人都是自私的, 这世上也没有绝对的公平。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一段不可逾越的鸿沟, 哪怕是普及了选举制, 权力物资在少数人手中。 慢慢来吧, 我们尽力而为就是了, 至于能够做到多少, 那也是不可强求的。 白浅诺嗡了一声, 突然眨了眨灵慧的眼睛。 夫君, 此番出征, 好玩吗? 拜托, 我可是去打仗的, 好玩。 是吗? 我可听说你还去了一趟东女国, 那满街的女人, 夫君一定很喜欢吧? 呃, 古玉说的? 这重要吗? 咳咳, 呃, 不错, 我的确有点喜欢那满街都是女人的感觉, 但是这得分清楚, 我不是喜欢其中某一个女人, 而是喜欢那种氛围, 记住, 是氛围, 夫君我可没有沾花惹草, 一直守身如玉的, 今日就准备完毕规章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好好的成语出自你的嘴, 这味道就变了。 我是金刀厨王, 要是凡事都讲究原汁原味, 那还要厨师干嘛? 李奇别着嘴, 一脸的委屈, 白浅诺给了她一个闪亮的白眼, 又是一脸醋意。 就算如此, 可我怎么听说, 你跟那小女王还有不少瓜葛呢? 好像, 你们还共遇过? 不是吧, 古月, 你太不讲义气了, 怎么什么都说? 李奇一脸大汗, 盲解释。 首先, 我和那小王的确是有些瓜葛, 但是仅限于师徒关系, 其次, 我们可没有共遇过, 最多就是共处一室, 而且是她闯进来的, 强行看我的身体, 我已经很受伤了, 拼命地抓住那块白布, 这才没有给她看光。 最后, 我和那小女王, 真的没什么, 这我可以对天发誓。 要是有什么, 你认为我们还能这么愉快地谈话吗? 啊? 这不是我的太词吗? 李奇拍了拍胸脯, 缓了缓紧, 张的情绪。 哦, 你是故意吓我的呀。 那你在杭州, 好玩吗? 杭, 杭州啊。 李奇一愣, 随即干笑了几声, 白血诺白了她一眼, 随即问道。 试试姐姐和李姐姐还好吧? 呃, 呵呵呵, 呃, 好, 都很好。 李奇顶顶头, 稍显得有些迟疑。 七娘, 有件事, 我不想瞒你。 白浅诺没有多言, 似乎早就看出来了。 我听着呢。 李奇一口气, 将李建树的事情说了一遍, 白浅诺听得是惊喜交加, 这事儿, 他还真不知道, 因为昨夜封一奴也在, 故此, 伊律古裕并没有说李奇和李诗诗的事, 只是讲了他们在东女国的事。 白浅诺是知道李奇和李诗诗的事的, 他也知道, 李奇此去, 肯定是去找李诗诗的。 但是, 他还真没有想到, 李诗诗竟然为李奇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 你, 你说诗诗姐姐为你生下了一个女儿? 哦, 只是, 我实在没有办法, 将他们母女接到身边了。 白浅诺见李奇一点内疚, 小手放在李奇的手背上, 安慰道。 夫君, 你别着急, 只要你的计划成功了, 我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 李奇只是轻轻点了下头, 白浅诺又说。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封姐姐? 这一次回来, 我就打算告诉她了, 我相信姨诺会理解的。 白浅诺嗡了一声, 这事儿, 她还真不好参与进去, 又说。 嗯, 夫君, 西边战况, 究竟怎么样了? 唉, 跟我们以前谈过的一样, 虽然我们占领了舒勒, 但是金国的势力, 同样也渗透进了东卡拉汗王朝。 我们还是处于被动当中, 他们随时可能会开战。 在我的计划当中, 高长回户和东卡拉汗王朝, 都是牵制金国重要的妻子, 可是如今, 却成为了金国牵制我们的妻子。 不灭东卡拉汗王朝, 我们总是会显得畏首畏尾, 不得施展。 如今我们能做的, 就只有赶紧巩固对吐蕃的统治了。 那你说金国下一步, 会不会进攻舒勒? 皇上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但是我真的无法猜出 完颜宗望心中的计划, 因为西边的局势非常复杂, 瞬息万变, 我们双方的计划都在不断地改变, 但是我预感, 大战即将就会到来, 剩给我们的时间, 恐怕不会太多了。 这话从何说起? 因为如今已经形成了僵局, 如果堆滞下去, 肯定对我们大宋有利, 但是这点皇上知道, 我知道, 完颜宗望也知道, 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 来打破这个僵局, 只是看他们从哪边突破了。 哦对了, 日本那边可有来信。 我差点都忘了, 燕福来了一封信, 说日本那边进行得非常顺利,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而且, 我们的第二批援助, 也已经安然抵达日本了。 如今这边大战快要爆发了, 我们得赶紧加进日本的征战, 该上为民出动的一支军队了。 你手中还有一支军队? 哦, 嗨, 这事儿, 说来就话长了。 这年头靠人不如靠己, 我总得点防身的压箱货吧, 如今也是时候拿出来溜溜了, 马上就过年了, 哎, 你当着经济是最不好的一点, 就是过年总是你最繁忙的许侯。 今年年关啊, 商务局没啥事儿做。 怎么可能? 傅君莫不是忘记了, 如今西域一片混乱, 东开拉汉王朝和高川回谷又归顺了经国, 今年肯定不会派使臣前来了, 日本也同样如此, 吐蕃、胶纸、大理又都收复了, 最多就是西夏高丽会派人来, 商人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今年年关啊, 商务局可以好好放个长假了。 那真是太好了, 这个年关我们一定得使劲儿地去玩, 先玩够本再说。 好, 但是夫君, 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大宋的贸易啊? 哎呀, 多多少少会有些影响, 但是任何事都无法阻止商人那颗赚钱的心, 而且乱世, 有一种买卖, 肯定会大赚特赚。 哦, 什么买卖? 武器买卖啊, 如今我大宋火器已经是日清月异, 不可同时而言, 以前那些旧武器都已经面临淘汰, 正好都卖了。 哎呀, 对我来说, 最难的事就是怎么才能不发财啊? 当然, 吱压一声, 风衣奴推开自己的房门, 一脸的郁闷, 嘴里嘀咕道。 臭李琪, 可恶的李琪, 我抛下女人会的事跑回来, 她却就跟我说了几句话, 而且还都是客气话, 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竟然顾着跟正希玩, 真是太可恶了。 下回我一定要使出十成的夺命追魂脚, 看她还敢冷落我吗? 说到后面的时候, 她还轻轻跺了下脚, 醋意滔天呢。 原来, 李琪上朝回来之后, 又睡了一觉, 补补元气, 醒来之后, 就一直在和季红奴母子玩耍。 虽然她昨天就到了, 但是赶路太辛苦了, 实在是没有精神, 在与几位夫人温存一番, 搂着季红奴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李琪这一去, 就去了半年多, 封衣奴好不容易把李琪盼回来了。 可是, 今晚吃饭的时候, 李琪一心都在听李正希 讲他最近和高三姐他们的去世, 没有怎么搭理他们, 这让封衣奴很是不爽啊。 第一日, 你累, 这没关系, 但是今天你还是这样, 那就说不过去了。 这月下, 封衣奴就越委屈, 只想躲在被窝里面掉几滴眼泪。 走到床边, 一掀开被子, 突然发现一个完全裸体的男子睡在里面。 什么情况? 吓得封衣奴惊叫一声。 罗体男子色色发抖地说道, 脚拇指抖得尤为的厉害。 这裸体男子, 这裸体男子当然就是李师傅, 他很冷, 但是他更多的是害怕, 因为他方才听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 你怎么在这儿? 封衣奴听到这声音, 才不确定地瞥了眼, 当时满脸通空。 太奔放了吧, 大冬天的, 你给我玩裸睡? 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啊。 那, 那你怎么连衣服也不穿啊? 反正等会儿都要脱的。 这是一句大实话呀, 封衣奴耳根都红透了, 他讨厌李奇的老师, 多教道。 你快点穿上衣服了, 这样子成何体统? 不行, 今夜, 我完完全全是属于你的, 不带半点尘世间的俗, 好冷啊。 那盖上被子呀。 你帮我盖。 我才不上你道呢。 那麻烦你, 帮我抠十娘来, 我这掐着一算, 明儿夫君一定会中风寒的。 封衣奴邪谋狠狠瞪了眼李奇。 你这人, 怎如此无赖? 不无赖, 能吃到你吗? 封衣奴一对美眸直往上翻, 又听得这坏人一个劲地在故作哆嗦, 没好气到。 哎, 我算是怕了你了。 款款欲布, 真是婀娜多姿, 看着就是扬眼。 李奇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带风衣奴一靠近床边, 她闪电般地伸出手来, 拉着风衣奴的玉壁将其拉上床来, 立刻一个翻身将美人压在身下, 脚跟一扬, 厚厚的被子立刻将他们两个包裹在内。 整套动作是行云流水, 平时应该没有少练。 但是这一回, 风衣奴并没有发出任何惊讶的叫声, 一对激起妩媚的双眼, 顾盼生辉, 少少白了李奇眼, 嘴角含笑道。 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那你还速上门来, 是不是也想夫君了? 才没有呢? 我看不是吧, 方才我好像听到有一个怨妇在吃醋。 风衣奴听得双眸寒春, 角色的脸庞都快滴出水来了, 凡全轻轻打了几下李奇的胸膛。 这还不是都怪你啊, 方才一直不理我, 要是你敢欺负我, 我, 我不会饶了你的。 怎么可能, 打死我也不敢欺负你啊, 你的夺命追魂脚, 让人胆战心惊啊。 这只不过是我和红奴商量好的, 上半夜我属于他, 下半夜就属于你。 什么上半夜下半夜? 怪难听的。 哼, 那你是喜欢上半夜, 还是下半夜呢? 风衣奴突然寒情默默地望着李奇, 突然, 抬起长长的玉壁, 轻柔地环绕在李奇的脖肩, 软声道。 有你的夜, 我都喜欢。 怪怪天, 这女人的口才真是越来越好了, 我感动得都快哭了。 李奇心中一动, 极其地感动, 缓缓抚下头绪, 亲吻在那天下第一性感的嘴唇上面, 只觉芬芳一人, 忍不住伸出火热的舌头, 进去一探究竟。 此处省略一万五千字, 烛火摇曳高潮迭起, 不知过去多久, 屋内只剩下两个喘息声。 李奇一手枕着头, 静静地看着那清诚的脸庞, 情不自禁道。 娘子, 你真美。 风一奴被他看着有些羞涩, 突然转过身来, 将头埋进李奇的怀里, 撒娇似地说道。 夫君, 喜欢看便好。 李奇一手抱住风一奴那光滑细腻的玉背。 我又不是瞎子, 这天下第一美人, 怎么可能不喜欢看? 风一奴听得心中美滋滋的, 嘴上却说。 我才不是什么第一美人呢, 姐姐才是。 李奇听得神色一愣, 风一奴见李奇突然沉默了, 稍稍抬起头来, 只见李奇陷入了深思当中, 好奇道。 夫君, 你在想什么? 李奇律带一丝忐忑地望着风一奴。 娘子, 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来着, 但是你听完之后可别生气啊。 什么事儿? 其实, 施施他, 呃, 我…… 姐姐怎么了? 对了, 我差点都忘了, 听说夫君去了趟杭州, 姐姐还好吗? 他没事儿吧, 夫君, 你可别吓我呀。 你别紧张, 事事很好, 很好。 风一奴瞧李奇神色有意, 胡一道。 那, 那夫君, 你想说什么? 哎呀, 早死不如晚死, 这事总归让他知道的。 李奇一咬牙, 哎, 其实我和施施已经, 已经, 你, 你懂的? 风一奴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你还不知道, 你是故意的吧? 李奇索性快速说道, 就是事事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风一奴双目一睁, 脸上闪过一抹惊讶, 但随即就冷淡了下来, 李奇几乎每个毛气孔都感觉到周边的温度在骤降, 忐忑道, 远方, 不, 那个, 一奴, 你怎么看? 风一奴索性转过身去, 用行动来告诉李奇, 李奇这一回是真的急了, 忙道, 一奴, 你先听我解释, 我不是有意瞒你的, 只是, 哎, 这事儿说来话长, 而且, 你也参与其中, 说着, 他又把时间移至了竹心死的那一半, 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详细地说了一遍, 可是, 他口水都说干了, 风一奴物子还是一语不发, 他不说话, 李奇就无处下手, 因为, 李奇也不知道, 他心里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装柔弱道, 一奴, 你倒是说说话呀, 原方是谁, 半天不说话的风一奴, 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李奇一顿, 原方? 怎么会问到这上面来了? 李奇被问得都快哭了, 很是郁闷, 你管原方是谁干嘛, 他是一个男人, 我还能怎么着, 刚才我只是一个口味而已, 后听的风一奴发出扑斥一声, 李奇胡一道, 一奴, 你没事吧, 有什么咱们夫妻摊开来说, 你可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 风一奴双肩急踪, 咯咯笑着起来, 不会是疯了吧, 这笑声虽然十分动听, 但是李奇听着却怪甚得慌, 突然, 风一奴转过身来, 笑眼看着李奇, 夫君, 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呢, 七娘已经告诉你了, 心里却想, 七娘不是一个多嘴的女人呢, 风一奴双目一睁, 晕倒, 七娘早就知道了, 糟糕, 说漏嘴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李奇盲说, 怎么可能, 七娘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 你早就知道了, 还是那天晚上, 你就看出端倪来了, 你都拿剪刀戳自己了, 而我当时一心都扑在你身上, 哪会想那么多, 但是你可还记得, 那段期间, 一直都是我在照顾姐姐吗? 是, 是跟你说的? 唉, 有的是,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在那之后的几天晚上, 我一直都陪着姐姐, 记得有一天晚上, 我听到姐姐说梦话, 她大声地嚷着, 让皇上不要伤害夫君你, 当时我就有些怀疑, 可随后几天, 姐姐几乎每天都说梦话, 而且, 还都跟你有关系, 这让我又想起了那晚的事, 故此我猜测, 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 你与姐姐之间一定有些什么, 在那之后, 我又听到从江南传来的风言风语, 这绝非空穴来风, 于是, 我就稍稍试探了几回, 发现你说姐姐的时候, 目光总是闪躲, 我就更加肯定我心中的想法了, 原来试试那时候就对我有意思了, 李琦暗自嘀咕一声, 又说, 既然你早就察觉, 为何不跟我说? 因为我知道当时的情况, 要是我问你的话, 只会让你和姐姐更加为难, 我何必自讨没趣呢? 况且, 我也能看出姐姐挺喜欢你的, 这就够了。 但是, 你之后看到我见到诗诗被诗人辱骂, 却没有站出来帮她说话, 是不是感到狠戏吧? 夫君, 我怎么会不了解你呢? 若是你力所能及的, 你定会帮忙, 其实, 这事就算夫君你想帮忙, 也帮不了, 而且, 你后面促使立法院推出女人保护法, 不就是帮姐姐吗? 我感激你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失望呢? 那, 我何事是…… 你这人, 还真是占了便宜还卖乖啊, 你们俩都是我的至亲之人, 就算我想怪你, 我也很不下心啊。 如今目已成舟, 姐姐连孩子都帮你生了, 我还能怎么样? 我若还斤斤计较, 只会让我们三个人都不开心的。 若是你能让姐姐开心,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她一心地为我和诗诗着想, 真是令我汗烟啊。 李奇真的很感动, 伸手将风仪挪搂在怀里, 谢谢你的宽容。 夫君, 你是不是觉得越来越爱我了? 我早已经爱你到极限了, 没有在上升的空间, 但是也没有下降的可能。 她早就呈现恒定的状态, 直到永远, 永远。 风依奴眼中冒起阵阵若气, 嘴上却笑道。 嗯, 但是有一点, 我可是很不满的。 什么? 风依奴娇羞地瞧脸李奇。 我也想要孩子, 我, 我不能落后姐姐太多了。 李奇嗡了一声, 脸色一变, 赎金时辰还早, 要不咱们再努力努力。 风依奴十分肯定地点了下头。 嗯。 上午时分, 李奇一家机口人来到前院的空地玩起了醋躯。 正希, 踢得真好, 快, 踢给你爹爹。 好啊, 爹爹接住了, 不要啊。 只听砰的一下。 夫君, 你又输了。 当然, 这绝对不会是李奇发起的, 而是李正希。 更要李奇命的是, 他们玩起的是花式醋躯, 这球不能落地, 输了的人要做十个俯卧撑。 毋庸置疑, 李师傅绝对是这里面最差的,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将那些流氓招数带到这里来了。 李奇一口气做完十个俯卧撑, 连连说。 啊, 不来了不来了, 你们欺负人。 李正希站在那里咯咯直笑, 李奇批脸李正希招手道。 儿子, 过来。 李正希乖乖地跑了过来。 爹爹, 什么事啊? 老实交代, 这脚上功夫, 是谁教你的? 是高叔叔教我的。 是高叔叔教我的。 季红奴走了过来, 眼唇娇笑道。 大哥, 你有所不知, 高阳内的孩子呀, 个个都是粗鞠高手。 正希呢, 经常跟他们一块儿玩, 也学了些粗鞠的技巧。 交促鞠还行, 可别教坏了我儿子。 李奇一脸愁闷, 毕竟他太了解那个高二货了, 低声询问道。 儿子, 你高叔叔, 没有带你去迎春楼吧? 季红奴听得直跺脚, 赶紧走过来, 捂住李正希的耳朵。 大哥,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让他们这般胡来? 呃, 这倒也是, 哎, 我不就是怕牙内带坏正希吗? 一旁的风衣奴一律谷玉, 也给了李奇一个白眼, 李正希有些好奇。 爹爹, 你们在说什么呢? 呃, 没什么, 没什么, 走吧, 咱们去屋里休息会儿。 几人洗了洗手, 来到屋内坐下, 李正希突然笑嘻嘻嘻道。 爹爹, 马上就要过年了。 啊, 今年过年爹爹有空, 你想玩什么? 孩儿想玩鞭炮。 鞭炮? 鞭炮不是每年都玩吗? 今年难得爹爹有空, 你就仅仅想玩鞭炮? 可是, 娘说鞭炮危险, 又说看别人玩跟自己玩没啥分别, 孩儿长这么大, 就只远远地看过三姐他们玩鞭炮。 正希, 你现在还小, 万一弄伤了自己怎么办? 为娘, 也是为你好。 这鞭炮面对儿子, 那真是严慕。 李正希别了别嘴, 小毛子偷偷瞥向李奇, 他可不敢跟母亲顶嘴。 虽然一个家必须要有一个唱红脸和一个唱白脸的, 但是李奇也不会在李正希面前有损气鸿奴的威艳。 啊, 你娘说得很对, 你还小, 玩鞭炮太危险了。 小正希一听, 一张小脸都垮了下来, 今年又只能远远观望高三姐他们玩鞭炮了, 哪知李奇画风一转。 但是, 如果有大人陪同的话, 那还是可以玩的。 爹爹的意思是, 陪孩儿玩鞭炮。 哎, 不仅如此, 爹爹还会帮你准备一些特别好看的花炮。 谢谢爹爹。 既鸿奴乔林儿子, 又乔林李奇, 大哥, 你这样会把他惯坏的? 爱玩好奇那是孩子的天性, 咱们做父母的, 还是尽量的不要去抹杀孩子的天性。 这时候, 陈大娘突然走了进来。 大人, 大理段使节在门外求见。 段使节? 段使文? 陈大娘点点头, 风一奴笑道。 大娘, 现在可不能叫段使节了, 应该叫段大人。 啊? 陈大娘如今身为疏密师傅的大总管, 自然是今非昔比, 稍稍一愣, 就醒悟过来赶忙说。 啊, 对不起啊, 是老神一时习惯了, 没能改口过来。 哎, 没事没事, 你快去请段大人进来吧。 儿子, 你先跟你娘去后院玩, 爹爹待会儿, 再去陪你一块玩。 哦, 孩儿够词了。 李正希也非常懂事, 起身向李奇作异力, 就和季红奴他们离开了。 李奇起身来到前院, 心里却非常好奇, 他事先可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这段世文怎么突然到京呢? 喊叹一声。 哎呀, 但愿不要是二郡出了什么麻烦。 不一会儿, 就见段世文在陈大娘的指引下来到前院, 一见到李奇, 就赶紧快步走了过来, 行李道。 下官短死问, 捡国苏密寺。 如今可不比以前了, 他也是大宋官员, 自然得以下官自去。 李奇听得这一声下官, 却是唏嘘不已, 忙上前说。 明里, 快快明里, 哎呀, 这里乃是私人地方, 段兄就莫要与我见外了。 带段世文抬起头来, 他又拱手。 段兄, 别来无恙了。 段世文赶忙拱拱手。 哦, 蒙苏密寺垮你, 以前好。 那就好。 李奇手往屋里一身。 行, 二人来到屋内, 下人奉上香名糕点。 李奇笑问道, 段兄何时来劲呢? 我是作业紧紧嘞, 今天一早就赶过来摆放苏密寺, 但愿没有打造到苏密寺。 段世文见李奇非常随意, 没有什么关架子, 也就没有在以下官自去了。 哎呀, 什么打扰不打扰的, 太喜欢了。 那不知段兄此番进京是为了何事啊? 哦, 导演没有什么实际, 自私逢贞难忘之民, 紧紧想晃三回报之纪念, 打理脚子而军的情况。 他以前进京, 那就是来求人的, 如今大理国已经不复存在, 他肩上的担子也轻了不少, 言行举止间也非常轻松, 不像以前一样, 见面不是哭就是下跪。 呃, 是吗? 反倒是李奇显得有些不习惯了, 他下意识地认为, 段世文来找他, 就一定是有事求于他。 段世文心里明白李奇为何有这反应, 略显尴尬地笑道, 一浅多有大灶, 我怎死神甘保险, 也信苏米斯多多饱寒。 哦, 哎, 怎么会呢? 能够结识段兄, 那是我李某人的造化。 这话也不假, 要不是段世文主动送上门来, 李奇从哪里哭个二郡给赵凯? 又听李奇问道, 那这几年二郡的情况还好吧? 这一说到二郡, 段世文是异常兴奋。 哦, 不满苏米斯, 如今而君啊, 我已经是环然一新了, 道路死通八大, 方无助力, 背心安居落也, 好得不得了啊, 若非如此, 我又咋够有恋来见荒赏啊? 啊, 那就好, 那就好。 心里也着实松了口气, 吐蕃刚刚收复, 他如今可没有精力再去照顾二郡了, 段世文又说, 则还全魁淑米斯在二郡颁布了一些法力, 若今北京人人有天重, 感情浓和来, 还是今生贝贝呀, 若今在二郡, 也能够看到如江南一般的两天前目的景象。 不仅如此, 当初苏米斯因江南府商去林南地区做买卖, 那些府商来到二郡出钱出力, 帮助二郡扩宽道路, 修建防务, 去年年初的时候, 南海州又迎来第一批西域黑商, 这样正南望和二郡的背心, 都是须不胜收啊, 也为二郡带来不少的财富, 只从林南地区的人流变多了, 道路快宽了, 脚趾的脏气劣迹, 随之减少了不少。 哦, 还有还有, 最近朝廷不是要再劝贵新建医院吗? 是啊? 这新建医院自然就需要有菜, 要说到这有菜啊, 二郡真是多不神术, 于是, 正南望就侠民, 包护一些有菜生产地区, 甚至还像一片有菜云藏丰富的地区, 该名为有州。 礼其一席, 心里也高兴结了, 说道, 做得好啊, 这人人都会生病, 药材是不可缺少的, 而且一些名贵的药材, 可是不便宜的。 如果二郡能将此作为自己的特色, 我敢说, 光凭着药材, 就能为二郡带来不可估计的财富。 哎, 四四四, 怎能往一子子搬乡呢? 说着, 段世文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事的, 轻轻拍了下脑门。 哎呦, 抱歉抱歉, 我擦定都忘了, 哎呀, 其实我此番前来,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送一样东西给苏米斯。 对啊, 往常来, 你儿都是用车来托礼物, 今天来此两手空空, 这太不像话了。 李七也反应过来, 嘴上去笑道, 哎呀, 如今咱们同朝为官, 什么礼物的就没有必要了, 下次, 下次一定不要再这么麻烦了, 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的。 段世文听出来了, 整句话的关键就是下一次, 但是她的面色却稍显尴尬, 说道, 苏米斯, 是这样的, 你可还记得在嚼子种子的咖啡所? 咖啡? 咖啡所? 啊, 记得, 不会都死了吧? 当然不是, 而是第一批咖啡豆 已经在今年年终时借锅了, 苏米斯安排在那里找过咖啡所的农夫, 已经按照苏米斯的要求, 进行我初步的处理, 原本他们准备直接运送来金呢, 让苏米斯检定下, 是否是苏米斯要的咖啡豆, 真巧我也要来金, 于是, 就脱火运送过来了。 你是说, 咖啡豆已经运送到京了? 真是如此, 一公一被痛, 如今酒在门外, 李奇哀悠一声, 激动的都站了起来。 哎呀, 你怎么不早说呀, 走走, 快去看看。 说着, 他就拉着段诗文快步朝门外走去, 来到门外, 只见门前停着一条长长的车队, 上面放着的全石木桶, 由此可见, 二郡还真不缺木桶。 哎呀, 慢点慢点, 可别惊少了我的宝贝。 李奇见到一群莽夫正在卸货, 紧张得不得了, 赶紧出手提醒他们, 又走到一堆木桶前, 激动得嘴皮子都在哆嗦了, 朝着一旁伸手道, 工具工具。 一旁的人赶忙送上一个一头尖尖的铁棍, 李奇拿着铁棍, 心里又开始上下打鼓了, 万一木桶里面不是他想象的咖啡豆, 那该怎么办呢? 稍稍犹豫了一会儿, 他深呼吸一口气, 一咬牙撬开了木桶盖, 这木桶盖一撬开, 一股浓浓的清香味扑面迎来, 这是生咖啡豆的香味啊, 李奇都醉了。 众所周知, 这咖啡豆生在树上, 是红艳艳的, 就好像咖啡豆一生中不可缺少的太阳一样, 那是非常漂亮的, 宛如一个妙龄少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但是, 这桶内咖啡豆却如同一个老夫人一般, 色泽微黄, 有点类似于米黄色, 皱巴巴的, 一看就知道不是最新鲜的咖啡豆。 不过, 李奇看的却是满心欢喜, 这种阶段的咖啡豆, 它是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羊皮纸咖啡豆。 这羊皮纸咖啡豆, 也就是新鲜咖啡豆经过一定的加工呈现出来的形态。 当然, 这种加工只是最开始的阶段, 主要还是干燥, 就跟晒果子一样, 放在太阳底下晒, 但是, 温度不能太高, 不过, 事先都得去除果皮, 果肉, 果浆, 可是, 衣服在咖啡豆外面的那一层银皮, 通常都不会立刻去除, 这是用来进行储存的。 在后世, 通常都是出口前夕, 才会去除这一层皮纸的。 由于这一层银皮晒干之后, 很像羊皮纸, 故此, 这个形态的咖啡豆, 同样也被称作羊皮纸咖啡豆。 因为, 李希在浇纸的时候, 这种子才刚刚种下, 他只能教那些农夫, 如何将咖啡豆处理到这一步。 至于接下来的烘焙炒制, 那都是相当需要技术的。 一个合格的咖啡豆烘焙区, 不锻炼个三五年, 那是出不了事的。 而且, 当时还不知道, 这种出来的咖啡豆, 是什么种类的, 李希也不敢妄下判断。 故此, 还向它们种出来干燥之后, 赶紧运送到京城来, 由他亲自研制。 激动啊, 李希随手抓起一粒咖啡豆, 直接拨开外面那层皮, 将里面的咖啡豆往嘴里一扔, 咬得是嘎巴嘎巴作响。 这声音听在李希的耳朵里, 却是清脆悦耳, 就这响声就足以证明, 这咖啡豆并没有受潮, 可见保护得非常好。 这咬碎之后, 他又闭目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走到了一旁的落叶堆旁, 将嘴中的咖啡豆碎渣给吐了出来。 段世文面色一惊, 忙跟了过去, 问道, 苏米斯, 死不死有什么不拖啊? 唉,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段世文指着那些碎渣, 那苏米斯只死, 嗨, 我只是尝试下这咖啡豆的香味, 没有必要吃进去, 我可不想今天一宵都睡不着觉。 那苏米斯怎么会, 这咖啡豆死好死怀啊? 好, 当然好, 我现在都觉得, 这咖啡的香气环绕在尺尖, 乃是上片, 足见你们将这咖啡豆保存得非常好。 段世文听得轻轻松了口气, 点头说, 哦, 那就好, 那就好啊。 李七一手搭在段世文的肩膀上, 笑呵呵道, 段兄, 可别说我没有照顾你啊, 这咖啡豆可就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财富。 哦, 苏米斯之话从何说起啊? 你别管我从何说起, 你只需要知道, 在我大宋, 就你们二郡能够种出咖啡了, 如果你们二郡再弄几个咖啡粥出来, 不出十年, 种植咖啡的农夫就会是世上最富有的农夫, 你们二郡就凭着药材和咖啡, 想不发财都难啊。 这可不是忽有段世文的, 药材就不用说了, 人人都用得到, 药材丰富, 自然钱就多, 咖啡的话, 要知道, 当今世上还没有一杯完完全全的咖啡, 等于是这个市场还没有出现, 换而言之, 就是整个市场都是你们的, 哪怕当今喝咖啡的人只有后事的一成, 这笔财富也是极为可观的, 因为完全就是二郡垄断了这咖啡, 段世文听得惊喜不已, 其实, 他主动要求将这咖啡豆运送到这里来, 就是想知道这咖啡豆里面的财富, 如今听李希的语气, 似乎这咖啡豆的财富比药材蕴含的财富还要大, 叫他如何能不开心呢? 李希让陈大娘将府中所有的下人叫出来帮忙, 并且嘱咐他们一些细节, 而后, 又和段世文去到屋内, 询问了下关于咖啡和二郡的情况, 话说回来, 当初的二郡已经是非常贫瘠了, 就好像股市跌停, 这不可能再往下跌了, 肯定是回涨, 再加上李希大刀阔斧的改革, 所以二郡百姓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变化,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李希也就放下心来, 和段世文一同吃古饭, 段世文就告辞了, 但是李希也没有闲着, 赶紧弄了一小袋咖啡豆就出了门, 其实他在看到这咖啡豆的时候就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刘云熙, 这咖啡豆可是他们的爱情见证了, 而且这咖啡豆的名字就叫做云熙咖啡, 他回来了几天, 可还没有见过刘云熙的, 兴许刘云熙都不知道他回来了, 李希听白显诺说, 他不在的时候刘云熙很少回来, 一直都在太师医院忙着研究青梅座, 李希原本也想这两天去找刘云熙的, 正好这咖啡豆来了, 于是他就赶紧带着咖啡豆去找刘云熙, 来到太师医院, 比起开张那日, 这太师医院的人流不减反增, 整个挂号厅都站满了人, 这虽然表明太师医院非常成功, 但这不是什么好事, 李希比较不喜欢见到病患难受的表情, 于是没有逗留, 而是从门口那条小路往实验室的方向走去, 可是进了第一道门, 来到实验室门前时, 李希正准备掏出腰牌, 突然转捏一下, 这青梅素研究可是非常有讲究的, 自己冒冒然跑去找他们, 可能会打扰到他们, 于是他就没有进去了, 而是去到刘云熙他们在医院的水县, 可是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想来那隐士也去帮忙了, 他一个人干坐着也着实无聊, 突然想到, 师娘工作一天回来肯定很累了, 这可是厨师最好俘获家人芳心的时候, 哎呀, 当官当久了, 连厨师几大纲领都忘记了, 于是他放下咖啡豆, 急匆匆地去了水县, 去到太师医院的隔壁的一条街, 这条街原本也就是一个小巷子, 很少人经过, 毕竟这里曾经是右向府邸, 庄严素目, 李奇当初爬墙的时候倒是来过一回, 但是由于太师医院开张后, 这里立刻变成了菜市场, 而且生意特别好, 因为人流多, 有些人看完病就顺便买些菜回去, 这就是经济的乐趣所在, 有些时候多开一条街道或者开一家店, 都会改变周边的很多事物, 李奇在菜市场逛了一会儿, 买了一条鲤鱼, 一只乌鸡和一些配料就回去了, 青菜的话, 饮饰在后面, 弄了一小片桶, 种了不少青菜, 回到水县, 李奇见时辰也差不多了, 于是就赶紧去到厨房坐了起来, 于是糖醋鲤鱼用以开胃下酒, 鸡是乌鸡红枣汤用以给师娘补身用的, 毕竟这研究工作可不是那么轻松的, 另外还有几道精致的小菜, 这菜也做好了, 天也黑了, 可是迟迟没有看到师娘他们的身影, 就知道这群狂热分子会研究的废寝忘食, 李奇等着等着都快睡着了, 忽听得外面有人说话, 双眼一睁赶紧走了出去, 隐隐见到三人走了过来, 李奇激动地叫喊了一声, 师娘! 来人正是刘云熙怪酒狼夫妇, 夫, 夫君! 刘云熙似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怎么也没有料到李奇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可是, 当她看清楚门前站着那人时, 不禁喜机而泣, 双手提起裙子快步跑了过去, 二人在门前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拥抱了好一会儿, 李奇双手捧着刘云熙的脸, 凝视着说道, 师娘, 你瘦了? 刘云熙一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李奇, 伸出手来, 轻轻放在李奇的脸上, 奄然一笑, 泪水涌出, 夫君! 倾倒深处, 拥抱已经不足以表达了, 李奇缓缓抚下头来, 刘云熙将自己眼中的欣喜藏于眼皮底下, 竟带着期盼已久的一本, 呵呵呵, 眼看二人双唇叫紧紧吸在一起了, 可是, 一阵咳嗽声打断了他们, 放八蛋! 李奇抬起头来, 我说怪修, 你可以转过身去的, 嘿, 这人真是太不要脸了, 我已经够客气了, 你还怪我没有转过身去, 怪酒狼美好气道, 没看见我们夫妇都在吗, 你又没有身怀绝症, 何必急于一时呢? 什么绝症? 呗呗呗呗, 对不起啊, 师娘, 我帮你擦擦, 刘云熙随意用手擦了下, 娇羞地摆了李奇一眼, 轻轻拉了下她, 让她别和怪酒狼争了, 又转身向怪酒狼夫妇说, 师父师娘, 真是抱歉, 没事, 没事, 李奇瞪了怪酒狼一眼, 嘀咕道, 年轻人的激情, 你懂什么? 嫂子, 我已经把饭菜准备好了, 快去进去吃吧, 你来这里, 哪还用得着你做菜呀, 真是失礼了, 他是做给师娘吃的, 我们只是顺便而已, 哼, 我是做给女人和我吃的, 旁人有本事, 就别吃, 这饿肚子的本事, 老夫还真是没有, 说着, 怪酒狼就迈着大步, 堂而皇之地走了进去, 太无耻了, 李奇嘴皮子挪动了几下, 又牵着刘云熙走了进去, 嫂子, 师娘, 你们先坐会儿, 喝碗鸡汤先, 我先去把鸡汤再热热, 来到屋内, 李奇就忙活了起来, 因为鸡汤一直在用小火热着的, 故此, 他先帮尹氏刘云熙盛了一碗鸡汤, 顺手还是帮怪酒狼盛了一碗, 横道, 有毒的, 呵呵呵呵呵, 老夫还会怕毒吗, 说着就自顾吃了起来, 嘴上还说, 嗯, 这鸡肉鲜呢, 却无半点腥味, 鸡汤清香, 却又不油不腻, 好, 好啊, 这鸡汤做的真是驾到好处, 喝得胃都暖了, 四老怪, 真是不要脸, 李奇自讨了个没趣, 又回到厨房, 将菜热了热, 然后断了出来, 这李奇才刚走到门口, 尹氏就夸赞道, 会见菜, 鲜文香, 不愧是金刀厨王, 呵呵呵, 嫂子过奖了, 李奇将几道菜往桌上一放, 中间那条鲤鱼, 在烛光的照耀下, 那是金光闪闪, 这便凉的鲤鱼, 多半是来自黄河, 肉质肥美, 但见一条偌大的鲤, 鱼躺在一个长长的盘子中, 金灵赤味, 鱼身上的流水芡泛以早红光芒, 鱼身上还隐隐见到刻意的纹路, 从色香来看, 绝对是无懈可忌的, 至于这味道如何, 那还得尝尝看, 这黄河鲤鱼, 素来就是老夫的最爱, 大大小小, 老夫都吃过不少, 就是不知, 金刀锄王烹制的黄河鲤鱼, 会有何不同啊? 怪酒狼一看着鲤鱼的身形, 贬致是黄河鲤鱼, 胃口大增, 他作为长辈, 自然是鲜动筷, 拿起筷子伸入鱼身, 就这么轻轻一转, 包裹在鱼皮下雪白的鱼肉, 便露出了那惊艳的一幕, 热气直冒, 那鱼肉嫩的双眼都能吃出来, 真是万红中的一抹白, 从鱼肉入嘴的那一刻, 怪酒狼就在忍不住地点头, 嗯,嗯, 好一道黄河鲤鱼, 软嫩鲜香, 甜中透着酸, 酸中又带着丝丝咸味, 焦嫩分明啊, 甜咸酸似合在一起, 又似若鸡若离, 妙, 真是太妙了, 古人云, 无鸡不成宴, 年年要有鱼, 这菜虽然少, 但是这一鸡鱼, 已经构成了一桌完整的宴席, 再说, 这可是金刀厨王亲自下厨做的, 对普通人来说, 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呀, 美呀, 怪酒狼年轻的时候, 游遍大江南北, 尝过不少有特色的菜, 算得上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吃货, 但是金刀厨王出品, 必数精品, 吃得也是非常之爽, 又弄了一点小酒, 由于李七是不喝酒的, 于是, 刘云熙和尹氏只能顶上, 陪怪酒狼喝两杯, 自人为这张小桌, 吃得倒也是其乐融融, 李七突然问道, 对了, 师娘, 你们的青霉素弄得怎么样了, 这一说到青霉素, 刘云熙连筷子都放下了, 眉飞色舞地说, 傅君, 你有所不知, 自从去了实验室研究青霉素, 青展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如今我们已经进展到了, 用碳粉吸收青霉素, 然后再用醋, 和傅君你为我们准备的苏打水, 进行进一步提纯, 这么快, 这已经是到了提纯的最后一步了, 算不得快了, 其实前面, 我们已经可以从食物煤里面提炼出青霉素, 只是纯度不够, 进入实验室后, 稍微地改变一下, 就可以在恒温箱里面培养出青霉素, 再后来的提纯步骤, 你给了很多非常关键的建议, 如菜油过滤, 用醋来提纯, 用苏打水来提纯, 可是老夫会很好奇, 为什么你会知道青霉素, 在菜油底下的水中, 碳粉又能吸收青霉素, 青霉素又不会和醋混合, 苏打水又能从碳粉中将青霉素溶解出来呢, 李奇听得一头巨汗, 这道理后世的高中生都能全部回答上, 青霉素溶于水, 但不会溶于菜油中, 而菜油精自然浮在上面, 那么青霉素就溶于水中, 这样就能分割开来, 活性碳粉本身就具有吸收的功能, 青霉素是弱酸性, 自然不会溶于酸性醋中, 苏打水是碱性, 当然能够将弱酸性青霉素溶解出来, 这对于一个后世来说, 真是非常简单, 但问题是, 这里面牵扯到非常多的知识,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释清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李奇愣了好一会儿, 才避重就轻地说, 这些东西都是来自实践, 就好比为什么油会在水面上, 那是因为我做菜的时候, 总是看见油花飘在水面上, 就好比羽毛飘在水面上一样, 那我就会想到, 这油肯定比水晶, 因为石头肯定浮不起来, 至于为什么碳粉能够吸收青霉素, 这就是我从防毒面具中想到的, 再说了, 我也不是说一定能成, 我只是想到这么一个办法, 成不成的还得看你们的实验。 哦, 当真, 不然呢, 哼, 我说怪修, 任何事, 这都是来源于生活好不好, 难道是我瞎吹出来的? 这倒也是, 怪九郎点点头, 其实他在研究的时候, 就感到非常的好奇, 而他最好奇的, 不是那种种奇特的现象, 而是李奇为什么能想到这些? 难道这世上真的会有天才? 想来想去, 也只有这个答案了, 李奇赶紧拉回正题来, 既然如此, 那这青霉素应该马上就完成了? 但是到了后面的提纯阶段, 几乎都是清水, 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 那清如水的东西就是青霉素, 不过, 明天我们就准备试试看。 哦, 我想应该就是了, 但是如今, 我们还没有掌握注射的绩效, 恐怕还需要两三个月。 如果再过上两三个月, 前前后后加在一起, 差不多他们也在实验室里研究了一年左右, 但是, 这已经非常快了。 当然了, 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快, 还是多亏李奇帮他们省了很多弯路, 特别是那一个个化学实验, 这无疑都加快了青霉素的诞生。 李奇心里极其高兴, 他说, 够快了, 够快了, 来, 我敬三文一杯。 四人碰了一杯, 看得出, 其实怪狗狼心里也挺兴奋的, 这可是他从未触及的领域, 哪怕只是小小的进步, 都会让他非常的开心。 几人又就青霉素的研究工作交流一番, 饮食间丈夫喝得已经是红光满面, 于是起身道, 你们说了这么久, 肯定饿了吧, 我去帮你盛饭。 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一般很少在酒桌上直接了当地夺走怪狗狼的酒杯, 而是借机提醒, 这叫你吃饭了, 那言下之意就是不要再喝了。 怪狗狼自然听得出, 赶紧将酒杯中的酒一口喝尽, 放到一旁去, 又将挽低了过去。 李奇忙道, 嫂子, 不忙, 不忙, 吃这鱼呢不能吃饭, 况且我也没有煮饭。 这不是吃饭, 吃什么? 面, 方才我在炖鸡汤的时候, 闲着无聊, 健康里面还有些上好的面粉, 就做了一点点拉面。 哦, 这拉面我听过, 也是出自你手, 据说能拉得跟头发一样细长。 哎呀, 你听谁说的? 你的事早就让人编成段子了, 到处都能听到。 如今这拉面街上也有人在座了, 但是老夫还从未见过跟头发一样细的, 多半都是有婴儿小拇指一般错。 小拇指, 这还是拉面吗? 李奇笑道, 跟头发一样细的倒是不难, 但是今天我没有拉这么细, 关键你们这里可没有准备太多的油, 这发如丝的拉面可是煮不得, 但也不至于跟小拇指一般错, 你们先等会儿, 马上就来了。 说着, 他就急匆匆地往厨房跑去了。 怪酒狼突然妄想隐婿, 目光中带着一丝渴望, 隐氏笑了笑。 既然如此, 那就再喝一杯吧。 说着, 他主动又帮怪酒狼倒了一杯酒, 怪酒狼是喜不胜受啊。 多谢夫人。 过了一会儿, 李奇就端了大碗走了出来, 碗中还冒着疼疼若气。 怪酒狼迫不及待地往碗里面一瞧, 这面都已经煮好了, 虽然比头发丝要粗, 但是比外面卖的面可要细多了。 在面中可谓是粗细适中, 既不影响口感又不容易断。 头发丝细的拉面, 那通常都是表演用的, 要么就是油炸, 用煮的话容易断。 可是, 这面就是清水面, 似乎没有放任何的调味料, 面白水晶, 看着就没有胃口了, 还不如吃饭, 怪酒狼一脸古怪。 就这么吃? 当然不是。 李奇先是将碗中的水全部倒掉, 然后端起那一大盘的糖醋鲤鱼, 将里面的勾芡汤汁全部倒入面中, 筷子一搅拌, 方才还白白的面条立刻变得金红色, 看得令人垂涎三尺。 搅拌均匀后, 李奇又给他们一人分取一大碗, 将盘中剩余的鱼一分为四, 就看着那筷子在上面转了几下, 盘中就剩下了一条完整的鱼骨头。 所以说, 任何是你玩透了, 照样能够玩出花来。 刘云西见李奇把鱼肉都给他们了, 忙到。 夫君, 那你呢? 在这四分钟, 可是也包括盘中鱼骨头, 李奇没有给自己碗里夹鱼肉。 啊, 我喜欢吃鱼头。 李奇筷子一身一夹一转, 啪的一声, 鱼头就被他夹进了碗里。 这倒不是客气话, 而是他真的喜欢吃鱼头。 因为鱼肉就是那么一个碗, 而鱼头的味道是最丰富的。 一个会吃鱼的人, 绝对不会遗漏下鱼头的。 几人都已经肚子饿了, 赶紧吃了起来, 他们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白白的面条只是倒了些汤汁进去, 竟然变得无比的美味起来, 搭配得完美无瑕, 那真是锦上添花。 其实, 这原本就是糖醋鲤鱼的一种做法, 不过传统的做法, 是需要将面拉成发丝一般系的龙须面, 油炸, 或盖在鱼身上, 或蘸鱼汁去, 这是一道完整的菜。 李奇的岳父是非常喜欢吃糖醋鲤鱼的, 但是又不太喜欢油炸的龙须面, 也没有这么细致的口味。 他岳父是一个性格非常豪迈的男人, 所以, 他更喜欢用清水面来拌着鱼汁吃。 不仅仅是鱼汁, 一些口味比较重的菜式, 他都喜欢这么弄, 用汤汁拌清水面。 但是, 这有个前提, 就是大家都用公块。 好在因为怪酒狼他们都是药物研究人员, 平时自己就非常讲究, 用的都是公块。 这酒足饭饱之后, 饮食很习惯地开始收拾桌子了。 李奇和怪酒狼这两个大老爷们就坐在火炉边上, 似乎都有些撑着了。 李奇小声向师娘说, 师娘, 今晚跟我回去吧。 不行, 明儿一早还得食言清媒素呢。 怪酒狼虽然够老了, 但是耳朵却非常尖。 师娘啊, 你们夫妻多日不见, 就跟他回去住两天吧。 师父在这里看着就行了。 这几日可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这几个月的努力就全看明日了。 说着, 又略带歉意地瞧脸李奇, 李奇嘻嘻笑道。 嗨, 没事没事, 我在这里住一晚就是了, 反正我这几天也没啥事。 夫君, 你说真的吗? 当然了, 陪夫人, 那是我们男人应该做的。 怪酒, 你说是不? 诶, 这一点老夫倒是赞同。 呵呵呵。 诶, 对了, 小文最近没有来吗? 哦, 文儿新婚燕儿, 我让他们小两口住到城外的水泻去了,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让老夫抱孙子。 新, 新婚燕儿? 小文他结婚了? 啊, 上个月月初结的婚。 和谁? 哎呀, 还能和谁呀, 就是刘小娘子, 不过现在是我儿媳妇儿了, 这么快? 这还权贵高雅内, 是高雅内在中间做媒的。 呵呵呵, 哎呀, 那小子平时看上去, 的确有些城市不足, 百事有余, 但是这方面, 他还真是厉害, 又快又准, 就连文儿的婚礼都是他们几个操办的, 非常好, 非常热闹, 老夫当日也是非常的满意呀。 不愧是情圣啊, 厉害啊, 李奇听得心中对高雅内的崇拜之情, 那是油然而生啊, 又听怪酒狼继续说, 老夫还将他渴望已久的养身秘方传授给了他。 不是吧? 李奇惊呼一声, 暗道, 那二货本来就是天赋一饼, 再加上老怪的秘方? Oh my God, 这得多恐怖啊! 光想想, 他都觉得毛骨悚然, 怪酒狼说, 怎么? 有何不妥吗? 啊, 没有什么不妥。 呵呵, 哎呀, 真是抱歉啊, 我实在是不知此事, 没有被什么礼物, 不过你放心, 一定补上。 不憋了, 我听师娘说了, 是你拜托衙内去帮文儿的, 你也是功不可没。 几人又谈了谈家常琐事, 关键还是审闻婚礼上面的去世, 当然, 说到去世自然少不了四小公子。 谈完之后, 李奇让下人 会去告诉七娘他们, 今晚她就在这里住下了, 她今天没有带马桥出来, 因为马桥刚刚回来, 刚进门就去找美美了, 估计这时候石头牛都拉不走她, 而后, 他们就各自回房了, 先洗完澡的李奇, 来到刘云熙的卧室, 裹着大衣, 打亮了下, 面带愁色, 一个字, 冷。 刘云熙是一个不怕冷的主, 这大冬天的, 被子薄的都快成毯子了, 屋里连个火炉都没有, 这可是竹屋啊, 调皮的寒风总是钻进来, 弄得李奇是一阵一阵的哆嗦。 过了一会儿, 刘云熙走了进来, 李奇兴致高昂地向刘云熙招着手, 师娘, 你快过来。 刘云熙面色一红, 娇羞地瞧脸李奇, 慢腾腾地走了过来, 干什么? 他不会以为我要干什么? 李奇一愣, 但也无暇细想, 一手将刘云熙搂了过来, 刘云熙还是跟春秋时一样, 就穿了一件丝绸质地的睡衣, 都能感觉到, 他皮肤的光滑, 贼兮兮倒。 师娘, 给你看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李奇掏出一个小布袋来, 递了过去。 你自己看。 刘云熙胡怡地瞧脸李奇, 接过布袋来, 打开一看, 起初还没有什么反应, 因为她的印象中, 咖啡豆是红色的, 但里面的却是羊皮纸颜色的。 可是, 她突然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香味, 又低下头去, 仔细地闻了闻。 突然, 她猛地抬起头来, 望着李奇。 夫君, 这, 这是? 不错, 这就是咖啡豆。 如今已经种植成功了, 是段时文今早给我送来的, 我就立刻赶到你这里来了。 不仅如此, 她这一次, 给我送来了一百桶。 夫君争取在过年前, 将这芸汐咖啡弄出来。 那样, 我就能早点把你捧在手里了。 听到芸汐咖啡, 刘芸汐不禁回想起二人在里南的画面, 心中既是甜蜜又是感动。 她依偎在李奇的怀里, 捧着咖啡豆, 甜甜地说。 谢谢。 哎, 见外了不是? 李奇搂着这滚烫的郊区, 邪念大动, 亲吻了下刘芸汐的脸颊, 小声道。 娘子, 我们就寝吧。 刘芸汐只觉双颊发烫, 轻轻地嗡了一声。 等一下。 就在李奇将刘芸汐压在床上时, 刘芸汐突然双手抵住李奇的胸膛, 李奇下意识问。 不会是你月时来了吗? 这种情况, 任何女人跟她说等一下, 她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大姨妈。 刘芸汐红着脸。 不是的。 又是欲言又致, 好像十分难为情似的。 李奇关切道。 你身体不舒服? 刘芸汐摇里摇头, 李奇也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蠢, 刘芸汐什么人呢? 怎么可能会生病? 但也更加好奇。 那是为何? 师父他们还睡在隔壁呢? 什么隔壁? 那是对面? 不会是他们晚上吵到你了吧? 刘芸汐都觉得脸上火在烧了, 一个劲地摇头。 那就是了, 隔这么远, 怎么可能停的线? 再说, 老怪还有这能力吗? 李奇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 她说, 可是这里很冷啊, 若是不做点运动热热身, 根本就睡不着啊。 此时的李师傅已经没有下线了。 刘芸汐说, 那我再去拿装被子来。 是会吵到怪兄他们。 师娘, 要不咱们小声点。 刘芸汐见李奇渴望的目光, 实在是不忍拒绝, 挣扎了半天才点点头, 说道, 那你可得注意点。 一定一定。 小师娘, 夫君来了? 第二日一早, 李奇就跟着刘芸汐怪酒狼他们去到实验室, 查看青霉素的进场。 另外, 他还稍稍讲解了下注射技巧, 只是稍稍, 因为具体的他也不清楚。 吃过午饭后, 他就回去了。 回去的第一件事, 李奇自然是筹备咖啡的事宜了。 其实, 他自己心里也很期望能够喝到一杯久违的咖啡。 不过, 他对咖啡倒也不是很上瘾, 酒是下午茶的时候喝上一杯提提神。 他最爱的还是大宋的泉水。 但是, 咖啡的香味的确令人向往, 这是毋庸置疑的。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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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李奇捧着一波及咖啡豆, 兴高采烈地往厨房那边走去。 路过的陈大娘见了, 赶紧走了上来。 大人, 这等事哪敢劳您亲自动手啊, 让老神来帮你吧。 不用不用, 这上面可是宝贝, 必须我亲自动手。 李奇赶紧护住波及, 这陈大娘什么都好, 就是太热情了, 而且又闲不下来。 这时候, 白且诺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夫君。 七娘, 今日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啊, 我刚刚和段世文见过, 局里没有什么事儿, 就回来看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白且诺说着, 突然看着李奇捧着的波及, 于是好奇道。 你端着的是什么呀? 这可是好东西, 青年过年, 你们可是有口福了。 哦, 最近夫君可能要闭关了。 闭关? 就为这? 你可别小看这个, 能否振兴二俊, 就全指望他了。 哦, 这么神奇。 白且诺狐疑地看了眼, 剑跟其他豆子也差不多, 但也没有多问, 突然道。 夫君,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什么? 昨夜你在太师医院过的夜是不是? 对啊。 你就想着石娘, 可是似乎忘了一个人啊, 当初你出征的时候, 他可是也赶着去送你了。 啊, 忘了一人? 李奇皱眉一下, 突然双眉一抬。 哎呀, 三娘? 白且诺笑着点了点头。 哎呀, 差点把三娘给忘记了, 这下糟糕了, 王姨肯定要念叨我一番了。 李奇冷汗直流, 忙道, 哎呀, 七娘, 多谢你提醒, 不然的话, 我这一闭关, 那事情可就大条了。 白且诺颇有后宫居主的风范。 陈大娘, 你去准备些礼物, 大人等会儿要去王府一趟。 是。 这必须得赶快, 李奇换了一套衣服, 就急匆匆地出门了。 王府, 李奇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亲手提着大大小小的礼物来到王府, 身边是一个下人都不带。 啊, 姑爷来了。 那门童一开门, 见识李奇急忙攻身行礼。 啊, 姑爷, 这称呼我喜欢。 李奇听得心花怒放, 纵使双手提着不少礼物, 他还是拼尽全力, 从怀里掏出唯一的一定银子砸了过去, 豪气万丈道。 拿着, 去买几件新衣裳。 那门童欢喜不已, 一个劲地攻身道。 多谢姑爷, 多谢姑爷。 是谁允许你叫姑爷的? 正当李奇准备大步进门时, 前面突然响起了一个威严的声音, 吓得李奇浑身一哆嗦, 脚背差点拌在门槛上。 话音刚落, 就见一个仪容端庄, 雍容华贵的妇人走了出来, 不是王仪是谁呢? 李奇敢对天发誓, 王仪一定是早就恭候在这里, 手朱带拓了, 心中暗笑。 三娘都已经签字了, 是不是姑爷, 可由不得你了。 她也是见过家长的男人, 面不改色, 心不跳, 快步上前, 嘻嘻笑道。 哎呀, 多日不见, 王仪真是越来越年轻漂亮啊, 若不事先知道, 我一定认为你和三娘是一对姐妹。 这在后世算不得什么, 但是在当下, 恐怕也就是李师傅能说得出口了, 这要是王胖子听见了, 那还得了, 指定以为李奇是在调戏丈母娘呢, 但是好话谁不愿意听呢? 王夫人听得嘴角稍稍扯动了下, 嘴上却哼道。 你休想蒙混过关, 你回来都几日了, 现在才来看我女儿, 我且问你,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女儿? 当然有, 王爷, 你是知道的, 我对三娘的一片真心, 那真是天地日月皆可见, 只是我刚刚回来, 还有很多事要做, 这不, 我一有空就急忙赶了过来, 真的? 千真万确啊! 王夫人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其实, 她只是想敲打下李奇, 玉璧清晖, 身后的女璧, 立刻把李奇手中的礼物接了过来, 李奇浑身一踪, 长出一口气, 总算是蒙混过关了, 王夫人又说, 走吧, 我们上屋里说话, 是是是, 来到屋内, 李奇刚刚坐下, 鸭精茶都还在嘴里, 王夫人就说, 你打算何时娶我家三娘过门呢? 哇塞, 你这也太直接了, 李奇直接呛得聚咳了起来, 王夫人怠眉一咒, 你没事吧? 呃, 没事, 没事, 李奇拍了拍胸脯, 缓了缓, 闪闪道, 王爷, 你看, 七娘他们不也免除了这一环节吗? 说到这个, 老身倒是挺好奇的, 为何, 你一直都不肯举行婚礼仪式? 我也想啊, 但问题是, 我有婚礼恐惧症, 别人的婚礼, 我都吓得出不了气了, 要是自己的婚礼, 那我非得晕过去不可, 李奇忽悠道, 呃, 是这样的, 我这个人呢, 追求完美, 我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个非常完美的婚礼, 但是我最近又忙得很, 故此呢, 是一拖再拖, 但是王爷请放心, 我一定会把这婚礼补上的。 那三娘怎么办, 就这么等着? 其实这也是我今日来的目的, 我想接三娘去我府上住。 这可不行, 必须得是明媒正娶。 可是七娘他们…… 七娘他们手中有圣旨, 这胜过一切明媒正娶, 可我家三娘有什么? 王爷, 三娘没有跟你说吗? 说什么? 我早就帮三娘要了到圣旨来啊。 此话当真? 啊, 小婿怎敢拿圣旨开玩笑, 圣旨现在还在三娘手中呢? 唉, 这傻丫头, 此等大事都不跟我说, 难怪你一直有恃无恐, 原来如此啊。 爆汗, 我没给圣旨吧, 你心里又不平衡, 我给了吧, 你又说我有恃无恐, 不紧张你女儿了? 唉, 这女婿还真是难做。 李妻心中甚是无奈, 她说, 王爷, 这你可冤枉我了, 我要是有恃无恐, 那我为何还急着 接三娘去我那里住? 我不也是想让王爷抱孙儿吗? 这最后一句话, 立刻打动了王夫人, 轻壳一声。 你若有这般心思, 倒也不枉费我一番苦心了。 行吧, 只要三娘愿意, 老身没有意见。 那, 王叔叔呢? 你都只叫他王叔叔, 自然不用管他了, 这事儿, 我做主。 李妻乐得只点头, 王夫人又说, 你快去找三娘吧, 她应该在自个儿屋里, 晚上, 就在这儿吃饭吧。 是, 小婿就先告辞了。 李妻站起身来, 刚走了两步, 突然回过头来。 呃, 王爷。 放心, 我不会去打扰你们的。 由此丈母娘夫妇何求啊, 李妻感动得都快哭了, 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快不离开了。 李妻来到王瑶的庭院前, 下意识地左右瞟了瞟, 发现小桃护卫竟然不在, 心中开心不已, 先看看夫人在干什么。 她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 弯下身来, 往门缝里面望去。 哎呃, 怎么没有人呢? 难道在左边? 李妻身体慢慢地往右倾斜过去。 这门谁做的? 门缝太窄了一点吧, 推不合理了。 突然, 她背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你在看什么? 李妻吓得啊的大叫一声, 转过身来, 只见端庄闲静的夫人站在院中皱眉望着她。 王爷, 说好在屋内呢, 我算是被你坑惨了。 李妻打了个哈哈, 伸手轻轻抚摸了下门, 嘴上说道。 呃, 我就是看这门儿好像年久失修, 是不是要给你换一扇了? 王瑶冷冷地瞧脸李妻, 一语不发, 但是目光中却带有一丝激动, 悄悄打亮下李妻。 但是, 这若都能瞒过去, 那王瑶就真是凶大无脑了。 既然瞒不过, 那李妻只有选择转移话题了, 快步走了过来, 一手就握住王瑶的柔体, 嬉嬉倒。 夫人, 我回来了。 王瑶抽回手来, 瞬道。 你这人还真是无赖, 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地方, 这若是让人看见, 那多不好。 李妻见她说话的神情透着风情万种, 不像以前一样, 言行举止都带着一抹哀伤, 此时的夫人真是越来越像是一个女人了, 嘻嘻笑道。 明白明白, 待会儿去屋里再摸。 嗯, 嗯? 你说什么? 嗯, 没什么, 没什么。 哈哈哈哈。 屋外冷哦, 进屋去再说吧。 虽然王瑶心里非常激动, 但是他不善于表达, 故此表现的还是非常平淡。 哦, 我也正有此意。 来到屋内, 一股熟悉的幽香环绕在李妻鼻尖, 王瑶自顾说道。 你先坐着, 我去帮你侦查。 李妻突然再度拉着她的柔蹄, 嬉嬉笑道。 哎, 不急不急, 茶哪里都有的喝, 我只是想好好看看你。 说吧, 她就拉着王瑶坐在火炉旁, 仔细打量了她一会儿, 突然眉头一皱。 夫人, 看到你这样, 我有点伤心啊。 王瑶被她看得蕴生双颊, 又听她这么说, 问道。 你, 你为何这般说? 哎, 据说得了相似病的人, 都会身形消瘦。 可是你看看你, 反倒是越来越漂亮了, 一点也没有消瘦啊。 想来这些日子, 也没有想我。 你看看我, 想你想的, 是宽衣解带终不悔, 卫衣设得人憔悴。 这人真是坏透了, 说的话处处透着线紧。 王瑶白了她一眼。 什么宽衣解带? 是衣带剑宽中不悔, 为衣销的人憔悴。 哎, 痒痒, 你明白就好。 王瑶见她这一次出征回来, 比原先的确黑了一些, 心中十分疼惜, 突然伸出手来, 将她病上掉落下来的几缕发丝, 拨至耳后, 嘴上念叨着。 你领兵出征, 危险重重, 可莫要多想, 当专注眼前的事儿, 保护好自己, 只要你平安归来, 就行了。 这一个细微的动作, 让李奇极为的感动, 又轻轻握住王瑶的另外一只手, 说道, 这你放心, 在没有和你洞房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死的。 王瑶苏兄突然大幅度地起伏了一下, 似是十分地生气, 瞪了李奇一眼, 说。 你若要在这般胡说, 那你还是别来找我了。 当初, 王瑶嫁入秦家不久, 秦末就嗝屁了, 他要的不再是那轰轰烈烈的恋爱, 而是一份能够持之以恒的爱情。 过此, 他听到李奇说出此字的时候, 心中是又惊又怕。 李奇一震, 见他眼中泪光营动, 幡然醒悟, 该死的, 说到他的禁忌了, 忙到。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们的好日子还长得很,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这八十年, 呃, 好难算啊, 还是四十五入得了, 打一百年算, 一共是三千六百五十天, 我们至少要洞房三千六百五十天。 王瑶听他七算八算, 起初还不知道他在算什么, 可是, 听到后面, 灯是羞得俏脸滚烫滚烫的, 催到。 胡说八道。 李奇见他称怒不怪的样子, 红唇轻咬, 眼中的泪光还未褪去, 风情万种, 不觉一冷, 宛如九天仙女下凡, 不禁道。 夫人, 你真美。 王瑶见李奇痴呆的模样, 突然扑斥一声, 笑道。 真是抱歉啊, 没有为你消的人憔悴。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我想你就行了, 你只需要偶尔地想想我就可以了, 哪怕是我不在你身边, 你要吃好, 睡好。 你若不在身边, 怎还吃得好, 睡得好? 王瑶看着李奇紧张的样子, 心中十分地感动。 他对我的爱, 愿胜过我对他的爱。 嫣然一笑, 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辈曲, 确实不语。 这一笑, 宛如冰山雪莲融化了一般, 啥是美艳绝伦, 李奇不禁看得怦然心动, 傻傻道。 夫人, 我可以吻你吗? 王瑶一正, 羞得两腮都快滴出水来了, 哪里说得出话来? 李奇紧张嬉嬉道,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了。 王瑶羞涩地瞧脸李奇, 双目轻轻合上。 李奇大喜, 心想, 这一会儿要是还不一心方则, 我他妈撞死得了。 他缓缓地俯下头绪, 看着王瑶娇艳欲滴的双唇, 激动得嘴皮子都在哆嗦。 这一日, 他等得真是太辛苦了。 别哆嗦, 别哆嗦呀, 李奇, 你是酒精沙场的情圣了, 稳住, 一定要稳住, 吻不住了。 吻不住了。 只听得李奇哀哟一声, 王瑶忽听得李奇叫出声来, 忙睁开眼来, 只见李奇双手捂住嘴, 紧张道。 你怎么了? 嘴, 嘴抽筋了。 嘴, 嘴抽筋? 王瑶顿时就愣住了, 一双丹凤眼睁得大大的, 他活了这么大, 还是头一回听到嘴还能抽筋的。 其实不要说他了, 李奇也是头一回碰到, 实在是太激动了, 因为以前夫人在他眼中, 那真是神圣不可侵犯。 虽然他起初没有任何想法, 但是脑子里面偶尔也会冒出一些唯美的画面来, 不过他都觉得那不过只是幻想罢了。 然而金玉, 这幻想可能就要成真了, 你叫他如何不激动? 这一激动, 嘴皮子就开始哆嗦起来, 这一哆嗦就根本停不下来了。 其实方才他已经在紧力挽救了, 可是嘴皮子哆嗦得实在是太厉害了, 根本就吻不住, 直接歪到一边去了。 人家接吻高手, 是吻得别人舌头打颤, 自诩接吻高手的他, 连对方嘴唇都没有碰到, 自己的嘴倒是先抽筋了, 这真是奇取大辱啊。 王瑶愣了好半天, 也明白过来了, 扑斥一声, 又赶紧闭上嘴, 这又想笑, 也不好意思笑, 着实憋得痛哭。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李奇费了好半天劲儿, 终于把嘴给搬震过来, 轻轻揉着, 忽见王瑶满眼的笑意, 不仅老脸一红, 那红的就跟猴子屁股似的, 王瑶见李奇的脸突然变得这么红, 就跟喝了几坛子酒似的, 要知道, 李师傅的脸皮那可是厚如城墙, 他也还是头一次见到李奇红成这个样子, 哪里还忍得住, 咯咯笑了起来, 脚趋前腐后仰, 花绝乱颤。 李奇只觉身无可恋, 站起身来就准备宽衣解带, 王瑶惊吓道, 你干什么? 悬梁自杀。 王瑶又是扑斥一声, 忍着笑意, 突然也站起身来, 李奇立刻说, 你千万别拦我, 告诉你, 我已经身无可恋了。 呃, 你误会了, 我只是想说, 你请自便, 我先出去。 呃, 李奇头上冒出三条黑线, 沉声道, 王瑶。 啊? 你很没有同情心啊, 我为什么会嘴周尖, 还不是为了你, 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那, 那我该怎么办? 啊! 他话还没有说完, 李奇突然将他拉进怀里, 四目相对, 不过直取, 王瑶头往后仰去, 害怕倒。 你, 你想干什么? 李奇冷笑一声, 搂在他那风雨, 却不失鲜柔的腰肢, 对着那娇艳的嘴唇, 就狠狠吻了下去。 这一下, 是快, 狠, 准, 李奇也怕再拖下去, 又会嘴抽筋。 可是, 真当他吻到那娇嫩饱满的双唇时, 自己脑子里面是一片空白。 王瑶这回是真没有准备好, 双目睁得大大的, 脑袋里面同样也是一片空白。 这, 这是真的吗? 我真的吻了夫人。 直到现在, 他物资不敢相信, 可是, 当他嗅到夫人口中那淡淡的花香味, 还被回过时来的大脑立刻沉迷了进去, 双臂紧紧搂着王瑶, 仿佛要将他融入自己的身体, 嘴唇也变得非常的贪婪。 就在这弹口上, 王瑶突然眉头一皱, 双手奋力一推。 李奇完全已经为之着迷, 根本没有留神, 而且夫人可是用尽全力, 这一推, 差点将他推倒在地, 整个人猛然醒悟过来, 惊诧地望着夫人。 只见王瑶用手背贴在嘴唇上, 带眉紧索。 你在干什么啊? 呃, 俗话换作大班, 这专业用语换作接吻, 流行语换作大case。 什么叫做专业, 这就叫做专业。 王瑶听到云里雾里, 过了一会儿, 他才催道。 你在这说的是什么呀, 真是太下流了。 亲吻自己的夫人, 怎么就下流了? 但, 但是你也不能。 不能什么? 你自己知道。 李奇还真不知道, 他完全就善照流程来的, 嘴也没有哆嗦呀, 一切都是那么的严格, 激动到。 这我真不知道,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王瑶瞧了他一眼, 见他不像是在说谎, 红着脸。 你, 你刚才分明就是想将, 将你的舌头伸过来。 说到后面, 几乎是声若闻吟, 李奇是侧耳倾听, 才听了一个真切, 一头雾水。 亲吻都是这样的呀? 胡说, 你休要骗我。 我骗你是猪啊, 不信就问七娘和一诺他们, 你别玩我了好不好? 王瑶带眉皱了几下, 一脸的厌恶之色。 这, 这未免也太恶心了。 恶心? 李奇双手狠狠挫了下脸, 很是纳闷。 难道你和亲,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王瑶一愣, 却是轻轻摇头。 这…… 李奇眨了眨眼, 那他岂不是还可以算作初吻? 自己是该高兴呢, 还是该很高兴呢? 算了, 念在王瑶是初吻的份上, 自己就跟他讲解讲解。 他轻刻一声, 正儿八经道。 呃, 夫人啊, 事情呢, 是这样的, 什么叫做水乳交融呢? 这个词儿, 其实是很有深意的。 从字面上去理解呢, 你应该想得到, 这是非常正常的, 别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怎么说呢? 呃, 算了, 这个只能意会, 用心去感受。 不行, 我接受不了, 光想想, 我就觉得恶心。 那怎么办? 最多, 最多只能稍微亲一下。 稍稍亲吻一下? 哇, 这在欧洲只是基本理一样。 李奇激动地手舞足蹈。 不是吧, 你讲点道理好不, 你这是违背伦理守则的。 我与你在一块, 已经违背了伦理。 诶。 李奇道理讲不通, 只能装可怜, 委屈道。 啊, 夫人,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王瑶实在是接受不了, 物资摇头。 真的, 没得商量? 当然没有。 李奇心都碎了, 捏了几下额头, 见他一脸坚决之色, 也知道, 但凡他决定的事, 是很难改变的。 心想, 唉, 看来, 只能慢慢去感化他了。 老子真适合去普都众女啊。 他叹道, 好吧, 这事一个巴掌拍不下, 我尊重你的意见。 说着, 他还是不甘心, 又说, 一人退一步好不好, 我只剩一半。 王瑶真想把这人的嘴封上, 冷冷回应道, 恶心。 好吧, 但我没说。 话虽如此, 李奇眼角已经泛起泪光了, 他以为他已经得手, 哪知夫人还有这洁癖, 真是好事多磨呀。 轻吐一口气, 又伸手拉起王瑶的手, 王瑶似乎怕他硬来, 手立刻往回缩, 但是李奇却死死握住, 嘴上说, 哎呀, 夫人, 你为你也太瞧不起人了, 我李奇什么时候逼过你做任何事, 来来, 先坐下, 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王瑶将信将疑地和他坐了下来, 李奇说, 夫人, 下面这件事, 你可不能再拒绝我了。 什么事? 呃, 那个, 我想你搬去我府上住。 啊? 我知道, 这里应要八抬大轿把你抬回去, 但是, 我对这婚礼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 还有七娘他们, 补上一个完美的婚礼, 不过, 在这之前,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块儿住。 哦,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指那方面的事情, 哪怕是跟以前咱们在秦府一样也像, 我只是想天天能够看到你, 能够和你生活在一块儿。 心里又补充道, 要是能够天天洞房, 那就更好了。 王瑶听得脸上出现一丝动容, 但却是沉默不语, 李奇有些紧张, 你不愿意吗? 不是你想的那样, 其实我一个寡妇, 哪里要你用八台大叫接我过去, 就算你愿意, 我也没有这脸, 只是…… 你是不是在乎别人的眼光? 王瑶没有作声, 算是默认了, 李奇满脸的失望, 心中有些酸楚。 你当初为了秦默, 能够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嫁入秦家, 可是如今却, 想来, 你还是爱秦默多一些。 他说, 那你就打算, 永远这样? 我…… 王瑶抬起头来, 见李奇一脸失望地望着他, 只觉心如刀割, 眼眶一红, 如何也说不下去了。 李奇见他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心中一转, 忙笑道, 没事没事, 这事儿也不急于一时, 你再考虑考虑, 反正两家也没有多远, 我可以时常来看你。 但是, 物资掩盖不了他的失望, 其实, 他介意的不是王瑶拒绝他与否, 而是秦默, 因为他一直都挺看不起秦默的, 输给秦默, 让他很难接受, 只不过, 他心里不愿承认这一点。 王瑶协谋乔林李奇, 心中更是难过, 突然, 一只手放在李奇的手背上, 自顾说道, 李奇,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欠你一句谢谢, 原本我以为, 我活在世上只是为了等死, 是你来了以后, 才让我感觉到自己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会伤心, 会开心, 也会思念。 而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心里都记着, 也很感激。 如今, 我也该为你做些什么了, 要是你真的这般想, 那我就搬去跟你一块住。 可是, 李奇听了这番话,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反倒是有些生气, 感情弄了半天, 你一样是在报恩呢, 不禁豁然起身。 王瑶, 如果你仅仅是为了感激我, 想要报答我, 他可不必如此, 你要算得这么清楚的话, 那咱们也是两步相见, 要不是你当初收留我, 愿意和我合作, 我也到不了今天这一步。 王瑶正正地望着李奇, 似乎有些诧异和害怕, 他说, 你, 你怎么能这般想呢? 那你要怎么想, 我已经是战战兢兢, 小心翼翼, 生怕伤害了你, 我不是想逼你做任何事, 也不是要你可怜我什么,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那也没有关系, 但是夫妻俩住在一块, 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是你为我做什么, 这让我总是觉得, 你一直都在弥补我似的, 可惜你根本没有将我失准的丈夫。 这越说, 他越觉得我火得很, 挥了挥手, 算了算了, 我最近挺累的, 咱们还是赶着再谈吧, 我先告辞了。 说完, 他就大步离开了, 王瑶人几乎都懵了, 呆呆地望着李奇走了出去,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李奇会突然发这么大的火。 出了王瑶的院子, 李奇只觉心烦意乱, 埋头乱走了一阵, 忽闻一阵花香, 停下脚步, 举目望去, 一立声, 我怎么来到花园了? 如今是冬季, 只有东南角一处角落里面, 盛开着梅花, 李奇来到梅花下, 闻着花香渐渐冷静下来, 暗道, 我是怎么了, 突然发这么大脾气, 难道, 难道是因为秦末, 我是在吃秦末的错吗? 想到这里, 他自嘲地笑了笑, 哎呀, 李奇, 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跟一个已孤的人去吃醋, 我都看不起你了。 其实秦末只是一个原因, 更为关键的是, 前面李诗诗的事, 就已经让他非常窝火了, 只是一直压抑在心中, 王瑶再这么一弄, 他就更是不爽了, 其实他气得是自己呀, 我刚才的话是不是重了一点? 糟糕, 王瑶是一个比较闷声的女人, 反应她不会做什么傻事吧? 冷静下来的李奇越想越慌, 要是王瑶因为他而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那他一生恐怕都会活到内疚当中, 赶紧转身急匆匆地出了花园, 又来到了王瑶的庭院, 来到屋前, 李奇见门还没有关, 心中更是慌得不得了, 轻手轻脚来到屋外面往里面一瞧, 只见桌子后面的卧榻前吊着一双腿, 不用想也知道, 这双腿的主人是谁, 李奇大惊失色, 赶紧冲了进去, 王瑶, 我…… 当他冲到卧榻前, 只见王瑶斜躺在卧榻上, 几滴泪珠还在沿着泪痕流动, 双目冷冷地望着他, 显然伤心到了极致, 李奇见他并没有生命危险, 心中松了口气, 可见他这模样, 也是犹如刀割一般, 很是心疼, 你…… 王瑶的语气十分地冰冷, 李奇显得十分心虚, 都不敢触碰他的眼神, 低着头, 对不起, 方才是我语气重了点, 王瑶冷眼一瞧, 转过身去, 面朝向墙壁, 语气十分平淡地说道, 你不用说了, 你走吧, 唉,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那样, 也许, 也许是知其末的错, 也许是因为其他的事情, 但是, 无论如何, 我都不应该对你发火, 我应该理解你心中的苦, 可惜, 可惜, 我还是少了一份耐心, 我并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 如果, 如果你真的不想再见到我, 那我, 可以离开, 但是, 我只求你, 不要伤害自己, 说着, 他忐忑不安地瞧脸王瑶, 见到王瑶全身都在颤抖, 显然是在哭泣, 这让他心疼不已, 走上前, 坐在卧榻上, 想去伸手握住王瑶的手, 但是, 却被王瑶躲开了, 他又伸过手去, 又被躲开了, 他索性直接伸出双手, 将王瑶抱在怀里, 放开我, 你放开我, 王瑶猛烈地挣扎起来, 粉泉如雨点一般打在李奇的身上, 在这大喜大悲前, 饶是一直端庄闲静的王瑶, 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 多年来的委屈伤心, 在这一刻彻底地爆发出来, 胸如潮水, 不禁放声大哭起来, 但是, 任凭他如何挣扎, 李奇就是紧紧地抱住他, 怎么也不愿松开, 只觉鼻子酸酸, 我真不是有药生的剑, 我只是太在乎你的感受, 甚至是哪根头发丝, 都要胜过我的性命, 王瑶听得心中喜怒交加, 也无力在挣扎, 一头重重地撞在李奇的胸口上, 哭泣道, 就算我说错了, 你, 你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你真的好狠心啊, 对于王瑶而言, 这种情绪的宣泄, 不是他的身体能够承受得了的, 他这一生, 几乎就没有这么大声哭过, 即便是哭, 也是静静地哭, 哭累了, 挣扎累了, 他竟然就直接趴在李奇的怀里, 也睡了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李奇紧紧搂着这个女人, 一语不发, 过了好一会儿, 王瑶突然睁开眼来, 见自己还在李奇的怀里, 脸上又冒起了一层红蕴来, 好了, 你松开我吧, 我不走, 你不可能就这么一直抱着吧, 要是可以的话, 我倒想一直就这么抱着你, 心里默默补充一句, 还有七娘, 红奴他们, 王瑶轻轻一叹, 琴手稍稍动了下, 调整了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 显然, 他此时也不想离开这个怀宝, 这么多年了, 他也累了, 注视着李奇的脸庞, 方才李奇生气离开, 他才知道, 自己早已经无可救药的爱上面前这个男人, 若是没有他, 自己也活不下去了, 再也没有什么, 比失去他更加令人害怕了, 又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轻声道, 李奇, 其实我也想搬去跟你一块住, 一起生活, 与你在秦府的日子, 才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那时候, 你不是天天念叨我吗, 你怎么还会快乐? 王瑶回想往事, 不禁一笑。 是啊, 那时候在我看来, 你就好像天天在悬崖边上走, 让我担惊受怕, 但是, 也因为你, 秦府变得非常热闹, 步伐欢声笑语, 而且, 人也越来越多, 七娘, 红奴, 封妹妹, 他们都经常来, 每天过得, 也很充实。 李奇静静听着, 心里十分好奇, 他既然喜欢和自己生活在一块, 为何方才又婉言相聚呢? 王瑶悄悄瞥了眼李奇, 你是不是又在胡思乱想了? 没有没有, 我在听着呢? 其实, 你想的也没错, 方才我之所以犹豫不决, 的确是跟秦家有关, 但, 不是你想的那样, 当初我不顾一切反对, 嫁入秦家, 可是带来的却是让秦家身处在舆论的风口上, 我公公去世, 多半是因为这个, 这也让我非常的内疚, 而我们夫妇的日子也过得不好, 甚至连门都不敢出, 如今, 我还不如以往, 我只是个寡妇, 你要知道, 寡妇门前是非多, 而你又贵为书密室, 虽然这门婚事, 我爹娘都同意, 我也可以不在乎天下人的目光, 但你不能, 这可能, 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 我, 我真的不想再经历一遍, 原来, 她都是在为我考虑, 李奇幡然醒悟, 心中很不适滋味, 想我堂堂书密室, 掌握天下兵马, 然而, 却连自己的妻女, 都不能待在自己身边, 见她们一面, 都还得躲躲藏藏的, 属性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刺灯委屈, 我真是连高眼里都不说, 这越想, 她就越不爽, 王妖, 我是李奇, 不是秦墨, 我绝不会逆来顺受的, 谁若敢再乱交舌根, 我一定要她身败名利, 哪怕是秦桧, 也不例外, 我只知道, 我想和你生活在一起, 这就足矣了, 以前我对你, 或许过于尊重了, 但是这一回, 我不会再游着你了, 你今日, 就搬去和我同住, 我倒要看看, 谁敢乱说, 今日, 那可不行, 这话听着, 怎像与人斗气呢, 呃, 好像是有点像和人斗气啊, 可是, 我真的很想和你一块生活, 王妖见她一脸情真一切, 心中再也不忍拒绝她, 小声说, 其实, 我也想, 但这事, 还得与我爹娘商量, 原来你是在意这个, 哎呀, 你放心, 丈母娘都已经说了, 只要你点头, 他们两老都没有意见, 王妖听得她这一声, 丈母娘叫得这么顺口, 不仅羞得那长长的脖梗都红透了, 这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惊讶的叫喊, 李奇王妖一正, 只见小桃站在门前捂着小嘴, 惊讶地望着他们两个, 王妖突然醒悟过来, 舒然挣脱李奇的怀抱, 坐了起来, 还顺手整理得下衣裳, 他这么一弄, 倒真像似有点肩肤淫妇的感觉, 这个小桃, 真是坏了我不少好事啊, 李奇轻咳一声, 说道, 什么事啊, 俨然一副家主的气派, 小桃颤声说, 老爷, 老爷回来了, 让我叫夫人和姑爷去前院吃饭, 都这样了还不叫姑爷, 小桃还真怕李奇给他穿小鞋, 念在你叫我姑爷的份上, 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李奇朝着王瑶嘻嘻笑道, 夫人, 走吧, 你, 你先去外面等一下, 难道是要换衣服, 李奇黑黑一笑, 呃, 外面了, 我想在这里等, 王瑶怠眉一皱, 李奇立刻说, 呃, 好好, 你别生气, 我去外面等就是了, 说着, 就赶紧跳下卧探, 快步往外面走去, 还老老实实地将门关上, 王瑶望着李奇那紧张的身影, 终于忍不住了,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李奇站在院内, 见小桃一直低着头, 笑道, 小桃会, 恭喜恭喜啊, 啊, 是小桃应该向姑爷道喜才是, 哎, 哈哈哈哈, 哎, 同喜同喜, 现在夫人已经不需要你守护了, 不过小六子倒是挺想当做你的护卫, 你是不是也该给小六子一个机会啊, 小桃听得两栽桃红, 羞怯不语, 李奇又说,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默认了, 明年年初, 我就让吴芙蓉来我这向夫人提亲, 你准备好做新娘就是了, 小桃还是不说话, 李奇可是姑爷了, 他也不敢再盯嘴了, 只能任由他打去, 过了一会儿, 门从里面打开了, 只见王瑶从里面走着出来, 衣服倒是没有换, 只是洗了一把脸, 把头发重新梳理了一遍, 就是眼睛还是有些红肿, 李奇赶紧上前, 拉着王瑶的手, 哎, 夫人, 小心台阶, 这里就两阶台阶, 有什么小心的, 王瑶白了他一眼, 手上微微挣扎了一下, 但是李奇就是不松, 嘴上还说, 夫人, 上母娘她们还在等着呢, 怎么快走吧, 说着, 她就拉着王瑶的手, 往前面走去, 前厅门前, 哎呀, 怎么还不来呀, 王仲林仗着自己一身肥肉, 领着一众儿女站在门前, 那时威风凛凛, 恰有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气势, 王夫人倒是没有觉得什么不耐烦的, 还劝道, 他们俩有大半年未见了, 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你就耐心点, 哎, 来了, 来了, 王大郎突然指着前面喊道, 王仲林一对蜜蜜眼, 举目望去, 见李七牵着三娘往这边走来, 暗自开心, 嘿嘿, 这小子, 真是不枉我的一番苦心呢, 哇塞, 这么大的阵仗, 李七看到门前站着这么多人, 不禁也有些心虚, 他都心虚, 王瑶就更不用说了, 赶紧将手收了回来, 李七这一回倒是没有勉强, 甘笑两声, 突然右手挥出大喊道, 哎呀, 王叔叔, 许久未见, 想杀小叙眼, 这一声喊, 真是石破天惊啊, 王瑶的那些哥哥妹妹们, 听得都傻了, 王叔叔倒也给面子, 招着手乐呵呵道, 哎呀, 贤婿啊, 别来无恙了, 李七快步上前, 直接给王叔叔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 嘴上却低声说, 王叔, 你又胖了不少啊, 去你的, 你还想不想娶我女儿? 当然想, 好了, 现在终于让你得逞了, 这不是王叔叔期望的吗? 今后, 可要好生对待我女儿, 三娘可是我最心爱的女儿, 一定一定, 这你放心就是了, 好了, 快点松开吧, 一旁的人都看傻了, 冷汗狂流, 可是王叔叔和李七, 却是一点也不在意, 王叔叔还笑呵呵道, 我说贤婿啊, 你怎么还叫我王叔叔啊? 可是小婿觉得叫王叔叔倍儿亲切, 这叫惯了, 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了, 唉, 随你便吧, 听说贤婿最近, 又立下奇功回来, 真是可喜可贺呀, 哎呀, 哪里哪里, 小事一桩, 我就是出门旅旅游的, 不过我倒是听说王叔叔最近在墨学中, 那是一呼百应啊, 受天下陌生的敬仰, 更应该可喜可贺呀, 唉, 哪里哪里, 就是年纪大了点而已, 虚名, 虚名罢了, 不值一提, 走走走, 咱们还是进去说, 哦, 王叔叔行, 这两翁婿相互吹捧, 惹得他们的夫人, 那白眼是一阵一阵的, 只摇脑袋, 来到屋内, 一家人团团坐下, 王仲林开心呢, 呵呵笑道, 哎呀, 总算是一家人团圆了, 来, 咱们一家人, 干一杯, 喝了这一杯, 王仲林又说, 这个, 先婿啊, 关于你和三娘的婚事, 我也跟你丈母娘说了, 只要你们两个没有意见, 我们也无所谓, 哎呦, 多谢王叔体谅, 不过王叔放心, 这聘礼是肯定不会少的, 谁跟你说这事了, 你以为你那点聘礼, 就能换得我女儿吗, 自罚三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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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 我是茶, 也是啊, 那就六杯吧, 你这是诚心整我, 李七郁闷地望着王叔叔, 王瑶皱眉道, 爹爹, 这, 你少说话, 听着就是了, 王仲林领一般, 那气势是杠杠的, 又朝着李七说, 这里是我王家, 你就得将我王家的规矩, 是不是为了我女儿, 连这六杯茶都不愿意喝呀, 李七算是明白了, 他这分明就是在报复, 咬着牙, 笑道, 嗨, 王叔见歪了不是, 不就是六杯茶吗, 好, 贤婿果然是一个爽快人, 来人呐, 真茶, 只听咚的一下, 那你, 李七看着面前的茶杯, 纳闷道, 王叔, 你们家都是用碗喝茶的吗, 唉, 你今日才知道, 看来你今后, 要多来才是了, 心里却笑开花了, 唉呀, 你李七也有今日啊, 平时尽是你也有啊, 今日, 老夫可得好好出这口气, 你这王胖子, 算你狠, 这笔账, 老子记下了, 李七点点头, 呃, 明白, 明白, 王瑶见李七备证, 正欲开口, 却被王仲林用目光拒绝了, 唯一有希望替李七做主的王夫人, 却也是笑而不语, 她也想看看, 女儿在李七的心里, 究竟有多少分量, 这女婿上门, 就是被老丈人整的, 李七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记得她第一回去她后世岳父家, 见家长的时候, 那一幕幕, 她至今都不愿回想, 简直就是噩梦啊, 相比起来, 这六碗茶就显得太简单了, 但是真喝起来, 也不是那么简单, 六碗茶下肚, 李七肚子都撑死了, 暗道, 看来今晚得再茅房过夜了, 好, 王仲林又朝着自己的儿女们说, 你们还不快向李七敬酒, 哇, 你是想成心玩死我吧, 李七赶忙抬起手, 等一下, 小旭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和二老商量, 王夫人问, 什么事儿? 呃, 是这样的, 马上就要过年了, 以往年关, 小旭一直都很忙, 今年相对来说呢, 会比较的轻松一点, 所以啊, 我想请二老和各位兄长妹妹们, 去我家过年, 这…… 王夫人有些诧异, 按道理, 也是你来我家过年, 怎么弄反了? 不禁瞧脸王仲林, 李七又说, 哦, 我还会请老郑他们一家人来我家一起过年, 大家一块热闹热闹, 而且我最近在研制一种新美味, 正好过年, 咱们可以一起品尝品尝, 说着, 他跟王仲林一个劲儿的识眼色, 眸子时不时地往王摇那里飘, 王仲林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王夫人却反应了过来, 忙道, 如此甚好, 甚好, 老师也想热闹热闹, 说着, 脚下还踢了王仲林一下, 王叔叔当时反应过来, 哦, 对对对, 夫人说的是, 就这么办吧, 啊, 王摇娇羞得白了李七一眼, 他哪里不明白, 李七这都是为了他, 他这一家人去李七府上过年, 那这关系一目了然了, 而且也不会让他觉得尴尬, 只怕到时他进了李家的门就别想再出来了, 李七虽然也很想能够早日接王摇回家, 但是既然王摇已经答应了, 他也不会急于这一时, 当真就今晚接他过去, 总得给他一些代价的思想准备, 这事可不能太草率了,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最近几天根本就没有时间陪王摇, 因为他希望能够赶在过年前将咖啡弄出来, 在当天晚上, 李七每每去一趟茅房, 心中就把王仲林诅咒了一万遍, 由于昨晚起床次数过多, 导致第二天直到上午时分, 李七才从床上爬了起来, 而吴小六早已经在前院等候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李哥, 你起来了, 吴小六是一脸谄媚, 他在昨天就已经知道, 李七又要开始研制一种全新的美味, 作为缺货的他, 昨晚是激动的一宿未睡, 李七笑音引导, 六子, 恭喜恭喜, 李哥, 恭喜啥呀? 恭喜你呀, 李哥, 我的生辰早就过了, 你而生辰, 我怎会记得, 我说的是另有其事, 啥事啊, 你小子马上就要抱得美人归了? 啊? 李七怒气不争地一巴掌打在他脑袋上, 咆哮道, 就是小桃啊, 小, 小桃? 吴小六揉着头, 眼眸一转, 呵呵局乐, 李哥,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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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小子机灵, 说着, 他一手搭在吴小六肩膀上, 说道, 哎呀, 六子呀, 为了他们主婆, 咱们师徒可是耗尽心思呀, 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了今日, 着实不容易呀, 哎, 谁说不是呢, 现在想来, 我都有些想哭呢, 我也是, 大哥, 小六子, 你们在干什么呀, 季红奴走了进来, 见他们师徒勾肩搭背的, 心中甚是好奇, 李其芒松开手了, 呃, 没事, 没事, 我们再商量烘焙一事, 啊, 李哥说的是, 李哥说的是, 神经兮兮的, 季红奴活疑地瞧了他们一眼, 倒也没有多问, 李其芒道, 呃, 红奴, 我们先去忙了, 哦, 大哥, 你去吧, 李其立刻拖着小六子, 快步走了出去, 路上, 小六子一边走, 一边兴奋地说, 李哥, 咱们这一回, 是要准备什么美食啊, 这家伙, 真是一个吃货, 有了吃, 连美人都顾不着了, 李其笑道, 待会儿就知道了, 保管不会令你失望的, 师徒二人来到后院的厨房, 因为李其是金刀厨王, 他府内的厨房可是经过一番严格的改造, 是完全按照后世的标准来做的, 光这规模, 就比那些小康家庭的屋子还要大上一些, 五小六每每来到这里做菜, 都觉得特兴奋, 做梦都想拥有这么一间厨房, 可惜, 李其带着他并未进到厨房里面, 而是去到厨房后面的露天式厨房,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间厨房呢? 那就是因为, 这古代的排气功能太差了, 有些菜, 李其只能在外面做, 说是露天厨房, 其实就是一个铁架子搭的棚子, 四面都是空的, 唯独看不到天, 这也是方便下雨的时候使用, 诶, 这是啥火炉, 好生奇怪啊, 五小六望着棚下的火炉, 不免好奇地问道, 只见棚下就放着一个火炉, 这火炉十分的奇特, 是一个完全密封的大铁桶, 两边有两个铁架支撑起大铁桶, 在左边还有一个把手, 显然, 这铁桶是可以旋转的, 对于这火炉的架构, 五小六倒是一目了然, 只是他不知道,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呀, 李奇笑道, 这个火炉, 就是专门为了那一种全新的美味, 量身定做的, 够酷够炫吧, 五小六点点头, 但眼中近视迷茫, 李奇也没有细说, 你先把木柴准备好, 我去拿些东西过来, 五小六哦了一声, 对此,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有他在, 李奇绝对是将生活的事交给他了, 没办法, 谁叫你小六子是一个生活天才呢, 李奇转身就去到厨房, 不一会儿, 他就端着一个波及走了出来, 蛋尖上面是一些黄色的咖啡豆, 大小差不多, 显然都是经过挑选的, 目测也就五斤左右, 此时, 五小六也已经将木柴准备好了, 见李奇来了, 急忙跑了过去, 一瞅满是失望之色, 李哥, 你说的不会就是这些豆子吧, 要不是李奇端着波及, 真的又会一巴掌砸过去, 他说, 嘿, 这是豆子吗, 这是金子, 金子, 五小六暗自嘀咕, 这分明就是豆子, 但我好骗嘛, 李奇懒得和这小子扯淡, 将铁筒打开, 哦, 方才, 五小六就已经研究过这铁筒, 发现这铁筒把手的一端就是锅口, 将卡子搬开, 轻轻一转, 盖子就打开了, 李奇将咖啡豆倒入其中, 铁盖盖上, 又握着把手转动了下铁筒, 简十分牢固, 才说, 生活, 哦, 五小六飞快地将火给点着了, 李奇扔给他一副厚厚的手套, 戴上呢, 过来转, 这等苦力活, 当然是徒弟做, 五小六这点好, 只要有好趣等, 他是不怕吃苦的, 麻利地戴上手套, 双手握住手柄转动着, 问道, 李哥, 是这样转吗? 李奇恩李生, 目光一直放在下面的火堆上, 可以这么说, 从这一刻开始, 李奇和五小六走上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咖啡之旅, 这就是制作咖啡最重要的一步, 烘焙咖啡, 生咖啡豆是没有咖啡香味的, 是要经过烘焙之后, 咖啡豆才会散发出迷人的咖啡香, 而且咖啡的味道如何, 关键全在这烘焙上面, 烘焙的时间将决定咖啡的味道, 这种有机物的转化, 哪怕是后世的化学都无法解释的, 对于烘焙咖啡, 有着非常严格的时间规定, 大致可以分四类, 浅烘焙, 中烘焙, 深烘焙和极深烘焙, 像什么美式咖啡, 意式咖啡, 法式咖啡, 不是根据他们国家来区别的, 而是根据咖啡的烘焙程度来进行区分, 比如, 美式咖啡就是中度烘焙, 而意式咖啡就是极深烘焙, 咖啡豆生得再好, 但如果烘焙不到位, 那也是白搭, 烘焙失败的咖啡味道绝对会令人作呕, 可见这烘焙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一个合格的烘焙虚复是非常难得的, 至少需要好几年的磨炼, 当然天才例外, 李奇就是属于例外范围内的, 他主攻的还是厨艺, 只是闲暇时间去学习烘焙咖啡, 但即便如此, 他的烘焙手艺那也是属于顶级的, 因为烘焙的关键在于对火候的把控, 而他又是以火候把控精确而著称, 故此他上手得非常快, 这是天赋, 学不来的, 在他岳父的酒店, 其中有一种咖啡就是出自他手, 非常受人欢迎, 因为那是独一无二的, 从咖啡豆的选取到烘焙, 都是李奇一手完成的, 别的店是买不到的, 但是, 由于这是古代, 没有任何精密仪器, 而且还是明火烤, 这对于火候的把控是相当难, 李奇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他只能一步一步摸索, 李奇蹲在火堆边上, 时而望着火堆, 时而望着边上放着的沙漏, 手拿着笔纸还在记着什么, 这可把一旁干苦力的五小六看梦了, 他做菜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做菜还得做笔记的, 心中更是好奇, 奇怪, 咋还没有开始, 李奇望了眼沙漏, 又望了眼铁桶, 突然皱了下眉头, 五小六好奇道, 李哥, 开始啥呀, 他话音刚落, 忽听得啪的一声, 先是零星的, 紧接着又是啪啪啪啪的一阵急促的爆炸声, 声响越来越大, 五小六大叫一声, 一个飞颇卧倒在地, 极其转眼, 李奇呆愣地望着五小六, 你干什么, 李哥, 你没有听见吗, 这要爆炸了, 我爆你个头啊, 李奇掩一瞪, 赶紧将火柴撤了下来, 还不快过来帮忙, 五小六见李奇还蹲在旁边, 要爆也是先爆他, 赶紧站了起来, 走了过来, 李哥, 你这豆子咋还会爆炸呀, 什么豆子这么个考法都会爆开好不好, 这可是常识, 你这几年都在干什么呀, 李奇将手上的小本子递给他, 戴上手套, 在铁桶壁上面的一个凸起的部分轻轻地一推, 听得咔的一声, 上面多出一个方形的小口来, 他用长块伸入桶内夹出几个咖啡豆来, 只见咖啡豆颜色变得更深, 微微带一些褐色, 李奇带起冷却, 稍稍咬了一点, 五小六吞着口水, 那个好吃吗? 李奇递去一地, 呢, 你是? 五小六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地扔入嘴中, 咳着一咬, 再咬, 只见他的脸色由白转轻, 哇的一声唾了出来, 呸, 呸, 什么东西, 这么酸, 酸酸了, 哎呀, 你什么时候能改掉这毛病啊, 什么都不知道, 就往嘴里扔, 可是李哥, 你不也吃了吗? 李奇嘴巴一透, 但见他吐一小碎扎出来, 说道, 我才没有你这么蠢呢, 一整口往嘴里扔, 我只是事事而已, 李哥也真是的, 总是不提醒我, 欧小六说, 欧小六说, 可是, 这玩意儿这么难吃, 简直能把我的牙都酸掉, 李哥你做的东西, 不会是用来害人的吧? 啪的一声, 李奇又是一巴掌拍在他头上, 说道, 你个蠢货, 现在还未完成, 当然保持了, 那李哥你这是, 烘焙咖啡豆, 一共分为两大阶段, 而这两大阶段, 是根据豆子的炸裂来判断的, 也就是说, 待会儿还会有一次爆炸, 目前这还只是第一阶段, 我必须要先尝尝它的味道, 如果味道不对的话, 那就证明火候不对, 不过从你的表现来看, 似乎十分成功, 只是目前咖啡豆那复杂的味道, 还没有出来, 不过也已经不远了, 随着一声沉重的响声, 铁桶又转了起来, 吴小六真的很累, 但是没有办法, 谁叫他摊上这么一个无良的师傅呢? 可是话说回来, 这对他而言, 可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可以这么说, 只要李奇站在街上喊上一句, 肯定有很多人排着队, 抢着来摇着铁桶的, 因为一旦咖啡兴起, 这烘焙师傅肯定是千金难求, 李奇此时可没有工夫去照顾吴小六的心情, 他一边看着火候, 一边看着沙漏, 笔上还在记着什么, 又过去好一会儿, 锅内忽然啪的一声响起, 吴小六一正, 忙道, 李哥, 第二炮来了, 我听到了, 紧接着啪啪啪啪, 第二炮来袭, 相比较第一炮, 第二炮声音不是那么响, 那么骇人, 但是频率却非常高, 就跟打鞭炮似的, 同时间, 在铁桶的另一端冒出了大量浓烟, 吴小六看得是暗自惊讶, 这烟冒得真是太夸张了, 就跟起火一般, 又瞧了李奇, 见李奇若有所思地望着那浓烟, 好奇道, 李哥, 冒烟了, 我是瞎子吗, 你也要观察这烟, 因为我们很难去观察里面咖啡豆的情况, 这烟的浓淡,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里面烘焙的情况, 吴小六点点头望着那烟, 但是眼中还是挺茫然的, 李奇伸出手了, 停下, 吴小六赶紧停下来, 李奇戴上口罩, 将火柴全部撤了下来, 吴小六听着爆炸声还未停下, 于是问道, 李哥, 好了, 你一定要记住, 这其实还不算是完全的烘焙, 但是咖啡豆对于温度的要求非常高, 如果你刚刚卡到时间在停止的话, 这锅内的温会将咖啡豆烧坏的, 故此一定要提醒, 这未免也太精确了吧, 吴小六听得眼睛睁得大大的, 别傻站着了, 过来帮忙, 吴小六赶紧走到铁桶的另外一端, 将锅盖打开了, 等到烟雾散尽之后, 李奇才将早就准备好的木筛子拿了出来, 用长勺将里面的咖啡豆全部扒进木筛子里面, 然而, 这一刻绝对是吴小六做梦都想不到的, 就在咖啡豆全部落入木筛子里面时, 仿佛将时间都停止了, 一股股前所未有的香味如同原子弹一般爆炸开来, 香味浓烈到足可掩盖一切, 黑黑的咖啡豆泛着油光, 那是香味四溢, 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还有那延续的噼里啪啦的声音, 让人不免沉醉其中, 这一刻是每一个烘焙师都非常享受的, 也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这一种香味是咖啡豆最香最香的时候, 但是只有他们才能闻得到, 一般人根本无法体会得到, 很多爱喝咖啡的人, 却无法体会到咖啡豆这绝妙的一瞬间, 吴小六醉了, 而且醉的是不省人叙, 在他认识的世界里, 没有任何豆子能爆发出如此浓烈的香味,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哎哎哎, 该醒醒了, 李七看着吴小六呆若木鸡的模样, 轻轻摇了掐头, 吴小六猛的一阵, 忙凑了过来, 在木筛子上面使劲地抽动了几下鼻子, 嘴上惊叹道, 李哥, 这咖啡豆真是太香了, 我能尝尝吗? 尝你个头啊, 咖啡豆可不是这么吃的, 那咋吃啊? 李七一边摇着木筛子, 只见很多碎皮落了下来, 一边嘴上说道, 等会你就知道了, 你先弄新木柴了, 等我把这里储存好, 咱们继续, 继, 继续? 这就是咖啡最奇妙的地方, 你还记得, 我以前总是训练你看火吗? 这一点, 吴小六怎能不记得, 在他刚开始跟李七学厨的时候, 就一直在学掌握火后, 直到他出师后, 还一直在摸索, 这火后对于厨师来说, 那是学之不尽的, 因为每道菜需要的火后, 那都是不一样的。 啊, 当然记得。 以往菜市都有一个最佳火后, 过了或者少了, 味道都会大打折扣, 但是咖啡没有, 因为咖啡有一个时间变量, 还有一个爆炸限定, 当火候大的时候, 需要的时间短, 爆炸的时间就会缩短, 可是, 当火候小的时候, 需要的时间就长一些, 爆炸的时间自然也会延长。 而咖啡在这两者之间的时间段里面, 火候的变化, 味道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但是每个时间点的味道, 都会有它吸引人的地方, 不像其他的菜市一样, 过了, 味道就不好了。 方才, 我们已经试验过了大火下的咖啡豆, 现在, 我们要试验小火烘焙的咖啡豆。 这真是非常神奇, 五小六为之一阵, 打起精神来。 李奇取掉碎皮之后, 就去到了厨房, 因为现在是冬天, 所以很快咖啡豆就冷却了。 在等待咖啡豆冷却的同时, 他又弄了约莫五斤咖啡豆来。 咖啡豆应该要存在密封的罐子里面, 但是, 对于刚刚烘焙出来的咖啡豆, 必须得等上约莫六个时辰左右, 让它释放出二氧化碳, 再进行密封。 解决完这一批咖啡豆后, 李奇立刻投入了第二次烘焙。 这一次, 他选择了一种较小的火候, 所以转动铁桶的速度也不需要那么快, 这很好地帮五小六节省了体力。 而咖啡豆对于火候和时间的要求, 那是极高的, 每一种咖啡豆的要求都不一样, 李奇自己也在摸索当中。 但是, 从刚才烘焙出来的咖啡豆的香味来看, 应该算是一次成功的。 其实, 他方才还有一点没有说, 就是目前的咖啡豆对于他来说, 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品种, 毕竟他接触的咖啡豆是九百年之后的, 天知道那时候的咖啡豆有没有变重, 这是一个关键。 所以, 他必须要多方尝试, 争取找出这种咖啡豆的各种味道。 因为, 一种土壤下生长出来的咖啡豆, 它的基调是不会变的, 它有着独一无二的风味, 但是, 它的味道是千变万化的。 李奇物子还在边上记录, 他得记住每种火候咖啡豆成熟的曲线, 因为他不仅仅是要喝一杯咖啡, 他是要将咖啡作为一种产品, 这就对制作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你不可能一个产品的咖啡每一罐的味道都不一样, 那就是对客户的欺骗。 吴小六也是任劳任怨, 咬着牙根在转动铁桶, 西图尔人仿佛回到了当初制作臭豆腐的时候。 这第二次烘焙的时间约抹第一次的一倍, 这可以说是两种极端了, 李奇希望先把这两个极端的时间和火候找到, 再摸索中间的味道。 烘焙完第二次后, 李奇就让吴小六休息一下, 而他亲自弄了一碗鸡腿饭, 外加一碗鸡汤给吴小六补充下体力。 吴小六有一个李奇最欣赏的优点, 就是真不挑食。 这小子如今是最先驱的大厨, 想吃什么山珍海味没有, 但是他一点也不在意这些, 有的吃就吃。 李奇做的这一海碗鸡腿饭, 他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不留一地米饭。 李奇看着正在拍着滚圆肚皮的吴小六, 笑道。 小六子, 你怎么还是这德行, 狼吞虎咽呢? 好像几天没有吃过饭了, 那还不是李哥你做的好吃, 我都好久没有吃过你的手艺啊, 不过李哥, 下回能放两个鸡腿不, 一个不够咱吃。 出息, 这一点你就满足了, 我还准备, 今天下午给你个养肘子呢。 养肘子? 李哥, 你说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经常? 不不不, 那就多谢李哥了。 刚刚吃饱的吴小六, 口水又快流下来了, 李奇哼了一声。 哎, 小六子, 你是马上就要成家的人吗? 可别一点定性都没有, 好好带小桃, 知道吗? 嗯, 李哥, 你放心就是了, 咱们是厨师, 咋还会让自己的女人饿肚子? 你一样就知道吃啊, 女人要求的可不仅仅是吃。 啊, 那还有啥? 啊, 算了算了, 跟你说你不明白。 我家里还有些好首饰, 待会儿送点给你, 你送给小桃当聘礼, 莫要寒颤了, 丢了你师父我的脸。 啊, 我知道了。 吴小六点点头, 但是, 他对钱这方面真是没有太多的追求, 李奇说要送他首饰, 还没有刚才李奇说要弄羊肘子吃来的开心。 这小子也真是一朵奇葩, 李奇又说, 你说我一直都想抱孙子, 你小子要挪点力, 可别到时你说一块在我头上来。 吴小六听得沉默起来, 过了片刻, 他红着脸小声道, 李哥, 有个问题, 我一直想问你。 什么问题? 这孩子咋生啊? 李奇也傻了, 还是第一回有人问他这么尖锐的问题, 他说, 你见过狗交配吗? 吴小六点点头, 又是一脸郁闷。 可我们是人呢? 大体上差不多, 就是那只不过是体位之一, 这个, 算了, 你有机会去问一个人, 他一定知道, 而且还会乐于给你解答。 谁啊? 高雅奈。 雅奈? 你放心, 我会帮你出面的。 心里暗叹。 哎呀, 这小子也真是可怜, 从小没爹没妈, 连婚前性教育都没有人教他。 二人窝在厨房里面的火炉旁睡了一个午觉, 毕竟他们都是厨师, 在厨房打盹也是时常的事。 休息完后, 师徒二人又开始了烘焙之旅。 一连几日, 李奇都和吴小六躲在后院捣鼓咖啡, 足不出户, 金刀出王到底还是金刀出王, 如今他已经烘焙出三种应该适合大众的口味, 口感叙中。 但是今日, 他不得不出门一趟, 因为年关马上就到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 进军都必须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如今, 李奇不用事事都吩咐仔细, 三亚已经有独立的演习训练系统, 而书密院的工作就是给他们分边, 这个是随机的。 李奇从一开始就是采取抓究的方式, 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京师进军都保持在同一水平上, 以让他们能够多多地相互合作, 别跟双生儿似的, 认定是哪个就一生都是他了。 这可不是选机友, 因为战争是瞬息万变的, 你如果用一套死方程去训练, 那么一旦出现意外, 你将会手忙脚乱。 当然, 惩罚还是不变的, 演习中垫底的军营将会没有年终奖, 只有普通的兴奉, 任何过年的福利都没有, 倒数第二第三都会减出相应的福利, 而他们失去的这些福利并不是朝廷收回去, 而是给表现最好的军营作为奖励。 这是典型的礼骑式训练法, 骂也懒得骂了, 大家年纪都不小了, 有些话说多了就不太好了, 干脆点能褶多劳。 这在以往都是太尉和舒密使安排, 但是赵凯即位之后改变了这种现象, 他是一个崇尚武力的皇帝, 对于军事抓得非常紧, 甚至还要超过了经济发展, 因为在他的认识里, 任何东西都是建立在一个强大的军事体系上面, 故此他对这方面是看得很重。 每年的这个时候, 他都会亲自出宫观看进军演习, 这也是礼骑今日出门的主要原因。 其实, 军演几日前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赵凯不会全程参与, 他只是偷偷来看一看, 他不希望, 士兵只是为了他的到来而在努力演习, 唯一知道这事的人, 除了他身边的人以外, 就是礼骑知道了。 寒风凛冽, 但是赵凯浑然不觉, 站在山头上, 仔细地观察下面进军的演习, 时而点头, 时而摇头, 但是, 礼骑却不以为然, 按道, 装什么高手, 你还不就跟我一样, 都是菜鸟一个? 啊不, 你应该比老灾差一些, 毕竟老子可是上过战场的男人, 就那阵行, 你看得懂吗? 说不知, 赵凯还真看得懂, 虽然他没有领兵打过仗, 但是他可是崇师道的徒弟, 而且又在西北待过, 他自己又对这方面感兴趣, 虽然都只是指向谈兵, 但是很多理论他还是背得滚瓜烂熟, 做一个将军或许稍险不足, 但是作为一个平叛, 他还是够资格的, 看了良久, 赵凯收回目光来, 确实一探, 李奇有些疑惑, 皇上莫不是觉得有什么不妥啊? 没有啊, 大家都很努力, 那皇上为何叹气啊? 你说这支军队能否打得赢金军啊? 呃, 这…… 李奇还真不敢夸这海口, 毕竟, 面前站着的可不是宋徽宗, 不太好忽悠啊, 赵凯心里也明白, 叹道, 哎, 自身强只是基础, 但是关键还是要比别人强, 如今我大宋虽然征服了胶纸, 大理, 吐蕃, 获得了不少马场, 但是众所周知, 大理马和吐蕃马虽耐利好, 但是很难与金国的马匹相比, 没有马, 我们只能防守, 想要进攻谈何容易啊? 原来皇上在担忧这事啊? 就算是玩游戏, 老是被动挨打, 不是也挺没趣的吗? 不过我觉得皇上的担忧 有些启人忧天了, 这今后还会不会是骑兵主宰战场? 还尤为可知呢? 我知道你指的是火器, 但是火器多半还是用在攻坚战上面, 一旦我们要进攻, 必定是在行走监与金国的骑兵相遇, 你也跟金军打过仗, 如果是遭遇战, 金兵的骑兵冲了起来, 那根本不会给我太多准备的功夫啊。 啊, 这我也明白, 但是皇上可不要忘记, 我们手上还有一只强大的水狮, 当初烟云危机时, 韩世忠就曾建议有水路出发, 直接进攻坪州, 骑兵跑得再快, 道路总是曲折的, 水师走得再慢, 却是一条直线, 在新式的数学里面有提到一点, 那就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我们犯不着从路上进军, 一旦他们被我们牵着鼻子走, 那么就很难打遭遇战了, 其实不管怎么样, 天下间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火器主宰战场了。 说到这火器, 赵凯也是挺兴奋的, 他说, 哎, 咱们许久没有去军器舰看看了, 择日不如撞日, 就顺道去看看吧。 遵命。 一行人又急急忙忙地赶往了军器舰, 来视察军演, 这自然越秘密越好, 忽然视察, 歹是李奇的一贯作风, 但是你去军器舰的话, 那就必须得事先通知了, 让郁文他们准备好, 免得耽误太多时间。 当赵凯决定去军器舰后, 李奇就让人先行去通报, 等他们来到军器舰的实验基地时, 于允文乌有才, 乌有华已经在门前攻扣, 不多时, 于允文已经从一个矛头小子转变成一个英俊青年, 由于他出身在书香门第, 虽然常年和一群工匠打交道, 但是他的举止投足间还是带着一股儒生气质, 赵凯李奇对于允文也是十分的喜爱。 于允文, 总是待在这里, 觉不觉得闷呢? 这一照面, 赵凯倒是没有谈公事, 反而非常热情地询问起对方的生活来。 于允文说, 回禀皇上, 这里面比外面有趣多了, 每天都能看到一些非常奇特的现象, 微臣总会觉得烦慢。 好, 那不知你们最近又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 说来给朕听听, 也让朕惊奇惊奇。 乌有华黑黑道, 皇上, 要说最近有趣的事, 莫过于一个木柴了。 木柴? 赵凯一愣, 好奇心被勾勒出来, 转头望向李奇, 见李奇一脸平淡, 他说, 李奇,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的? 李奇笑着点点头, 于允文盲道, 皇上, 这其实是师父提醒微臣的。 哦, 既然跟李奇有关, 那一定非常有趣啊, 快拿来给朕瞧瞧。 四, 乌有华转身就离开了, 李奇好奇不已, 这种东西不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吗? 片刻功夫, 他就明白答案了, 只见乌有华拿着一个棒锤走了过来, 说棒锤可能还不太形象, 更像是骨锤, 木棒的一端还有一个圆包, 算不得粗, 也就拇指一般粗细, 约磨一尺来尝, 李奇当时冒了一头冷汗, 这绝对是爆发祸的德行啊, 果然, 赵凯满脸好奇道, 你拿着一根骨锤来干什么? 黄三, 这不是骨锤, 这换作火柴。 火柴? 黄三, 你稍等一下。 乌有华说着, 就拿着火柴在地上一滑, 听得哗的一声, 圆包的一端突然燃起了火焰。 我…… 赵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吓得连退两步, 李奇忙道, 黄三无精, 这不会生人啊。 赵凯稳定住心神, 见就他一人吓到了, 稍显尴尬, 闪闪道。 这火柴还真神奇啊, 一刮就燃起了, 这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 黄三, 这要说起来, 那可就话长了。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突然想与允闻说。 不过允闻, 你就造出这么一根火柴了? 师父给徒儿这么多帮助, 若是只研究出 这种缺乏安全的火柴来, 那允闻怎好意思见师父? 监司大人, 这不怪允闻, 是小人弄着来玩的。 赵凯起初听得有些困惑, 但随即也明白过来。 不错, 这火柴虽然稀奇, 但是这一刮既然, 未免也太不安全了, 能不好会引起火灾啊。 皇上请见谅, 其实方才, 乌尔书手中的火柴, 只是最开始的火柴, 主要是为了让皇上能够一目了然地知道火柴的妙处, 而如今, 我们已经制造出了更为安全的火柴。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李希稍稍点了下头, 原来如此, 感情这鼓锤只是广告事物, 待会儿得让他们给自己留点, 到了宣传火柴的时候, 也好给大家表演一番。 说着, 云云文从袖中拿出一个小盒子来, 这盒子比后世的火柴要大, 大概有两个半那么大。 云云文从里面取出一根火柴来, 先是在地上滑了一下, 又再在自己的衣服上滑了几下。 赵凯一了一声, 咦, 怎么没有冒出火来? 皇上, 方才不是说了吗? 这是比较安全的火柴, 要是随处都能挂燃, 那还叫什么安全呢? 赵凯也反应了过来, 尴尬地点了点头, 他纵是聪明, 但是在这科学方面, 他就已除鸟了。 云云文说, 皇上, 这种火柴, 只能在这盒子的侧面, 才能刮得燃。 说着, 他就拿起方才那根火柴, 在左侧图有红林的砂纸上面一刮, 火柴棍立刻燃了起来。 由于刚才那根棒锤的存在, 导致这根火柴就变得更加神奇了。 因为, 方才那根火柴随处都能够刮燃, 而这却只能在举定的地方刮燃, 这让人觉得非常厉害。 欧有华站在一旁偷着乐, 显然, 他之所以先拿出那根棒锤, 就是为了这效果。 关于火柴, 这其实是李奇不止给运文的一道课题, 在当代, 要做火柴, 其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当然, 也没有青霉素那么难, 因为火柴中, 还是要牵扯到许多的化学问题, 至少当今世上可没有红林, 这种基础化学原料, 还是需要自己去摸索。 起初, 李奇是忘记这火柴了, 毕竟火柴的利润不是很大, 李奇当时一心都放在火器和赚钱上面去了, 等到他看到火器已经出涨成了, 但是这火没有跟上节奏, 没有火, 你火气再猛又有一个屁用呢, 这才想到了火柴。 正巧, 余隐文的化学知识, 也达到了一定的地步, 于是, 李奇就想到用火柴来考考余隐文, 让他们自己去操作, 去体会一个化学变化。 余隐文没有让他失望, 很快就将这火柴给弄出来了。 李奇也非常欣慰, 尝此下去, 一个科技帝国绝不是梦想, 不过, 他有生之年是一定看不到了。 赵凯道也没有心急, 弄来一盒火柴, 在那里淡疼地刮了几根, 呵呵道, 哈哈哈哈, 有趣有趣, 这火柴虽然看上去微不足道, 但是对于火气是一个完美的补充啊, 朕非常满意, 这盒火柴就送给朕了。 皇上要, 旁人哪里敢说不啊, 何况只是区区一盒火柴, 哗的一声, 赵凯又划然一根火柴, 双目望着小小的火药, 有感而发。 希望这一根小木棍, 能为朕照亮整个天下。 当然, 火柴只是一道开胃菜, 要是他们就弄根火柴来招待赵凯, 那绝对是军旗间的耻辱, 毕竟赵凯可没有常来, 赵凯主动问道, 对了, 那振兴炮可有增进。 回皇上的话, 如今的振兴炮, 还是会有爆管的现象。 微臣与乌二叔, 乌大叔, 经过许多日的研究, 污渍无法杜绝这一现象。 随后我们发现, 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除非再发明出一种新式炮来。 但是如今, 已经是将爆管的现象降到最低, 相对早新而言, 可以说是较为稳定了, 也早就开始批量生产了。 这火气是怎样, 你就得实话实说, 如果你在这里骗皇上, 那你将来也得骗士兵, 一旦打起仗来, 极有可能因为你的这一个谎言, 导致统帅对战局过于的乐观, 这就可能会直接团灭。 赵凯想到那振兴炮的威力, 以及那种独有的构造, 已经是非常兴奋了, 这一点点坏处, 还是可以容忍的, 点点头说。 嗯, 你们做得很好, 朕已经非常满意了。 可是皇上, 威臣以为振兴炮还是太重了, 只能投入到攻坚战中, 若是遭遇战和伏击战的话, 很少机会能够用得到, 而且过于笨重, 转移起来也相当困难。 这一点朕也知道, 这一点朕也知道, 但是有胜于无, 振兴炮将会在弓箭战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不过, 朕想你们可以制造出一种小型振兴炮。 哎, 威臣曾想过缩小炮身, 减轻重量, 便于移动, 但是屡屡未能成果, 其一就是火药太少, 无法造成大规模的杀伤, 其二就是十分不稳定, 经常发生爆拐的现象。 赵凯只是随口这么一说, 他当然知道,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 见到运闻垂头丧气的模样, 立刻安慰他。 哎, 你也别气馁, 你小小年纪能够做到如此,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朕相信假以时日, 你一定能够造出完美的振兴炮来。 呵呵, 失败乃是成功他娘, 我想看看, 这成功的娘, 到底长得是啥样? 云云闻一愣, 立刻反应过来, 忙道。 皇上师父, 请稍等。 炎霸, 他立刻带着两人去到了军气货, 赵凯瞪了李七爷。 好好一句话你就不会好好说嘛, 什么叫做失败是成功他娘啊? 呃, 抱歉啊, 微臣读书少, 还请皇上恕罪。 赵凯敢发誓, 这句话, 他绝对听了不下万次, 倒也懒得说了。 过了一会儿, 只见两个大汉, 抬着一根一米来长的炮管走了过来, 除此之外, 炮管下面还有一个交叉架。 排击炮? 什么排击炮啊? 呃, 没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目光却仔细地打亮下, 看着样式跟后世的排击炮极为相似, 毕竟排击炮本身就挺简单的, 云云文望着这炮, 尤为的伤神, 赵凯好奇道, 你这炮怎么炮口是朝上的? 回皇上的话, 这是因为师父曾与我做过多次实验, 发现我们扔出的任何东西都是以弧线落地, 故此我们就假设大地是有吸引力的, 而且弓箭手射箭也不是平射, 还有暴雨梨花剑, 也是选择用羊皮囊作为调整角度的工具, 所以微臣就在想, 这射击角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振兴炮虽然口也是朝上的, 但是不能调整, 这样就不能很好地瞄准, 故此, 微臣在考虑小炮的时候, 首先就把这射击角度考虑进去了。 赵凯听的是一知半解, 但是他也没有细分, 毕竟他也知道射箭, 知道这角度的重要性。 那你可有找出这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微臣也不明白, 这种小炮发生事故非常频繁, 师父, 你知道吗? 我也不清楚。 他对武器了解的太少了, 赵凯望着这架小炮有些遗憾。 要是这种小炮能够普及, 那就是太完美了, 扛着就能打, 关键是打了还能跑。 云允文见到赵凯失望的表情, 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又瞥了眼乌有华, 剑气已经在抓脑袋了, 好像挺急似的, 眨了眨眼睛, 忙到。 皇上, 虽然目前还造不出这种小炮来, 但是乌尔叔却发明了一种威力更加大的大炮, 而且构造极其简单, 运用也非常方便, 能应付各种突发状况。 他总算是想起自己了, 乌尤华是各种类奔, 赵凯听得大喜不已。 当真, 快先拿出来。 哦, 黄散请跟小人来。 一行人跟着乌尤华来到后面的火器实验场地, 好笑的是, 他们每一回来, 这片场地都得扩大不少, 但这是好事, 证明火器的威力射程是越来越远了。 这一回, 他们直接来到最里面, 一目望去, 感觉自己好像来到了一片菜地去的, 到处都是坑坑巴巴的。 这仔细一看, 赵凯突然发现, 有不少炮管埋于土坑里面, 就露出一个炮口来。 这一炮口可是吓得似人呢, 足足可以装一个周三郎进去。 赵凯心中一惊, 这也是火炮吗? 乌尔叔, 还是你来说吧。 他方才差点忘记乌尤华的新发明, 心中已经是过意不去, 哪里还好意思抢着风头。 其实他也不想总是由他来说, 只是乌氏兄弟没有读过书, 不太会跟皇上说话, 故事一直是由他来充当这中间人。 乌尤华黑黑道, 启禀皇三, 这其实是我胡闹弄出来的, 当初我见允闻研究那小炮的时候, 说炮管太小, 能装得火药有限, 威力不足, 当时我就想, 何不弄个大的? 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大铁桶来, 里面多放了些发射药, 然后将火药包…… 火药包? 哦, 这火药包也是小人想出来的, 原本火药包只是用布包住火药, 用来盛放的, 可是小人心里就好奇啊, 这么多火药爆炸起来, 那会怎么样啊? 于是小人就弄了一个火药包, 埋在地底下, 黄三你是不晓得, 这火药真是越多威力越大呀, 小人的耳朵当时都差点震聋了, 李奇听得直翻白眼, 你这不是废话吗? 难道火药越少威力越大? 有的话, 你倒是给我弄点来啊, 赵凯却听得很有兴趣, 笑着直点头, 哈, 你继续说, 所以小人就在想, 既然这火药包这么大的威力, 何不直接将火药包扔出去杀伤敌人呢? 于是, 小人就弄了一个圆形的火药包, 放入那铁桶里面, 先点燃发射药, 再点燃火药包, 拿晓得这一试就成功了, 而且威力非常大, 于是咱们就开始研究这火药包炮了。 皇上, 枕型炮是带不走的, 万一失败, 势必拱手让给敌人, 但是乌二叔这种炮, 构造非常简单, 那铁桶, 稍微壮一点的大汉, 一个人都搬得动, 没有火药包, 要了这铁桶也无用, 而且, 火药包的存在, 本来就是为了运送, 故此, 用这种炮, 比振兴炮更为简单, 实用。 李奇听着有些耳熟, 这种炮好像在哪里听过, 突然, 他双目一睁, 没良心炮? 嗯? 呃, 哈哈, 皇上, 你不觉得这名字挺霸气的吗? 赵凯堂堂状元之才, 怎会有此觉悟, 不明所以地望着李奇, 道士无有华, 破懂李奇之心, 在一旁念叨着, 没良心炮, 没良心炮, 哎呀, 倒也挺孙儿的, 哼, 有华, 此炮乃是出自你手, 既然你觉得好听, 那就叫做没良心炮吧, 况且这本身就是用来对付敌人的, 也不需要什么良心。 怪怪怪的, 这玩笑开大了, 这没良心炮提前诞生了八百多年啊。 李奇感觉有些发懵, 原来在历史上, 这种炮乃是我曾发明的, 当时我党穷啊, 没有炮, 一般都是人扛着炸药包冲锋, 但是, 这样毕竟不太科学, 于是我党精英就想到了用迫击炮的方式将炸药包送去, 没良心炮就应运而生, 而且曾一度在淮海战役大放异彩, 摧毁敌人无数重甲装备, 但是李奇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给乌有华弄出来了, 为什么说乌有华和韵文是完美搭档呢? 因为他们两个, 一个动手强, 一个理论强, 一个有着丰富的经验, 一个有着丰富的学识, 而且但凡出自乌有华之手的火技, 都是一些偏向实用的, 带有一点土技, 而出自于韵文之手的, 却是非常的大器正规, 所以, 他们二人绝对可以称之为黄金搭档, 这倒是令李奇很好奇的, 因为他也没有见过这没良心炮的威力, 赵凯笑道, 听你们说了这么多, 朕倒是真的很好奇, 你们就发射一遍这没良心炮给朕看看, 是, 乌有华亲自操刀, 至今他拿上火药和发射药就走了上去, 而赵凯他们则是不断的后退, 这么大的火药包, 看着都恐怖, 别看乌有华五大三粗的, 但是心却非常细, 每一个动作都非常规范, 但是他也比较小心, 而且非常怕死, 从铁桶底部引线的长度就可以看出来, 但见乌有华点燃引线, 立刻化身为肥猫, 三蹦两蹦就跳到老远的一个坑里, 只听得呼的一声, 呼见铁桶火焰冲出, 光这火焰都有杖许高, 飙射出来极为的壮观, 有件一个非常大的圆形火药包飞了出去, 划过一道美妙的弧线落于百步以外, 轰的一声, 只觉天崩地裂一半, 赵凯他们虽然早有准备, 甚至还用碎步堵住耳朵, 但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还伤他们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就这声音, 就这烟雾, 根本无需伤敌, 只要这么一声惊雷, 对方的战马一定会吓坏了去, 任凭对方骑兵的骑术再了得, 肯定也无法控制的了, 这一声爆炸, 炸得赵凯是各种爽啊, 好, 带乌有华从前面跑回来, 赵凯立刻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有华, 递着没良心炮, 真是令朕大开眼界啊, 就这威力, 哪怕对方十万惊奇, 也能在顷刻间灰飞烟灭啊, 说到后面, 他是自信满满, 多谢皇上夸奖, 若是到了真的战场上面, 我们还可以放些铁碎片和毒药进去, 这样就能够大规模地撒香敌赞了, 哎呀, 果然是没良心啊, 李奇和和道, 就这威力, 哪怕对方身着重甲, 也避免不了被刺穿呢, 呵呵呵, 看来朕心情不好时, 得多来这儿走走啊, 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于尹文几人诧异地望着赵凯, 你心情不好来这儿, 但我就完了, 因为朕每次来到这儿, 你们都给了朕意想不到的惊喜, 上回是朕心炮, 这回又见识了这没良心炮, 呵呵, 让朕心情大好啊, 于尹文听地心中长出一口气, 哎, 只要你觉得好就行, 李奇突然笑道, 皇上, 你以为这没良心炮, 对骑兵的作用大, 还是对步兵的作用大? 自然是对步兵, 对啊, 这种没良心炮, 构造如此简单, 万一金兵学来对付我们, 可如何是好? 哦, 皇上请放心, 这没良心炮看似简单, 但是其中还是有些诀窍的, 要是随意模仿, 可能会炸死自己, 还有, 皇上, 金国才成立多久啊, 他们会的火药配方, 是咱们十年前玩剩下的, 哪有什么威力啊, 而且, 他们没有任何的工业基础, 也缺乏火药的材料, 若是他真的用火药跟我们对战, 那微臣敢拍着胸脯保证, 他们死定了, 那你前面为何那般问? 皇上, 你似乎忘记, 我们其实还有一片战场正在激战呢, 你说的是日本啊, 干清你是真忘记了, 啊, 我可怜的艳妇啊, 你摊上这么一个堂科, 也算是够为时的了, 李奇真心为艳妇感到不值, 点头道, 日本多半都是步兵, 而且, 他们的步兵窥夹好, 但是, 他们的窥夹再好, 能抵挡得住这没良心炮吗? 微臣建议, 立刻造出大量的没良心炮, 投入到日本战场, 这样, 我们就能以最快最小的代价, 收获日本那巨量的精英。 赵凯晨音片刻, 突然呵呵一笑, 呵呵呵, 你说得很对, 朕险些把日本给忘记了, 若是没有平视的话, 朕可能还会忌惮三分, 毕竟补给太长远了, 而且还得登陆, 可如今有平视的大本营给我们做支点, 朕倒没有把日本放在心上了, 日本不过只是个岛国, 当尽早扫平, 若是拖久了, 反而可能会生变。 他又向乌有才说, 立刻大量生产, 没良心炮。 哦, 小人遵命。 接下来, 赵凯李奇又对军旗间的每一样火器都了解了一番, 虽然没有新产什么武器, 但是像暴雨梨花剑等火器都有了很多的改进, 变得更加完善。 视察完后, 李奇赵凯就出了基地, 来到基地外面, 赵凯伸了一个懒腰。 哎, 朕即位已来, 似乎头一次遇到这么轻松的年关, 以往要接见的外兵真是太多了。 哎, 这可能也是暴风雨的前夕啊。 看来你与朕想的一样啊。 既然皇上也是这般以为, 为何会显得这么轻松? 记得朕刚刚即位时, 情况远比现在要糟糕得多, 那时候朕与你不也挺过来了吗? 何况现在? 可是皇上…… 朕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想提醒朕不要骄傲自满? 但是朕这绝非骄傲自满, 如今完颜宗旺还活着, 朕又怎么会麻痹大意? 但是朕拥有必胜的决心, 啊, 朕的自信并非来自于朕自己, 而是朕的千万子民。 朕如今拥有我大宋建国以来最为广阔的版图, 百姓封一族时, 人口过万万, 粮仓一出, 何仇不灭他大惊? 其实你也明白, 这往下拖下去, 我大宋只会更加强大, 而他经过并没有太多的提升余地, 对于他经过而言, 这一战已早不宜迟, 与其吊在这里, 让你我每天都如坐针毡, 还不如早点开始。 朕和朕的百万雄兵都已经等不及, 这一战, 朕就是耗, 也要把他们给活活耗死。 皇上说得对, 如今我大宋进军亦非昔日可避, 又有雄厚的资本, 没道理我们担心。 只是可惜, 没有马的我们暂时也未能有很好的进攻手段, 只能后发之人, 但是无妨,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 有道是众箭无风,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听皇上这么一说, 倒真是有些让人期待了。 赵凯说着, 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朕说了大宋广阔的疆土, 就是这一战最坚实的后盾, 所以我们必须, 得尽早把吐蕃治理好。 李其见他躊躇满志, 于是说道, 皇上莫不是有什么好主意? 好主意倒是谈不上, 但是朕以为吐蕃可以借鉴燕山府, 燕山府之所以能够发展得这么快, 说实话, 你我都没有什么功劳, 关键还是在于宗泽。 由此可见, 对于这些刚刚收复, 铭心不稳的地方, 需要在那里树立一面旗帜, 由人去带动制度, 这样能够最快振兴吐蕃。 皇上说了极是, 但是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人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由于西域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那么吐蕃就是第一线, 可是在那里领军的无界, 虽然军事方面了得, 但是政治方面确实不敢恭维, 绝不是一个好人选, 而我大宋可只有一个文武双全的宗泽, 皇上不会是想将宗泽调去吐蕃吧? 宗泽年事已高, 吐蕃的气候他不一定受得了, 其实最开始朕曾写信询问过重宫, 希望他还能坚持一两年, 可是他回信给朕, 表明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是他为朕推荐了一个人。 谁啊? 西京赵鼎。 赵鼎啊? 李奇听得有些耳熟, 但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 赵凯恩了一声。 嗯。 此人净是出身, 宣和年间出任洛阳令, 因为在当初的开封保卫战时立下不小功劳, 故此朕继续留他在洛阳, 但是此人极为低调, 故此容易让人忽略, 可是据重宫讲, 当初他领兵前来救援时, 曾在洛阳停留了一段时日, 当时这赵鼎就向他出谋划策, 帮了他不小的忙。 还有一件事, 或许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开什么玩笑? 那场大戏, 可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 会有我不知道的? 李奇满心好奇道。 什么事啊? 其实在当时, 重宫心里是非常挣扎的, 他还在犹豫究竟是站在镇这边, 还是太上皇那边。 可是当时这赵鼎却识穿了我们的计策, 于是他就劝说重宫站在哪边不重要, 不应从内政方面去考虑, 应该选择对的一边, 大不了也就是一死, 但是若因为如此而耽误了大事, 万一开封府被迫, 那你重宫就是千古罪人。 是赵鼎的一番话打动了重宫, 才让重宫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站在我们这边, 这才有了我们后面的大反击。 但是赵鼎也知道, 此事可大可小, 故此请求重宫不要将此事说出来, 直到这次, 重宫才向朕坦白啊。 啊, 若是如此的话, 这人倒真是有点本事, 就当时而言, 连太虚、铜冠等人都被我们瞒了过去, 而他却能事先动小, 其才智可见一半。 说到这里, 他突然双门一抬, 心想, 哎哟, 我想起这人是谁了, 这赵鼎不就是和李刚齐民的南宋名相吗? 啊, 若是他的话, 那倒不是为一个好人选。 此人远见着实, 又能明断是非, 而且重宫还特别提到, 赵鼎在军事方面, 也给了他很多友谊的建议,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选, 朕也觉得如此, 所以朕想将吐蕃一分为二。 玉溪州和东女州, 又建立一府, 沿用前朝的安息都护府, 同管二州, 派赵鼎前去吐蕃, 出任着安息都护府的支府。 如此甚好, 若是只建立一府, 难免日后会生出祸端, 将其分而管理, 让他们相互牵制, 这样也能减少朝廷不少压力, 又建一府, 在治理方面又可提供很多便利。 朕也是这般想的, 朕已经与秦桧商量过了, 他表示没有意见, 若是你觉得可行的话,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微臣没有任何意见。 那好, 年后朕会先安排赵鼎立刻入京, 你与他先见上一面, 将你的高原仓库计划告诉他。 是, 微臣知道了。 好了, 这个清闲的年关对于你而言着实难能可贵, 朕就给你放个长假, 在家好好陪伴你的妻儿, 好好过个年。 皇上圣明啊? 这四个字, 朕从你嘴中听到不少回了, 但是为什么朕觉得你这一回是最有诚意的? 啊? 哈哈哈哈 哎, 这…… 李奇有些尴尬, 赵凯偏脸李奇, 哈哈大笑起来, 既然皇帝都说可以好好过个年, 那么李奇当然是欣然接受, 回到家又开始捣鼓起咖啡来, 他以前常常说七娘师娘一开始工作就废寝忘食, 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适呢? 又过去三遇, 这一日下午, 李奇提着一个小步道, 兴致勃勃地来到前厅, 正巧遇见耶律古玉, 他见李奇神秘兮兮地往大门走去, 于是开口喊道, 夫君, 你这是去哪儿? 啊? 是古玉啊? 夫君这是去找着咖啡的形象代言人呢? 形象代言人? 耶律古玉疑惑地瞧脸李奇, 李奇倒也没有细说, 招招手, 好了, 夫君先出去了, 晚饭就别等我了, 说着, 他就急匆匆地出门去了, 春节转眼将至, 虽然赵凯嘴上说, 这个春节比较轻松, 但其实对于他来说, 可也不是清闲到无所需需, 他还得查看各州府送来的报告, 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 今日天还未亮, 他就起床开始批阅奏折, 一直到下午时分, 这边上还放着一打厚厚的奏章, 也许感到有些疲惫, 他放下笔以来, 轻轻地摇了摇头, 又捏了捏双目, 稍稍休息了一会儿, 正准备继续工作时, 一个小太监突然进来通报, 启禀皇上, 书密使在外求见, 那小子来干什么, 赵凯一愣, 才说, 啊, 宣, 很快, 李奇就走了进来, 行礼道, 微臣李奇参见皇上, 免礼, 赵凯手一抬, 李奇抬起头来, 突然移了一声, 哎, 皇上看上去好像挺疲惫的, 你看上去倒是显得有些春风得意啊, 皇上看出来了, 那不知书密使有什么喜事, 要与朕分享啊, 哎呀, 皇上真是料事如神啊, 微臣对皇上的敬仰如滔滔江水, 免了免了, 你还是有事说事吧, 哦, 皇上, 最近微臣发明了一种饮料, 不仅好喝, 还能够提神, 今日特意前来敬献给皇上, 提神, 是什么, 李奇拿起一个很小的木桶, 就是他, 咖啡, 咖啡, 朕想起来了, 记得你以前就提过这咖啡, 而且还是赞不绝口, 怎么, 你已经做出来了, 皇上说得不错, 既然金刀雏王对这咖啡都赞不绝口, 那朕一定要好好尝尝, 皇上, 请稍等, 微臣现在就为皇上烹制, 李奇先上人弄来一个小火炉和一个小锅, 然后开始烧水, 随后将事先就磨好的咖啡粉倒了出来, 赵凯看着这黑褐色的咖啡粉好奇道, 这就是咖啡豆啊, 皇上, 如今这是咖啡粉了, 微臣事先将咖啡豆磨制成粉, 方便冲泡, 原来如此, 那这泡咖啡是不是与泡茶一样? 虽然都是泡, 但还是很不一样的, 毕竟对象不一样, 采取的手段也不一样, 赵凯 欧了一声, 耐心地看了起来, 话说回来, 这咖啡还就是矫情, 规矩甚多, 跟泡茶是一个道理, 有种种要求, 否则, 纵使咖啡豆再好, 冲法不对, 味道还是欠托, 在烧水的同时, 李奇没有闲着, 他先是拿出一个木质的漏斗, 又拿出一块圆形的面纱石的物体, 放进漏斗里面, 躲住漏斗较小的一端, 赵凯问道, 这布是用来干什么的, 皇上, 你可别小看这块布, 这是微臣最近发明的, 名叫过滤棉, 过名思义, 就是用来过滤的, 这年头可没有滤质, 只能用棉布来代替, 但是李奇更倾向于用过滤棉, 其实在后世, 还是有很多仿骨的咖啡店, 是用过滤棉来过滤咖啡的, 因为市面上有很多过滤质, 都带有化学物质, 这不但会影响咖啡的口感, 还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 赵凯稍稍点头, 想不到这冲泡咖啡, 有嫩得多规矩啊, 李奇笑了笑, 没有答话, 将漏斗放在一个洗干净的皇家专用的茶壶上面, 又倒了一些咖啡粉在过滤棉上, 然后取了一些温水, 倒了一点点, 将咖啡粉润湿, 再等烧沸的水稍稍冷却之后, 他还用手试了湿温度, 因为过高的水温会破坏咖啡的口感, 见温度差不多了, 他再拿起水壶来缓缓倒入漏斗内, 只见他的动作极轻, 水流非常的缓慢轻柔, 这样是避免冲力太大, 将咖啡粉冲入壶中, 一杯成功的咖啡, 里面绝对不能夹带半点杂质, 这是冲泡咖啡的基本要求, 要是去那些有名的咖啡店, 喝完之后, 你发现杯底还有浆糊状的咖啡粉, 那绝对是可以退钱的, 这泡茶向来就讲究多泡几番, 才能泡出最美味的茶来, 但是咖啡和茶是截然相反, 咖啡只能冲泡一遍, 标准的一次性冲泡, 这才能煮出咖啡的美味来, 绝不能泡第二遍, 这就要求必须一次性成功, 但是这对于理气来说就算不得什么, 这咖啡一冲泡, 一股浓浓的焦香就散发了出来, 赵凯可是从未闻过这种焦香味的, 起初他还稍稍皱了下眉头, 但是再一细闻, 不禁觉得这咖啡特香, 还将头伸了过去, 仔细地闻了闻, 嘴上还说, 嗯, 这咖啡的味道还真是非常特别啊, 皇上说的没错, 这咖啡的优点之一, 就是它这独一无二的香味, 这是任何食物都不曾拥有的, 朕的确是第一次闻到这种香味, 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有些怪异, 可是越闻越觉得像, 就像那种陈年老酒, 这咖啡的香味就跟它的味道一样, 也是越喝越香醇, 容易让人着迷, 赵凯听他说得这么好, 又闻着这咖啡的香味, 心中有些暗纳不住了, 望着那咖啡壶, 说道, 啊, 现在可以喝了吗? 哎, 再稍等一会儿就行了, 说着, 李奇选择了一个杯子, 只见这杯子壁, 都是有着金色的花纹, 显得极其尊贵, 一看就知是皇室用的, 那是非常的漂亮, 李奇将咖啡缓缓倒入杯中, 只见比水要稠的咖啡, 慢慢地往周围扩展出一道道的水纹来, 非常的诱人, 这咖啡都已经倒好了, 赵凯以为应该就能够喝了, 就说, 现在应该可以喝了吧?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 已经算是一杯成品了, 但是对于皇上而言, 这只能说是一杯半成品, 这咖啡还真是势力啊, 还得看人来的, 不是咖啡势力, 是, 是微臣势力, 相信这是皇上想说的吧? 呵呵呵呵, 朕可没有这么说啊, 啊, 老子费尽心思帮你调制咖啡, 你还暗讽老子势力, 这臣子真是没法做了, 连马屁都不能拍了, 李奇心中一口怒气憋在胸口, 赵凯倒是没有注意,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点弄啊, 朕可还等着了, 回禀皇上, 微臣在思考, 立法院有没有针对势力底下? 呵呵, 你这心眼还真小, 朕不过随便说说而已, 你还当真了? 可是, 皇上, 君无戏言啊, 嘿, 你还与朕卯上了是吧, 朕现在命令你炮, 这总行了吧? 呵, 这就行了, 李奇黑黑一笑, 手上又开始忙活了些来, 他先是拿起一个比较特别的汤食, 架在杯口上, 然后又取出几颗血白纯净的糖出来, 赵凯见糖方方正正, 棱角清晰可见, 说道, 这糖的形状好生奇怪啊, 好像比一般的糖要更加纯净一些, 哎呀, 皇上真是慧眼如炬啊, 这糖呢, 是微臣专门为咖啡配制的, 换作方糖, 方糖, 哼, 倒真是糖如其名啊, 李奇将几个方糖放入汤食上面, 这一举动让赵凯非常好奇, 他以为李奇会将糖生进咖啡里面, 随后, 又见李奇取来一个小嘴酒壶, 这嘴小的就跟吸管一样, 又将一股液体淋在糖上面, 这液体一出糊嘴, 浓浓的酒香当时掩盖住了咖啡的香味, 是天下无双, 而且还是天下无双系列中比较高度数的一种, 赵凯对这味道是再熟悉不过了, 暗自惊奇, 难道这咖啡还得陪天下无双喝? 淋了少许, 李奇撤下酒壶, 用竹丝从竹火上取来火种, 向赵凯说, 皇上, 看子歇了, 这可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其实哪里还用他说, 赵凯的眼睛已经瞪得非常大, 李奇将火苗往汤匙上移放, 呼呼两声惊响, 只见窜出一道火苗来, 火苗越窜越高, 纯蓝色的火焰在杯口尽情地摇摆, 如同一位阿罗多姿的少女在汤匙上起舞, 补起天下无双的方唇和方唐的焦香, 再融合那浓浓的咖啡香, 真是太妙了, 虽然这种明火烹制的方法, 赵凯在李奇手中见过很多回了, 但是这一次的火焰是尤为的漂亮, 而且香味非常之特别, 这种香味, 这种视觉上冲击, 真是太容易让人陶醉了, 茶再美味, 也是一杯清茶, 但是, 咖啡却能够绽放出如此美妙的火焰来, 看上去非常的高贵, 简直就是为皇室量身定做的, 在这方面, 茶叶就要稍逊一筹了, 但是, 这真的只是李奇在故弄玄虚锦上添花吗? 当然不是, 在火焰的高温下, 方唐开始融化, 落入咖啡里面, 如果你直接是用咖啡去融化方唐的话, 那做不到云尘, 更别提完美融合, 但是, 先将方唐融化为糖水, 最为关键的是, 这酒精发挥能够将方唐转化为焦糖, 还能增加焦糖的风味, 这才是这一道火焰最为巧妙的地方, 火烧尽, 方唐已经完全融入咖啡当中, 李奇拿起糖时轻轻地搅拌了一会儿, 才推到赵凯面前, 笑道, 皇上, 请享用, 赵凯已经按捺不住了, 拿起杯子来, 放在嘴边轻轻地吹了下, 小米一口, 这可是咖啡, 哪怕是小米一口, 已经可以尝尽其味, 盖因赵凯是第一次尝试咖啡, 故此, 舌头对这种味道过于的灵敏, 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没有想象中那般好喝, 毕竟咖啡豆带有一点点苦涩, 于是又尝了一口, 这一口下去, 这皇帝的舌头逐渐适应了这咖啡的味道, 觉得这苦涩之中又带有丝丝的甘甜, 十分香醇, 特别是还能闻到那醇醇的天下无双的酒香, 更增醇美之味, 正如那香味一样, 这咖啡不是一鸣惊人, 跟天下无双是两种极端, 天下无双就如同一位绝世美人, 他一出现, 立刻就能惊艳全场, 不管是香味, 色泽, 还是味道, 都能使得一切美丽的事物黯淡失色, 好像全场就只有他一个主角, 而咖啡就如同一个含蓄内敛的姑娘, 非常的耐看, 而且越看越觉得好看, 越是深入就越能发现咖啡的美味, 越长就越令人着迷, 一口, 两口, 三口, 赵凯很快就沉迷了进去, 越喝越香, 不知不觉中这杯子就已经见地了, 他意犹未尽地瞧脸杯地, 说道, 嗯, 这咖啡还真是越喝越好喝, 再给朕来一杯, 皇上, 这咖啡虽然好喝, 但是必须得适量, 否则对心脏不好, 每天最多只能喝两杯, 而且还不能放在一块喝, 是吗? 其实任何东西吃多了总是不好, 每种食物都有每种食物的限定, 区别就在于多和少, 只有合理搭配, 适量而食, 才能充分发挥食物对身体的补给, 皇帝嘛, 都是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 赵凯听了这咖啡喝多了不好, 于是也不再勉强, 只是没说两句话, 之前的皮态一扫而空, 整个人都觉得非常精神, 好像浑身充满了力量, 略带一丝惊奇, 你前面说的一点也没错, 这咖啡的确是一个提神的好东西, 朕才喝了一小杯, 方才的困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啊, 皇上知道好就行了, 这种笑容似曾相识啊, 赵凯协谋乔林李奇, 突然呵呵一笑, 不过书密使百忙之中抽空前来, 不可能单单就是为了给朕冲泡咖啡吧, 皇上为何这般说, 这好的东西, 微臣当然要和皇上一块分享了, 总不能独享吧, 无条件的, 当然, 呃, 李奇欲言幼稚, 脸色有些尴尬, 赵凯呵呵道, 哼, 说吧, 你又想干什么, 哎呀, 被他看出来了, 李奇甘笑两声, 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条件, 只是微臣想和皇上做一笔生意, 果然如此, 什么声音, 是这样的, 皇上也体会到了这咖啡的妙用, 其实很多官员有时候都因为太疲惫, 而导致忙中出错, 要是能在疲惫的时候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 缓解一下疲惫, 那岂不是事半功倍, 这倒是真的, 所以啊, 微臣就想在皇宫来开一间咖啡馆, 专门为大臣们服务, 但是皇上千万别跟微臣提前, 这太伤感情了, 为君分忧, 乃是微臣的本分, 微臣分文不取, 这倒是让赵凯非常惊讶, 这李奇是什么人呢, 大大的奸商, 他都说出分文不取这种泯灭良心的话, 但凡了解李奇的人, 此时肯定是非常谨慎, 不用说, 其中一定有猫腻, 赵凯狐疑的乔林李奇, 见其目光闪动, 更加确定了自己心中所想, 四寸少许, 他当时反应过来, 呵呵笑道, 你分文不取, 可是你还没有问过朕想不想收钱啊, 不会这么邪门吧, 李奇故作懵懂, 皇上这话从何说起啊? 这咖啡呢, 如今还不被世人所知, 该如何普及咖啡, 这对你而言倒也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想要最快地普及咖啡, 这可也非一事, 如果这第一家咖啡馆就开在皇宫, 那你不用动半点脑筋, 百姓就会争相追捧, 你这么精明, 其中利润就不用朕赘述了吧, 你说朕向你收钱是不是理所当然的? 皇上, 你这么算可就不对了。 哦, 那该如何算? 微臣承认, 皇上说得的确不错, 这正是微臣的用意, 但这绝对是一笔双赢的买卖, 首先, 这咖啡只有阿尔郡才能种之, 一旦咖啡普及了, 那么阿尔郡就多了一笔非常可观, 而且固定的收入, 这对于正在智力振兴二郡的朝廷而言, 无疑是减轻了朝廷肩上的重担, 其次, 就是税收, 原本这咖啡是没有的, 一旦咖啡普及, 一定能够刺激消费, 带动很多产业, 这将会为朝廷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 最后, 就说方才所言, 适量饮用咖啡的确能够有助于办公, 基于这三点, 皇上应该大力帮微臣推广着咖啡才行啊。 嘿嘿嘿, 哎呀, 不愧是我大宋首任经济史, 一旦牵扯到前, 分析得头头是道, 厉害厉害啊。 哎, 哪里哪里, 皇上过奖了。 似乎朕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绝对没有, 不, 微臣的意思是皇上英明神武自有判断, 微臣不敢妄言。 好吧, 就依你所言。 其实, 赵凯也看到了这咖啡也许能够帮助二郡以最快的速度崛起, 所以他才欣然答应。 李奇又说, 皇上, 其实微臣还有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请求皇上。 别说什么微不足道, 你说的每句话, 朕都是仔细斟酌的。 不好汉, 你这未免也太过了点吧, 我这么一个老实人, 用得着这样吗? 朕是的, 算了, 我不和你计较。 李奇又道, 嗯, 是这样的, 这咖啡和天下无双一样, 有很多种口味, 故此, 微臣已想弄一个系列出来, 而这种咖啡统称芸汐咖啡。 芸汐咖啡? 皇上想的没错, 盖音内子曾对咖啡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故此, 微臣便以内子的名字命名。 原来如此。 但这只不过是统称, 微臣还想为每一种口味的咖啡命名, 方才皇上喝到的咖啡, 乃是皇上触发了微臣的灵感。 皇上也看到了, 刚才的火焰, 显得是极为尊贵, 故此, 微臣就想为这种咖啡, 取名为皇室咖啡, 不知可否。 皇室咖啡? 赵凯一笑, 心里明白得很, 李奇这是要打着皇上的名号, 替咖啡做宣传, 但是,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他也习惯了, 点点头说。 好, 就叫皇室咖啡。 要不皇上就再做个顺水人情, 帮微臣写块招牌。 你这丝还真是喜欢得寸进尺啊, 要不朕再顺便把这咖啡赚来的钱, 也放进腰包。 报啊, 你还放少了? 李奇有些郁闷, 这话怎么听得有些耳熟啊? 罢了罢了, 朕就送佛送到西吧。 千万别, 西方有魔鬼。 嗯? 就是那完颜宗旺啊。 在封建社会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 天下百姓都会认为, 只要是皇帝用的, 那一定是最好的。 任何广告都比不上皇帝的一句赞美之词, 皇上说好, 那就一定好, 哪怕他在最初是拒绝的。 皇家咖啡馆, 皇室咖啡? 有了这两句广告词, 李奇已经不需要再过多地介绍咖啡, 因为再多的一美之词都比不上这两样。 这也是为什么, 李奇会拿着咖啡去皇宫找赵凯品尝, 他可不是冲着溜须拍马去的。 李师傅做任何事, 那肯定是有目的的。 当然, 这还不够, 最基本的宣传还是要有的。 这古代没有电视, 媒介就是一张报纸, 故此, 人言就是宣传的最好工具。 于是, 李奇在这大年三十的前两日, 在家准备了一个咖啡鉴赏宴会, 邀请了一些官商界的好友前来, 声势好大, 虽未见咖啡, 但是咖啡之名已经传遍京城了。 当然了, 他并没有邀请秦桧, 二元院长等人, 因为这是几个派别的, 若是他们前来, 这气氛一定会显得有些尴尬, 他们也不一定会愿意来。 如今春节将至, 他们可是忙得很。 其中, 李奇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借此让王瑶不露声色地入住他淑密师府。 今日一大早, 王仲林领着一家老小来到了淑密市府邸, 早先他就答应李奇, 全家都在李奇府邸过年, 表面上是图个热闹, 实际上是暗度陈仓。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也许在外人看来, 这再寻常不过了, 但是, 对于李奇来说, 这可不是一件能用简单来形容的, 这可是他苦苦期盼的, 因为从今日开始, 王瑶将会作为他的女人入住他家, 真是不容易啊, 赶紧带着封衣奴他们出门相迎。 王叔, 王爷。 李奇迎上去连连拱手, 白显诺季鸿奴他们也赶紧向王仲林夫妇行礼。 王夫人看到李奇的这些妻子们, 各个都是貌如天仙, 聪明绝顶, 不比他女儿差, 旁人弱得其异, 已经是尽了八辈子的福气, 心中唯有感叹, 这李奇还真是艳福不浅呢。 鲜血, 此番过年就打扰你了。 王叔叔也是非常兴奋, 自己最喜欢的女儿, 最终还是嫁给了自己最中意的人选, 这真是他多年以来的愿望, 你叫他如何不高兴呢? 李奇盲说, 哎呦, 王叔叔这话就见外了, 什么打扰不打扰的, 别说过年了, 就是你们常住都行啊。 后面的妻娘她们听到王仲林 直接了当地称呼李奇为贤婿, 纷纷带以狡黠的目光 妄想站在一旁的王瑶。 王瑶哪里惊得起, 她们这般眼神, 稍稍低着头, 脸色一片红霞。 可是, 这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 王夫人突然拉着她的手上前, 有一手拉起李奇的手, 将女儿的手放到李奇手里, 郑重其续道。 李奇, 今日我把女儿交给你了, 你今后可得好好待她。 她心里当然希望, 王瑶能够光明正大地 嫁到淑密师府, 但是李奇从未举办婚礼, 就连妻娘都没有。 虽然她不知道原因, 但是她也没有怎么去介意, 关键还是那道圣旨, 足以胜过任何婚礼。 不过, 这事在后世一般都是父亲做, 但是, 这可是北纵, 而且王夫人是管内的。 然而, 她这一个动作, 让李奇和王瑶都有些始料未及。 李奇倒是没有任何尴尬, 还沾沾自喜, 一手紧紧握住王瑶的手, 拍着胸脯说, 王姨请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带三娘的。 倒是王瑶见这么多人在, 而且还包括风衣奴白浅诺等一干好友在, 朽得脖梗都红了, 看着还真像是一个代驾的新娘。 风衣奴白浅诺突然走了过来, 白浅诺一手挽着王瑶的脸偶臂, 嘻嘻笑道, 王姐姐, 想不到你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夫君的手心。 风衣奴不留痕迹地挤开礼琪, 挽着王瑶的另一支玉币, 打趣道, 灵王姐姐你这么聪明的人都逃不出夫君的花言巧语。 唉, 我这心里啊, 就平衡了, 不是我太愚蠢, 而是夫君太狡猾了。 唉, 这话咋听着有点像是那句经典名言, 不是我君无能, 而是共君太狡猾了。 哼, 你们两个真是太无法无天了, 连老公的女人都敢抢, 岂又此理。 李其被挤到一边, 连手都没得摸了, 心中郁闷不已。 我说小枫同学, 你夫君我有这么不堪吗? 白浅诺多着嘴, 那夫君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堪咯? 啊, 我可没这么说。 风衣奴又说, 那夫君你觉得你拥有我们和我们拥有你? 究竟是谁更有福气? 李其被绕得有些头昏, 还愣了下, 才谨慎道, 呃, 自然是我更有福气。 白浅诺继续说, 哦, 那按照夫君的相对论, 结论是什么? 李其微微一愣, 缓缓垂下了头, 你们很看, 那么相比较起来, 就是我不看。 夫君还真是绝顶聪明呢, 白浅诺风衣奴哥哥笑了起来, 平时, 李其常见用相对论调侃他们, 如今终于自食其果了, 王瑶也是忍俊不禁, 倒是王仲林夫妇看得有点泛愣, 这还是以前那个风衣奴和白浅诺吗? 李其一脸委屈地望着王仲林, 王叔叔倾壳一声, 拍了拍李其的肩膀, 哎呀, 闲逊啊, 大丈夫就应该如此, 你没有看的娘子都笑得很开心嘛, 这就足够了, 说着, 他低声在李其耳边说, 小子, 我还不如你呢, 李其竖起大拇指, 哎呀, 王叔, 你这番话真是太精辟了, 小婿也是这般想的, 心里却想, 这人都住进来了, 你们能阻止多久, 也对, 今日我得装君子, 在王叔面前好好表现一下, 呸呸呸, 什么装君子, 老子本就是君子, 王夫人呵呵一笑, 看到你能如此, 我也就放心了, 李其狡猾, 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 他起初还真担心自己的女儿会受到欺负, 但是这一进门, 他突然发现这疏密师傅处处透着女权主意, 心里也就比较踏实了, 众女一阵大笑, 大鸟, 这时候, 李正熙不知从哪里杀了出来, 兴奋地跑了过来, 带来到李其身旁, 他先是恭敬地向王仲林夫妇, 以及他们的子女一一行礼, 一看就是有家教的孩子, 但凡遇到长辈, 这一礼是切记不能少的, 这就是华夏的美德, 王夫人笑道, 正熙真乖, 王瑶见到李正熙, 也是高兴万分, 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来, 将李正熙抱了起来, 这许久未抱, 王瑶突然觉得有些抱不动李正熙了, 笑道, 正熙, 你最近长高了不少, 干娘都快要抱不动你了, 干娘, 正熙现在每天都吃很多饭, 而且还天天锻炼, 争取早一些长大, 那样, 正熙就能保护娘, 干娘, 凤一娘, 七娘, 耶律一娘, 这孩子, 真是太懂事了, 王瑶听得感动不已, 一手怜爱地摸了摸李正熙的小脑袋, 殊不知, 这其实就是李七的遗传呢, 可是, 小正熙数到最后, 唯独把李七遗漏了, 李七有些郁闷, 儿子, 你是不是还忘记了什么, 李正熙茫然地摇了, 李七不爽道, 难道你就不保护爹爹了, 可是爹爹有马叔叔保护, 马叔叔可厉害了, 而且爹爹不是说帮人要雪中送炭, 不要锦上添花吗, 季红奴眉头一皱, 大哥, 你, 你怎么能跟正熙说这些呢, 啊, 啊, 我, 我, 我也不记得,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季红奴沉眉向儿子说, 正熙, 娘平时是怎么教你的, 君子贵人见己, 先人而后己, 怎么能区别对待, 要是夏回娘, 再听到你这么说, 你就回去, 面壁思过, 哦, 对不起, 孩儿知道错了, 哎, 这你骂正熙, 不就是在骂我吗, 李奇挠了挠头, 这弯有些转不过来了, 也不知道是该点头还是该摇头, 后见其他人都眼中带笑地望着他, 老脸一红, 打了个哈哈, 汪叔, 汪爷, 咱们别站这说话了, 快进去坐吧, 讲, 讲, 一干人来到前厅, 只见白石中夫妇坐在厅内, 由于白石中年纪大了, 又生理场重病, 白且诺不是很放心, 于是早些日子, 就把这二老, 以及他的那些哥哥姐姐们, 接到了府上来住, 但学归根结底, 他们还是客人, 而且他们还比王仲林夫妇要大, 自然不会出门相迎, 见到好友来了, 笑呵呵道, 哎呀, 仲林来了呀, 白兄, 别来无恙了, 他的一杆子女也赶紧上前向白石中夫妇行礼, 白夫人笑道, 哈哈,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用不着这么见外, 说着, 眼带笑意的乔连李奇, 当着丈母娘的面, 诱惑家人, 李奇真的有些尴尬, 他知道, 此时待在这里, 一定会被丈母娘调侃的, 而且还有白且诺封一奴这两大左右互法在, 这想想都觉得恐怖, 此时不溜, 更待何时呢, 呃, 老战人, 王主, 小婿还得去前面招呼客人, 就先失陪了, 抱歉, 抱歉, 哦, 你去吧, 我和仲林啊, 好好说会儿话, 谢, 李奇顶顶头, 转身就出去了, 这里面是恐怖, 但其实外面也不见得很安全, 这不, 一来到门前, 就遇到了克星, 只见高崖内, 还是第一个钻出马车, 见到李奇, 那是倍儿兴奋, 招手哈哈道, 哈哈哈哈, 哎, 李奇, 说着, 他就准备跳下马车, 可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将他抓了回去, 正是樊少白, 未等高崖内反应过来, 樊少白就跳下马车了, 快步向李奇走去, 书密使, 恭喜恭喜, 少白, 我只是请你来吃饭的, 可没有喜事要与你分享啊, 樊少白来到李奇身前, 笑道, 呵呵呵, 书密使马上叫裁员广介, 这生意是更上一层楼啊, 这若都不到喜, 那我真是太失礼了, 李奇呵呵一笑, 没有作声, 樊少白凑了过来, 低声说, 这咖啡豆, 都得老你金刀处王亲自动手, 想来定妃反我, 不知可有合作的机会啊, 平时他从不和高崖内争, 但是一旦牵扯到利益, 那他定是冲在最前面, 这就跟高崖内看到美女一样, 李奇心如明鉴, 笑着点点头, 哎, 当然有, 有钱大伙一块赚嘛, 樊少白听了大戏, 他虽然没有见过咖啡, 但是李奇都为这咖啡举办宴会, 李奇是什么人呢, 大宋第一富商, 其中利润可想而知, 这个少白, 真是救死李, 竟敢抢在本崖内身前, 本崖内, 要去找他好好说道说道, 高崖内被樊少白抢得先手, 只觉威风尽湿, 心中愤怒至极, 可是, 当他又准备跳下马车, 找樊少白算账时, 又有一只手将他拉了回来, 高崖内气得转头一看, 见柴聪正笑隐隐地望着他, 极其愤怒, 柴聪, 你干嘛拉我, 柴聪微微笑道, 雅内, 你向来都要争第一的, 是也不是, 高崖内挠着头有些不解, 什么正第一, 本崖内一直以来就是第一啊, 何需要正, 这绝对是法子肺腑之言, 无耻, 柴聪按骂一句, 嘴上去笑道, 那不就是了, 这第一已经让少白躲去了, 崖内若此时下车的话, 岂不是就成第二了, 高崖内一愣, 还真是这个理啊, 柴聪呵呵笑道, 既然不能做第一, 那就做倒数第一吧, 好歹也是一个第一啊, 说着, 他就跳下了马车, 后面出来的红天酒, 朝着还在沉思的高崖内说, 哥哥, 我觉得柴聪这番话太有道理了, 我就不和哥哥争着倒数第一了, 以免伤了哥哥的威风, 说着, 他也跳下了马车, 就留下可怜的高崖内, 孤零零地站在马车上, 四小公子, 我看是四朵奇葩才是啊, 李七剑他们四个连下车掉争论一番, 当时一阵无语, 挫着额头, 头疼不已, 李大哥,李大哥, 那咖啡是啥, 除了能成仙吗? 红天酒一下马车, 立刻使出了一型幻影, 闪现到李七身边, 兴奋的他竟然挽着李七的手臂, 问东问西的, 李七被他吵得是一个头两个大, 奋力地抓住小九的手臂, 激动道, 小九,小九, 你冷静点,冷静点啊, 你这样别人会以为老子是弯的, 弯的? 红天酒迷惘地眨眨眼, 柴聪走了过来, 笑着点点头, 算是打了个招呼, 相比较起来, 李七还是喜欢装逼王的风格, 至少安静, 走开走开, 最后下车的高崖内, 那是怀着一肚子的远气, 一上来, 就将柴聪和红天酒推到一边, 又上下打量了下李七, 这二货又准备干什么? 李七问, 你这么看着我坐山? 高崖内嗡了一声, 老气横旧, 哎, 李七, 你成熟了不少啊, 李七一头冷汗, 此话怎说? 高崖内裂开嘴一窍, 哎呀, 李七啊, 你好生想想看, 你多久才主动请咱们吃一顿饭, 你这铁公鸡是终于开窍了, 李七哼了一声, 呀那, 我要是铁公鸡的话, 我就在大年三十, 拿着你寄存在我们最先驱的账本, 上你家要钱去, 樊少白有些惊喜, 怎么, 你们最先驱也有这四的账本? 李七说, 没你樊楼那边后, 哎, 那真是令人遗憾啊, 樊少白拍了拍牙内的肩膀, 你还得继续努力啊, 高牙内没好气到, 哎, 你当我想去给你捧场吗, 我那是给宋嫂捧场, 你别自作多情啊, 你, 这四个在一块, 真是够让人头疼的, 李七忙说, 哎, 好了好了, 先进去再说吧, 心里又补充一句, 呀呀配的, 你们不嫌丢人, 我还嫌呢, 几人进的府内, 高牙内突然说, 哎, 小文没有来吗, 李七愣随即明白过来, 这家伙是来显摆的呀, 也罢, 这本就是你的专长, 若这都不让你显摆, 你丫活在世上, 那真是没意义了, 他笑道, 牙内, 你还真是厉害啊, 提前一个月就完成了, 不愧是情圣啊, 高牙内一边的轻抚并向红花, 一边得意洋洋的说, 那是, 本牙内说, 要他们过年前睡到一块儿去, 那就绝不会食言, 柴聪轻横道, 哼, 你还好意思说呢, 差点新郎宽就成你了, 这绝对是一个猛料, 李七满脸八卦,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这又是怎么回事? 柴聪说, 当日小文成婚时, 这丝喝得鸣鼎大醉, 嚷着要指导小文洞房, 赖在新房不肯走了, 不愧是牙内, 果然够生猛, 李七听得大吃一惊, 高牙内怒道, 哼, 你还好意思说呢, 我是他们夫妇的恩公, 这有可不可, 倒是你们这群家伙, 不讲义气, 竟然把我给打晕了, 弄得本牙内第二天起床, 发现脖子怎么失败的, 柴聪说, 当时你死活不肯走, 拖得拖不动, 还躺到人家床上去了, 你还嫌不会丢脸吗, 要不要我待会儿去找胎尾拼拼力, 高牙内立刻萎靡了下去, 柴聪, 你可别忘了规矩啊, 任何事都不能告父母的, 礼奇眼眸一转, 突然笑呵呵道, 哎, 雅内, 我这里, 倒还有一个人需要你知道的, 知道啥, 生孩子呀, 哎呀, 什么帮不帮的, 说这就见外了, 高牙内一泊云天地说道, 这个简单的喊, 你告诉我是谁, 我去帮他生就是了, 这家伙难道又进化了, 幸亏没有说出小六子的名字, 李奇惊恐道, 但我什么也没有说, 说这, 他赶紧转移话题, 对了, 太尉八斤叔他们呢, 红天就说, 哦, 我爹爹他们晚些就会来了, 那胖子呢, 三郎原本是想跟我们一块来的, 但是他爹爹说什么, 一家人怎能分开来, 所以三郎会和周叔一块来, 过了一会儿, 高球, 红八斤, 红七公, 周青和九叔等人, 陆陆续续的到了, 都是拖家带口的, 大大小小, 鱼莫有二三十余人, 幸亏这书密师傅够大, 否则的话, 真不一定容得下, 随后, 郑义夫妇也就到了, 李奇虽然没有邀请政治上面的人士, 但是郑义的夫人可是张润儿, 她的得意门神, 故此, 她才邀请了郑义夫妇, 此外, 吴芙蓉, 小玉, 阿南, 还有怪九郎一家人, 也都赶来了, 年迈的菜经, 是最后一个才到的, 看得出, 她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这古董级别的吃货, 今日终于又能尝到金刀出王座的美味, 你叫她如何不兴奋, 如何不高兴呢, 转眼间的功夫, 舒密师傅可就热闹非凡了, 前院, 李正熙带着一帮小孩, 至少也有三十多个, 在那里疯狂地奔跑, 玩得可疯了, 这些小孩, 当然只是来热闹的, 咖啡可是和他们无缘, 而大厅内, 则是三三两两围聚在一起, 分享着一年来的喜悦和收获, 这里面, 很多人原本是没有交集的, 也不可能会有交集, 但是, 因为李奇的到来, 让他们变得有交集, 如今官商已经不分价了, 故此, 里面很多人, 其实都是生意上的伙伴, 过了一会儿, 李奇来到大厅, 朝着众人拱拱手, 笑道, 多谢各位能够赏脸前来, 李奇倍感荣幸啊, 现在, 咖啡已经准备好了, 还请各位随我去往花园, 品尝咖啡, 今日的主题绝对是咖啡, 不带有半点证据和生意的味道, 一干人等早就等不及了, 立刻跟着李奇前往花园, 因为, 自从王瑶和李奇相互袒露心生之后, 李奇就开始把秦府的花园, 搬到自己的府邸来, 因为他知道, 王瑶最爱花, 这花园迟早要搬过来的, 这秦府的花园, 可是一年四季, 都会有鲜花开放的, 此时虽是冬天, 而且还是在大雪出庭之际, 白雪矮矮尚未融化, 但是, 厚厚的白雪不能掩盖住花香, 当李奇带着大伙, 挨到花园外面时, 就闻到阵阵花香, 宛如置身于春季, 进到花园内, 一目望去, 遍地开满鲜花, 色彩蛮蓝, 赏心月末, 在白雪的衬托下, 让每一朵鲜花, 都显得高贵纯洁, 十分美丽, 王瑶忽见自己心爱的花朵, 绽放在眼前, 不仅欣喜万分, 又情不自禁地瞧脸李奇, 也不知是不是心有灵犀, 李奇正好也往他这边看来, 目光在冷冷的空气中相遇,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虽然花园的主色调还是白色, 但是今天的主题, 却是和白色相反的黑褐色, 但见如今的花园, 已经经过了不小的变动, 在花园的中间, 搭建着一个个亭子, 用廊道连在一起, 在亭子下面, 放着一张张形状不一的桌子, 有圆桌也有方桌, 有两人做的也有四人做的, 但是不管是大桌还是小桌, 上面都铺着一张五颜六色的桌布, 很是鲜艳, 与亭外的鲜花相得一张, 其实咖啡的颜色是非常单调的, 在花式的咖啡也不过如此, 但是李奇觉得, 咖啡的味道却是非常丰富, 不应用单调的色调来衬托咖啡, 过此, 他选择营造出一个色彩斑斓的环境, 色彩反映的不是咖啡的颜色, 而是品尝咖啡的人的心境, 在廊道上还摆放着不少的火炉, 每个火炉旁都站着一个妇人, 这可是咖啡, 一般的咖啡都是要热的, 现煮现喝, 无疑能够很好地保存咖啡的口感, 这一幕忘却, 很简单, 很清晰, 不像以前的那些宴会, 搞得非常隆重, 但又别有一番滋味, 各位请, 请, 李奇和一杆宾客进到里面, 因为这是古代, 男女不能同袭的, 但是, 这对于李奇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其实, 他在改造这个花园的时候, 就想到怎样能够更好更方便地观赏花园里面的风景, 于是他就在花园的南面和北面的墙外建造了两个餐厅, 一共三楼, 虽然是建造在墙外面的, 但是, 经过工匠们的巧妙搭建, 二楼三楼都有一个阳台, 二楼的阳台, 咬绿小于三楼的阳台, 但是, 都是深入花园内的, 站在花园里面看上去, 就像是空中楼阁, 坐在上面, 花园内的风景是尽收眼底, 如果是坐在上面品尝美味的话, 可想而知, 那是多么的美妙, 这男婿自然是坐在亭内的, 而女婿则是上到餐厅的阳台上, 这些人可都不是讲客气的种, 当然了, 正义要除外, 她是君子吗? 大伙都拉着自己的好友, 找了一个好位子坐下, 一边观赏着花园的奇花异草, 一边交谈着, 一边等着美食上桌, 好不快乐。 李妻自然是陪着蔡京, 白石中, 高秋等人, 坐在中间最大的亭内, 许久未出门的蔡京, 见到这么多好友, 不明也是非常高兴, 浑浊的双目, 略微扫视利益, 笑呵呵道, 李妻啊, 你这一次请了这么多人来, 看来对这咖啡是充满了信心呢。 我做菜有缺过柴米油盐, 但是从不缺乏信心。 不过, 太师, 这咖啡它不太适合老年人喝, 你待会儿尝点就行了, 客必多喝, 我会时刻监督你的。 这咖啡都还没有上呢, 你小子别这么扫兴好不, 老夫的心情全让你给坏了。 换作是别人, 我还懒得说呢。 李妻在这方面, 倒也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主, 冷冰冰地说道, 要是你老人家倒在我府上, 那才叫扫兴呢。 蔡京无言以对, 偏过头去, 懒得大理李妻, 李妻可不管他愿不愿意, 反正这也不是第一回了, 高求对此早已经是见惯不怪了, 只是淡淡一笑, 又向李妻问道, 李妻啊, 你这咖啡都是上回那大义史节吃的红豆吗? 哦, 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哦, 此话怎讲啊? 其实咖啡豆也是一种果子, 只是咖啡豆的新鲜果肉过于酸苦, 不适合入口, 只能加工之后, 才能将咖啡豆其中最精华的美味激发出来。 哦, 这果肉不好吃, 经过加工才会好吃, 这倒也真是新奇啊。 哼, 好不好吃, 那还得吃过才知道。 哎呀, 这老小老小, 说得果然没错啊。 李妻呵呵一笑, 哼哼, 太虚说得是。 过了一会儿, 只见一个个女币端着一个个托盘, 分别来到每张桌旁, 这真是万众期待啊。 请享用。 女币们非常有礼貌地说了一句, 然后将一个个杯子放在客人面前, 虽然已经是现煮现喝, 但是为了能够尽量地保存咖啡的温度, 所以杯上都是加盖儿的。 菜经这老货已经瞪不及了, 这杯子刚刚放稳, 他就揭开杯盖儿了, 只见里面是一杯类似古铜色, 又带有一点点奶白色的液体。 呼呼闻一股浓香从杯中散发出来, 在他们认识的世界中, 除了酒以外, 还从未有过其他的饮料, 能够散发出如此浓香来。 高秋突然说, 诶, 怎么我闻到了一股奶香味啊? 这杯咖啡的名字就叫做牛奶咖啡, 因为我在咖啡里面添加了牛奶, 不, 应该说我在牛奶里面添加了咖啡, 适合在这上午十分享有。 哦, 这咖啡呢一定要趁热喝, 否则口感会差很多。 就算李奇不这么说, 菜经等人也没耐心再等了, 纷纷端起自己手中的杯子来。 先是闻了闻, 这种浓香真是太诱人了, 而且是独一无二, 他们也从未闻到过。 好在他们个个都是绅士, 有教养的, 避免李奇还得赘述一遍喝咖啡的规矩, 都是只是小米一口。 但就是这一小口, 却给他们的舌尖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体验, 也只有咖啡和酒能够具有如此爆发力, 即便是小米一口, 就已经足够品味其中的美味。 菜经虽然是大宋第一吃货, 但是年事已高, 味觉已经在慢慢地退化, 稍微清淡一点的菜式, 他都难以准确地尝出来。 但是, 这牛奶咖啡却让他眼中一亮, 这牛奶咖啡一入口, 就让人觉得润滑顺畅, 仿佛使人浑身轻松许多, 气氛瞬间变得轻松起来。 而甘甜香醇的热牛奶, 也让干苦的咖啡摇肾一变, 变得柔滑香甜, 甘美浓郁。 纵使受次品尝咖啡的菜经, 不禁也是难以抗拒其中的诱惑, 连连赞道。 嗯, 妙, 这牛奶咖啡真是太妙了, 浓香细腻, 口感饱满, 更令人惊叹的是, 这里面虽然奶香浓厚, 但是其中那一丝丝非常特别的味道, 并未被奶香掩盖, 反而让奶香变得更加的饱满, 细腻, 不再单调, 融合得恰到好处啊。 哎呀, 好啊, 有此一辈, 就不需此行了。 不愧是大宋第一吃货, 即便是第一次品尝咖啡, 也能很快地抓住这牛奶咖啡的精髓, 其实, 方才菜经他们喝的, 就是后世一种比较有名的咖啡, 叫做拿铁, 准确地来说, 是义式拿铁, 如果从分量上来看, 这应该叫做牛奶, 因为牛奶和咖啡的比例是五比一, 而且是将咖啡加入到牛奶里面, 但是, 咖啡有一个特性, 就是非常张扬, 跟酒机为相似, 你只要加入了咖啡, 它的味道就能散发出来, 任何香味都不能掩盖, 咖啡从不遵从什么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 就跟李奇的性格一样, 在咖啡的世界里面, 但凡有我, 我就是主宰, 故此, 即便牛奶占有的分量是咖啡的五倍, 但是咖啡物资是主角, 但是, 牛奶咖啡毕竟还是属于一种花式咖啡, 不能尽情地展现咖啡的美味, 按道理来说, 这是咖啡首次面向大众, 李奇应该完全突出咖啡的味道, 不应该弄什么花式咖啡出来, 不过, 在李奇的食物观念里面, 从来都只是做最适合客人的美味, 而不是最应该做的美味, 这就好比有些人常说, 你怎么连红酒都不爱喝呢, 你太没有品味了, 你怎么吃蛋炒饭, 太寒蝉了, 你怎么从不穿西装, 太不深屑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口味, 不喜欢只是不喜欢, 仅此而已, 不能代表什么, 我喜欢蛋炒饭, 你喜欢牛排, 这只是个人的口味不同, 你硬要扯到身份地位上面, 硬要说服别人喜欢你喜欢的, 那就显得有些抢人所难了, 而拿铁的意义就在于随意, 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不被他人所左右, 不像一些小资人家, 追求所谓艺术, 追求潮流, 追求刻意, 追求的永远不是自己喜欢的, 而是别人喜欢的, 他们也没有错, 这或许就是他们想过的生活, 但是, 不代表别人也要这样, 要是李奇弄一杯黑咖啡了, 估计全城也没有几个人爱喝, 而对于汉人的大众口味, 多数人还是喜欢花质咖啡, 经过一些加工的咖啡, 为了能让大家完全地体验咖啡的味道, 就弄一些不符合他们口味的咖啡去让他们体验, 这有意义吗? 这也不符合商业原则, 故此, 李奇才会选择着拿铁, 先让大家体会咖啡的味道, 然后再深入了解, 从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咖啡味道, 而拿铁的话, 因为调制的时候, 是以牛奶为主, 奶香味大家都非常熟悉, 所以不会让大家产生抵触感, 同时间也能了解咖啡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而牛奶配咖啡是一个经典组合, 何谓经典, 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被大众所接受, 从来没有一个经典是不被大众接受的, 花园中的男人喝的是拿铁, 但是阳台上的女人喝的可不是拿铁, 而是卡布奇诺, 这个名字虽然不是李奇命名的, 只是他从后世带来的, 但是出自他手中, 自然又有另外一番解夺了, 关键就在于后面两个字上, 奇和诺,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奇和白浅诺, 李奇没有使用拿铁, 而是用了统称牛奶咖啡, 但是他却保存了卡布奇诺, 也就是因为这两个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显然, 当少女将咖啡的名字说出来时, 白浅诺就成为全场的焦点, 其实在这之前, 李奇已经调剧出卡奇诺鸡尾酒,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用他和白浅诺的名字命名了, 芸汐咖啡虽然也是用刘芸汐的名字命名, 但是奇诺是用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命名的, 其意义自然要更深远一些, 对此, 风衣奴季红奴他们都没有任何不满, 连基本的吃醋都没有, 白浅诺毕竟是李奇的第一个女人, 因为她的宽容, 他们才能够嫁进李家, 她理应要得到更多, 这就是众女的想法, 一杯杯泛起牛奶泡沫的卡布奇诺放在女人们的面前, 就光着奇特的造型就足够吸引女人们的眼球了, 这卡布奇诺一般分干湿良重, 干的就是牛奶少泡沫多, 吐出咖啡的味道, 湿的就是泡沫少牛奶多, 类似于拿铁, 咖啡的味道比较清淡, 李奇自然选择后者, 还是那个道理, 一开始就重口味的话, 他害怕客人一下子接受不了, 白浅诺双手捧着热热的杯子, 心里都是暖的美滋滋的, 还调皮的轻轻吹动下飘在上面的泡沫, 然后才小喝一口, 最开始感受到的还是牛奶的浓香甘醇, 随后才感受到略带一丝苦味的咖啡, 这甜中带苦, 但是每一口的味道始终如一, 就跟李奇以前做给他的眉开眼笑一样, 不管再怎么升级, 但是味道始终还是那个味道, 这不就是爱情的真谛吗? 别说他了, 即便是封伊奴苏云等人, 都从卡布奇诺里面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意义, 咖啡最有魅力的地方, 就是它的味道是复杂的, 这是因为咖啡不是咖啡豆的原味, 而是在烘焙中经过了复杂的转换, 也造就了咖啡那独一无二的口感, 复杂到每个人都从其中找到自己最爱的一种味道, 与以往宴会气氛不同的是, 这咖啡宴会显得比较安静, 酒喜欢热闹, 咖啡却喜欢安静, 而且最奇妙的时候, 咖啡能让你的情绪变得安静, 至少李奇没有见过谁拿这杯咖啡到处乱走, 逢人就说先干为尽的, 大家一边品尝着咖啡, 一边交谈着, 真是轻松惬意, 可是, 仅仅吃咖啡, 那又显得有些单调, 总得准备一些糕点上来, 原本这糕点和咖啡 应该一同上, 但是, 李奇为了点名主题, 故此选择先上咖啡, 再上糕点, 等这一轮品尝完后, 糕点就陆续地盛上来, 不管这咖啡的花样如何多,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咖啡的味道始终还是以咖啡豆为根源, 同一杯拿铁, 选用的咖啡豆不同, 味道还是有所差异, 这就导致每种咖啡豆配的点心都不一样, 而胶纸生产出来的咖啡豆, 味道比较浓厚, 经过李奇多次试验, 发现这种咖啡不太适合搭配一些甜度较高的甜品, 反而适合一些口感清新甜度降低的糕点, 这第一道上来的甜点就让大家眼前一亮, 焦黄色的一块块的饼干, 但是形状不一, 有方形的有心形的非常可爱, 而且香味独特, 菜经有些好奇, 李奇, 这是你新做的点心吗? 不错, 这点心换作姜饼 呃, 姜饼? 菜经等人纷纷困惑地望向李奇, 李奇笑着解释道, 啊, 姜饼, 顾名思义, 就是用姜和面粉做的, 除此之外, 里面还有蜂蜜, 红糖, 杏仁, 蜜餐果皮, 以及香辛料等等, 是专门配着咖啡吃的, 而且, 众所周知, 这姜片能够缺寒, 在这大冬天的日子吃姜饼, 那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这姜饼, 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点心, 最早可见于古罗马帝国时代, 德国人最爱这姜饼, 也是德国人做的最好吃, 其中, 德国的纽伦堡更享有姜饼之都的美誉, 可见一斑, 正义拿起一块来尝尝, 因为这是刚烤出来的, 故此姜味特别浓, 但是, 因为底气在姜饼表面上, 撒了一层糖霜, 故此吃上去甜甜辣辣的, 口感十分的刺激, 再喝一口咖啡, 那味道完全就出来了, 连连点头, 嗯, 这姜饼还真是别有一份风味啊, 而且与平时那些点心, 有很不一样的风味, 李奇暗笑, 这是欧洲人发明的, 当然口味有别于中途点心, 菜精也吃了一小个, 这姜味一次性, 浑身都觉得暖哄哄的, 他笑道, 要是单吃这姜饼, 倒也算不得非常好吃, 但是配上这牛奶咖啡, 味道融合得恰到好处, 牛奶的香醇, 能够很好地缓解姜味对舌头的刺激, 就如同油条蘸着豆浆喝, 呵呵, 太虚说得不错, 这食物啊, 就跟穿衣服一样, 需要搭配, 需要看人去的, 也许有些衣服看上去并不怎么好看, 但是增添一个小小的事物, 就变得非常好看了, 或许穿在某个人身上不好看, 但是穿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就变得非常的合身了, 菜经等人听得是频频点头, 这也是食物最妙的地方, 这糕点好生漂亮啊, 高球突然拿起另外一个盘子装的糕点来, 只见这糕点呈现金黄色, 上面满是芝麻, 极其漂亮, 李琦说, 哦, 这是脆皮马蹄膏, 是用鼻器做的, 鼻器普通的马蹄膏呢, 这种脆皮马蹄膏要更加香脆, 口感也更佳, 鼻器, 高球点点头, 放入嘴中, 稍稍咀咀利盘, 连连点头, 嗯, 不错, 不错, 香脆可口, 味道香甜啊, 正义成一口, 笑道, 嗯, 更为巧妙的是, 这脆皮马蹄膏, 外面香脆, 里面却是爽滑, 弹性十足, 嗯, 两种极端的口感混合在一起, 感觉十分的奇妙, 而且显然, 这脆皮马蹄膏是经过油炸的, 不然外面也不可能如此的香脆, 但是却一点也不油腻, 而是充满着, 鼻器独有的清甜脆爽的感觉, 非但如此, 这清爽之中, 又混合着芝麻的香, 这味道, 真是复杂又简单啊, 王仲林呵呵一笑, 方才那姜饼搭配着咖啡吃, 最美味不过了, 但是, 这马蹄膏若是放在咖啡之后吃, 比起那清新的感觉, 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大家听后, 纷纷一言视了一下, 果真如此, 因为牛奶咖啡的味道非常浓, 而鼻气的清爽, 正好能够平缓舌头那种浓郁细腻的感觉, 反倒是让人情不自禁地又喝了一口咖啡, 感觉异常奇妙。 李希听他们字字朱击, 都不用他开口, 就能够准确地指出这其中的奥秘, 暗自庆幸自己今日做足的功夫, 这些人可是不好忽悠的呀。 虽说这是咖啡盛宴, 但是咖啡只是一种休闲饮料, 不能当做饭吃, 李希也不可能就是请他们来这里吃一杯咖啡, 基本的午餐还是不能少的。 这拿铁适合早上喝, 暖胃又开胃, 不知不觉中, 这一杯咖啡就见地了, 但是大家的精神却是不错, 聊得非常起劲。 李希作为主人总不可能坐着, 和蔡经他们聊了一会儿, 就借故起身离开了。 他来到其他桌子旁, 和其他的客人寒暄几句, 忽听得一人嚷嚷道。 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 对不起红公子, 我家大人吩咐了, 一人顶多也只能喝两杯呗。 为什么? 小妹妹, 做人要学会变通的, 这可是你家主人说的, 再给我们来一杯吧。 李希举摸望去, 只见以四小公子为首的公子歌集团, 正围在一张桌旁, 周三郎, 邓春, 沈文, 一一载烈, 而方才说话的, 正是红天酒和高雅内, 这对黄金组合, 苦恼地摇了摇头, 走了过去。 只见他们一群人, 正在一边玩炸金花, 一边品着咖啡, 十分地悠闲, 笑道。 我说你们几个, 还真是会过日子, 全当自己家学的。 哟, 李希来了。 李大哥, 你来得正好, 这位小妹妹也推不懂事了, 我叫她再弄杯咖啡来, 她还说你吩咐了一人最多只能喝两杯, 这肯定不是李大哥你说的, 这可不是代客之道啊。 红天酒站在椅子上, 愤愤不平地说道, 李希压了压手。 你小子能否坐下来说话? 哦, 红天酒立刻又蹲了下去。 不好看, 原来做对于你来说, 就是蹲啊, 难道这才是传说中的自备马桶哦? 李希无奈地翻了下白眼, 这是我说的, 这咖啡可不能喝多了, 不过你放心, 待会儿吃完饭后, 还会有更美味的咖啡, 暂且先忍耐一下吧。 樊少白喝喝笑道, 说明是呀, 你这咖啡真是奇妙, 这人越喝越有精神。 李希说, 这咖啡的确有提神的作用, 但是喝多了对心脏不好。 周华突然说, 还有一点, 就是尿多, 不行了不行了, 我上个厕所先, 李大哥你先带我玩一把。 说着, 他就颠着一身肥肉离开了, 高雅内赶紧拖着李希, 呵呵道。 哎, 李希, 来来来, 玩去吧, 帮我转转月, 今日我的手机太贝了。 这个该死的二货, 真把我当福星了? 行, 落井下石的事情, 我可是最擅长的。 李希听高雅内的语气中, 似乎有拿他当明灯的意思, 又想起过往种种, 这二货对自己犯下的罪孽, 不免暗怒, 于是说, 好, 我就陪你们玩去吧。 他来到周华的位子上, 目光一扫, 发现他们个个面前放着的都是纸, 没有铜钱, 这拿起来一看, 好气又好笑。 干清朝廷推出这钱票, 就是方便你们赌博的呀。 这些只正是钱票, 如今第二批已经发行了, 这第二批钱票, 是联合二十七家正店和喝酒书的杂货店, 以及一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商家联合发行的, 有着充分的保证, 拥有这些钱票的人, 可以直接在这些店家里面消费, 十分的方便, 高雅内黑黑道。 那是, 这钱票真是方便的。 樊少白哼道, 至少让某些人找不到不带钱的理由了。 李奇心中一句, 他说的不是我吧? 高雅内立刻说, 啊, 少白, 你什么意思, 本雅内是真的嫌钱太重了, 本雅内像一个欠钱不还的人吗? 樊少白拍了拍自己面前那一袋厚厚的纸。 那这是什么呀? 李奇定睛一看, 好奇道。 少白, 你这可不是钱票啊。 樊少白一脸怒气地扫射了其他人一眼。 这些就是他们几个在我樊楼欠下的账单。 望天的望天, 看脚的看脚。 哎呀, 聪明人哪, 我咋没想到, 不行, 待会儿, 得让阿南拿着他们在我最先去的欠单, 跟他们赌上几把。 李奇见柴聪也是一脸心虚的模样, 说道, 柴聪, 你也有份啊。 柴聪轻轻嗡了一声, 尴尬道, 啊, 以前的钱, 的确不方便。 高雅内有些不耐烦。 哎呀, 说那么多做善, 到底还玩不玩啊? 这欠单不是让你放在桌上了吗? 咱们又不是不认账? 快点快点, 等会儿李奇可叫走了, 我得抓紧机会。 哎呀, 上把谁赢的, 还不快发? 欠钱的还有理了。 樊少白哼了一声, 拿起扑克来, 发了起来, 高雅内嘀咕道, 谁叫你总是一样, 真是的。 樊少白双眼一瞪, 红天酒立刻说, 少白, 发错了。 樊少白低头一看, 还真是发错了, 当时一脸尴尬, 高雅内呵呵一笑。 过妆过妆, 一人一贯, 表示惩罚。 利奇, 你果然忘我。 你这丝闭嘴。 樊少白和李奇一口同声道, 特别是樊少白, 气得人都快晕厥过去了, 但是他也聪明, 没有给钱票, 使劲地翻了翻, 一人给他们一张欠单。 李奇看得是佩服不已。 这你嘛, 简直就是在空手套白狼啊, 厉害, 真是厉害啊。 谁人都知道, 这些账, 高严的他们铁定不会还的, 恐怕也只剩下这种方式, 才能让那些账单发挥应有的作用。 过妆之后, 恰好就轮到李奇, 李奇拿起扑盒来, 笑呵呵道, 运气还不错嘛, 一上来就能做妆。 他洗了一下, 带他们一人扔了一贯钱票上去, 然后才美人发出三张来, 又拿起自己面前的三张看了一眼, 笑音引导, 这上来就做妆, 总得一丝一丝一下。 李奇拿着面前的一打钱票, 扔到中间, 锁哈。 李大哥, 你, 哎, 哎, 忽听得一声鬼哭狼嚎一般的惊呼, 说是取纳十块, 李奇身后伸出一双肥手来, 正好捧住那一打被李奇扔出的钱票, 这人不是周华是谁呢? 李奇惊讶道, 胖子, 你牙这么快, 不会是随便找角落解决的吧? 周华挤着小眼睛, 李大哥, 幸亏我来了, 这里可是我一个月的零用钱呢。 李奇更是惊讶, 你一个月的零用钱这么多? 还有我存的私房钱。 周华又朝着几人说, 能不能收回来? 高雅内瞧了自己手中的牌, 呵呵笑道, 哎, 当然不能, 怎么, 这可是规矩, 不能坏啊。 李奇瞧李彦周华, 悲叹地谈道, 哎, 我说胖子, 旁观者不语, 明白吗? 一边待着去。 感谢您的收听。 周华, 周华泪眼汪汪。 哦, 可是这是我的钱呢? 是你叫我帮你玩两手的, 一边去一边去。 说着, 他就拉着周华的后衣领, 将这胖子给拖开了, 高雅内嚷嚷道, 你们更不敢? 柴从乔里崖内拍一照, 红天九, 徐飞, 邓春三人也相继将牌盖上, 高雅内赶紧拿出一打钱扔了上去, 黑黑道。 我看, 我看。 他倒是不是在乎这钱, 关键怕输了没面子, 要是这一把赢了, 他就能转亏为赢了。 随后的樊小白也将牌盖上了, 高雅内将扑克网桌上一辆, 嘻嘻道。 嘿嘿嘿, 不大不大, 就是一对小A, 一对A还不大啊。 李奇瞪了眼周华, 则道。 哎呀, 都怪这胖子, 要不然他们谁敢跟呢? 高雅内说。 哎, 李奇, 快两排吧, 别磨叽了。 李奇深呼吸一口气。 能不能不算呢? 当然不能, 那好吧。 李奇点点头, 叹道。 哎, 我九大。 高雅内大喜, 哈哈一笑。 啊,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你是投机的,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高雅内双手一张, 趴在桌上, 正准备将钱票全部收拢过来时, 李奇突然说。 等一下, 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我说的是九大的铜花, 说着, 李奇就把三张牌给亮了出来, 只见他的牌是九五二, 当真还是九大, 只不过都是没话的, 高雅内面色灯石僵硬住了, 李奇转头和周华鸡的下场, 笑道。 胖子, 你的眼睛大有长进啊。 周华舔着大肚子, 呵呵笑道。 嘿嘿嘿, 过奖过奖, 这都是平时牙内教我的, 牙内成让了, 嘿嘿嘿。 说着, 他脸都笑开花了, 两只肥爪从高雅内双手住起那一道坚固手墙上方, 将钱票全部抓了过来。 高雅内眼睁睁地看着那一堆堆白花花的钱票飞向对面, 气得蹦了起来, 伸出颤抖的兰花指指向李奇。 李奇, 你, 你磕我这么多魂, 这才只是报复的开始。 李奇忍着笑。 啊, 我得去厨房看看, 你们谁输的钱得赶紧了, 待会儿就要吃饭了, 啊? 哈哈哈哈哈哈。 说着, 李奇就笑哈哈地离开了, 他不敢再继续逛下去了, 因为他知道高雅内的钱已经不多了, 生怕内斯会来找他借钱, 于是直奔厨房而去。 其实, 关于今天的午餐, 昨晚他就已经在准备了, 将一切都准备好, 接下来就是烹制。 这一点, 他已经嘱咐过了吴小六, 鉴于小六子现在的厨艺,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来到厨房, 他又全部检查了一遍, 这才吩咐全部上炉。 这种规模的宴席, 那对于金刀厨王来说, 真是小菜一碟。 午时准时开戏, 一干客人又一家前厅, 当然, 女人还是留在花园旁的餐厅, 虽然他们今日都是冲着咖啡来的, 但是要知道, 这可是金刀厨王的府邸, 以前李奇在最先居的时候, 他们还能经常尝到李奇的手艺, 可是这几年, 李奇几乎不去最先居做菜了, 他们其中有些人都有好几年没有尝过李奇的手艺, 故事, 对于今天的午餐也是相当期待。 这第一道菜, 很快就盛了上来, 是一道鸡肉, 非常符合宴席的标准, 可是, 却有不少客人感到稍稍的失望。 从菜式上看, 算不得奇特, 只能算是中规中矩, 色泽洁白带油黄, 洁白的是鸡肉, 油黄的是鸡皮, 并且每人还发了一滴酱汁。 这菜式太简单了, 一点也不像金刀厨王的作风, 至今还游记了那一道, 由河豚做的日月蒸灰, 气吞山河, 以炷作画, 还有那一道二十四桥明月叶, 以诗作菜, 还有那一道千手观音, 以美人作菜, 金刀厨王厨品, 那必属精品呢。 可是相比较起来, 这道鸡肉就显得有些过于平淡, 而且都是已经切好的, 只不过是拼成一只完整的鸡, 那么肯定也不会是内有乾坤。 有道是, 这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菜精可是老吃货, 一眼看去就暂许地点点头, 白石中好奇道, 太师, 这道菜有何讲究啊? 菜精呵呵一笑, 讲究倒是不知道, 但是这道菜, 可是非常考功夫的。 王仲林又说, 不就是一道普通的鸡肉吗? 关键就在这普通上。 菜精笑道, 越是普通的就越考功夫, 这鸡肉咱们都吃了几十年了, 各种关于鸡的菜式, 老夫吃了不下百余种, 但是鸡肉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说着, 他突然看向同样精通厨须俱道的正义, 二郎啊, 你可知晓, 是嫩, 正义点点头, 嗯, 不错, 就是嫩, 不管菜式怎么变, 都是越嫩的鸡肉, 就越好吃, 这是鸡肉的特色, 如何将食物的特色发挥到极致, 这里的学问可大了, 同样也是最难的。 说着, 他记着盘中的鸡肉, 继续说, 其实很多酒楼的菜都有些滑而不实, 看着是华丽, 但是味道很是一般, 而这道菜却是食而不滑, 这可也是一种境界, 这道鸡肉, 嫩得都可以用眼睛吃出来了, 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 这就是鸡肉最大的特色, 也是老夫见过最漂亮的鸡肉。 众人听得频频点头, 又再仔细地看脸那鸡肉, 从皮到肉都是非常的嫩滑, 甚至嫩到什么地步, 那鸡骨上还带有丝丝血丝, 但是, 这血丝并没有让人觉得恶心, 反而觉得嫩到了极致, 可想而知,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鸡肉的鲜嫩, 里其并没有争主太久, 导致骨头上面还有血丝, 给人一种反扑归真的感觉。 菜经已经等不及了, 夹起小块鸡肉, 就这么轻轻一夹, 鸡肉里面已经渗出了香浓的汁水, 通常形容女人许常说到娇艳欲滴, 如今将这词用到这道菜上面, 也是十分的贴切, 同样都是那么的诱人。 鸡肉入嘴, 正如想象中那般, 鸡肉鲜嫩, 嫩到滑嫩到爽, 菜经情不自禁地赞道, 嗯, 真是皮爽肉滑, 肉嫩骨香, 更难能可贵的是, 这道菜完全就是鸡的原汁原味, 不带半点意味, 啊, 哎呀, 没有尝过此道菜, 就不能说自己知道鸡肉是什么味道。 李奇的父亲曾说过, 食物是不具有完美的, 因为完美的食物是不需要任何烹制的, 这也是世上为什么会存在厨师, 厨艺的存在, 就是用来弥补食物的缺点, 由此, 也可以将厨艺分为三个境界, 这第一个境界, 就是熟, 以煮熟为家, 因为再怎么样, 熟的始终要比生的好吃, 当然, 一些口味特别的人是例外。 第二个境界, 就是掩盖。 在煮熟的基础上, 用别的材料去掩盖煮食的缺点, 拖出食物的优点。 第三个境界, 就是原汁原味, 单用厨艺去除食物的缺点, 尽可能地保证食物的原汁原味。 如果用别的材料来掩盖,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 也掩盖了煮食的优点。 这是最高境界, 也是最难的。 为什么无相难做? 就是因为, 无相是将很多种食物的原味激发出来。 无相的做法, 几乎就是炖、熬、煮, 然后再经过合理的融合, 将每种食物的原味融合在一起, 烹制成一道大自然的美味。 所以, 在品尝无相时, 人会情不自禁地感觉 自己身处在大自然中, 一会儿置身于草原, 一会儿置身于云端, 一会儿置身于海底。 这就是因为, 无相其实就是大自然的原味。 而这一道鸡肉, 也就正是如此。 鸡肉的特点就是鲜嫩, 无它, 一道成功的原味, 就是要将主食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也是为什么菜经说这道菜是非常烤旧功夫的, 因为你要保证鸡肉的原味, 那么你就不能用太多的佐料, 而且火候要刚刚好, 一旦在鲜嫩上有任何偏差, 那这道菜就是失败的。 其他人一听菜经都说, 不尝此鸡, 就不能说自己尝过鸡之味, 这可是非常高的评价。 纷纷怀着好奇, 夹起了一片鸡肉放入嘴中。 这第一感觉, 就是鲜嫩, 而且还是鲜嫩到了极致, 特别是对于一些老人来说, 这种清口味的菜, 更是符合他们的味觉, 无一不较爽的。 他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人不可貌相, 菜同样也不可貌相。 说密使。 随着一阵骚动, 只见李奇走了进来。 李奇和宾可依依点头示意, 然后来到菜经这张桌旁, 笑道。 怎么样, 还合口味吧? 你做的菜, 从来就没有不合口味的。 来来来, 快与我等说说这道菜。 李奇坐在王仲林身边, 全场都安静下来, 似乎都在侧耳倾听。 不用搞这么大阵仗吧? 李奇笑道。 其实啊, 我方才在外面, 听到了太师对这道菜的评价, 该说的太师都说了, 其实这道菜换作白斩鸡。 总结太师的话来说呢, 就是肉熟骨不熟, 肉不带血, 骨中带血。 这一道白斩鸡可是非常有名的, 经就不衰。 为什么? 因为它代表的就是鸡肉的原味, 吃鸡吃鸡, 不就是吃鸡的味道吗? 而且, 任何时候鲜嫩都不会过时, 但是即便在后世, 真正能够将白斩鸡做到极致的, 恐怕也不过百人, 因为这对于火候的要求, 实在是太高了, 一点都不能差。 菜经重复默念了几遍, 稍稍点头。 说得好, 肉骨本就不易, 若是骨也熟了, 那肉肯定老了, 肉不带血, 骨中带血。 这八个字说来容易, 但是做起来可就不容易啊, 不愧是金刀出王啊。 哎, 过奖, 过奖。 忽闻一阵鱼香飘进厅来, 香味浓时, 这第二道菜就上来了。 相比较起第一道菜刚开始的失望, 这第二道菜一上桌, 众人皆是眼中一亮, 乍一看, 仿佛盘中是一件青黄色的盔甲, 悦目诱人, 急剧视觉冲击。 且不论味道如何, 这菜式还是相当吸引人, 十分的奇特。 菜经赶忙问道, 利奇, 你这道菜又有何讲究啊? 哦, 这道菜换作麒麟鲈鱼。 麒麟鲈鱼? 高求瞧脸这道菜, 见其油光闪闪, 倒真有点那么个意思, 点点头笑道。 真是菜如其名啊。 哦, 原来是鲈鱼做的。 鲈鱼是主料, 另外还有火腿, 冬菇, 冬笋等等配料。 火腿, 冬菇, 冬笋? 嗯? 菜经仔细在这道麒麟鲈鱼上面看了一眼, 并未发现火腿冬菇的踪迹, 心想, 难道他指的是将那些配料熬成汤淋在上面? 心中不免好奇, 于是夹起块鱼来, 发现鱼肉中间是另有乾坤, 呵呵一笑。 哦, 老夫看明白了, 原来是鱼肉做皮, 火腿做馅。 原来, 这鱼块看着厚实, 其实是用两块鱼肉包着冬笋冬菇各一块, 而冬笋和冬菇中间又夹着一块火腿, 这种组合还真是见所未见。 啊, 难怪这鱼肉看上去特别厚实, 就跟麒麟甲一样, 原来里面还藏有美味。 正一说着, 就将鱼块放入嘴中, 抽咬时, 只觉鱼香肉嫩, 可是当吃到中间的冬菇和冬笋时, 一种清爽感环绕在舌尖, 就跟一味清洁工似的, 方才舌尖上的那一点点油腻感, 顿时消散得无影无踪, 这清爽过后, 又冒出丝丝咸味, 浓厚的火腿味散发出来, 以鲜入口, 清爽居中, 咸味入味, 极其地开胃。 而且, 这三种反差非常大的味道, 让这道菜的口感变得非常饱满, 值得让人回味无穷。 美, 实在是太美了, 正义咀嚼得忘乎所以, 等他再睁开眼时, 再想尝一块细细品味之时, 发现盘子已经空了, 因为菜式的原因, 这道菜的分量也有所限制, 也就是十块, 刚好一桌人一人一块, 这让同样是专业吃货的正义, 稍感遗憾, 只能喝一口天下无双, 在刺激下鱼留下来的美味, 竟带着第三道菜上桌。 平时, 他们这些达官显贵吃宴席时, 恐怕吃完了都还剩一桌子菜, 因为他们不比普通百姓狼吞虎咽, 他们都是细细品味, 尝个味道即可。 但是有个前提, 那就是这菜不是李奇做的, 但凡是李奇亲自下厨的菜式, 那都是上一道消灭一道, 如今每张桌上, 都只剩下两个空盘, 唯独一个有料的还是酱具。 洪天酒开始拿着筷子敲碗。 怎么还不上菜啊? 我都快饿死了。 洪八斤双目一蹬, 咆哮道。 你这兔崽子, 是不是找咋啊? 差点忘记爹爹也字, 洪天酒赶紧正金为坐。 八斤叔可是一个暴力狂啊。 高求笑道。 八斤, 倒也别怪小九, 这菜眨眼极空, 着实难等啊。 暴汗, 这能怪我吗? 我是怕一块上的话会冷掉, 我也没想到你们都是一群土匪, 上一道消灭一道。 李奇尴尬道, 抱歉, 抱歉, 是在下招待不着。 菜精赫赫一笑。 嘿嘿, 无妨无妨, 这美味儿, 值得让人等待, 也正好让我们回味一下。 不愧是老吃货, 说的就是有道理。 李奇感动得都快哭了, 真是理解万岁。 这还真不是菜上漫了, 而是他们吃得太快了。 不会都是饿了几天吧? 李奇看着这么多人都干等着, 而且迫切地需要美味儿来填充自己欲望的他们, 也无暇闲聊, 气氛非常安静。 李奇办了这么多回宴席, 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么尴尬的宴会, 正准备叫人去催催, 听得阵阵碎碎的脚步上。 众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门口, 这看上去就是几天没有吃过饭的人, 只觉一阵清爽之风稀了, 在这大冬天的宛如如玉春风, 让众人躁动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 每个人的鼻子都不自觉地抽动下, 眼中透着金光。 只见一个个少女端着菜盘走了进来, 这菜盘刚一上桌, 红天酒就是急不可耐地将罩子给解开了, 惊呼道, 哇,好漂亮啊。 其他人纷纷转头望去, 隐隐见到盘中摆放的是几朵梨花, 又赶紧揭开自己桌上的罩子, 只见十朵梨花微微地摇晃着, 真是唯妙唯小, 而且每一朵梨花都是窝在一层圆形白玉状的泥土里面, 宛如天成一清二白是赏心悦目, 啥是漂亮, 这道菜一看就知道很有讲究。 菜经还仔细地观摩了一会儿, 才说, 这下面的一层玉泥应该是豆腐做的, 可是这梨花又是什么做的呢? 是笔器做的。 这笔器拥有地下雪梨之城, 极白无瑕, 用来做梨花那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正义有好奇道。 那这道菜换作什么名字? 这道菜的名字有点长, 叫做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白石中眼中一亮, 激动道, 哦, 此名甚妙, 此菜极为清香, 让人觉得如雨春风十分清爽, 再看此菜, 那真是宛如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蔡经等人也是纷纷点头, 觉得此名甚是贴切, 蔡经又笑道, 啊, 香行名都配合得相得以赞, 就看这味道是不是也如此贴切了。 蔡经用筷子轻轻夹起一朵梨花来, 因为下面是豆腐, 极软之物, 像小九芽那只等二货, 就直接夹碎了。 蔡经虽然年迈, 但毕竟是吃货, 用筷子的能力游在, 夹到眼前来, 发现里面还有一层红色的花类, 其实他也知道, 这里面一定是有玄机的, 不可能就是笔器和豆腐, 那就会让人大失所悟, 这要么就是藏在豆腐里面, 要么就是藏在花里面, 但是他没有想到, 李奇竟然将这玄机做成花类, 不禁直呼妙, 又道, 诶, 这花类又是用什么做的? 这是用瘦肉, 虾肉, 蛋清做的, 郑义赞道, 嗯, 这听似简单, 但是书密使匠心独运, 将这平常的材料, 变得意义非凡了, 哈哈哈哈, 郑义说话间, 菜精神不住了, 用一汤食, 然后咬去一大半, 滑溜溜的豆腐, 在说间打了一个滚, 接踵而来的就是鼻气的清甜, 如甘泉一般可口, 又如春雨滋润的舌头, 还润的豆腐, 让豆腐变得同样的清甜可口, 这春雨之下, 自然少不了鲜香之味, 虾肉瘦肉的鲜香, 在这一瞬间, 味道变得十分自然, 让人觉得此时此刻, 就应该有这种味道的出现, 就好像春雨之后, 笋就应该冒头, 这一道菜给人的感觉, 就是春天来了, 一切的一切, 都是那么的自然, 如今已经是春季前夕, 而这一道菜, 似乎让春季提前降临了, 其实后, 来的也真是恰到好处, 其实这一道,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做法, 是李师傅从后世粤菜系列的 其中一道, 清风送爽寂静而来的, 不得不说一句, 这一道清风送爽, 也是一道经典菜式, 而且特色就是菜式赏心悦目, 只是经李师傅的手, 变得更加好看了, 而且味道也有些不同了, 清风送爽的主料是豆腐, 而李奇这道菜追求的是笔气的清爽, 清甜可口, 虽然还是保持着粤菜的风味, 但是味道还是很多的不同, 毕竟是厨王, 改变菜式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于厨艺而言, 也是有创新才有进步, 但是, 这春天来了, 绿色还会远吗? 正当大家还沉浸在春天出暖之际, 这第四道菜, 就直接让他们进入了春季, 绿色的熟青叶垫底, 如同翡翠一般的青绿, 摆出莲花状, 中心堆高, 放着一个个小圆子, 洁白色的宛如花嘞, 这真是一道菜比一道菜漂亮啊, 今天李奇做的菜, 没有像以前那样讲究华丽大气, 而且非常的细致, 每一个细节都把握到了极致, 每一道菜都是非常的精致, 从菜式上看, 真是完美无瑕, 李奇介绍道, 这道菜叫做池塘莲花, 池塘莲花? 菜精顶顶头, 这菜名虽然简单, 但是配上这道菜, 就非常具有意境了, 后听隔壁传了一阵咀嚼的杂音, 嗯,嗯, 这啥莲花的还真是好吃啊, 菜精侧目一瞧, 只见红天酒那张桌子上, 已经是四个空盘了, 这年轻就是好, 吃得快, 吃得爽, 呵呵一笑, 拿起筷子来试一道, 大家吃吧, 吃吧, 啊啊啊, 红天酒他们可以不讲规矩, 但是这一桌不行, 菜精年纪最大, 自然得他先动快, 这是礼貌问题, 可不能不讲究, 菜精这么一说, 其他人才开始动快, 这是鱼肉做的, 这丸子刚一入嘴, 正依旧含糊不清地说道, 李奇顶顶头, 不错, 这些丸子呢, 其实就是鱼肉绒, 但是其中还有瘦肉绒和肥肉绒, 只不过是用鱼肉绒打底, 故此你们最先尝出鱼肉的鲜味, 哦, 不仅如此, 里面还有莲子, 与之前那一道,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数万数梨花开, 有些相似, 都是清爽可口, 但是这道菜, 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 这肉丸里面虽然添加了肥肉, 瘦肉应当会有点腻, 但是这肉丸, 却是一点腻味都没有, 而且嫩滑不沾牙, 算得上一道非常有特色的菜式。 哪怕是到了后续, 菜经也绝对是专家级别的, 去着李奇做的美味, 听着菜经给出了评价, 这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而且还能提高自己对美味的追求, 其实, 这瘸糖莲花同样也是粤菜系列, 包括前面的两道白斩鸡和麒麟炉鱼, 都是粤菜系列的, 这粤菜, 是中国菜系里面最考究功夫的, 而且口味是最原味的, 同时也追求最复杂的味道, 讲究的是精细, 慢工出细活, 而且粤菜因为是一种大气晚成的菜系, 故此它集合了很多菜系的做法, 包括西方菜系, 做法相当的复杂, 要发明一道粤菜, 那真是非常困难的, 故此, 粤菜师傅是非常吃香的, 因为你的厨艺没有达到一定的地步, 你根本成不了粤菜师傅, 当然了, 价格也是最昂贵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后世, 粤菜餐厅远不如川菜, 因为川菜讲究的是重口味, 是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 不会太注重细节, 但是, 粤菜就不行, 一个细节的不注意, 就会导致整道菜的口味大降, 理期之所以在今天选择粤菜, 那还是有原因的,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咖啡, 而咖啡最佳的饮用时间就是午后, 喝下午茶的时候来杯咖啡的话, 那是非常舒服的, 如果你中午吃的是川菜, 舌头都已经麻了, 怎么能够体会到咖啡的美味呢? 粤菜不同, 粤菜口味比较清淡, 讲究的是清而不淡, 鲜而不俗, 嫩而不生, 油而不腻, 这样就不会对味觉造成太大的影响, 待会儿就能再度品尝着咖啡的美味, 一共十道菜, 全部是粤菜, 道道都是新菜式, 而且除了百斩鸡以外, 都是以十做基数, 预示着十全十美, 当然了, 徐道菜上后, 眨眼间就剩下了十个空盘, 菜经等年迈的老者, 吃的是七分饱, 也不用吃饭了, 饭量是刚刚好, 这嘴里都还在回味, 但是红天九这些年轻人, 可就没有吃饱, 高牙内说, 我说李奇, 你太小气了, 就这么点点, 哪里够啊, 你妹的, 难道是想拿月菜当卤菜吃, 李奇笑道, 牙内稍安勿躁, 待会儿还有咖啡和甜品, 大家可别忘记, 今日的主题是咖啡, 得为咖啡留些肚子, 哦, 若是各位对这几道菜满意的话, 明年可以上我醉仙区来尝, 这十道菜, 也是我们醉仙区在明年主打的菜式, 以前醉仙区很少设立月菜, 因为五小六的功夫, 还不足以制成月菜, 但是, 如今五小六的功夫已经达到了标准, 过此, 李奇准备明年全面推出月菜系列, 将中国最年轻和最美味的菜系, 在大宋全面推广, 这九族饭饱之后, 大家又去往了花园, 三三两两漫步在花园里, 当然, 高雅的他们, 还是在继续他们的赌博大业, 而李奇, 则是陪着菜经, 王仲林, 高求, 白石中四个老人, 在院中散步, 这也是没有办法, 他跳得太快了, 年轻一辈的, 除了无所畏惧的四小公子以外, 没人有资格, 与他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 所以, 他每一次, 要么就是和这些老家伙走在一块, 要么就是和四小公子一块喝酒打批, 菜经见正义, 悄悄去找张润儿, 才说, 李奇啊, 杭州的事, 老夫也已经听说了, 可是老夫很纳闷, 杭州真就容得下二十家如此规模的学院吗? 太师是担心这二十家学院会影响到太师学院吧? 一旦学院成建成, 不可能对太师学院没有影响, 哎呀, 太师学院是靠着难民起来的, 如今国内的难民逐渐在减少, 这对于国家而言自然是好事, 但是对于我太师学院来说, 那就算不得好事了, 嗨, 太师勿用着急, 太师学院的体系已经成熟了, 而且是不可复制的, 太师学院拥有很多方面的顶级人才, 又有这么多大家族在后面支撑, 配套完善, 最为关键的是, 现在太师学院的名气已经打出来了, 谁人都知道, 一旦进入太师学院, 至少此生不愁一口饭吃, 混得好, 初来月薪就能够达到冠金以上, 而且还不用学费, 这是其他学院不曾拥有的, 今后也是如此, 所以呢, 太师学院物资是教育界的龙头老大, 如今太师学院不是已经在面向百姓招生了吗? 但凡被太师学院选中的, 一定不会选择其他学院, 再加上天才学院, 只要太师学院能够维持这种高素质人才的输出, 其地位根本没有人能够动摇, 蔡京听得李奇这么说, 心里才稍稍松了口气, 如今已经叙叙的他, 只能靠着太师学院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甚至可以这么说, 太师学院直接关乎他们蔡家的存亡, 所以对于朝廷兴建学院, 他还是挺担心的, 李奇又笑道, 太师, 如今不是还有两个机会摆在眼前吗? 你说的是阿尔郡和吐蕃? 不错, 阿尔郡和吐蕃都是刚刚说服不久, 我大宋文化还没有普及过去, 当地的文明又十分落后, 但是有一点已经改变, 那就是当地居民都是我大宋的死民了, 如果太师立刻在当地建造学院, 不仅可以俘获当地的人心, 而且还能够迎合朝廷的政策, 一举两得呀。 你说的不错, 其实阿尔郡老夫已经派人去了, 至于这吐蕃嘛, 老夫还是担心会有战争啊。 这一点太师勿用担心, 因为担心也是没用的, 要打的话, 哪里都有可能发生战争。 蔡经顶顶头, 你说的有理, 啊, 是应该赶紧了, 待会儿我就吩咐泳子去安排。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白石忠突然说, 李奇, 听说你在杭州, 又坏了秦桧的好事。 谈不上坏, 只是秦桧的手伸得太快太急了, 这才导致矛盾的出现。 王仲林一听到秦桧, 各种牙疼, 恨恨道, 那似的野心, 真是不小, 连一个芝麻小官都不放过。 蔡经摆了白手, 话可不能这么说, 若无这些芝麻小官替他办事, 这权利从何说起? 不过, 你说的也没错, 秦桧的野心, 的确非常的。 如今刑部已经没有了, 他无法操控刑事案件, 这导致他缺少了保护手下的一大法宝, 所以他只有尽可能地利用吏部, 前赴后继地将自己的人安插在各个肥缺上, 倒下一批, 再扶植一批上去就是了。 白石中说, 可是小女最近又提倡普及选举制, 而且皇上似乎也很动心呢, 这选举制无疑是吏部的大患, 我看秦桧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蔡京顶顶头, 满亨说得不错呀, 李琪, 你可得小心了。 嗨, 这有什么担心的, 又不是第一回了。 蔡京摇里摇头, 如今的秦桧已经惊飞昔比了, 他的势力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增长得快, 不是老夫说你, 老夫活了近百年, 还是头一回见到像你这么当官的。 你看看秦桧, 每天都在努力经营自己的势力, 如今朝中半数人都是他的人, 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全国, 而你呢,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除非大事, 否则的话你从不过问, 这样可是不行的呀。 白石中横道, 太师啊, 这话我与他说了不下百遍, 可是这小子, 总是含糊其词, 爱听不听的。 百遍? 这应该是夸张句, 李奇苦笑道, 哎, 哎呀, 太师, 老丈人, 你们也看见了, 我随时都可能领兵出征, 而且还得兼顾变法, 不管是制度上, 思想上, 经济上, 我都有参与, 我哪里还抽得出空, 去经营那些呢? 哎, 秦桧做的, 不见得就比你少, 为何他又有空呢? 蔡经一点担忧, 李奇啊, 你没有经历过一次, 完完全全的党争, 不知道其中的惨烈, 一旦爆发党政, 那么朝中的势力, 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因为党政是没有对于错可言的, 只是人多欺负人少, 一旦两边势力失去了平衡, 那弱势的一方可就危险了, 如今你是还掌握着兵符, 一旦你失去兵符, 秦桧随时能够置你于死地, 但是兵权对于皇上而言, 又非常敏感, 弄不好, 你就得败在这上面, 所以你还是得经营在文官方面的势力, 毕竟我朝是以文制武的, 嗯, 太师请放心, 如果我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 垫在我下面的一定是秦桧, 我不可能会比他早死, 各位可别忘记, 秦桧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 我既然敢把他提拔上来, 我就有办法拒他, 蔡京剑他都这般说了, 倒也没有多问了, 他其实也只是想提醒下李希, 不要好几天才去上朝, 守护了一些关键的细节, 围观之道, 可不是讲究单枪匹马的英雄主义, 王安石为什么会倒, 那就是他刚愎自用, 谁人也不放在眼里, 导致每天都有人在皇上耳边, 说他的坏话, 这才导致王安石孤军奋战, 最终难逃一辈, 而且这样的话, 只会把秦桧给养得肥肥壮壮, 闲谈一阵子后, 差不多也到了下午茶的时间了, 大家纷纷回到桌旁, 静待美味上桌, 他们今天来这里无他原因, 就是冲着咖啡来的, 很快, 这下午茶的咖啡就端上来了, 但是和上午不同的是, 这一回的杯子全部采用了高脚杯, 众所周知, 这高脚杯就是为了天下无双准备的, 别的酒放到高脚杯里面, 那就是一种浪费, 所以, 高脚杯和天下无双一样, 都属于是一种奢侈品, 一般人还真用不上, 难道这咖啡也要高脚杯喝? 蔡经等人皆是一脸诧异, 正义心感好奇, 开口问道, 这高脚杯也是用来喝咖啡的吗? 正义也是懂出的人, 至少最基本的欣赏目光还是有的, 这高脚杯讲究的是经营剔透, 可是, 这咖啡看上去非常的色浓浑厚, 可以想象得到, 这咖啡住高脚杯里面, 一定不会很好看, 然而, 他们的诧异也在李奇的预料当中, 但是, 他也没有急着解释, 而是站起身来挥了挥手, 示意那少女将东西放下之后, 就下去工作, 待那少女退下后, 李奇才笑着解释道, 正乃说得不错, 一般的咖啡的确用不着高脚杯来喝, 唯独这一种咖啡的地方, 蔡经熬了一声, 哦, 那你这种咖啡, 与上午的咖啡, 又有什么不同啊, 大不一样了, 其实咖啡跟天下无双一样, 味道也是极为复杂的, 甚至还要更胜一筹, 可塑性极高, 现在, 我就为大家演示一遍, 李奇说着, 就动起手来, 他先是拿起一个高脚杯, 这高脚杯从外观上看, 还是和以往的高脚杯有所不同, 看上去就要厚实一些, 又听李奇介绍, 这种高脚杯是我们最先集团最近才研制出来的, 和以前的高脚杯最大的分别, 就是它能够经受火烧, 正义拿起面前的高脚杯来, 点点头, 啊, 难怪拿在手上, 感觉有些不同, 有些厚实, 其他人也纷纷拿起高脚杯来, 仔细地观察了一番, 李奇笑了笑, 没有再说, 而是拿起边上一个封闭式的木酒壶来, 这盖子一撬开, 浓浓的酒香当时弥漫开来, 十分地浓烈, 菜经等人一闻, 便知这是天下无双中最烈的烈火酒, 其中的一种黄金烈火, 只见琥珀色的液体, 化作一道水柱, 落在高脚杯内, 但是分量不多, 也就是打个底的样子, 王仲林有些好奇, 你这分明就是酒啊, 哎, 王叔叔先别急, 易干人虽然都非常好奇, 但是也没有再多问了, 耐心看了起来, 他们相信, 李奇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这酒到好后, 李奇就加入了一块, 专门为咖啡配制的砂糖进去, 然而, 李奇的下一步, 让菜经等人纷纷脸露惊讶之色, 只见李奇拿出一个酒精灯, 这酒精灯上, 还有一个铜架, 这倒是不用解释, 用眼睛都看得出, 这是专门为高脚杯准备的, 因为在铜架上面, 有一个专门放高脚杯的装置, 果不其然, 李奇将高脚杯放上去, 然后点燃酒精灯, 郑义说, 这是什么灯啊, 哦, 酒精灯, 是一种专业工具, 李奇没空对着酒精灯做过多的解释, 因为他现在真的很忙, 只见一手握住高脚杯的底部, 轻轻地转动着, 目光一直盯着杯内的黄金烈火酒, 菜经连眼镜都戴上, 凑过头, 目不转睛地望着高脚杯内的酒, 其他人动作也是如出一辙, 因为用明火来为菜式增色, 这是李奇惯用的手段, 所以, 他们以为待会儿一定会出现奇观, 可是, 让人遗憾的是, 没有出现任何奇观, 只是冒出了一些雾气, 待雾气消散, 李奇就将酒杯给取了下来, 而众人的目光随着高脚杯而动, 似乎都没有反应过来, 过了一会儿, 王叔叔才一脸错愕地说, 就好了, 对啊, 这个步骤就是如此,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只是想把糖融化在酒里, 啊, 这么简单, 白石中说, 那你为何转动这酒杯呢, 老丈人, 这当然是为了均匀受热啊, 均匀受热, 众人一阵无语, 李师傅就是这么的可恶, 每当你觉得一定会有惊喜出现时, 他就是给你送来平凡, 但是, 往往你觉得平凡之极之时, 他又会给你带来惊喜, 话又说回来, 这你们事先都预料到了, 那还能叫做惊喜吗? 正当他们感到失望时, 李师突然又取了一根小木棍, 在酒精灯上面点燃, 然后将火放到杯口上, 听得呼的一声惊响, 黄金烈火酒立刻燃了起来, 蓝色的火焰冲出杯口, 这小子原来还有后手啊, 这一回一定有惊喜, 跑不了的, 他们又打起精神来, 聚精会神地望着杯口, 其实就黄金烈火酒浴火即燃, 他们早已经见惯不怪了, 但是, 他们心想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脑海中冒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画面, 都是预想待会儿的惊喜, 而且一定和咖啡有关, 可是, 仅仅片刻, 李七杯垫一盖, 火就灭了, 但是惊喜却还未出现, 什么, 什么意思, 又完了, 白石中又是一脸错愕地望着李七, 李七点点头, 对啊, 方才融化糖和均匀受热, 正义倒是能够理解, 但是这一回他也看不懂了, 问道, 那你这么做, 又是为何? 还以为你是高手, 原来不过如此嘛, 李七笑道, 这一步呢, 是为了让酒香尽快地散发出来, 人人头上都顶着三条黑线, 这太简单了, 完全就不像是金刀出王的作风啊, 说好的惊喜呢, 李七可顾不得他们脸上的失望, 他也没有说要让他们仔细看, 这只是他们自作多情罢了, 又拿起一个瓷壶来, 微微倾斜, 只见一道黑鹤子的水柱, 轻轻地流入酒杯内, 啥事间, 一股浓浓的咖啡味散发出来, 和酒香交织在一起, 似乎谁也不愿退让, 这种全新的香味让众人眼中为之一亮, 正义放着水柱, 这就是咖啡原本的样貌? 因为他们早上喝的拿铁, 有五分之四是牛奶, 所以颜色偏向奶白, 而且有浓浓的奶香味, 构此算不得纯正的咖啡, 然而这咖啡味可是非常浓的, 而且颜色也更加深, 李七到了半分晚, 酒放下酒壶随后才说, 不错, 这差不多就是纯正的咖啡了, 这咖啡的香味果然独特, 初闻时其实不觉得很好闻, 但是越闻越香, 越香就越想闻, 这就是咖啡的魅力所在, 如果说天下无双是一个妖艳妩媚的女子, 那么咖啡就是一个内敛含蓄的大家闺秀, 这咖啡也喝了没有, 还不行, 李七将牛皮囊拿出来, 比一般装水的要小, 而且也不陌生, 他们都知道这是用来装奶油的, 只见李七一手握着牛皮囊放在杯口上, 一挤, 手腕一个晃动, 白白亮亮的奶油就占据了整个杯口, 高高的堆起, 十分的漂亮美观, 好了, 李七将这杯咖啡移植到了菜经面前, 太薛, 你先品尝, 什么情况, 白石中王仲宁求歌这时候才发现, 这只是一杯而已, 也就是说, 他们还得继续等, 王仲宁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 心中有些不爽, 李七啊, 你这咖啡用得着一杯一杯地做吗, 可以一起做呀, 哎, 这咖啡讲究的是层次分明, 只能一杯一杯地做, 若是用个大杯子做, 然后分别倒入这些杯中, 就会造成酒和咖啡混合在一起, 高求又说, 那你也可以让下人做好, 再送上来, 这咖啡得趁热喝, 若是等到完全做完再送上来, 那前面做的就要冷了, 那口味就会差别很大, 菜精眼一睁, 差点这眼镜都掉下来了, 哦, 这咖啡得趁热喝呀, 李奇恩了一声, 又朝着球哥他们说道, 太北, 你们稍等一下, 很快的, 美味在前, 菜精可就顾不得这么多了, 拿起面前的高脚杯, 怀着愧疚和喜悦的心情, 说道, 各位, 老夫, 就先尝尝这咖啡了, 球哥他们纵使心中不爽, 又能怎么样呢, 只能耐心地等待, 菜精本来下意识的, 就准备去拿汤匙搅拌一下, 但是想到李奇方才说, 不能搅和在一起, 于是就作罢了, 可见他的觉悟还是挺高的, 他一手拿起高脚杯, 头微微地厚仰, 这杯口碰到嘴唇时, 一股奶香味就冲入口腔, 凉凉的奶油粘在嘴唇上, 此次甜意入口, 可是, 随着一股热热的液体入口, 浓浓的咖啡味瞬间取代了奶香味, 占据了口腔, 但是, 这股热热的液体, 却和奶油的味道是截然相反的, 奶油是很甜的, 而且又是冰凉的, 但是, 这咖啡的味道却是微酷, 而且还非常热, 口感纯口, 这还是菜精第一次完全体验咖啡的味道, 一时间也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可是, 来不及让它反应过来, 一股浓烈的酒香席卷过来, 似乎将咖啡的苦涩味卷起, 和舌尖产生了一种若疾若离的感觉。 尝到此处, 菜精脸上不禁有些动容, 放下酒杯来, 菜精没有往常那般兴奋, 反而神色稍显黯然, 李七一边调制, 一边问道, 太师, 感觉怎么样? 菜精微微一正, 见大家都望着它, 似乎在等它的评价, 笑了一声。 哦, 呵呵呵, 苦, 酒也, 喜, 酒也, 常言道, 借酒消愁, 愁更愁, 酒能让苦变得更苦, 也能让甜变得更加甜, 得此三味, 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言吧, 它又继续尝起来了, 越品越复杂, 越品越着迷, 就好像李七他们都不存在似的。 菜精的这番点评, 让求哥他们只觉物理看花, 根本不明所以, 唯独李七心中给菜精点了一个赞, 不愧是第一吃货, 一语道尽其中的奥妙。 其实, 他此番做的乃是爱尔兰咖啡, 这爱尔兰咖啡层次极其分明, 正是由于这种层次分明, 造就出一种复杂的感觉来。 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一点阅历的人, 是很难品味出爱尔兰咖啡的风情, 而菜精活了近百年, 其阅历异常丰富, 悲欢离合都经历过太多了, 而且又到了这风烛残年之际, 故此, 他很快就品味出这爱尔兰咖啡那复杂的味道。 但是, 没有喝过的球哥他们, 就完全体会不到了, 他们以为, 菜精肯定会在味道上做出非常独到的见解, 哪知菜精会扔出一句, 借酒消愁, 愁更愁, 这着上人摸不着头脑。 可是, 当他们尝过这杯咖啡之后, 顿时如梦初醒, 立刻明白菜精那句话的意思。 郑义喝了两口, 突然摇晃起酒杯来, 想到, 苦与甜, 浸在酒中, 这一杯咖啡着实令人着迷啊。 说着, 他就喝了一大口, 脑海里不禁浮现出, 当初和王瑶秦末之间的纠葛, 那种大喜大悲, 那种刻骨铭心的痛, 虽说借酒消愁愁更愁, 但是愁苦之时除酒之外, 又能想起谁来。 李琪披了眼郑义, 暗骂。 该死的, 你不会还惦记着我夫人吧? 嘴上去笑呵呵道。 郑儿, 想不到你年纪轻轻, 竟然也有此感悟。 郑义一正, 突然醒悟过来, 心想。 这是怎么回事, 我早已经放下过往, 为何方才, 又会想起呢? 年纪至此, 难免又觉得愧对张润儿, 不禁在心里痛骂自己一番, 见李琪瞧来, 笑呵呵道。 你年纪比我还小, 却能调制出如此令人着迷的咖啡, 看来你心中的感悟, 我要胜过于我呀。 高求呵呵一笑, 他身边这么多红颜知己, 感悟自然要比你多。 秀哥, 你这是哪壶不开提那壶啊? 这里可坐着我的两位老丈人啊。 李琪可不是一个吃亏的主, 崖内的红颜知己, 好像都是我的背数了。 提到崖内, 秋哥心中灯食五味杂陈, 说不出的感觉, 不禁又品了一口咖啡, 只觉这压根就是崖内的化身, 苦和甜浸在其中, 不提也罢。 李琪给他们一人调制了一杯咖啡, 知道他们肯定有很多的老生常谈, 于是赶紧开溜。 对此, 菜经他们倒是没有意见, 毕竟李琪可是主人, 不可能就照顾他们这一桌。 李琪又去到其他桌子, 多数人都对咖啡这种新颖的味道有浓厚的兴趣, 只有少数人吃之以鼻。 这也不奇怪,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口味, 有些人天生就讨厌咖啡的味道, 这非常正常。 李琪也赶紧让人给这些人换上茶, 因为待会上的会是甜点, 没有下酒的茶。 随后, 他就准备去楼上看看, 他也想知道, 女人对咖啡的感觉。 只娘贼, 真是太邪门了, 本牙那家二三, 竟然碰到你圈黑家, 真是天王我眼。 呼听得一声叫骂, 李琪举目望去, 正好见到高牙内一脚踏在凳子上, 将手中的牌用力甩在桌上, 然后又端起边上的咖啡一饮而尽。 再过来一杯, 不要咖啡, 要酒, 娘呐, 我就不信了。 这高牙内正在气头上, 一旁伺候的调酒师可不敢出尽眉头, 赶紧为其道了一杯天下无双, 真是抱恬天悟啊, 李琪看得都心疼, 不过, 这也是他预料中的事了, 就这些二货, 哪里懂得心上, 还不就是解渴用的? 倒是有一人除外, 这个人就是柴聪, 只见柴聪原本坐的位子, 已经让给了沈文, 李琪知道, 一定是柴聪叫沈文帮他玩几手, 因为, 沈文对于赌博没什么兴趣, 而柴聪则是站在一边, 和桌子拉开两米的距离, 一手撵着高脚杯, 静静地站在那里, 目光深邃, 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装逼味, 樊少白虽然还坐在堵桌上, 不过哪怕是用屁股翔也知道, 他的欠单还没有全部换成钱票, 但是, 他的心思似乎并不在堵桌上面, 而是边上那一杯咖啡, 而洪天酒则是笑个不停, 一边玩牌, 时不时地用舌头舔一下那堆起的奶油, 又拿起来喝一口, 摸摸嘴巴, 哎, 哥哥莫切, 哥哥莫切, 李大哥不是常说吗, 前面赢的是纸, 后面赢的才是钱, 嗯, 李大哥的厨艺真是好生了的, 这咖啡喝着真有趣, 至于高崖内马, 那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惨不忍妥, 头发已经被抓得乱糟糟的, 双目赤红青金暴露, 但是这些都不能说明什么, 关键在于, 高崖内并上那一直欣欣向荣, 微微向上翘的红花, 竟然已经垂下了, 面朝地面, 一副残花的景象, 不禁让人悲从中来, 这真是见者流泪啊, 红花不在, 弹河崖内, 李七心中一叹, 暗道此时若不去看她的笑话, 更逮何时, 可正当她准备过去时, 后听高崖内哽咽道, 哎, 还是小九你讲义气, 能否先借给哥哥一百万, 李七当时杀住车, 又听小九说道, 哥哥, 一百万是小事, 但是哥哥, 你也应该知道我红家的规矩, 不能在赌桌上借钱, 要不你去问李大哥借, 这可是他家里, 一定有钱的, 然而, 这一句话, 直接让李七搜的一下, 离开了事发现场, 神奇钱财, 物尽度多, 这一句经典名言, 我咋就忘记了, 李七吓得一身冷汗, 绕了一个圈, 偷偷往楼上餐厅行去, 时不时还往后偏, 生怕拿二货追江过来, 好不容易来到楼上, 听到里面的欢声笑语, 真是欲耳动听, 宛如来到天堂, 李七上到楼梯口, 偷偷往里面瞧李, 发现这些女人们, 三三两两坐在一起, 手中拿着乘着咖啡的高脚杯, 有说有笑, 但是谈论的话题, 还是集中在这咖啡上, 他们今天是完全解放了, 因为小孩不能喝咖啡的, 故事全部在后院玩, 他们可以尽情地聊天了, 李七今日, 一天都是面对几张皱巴巴的脸, 一来到这里, 落差真是太大了, 虽然这里都是有夫之妇, 但是阻挡不了他心中, 那幸福之情油然而生, 父君, 季红奴突然撇到门前李七, 不禁欣喜地叫了一声, 他这一声喊,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了过来, 李七赶紧收起那一脸诸葛像, 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 去到阳台上, 先是向白夫人, 高夫人, 王夫人几位长辈拱手示意, 白夫人笑问道, 你怎么来了? 虽然李七要来了圣职, 人人都是妻, 但是白浅诺还是正宫, 那么白夫人在淑密石府的地位, 自然也稍高王夫人一些, 李七说, 哦, 我就上来看看, 说着, 她手往桌上的高脚杯一只, 不知丈母娘觉得这咖啡如何呀? 你亲手做的, 怎会不好, 我们都很喜欢? 白夫人轻轻一笑, 又说, 不过比起上午的牛奶咖啡, 下午这杯要更耐人寻味呀, 方才我们都还在讨论这咖啡呢。 风衣奴笑道, 夫君, 你这咖啡换做什么? 李七目光一早, 发现除了风衣奴耶律古域外, 其他的女人都是脸犯脱红, 要知道, 这爱尔兰咖啡只能是烈酒才能做, 故此, 不能因为对方是女人而改变度数, 虽然酒的分量不多, 但是度数高啊, 风衣奴耶律古域酒量本就很好, 这点点高度数酒, 还不至于让他们起反应, 但是别的女人可就有些兴奋了, 特别是王瑶, 酒味喝酒的她, 脸颊上的红韵尤为的显眼, 宛如打上胭脂, 却是更增娇艳, 但是这种感觉特别好, 又清醒又兴奋, 暖哄哄的, 浑身舒坦, 真是说不出的舒服受用啊, 李奇眼眸一撞, 唉, 这种咖啡有一个比较悲伤的名字, 白浅诺感萌问道, 悲伤的名字, 那究竟是什么? 叫做情人的眼泪, 阳台上面立刻安静了下来, 这名字要是在后世的话, 那再普通不过了, 可是在当代, 就显得有些奔放了, 要知道, 这里面还有不少少女, 不免都羞红了脸, 不过, 她们的脸本来就挂着红韵, 故事也看不出来, 只能从她们羞答答的神色中察觉一样, 这名字, 也只有自己这女婿说得出口了, 白夫人笑问道, 为何叫这名字? 羞归羞, 但是众女心中都还是非常的好奇, 悄悄地侧耳聆听, 李奇不答反问, 不知丈母娘方才尝出了什么味道? 白夫人谨慎地瞧脸李奇, 可别落入李奇的陷阱, 有点甜, 有点苦, 有点酸, 有点咸, 这丈母娘还真是有够谨慎的呀, 我还以为, 她会像蔡老婆一样, 讲出心中的真实感受, 李奇立刻说, 这不就是了? 风衣奴稍稍一愣, 突然啊了一声, 啊, 我明白了, 纪红奴有些好奇, 风姐姐, 你明白什么? 风衣奴确实不答, 只是娇羞地瞧脸李奇, 李奇笑嘻嘻嘻道, 红奴, 情人的眼泪, 不就是咸中带苦, 苦中带甜, 甜中带酸, 正所谓相思苦, 苦相思, 明知相思苦, 为何苦相思? 因为相思中, 藏有一丝甜蜜, 忽听得一人小声说道, 由于阳台上已经安静下来, 故此, 大家都听得一个真切, 转头一看, 说话的正是网瑶, 王瑶方才只是有感而发, 忽见大家目光都投了过来, 不禁满面尴尬, 那一张绝色脸庞都快滴出水来了, 煞是迷人, 白夫人打趣道, 世人皆知相思之苦, 而三娘却能从中尝出一丝甜蜜, 着实难得呀。 这个丈母娘真是嘴上不饶人呢, 李奇想帮王瑶解围, 但是众目睽睽之下, 又觉得有些羞涩, 王夫人见王瑶, 都快从阳台上跳下去了, 忙说, 姐姐, 我这女儿脸皮薄, 你就放过她吧, 白夫人笑道, 什么放过不放过的, 我这可是夸她, 懂得苦中作乐之人, 才是聪明人呢, 帐母娘冰雪聪明, 想必一定是苦中作乐的高高手, 白夫人白了李奇一眼, 我可是你帐母娘, 你少拿我来调侃, 她虽然也是伶牙力去, 但是脸皮没有李奇后, 怕也说不应李奇, 索性拿出长辈的身份来威吓李奇, 抱歉, 你调侃我夫人的时候, 咋又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 李奇笑了笑, 没有再说了, 没办法, 长辈就是长辈, 晚辈只有被调侃的份, 但是, 听得李奇这么一说, 女人们又情不自禁地拿起高脚杯喝了一口, 其中滋味, 让阳台变得更加安静, 哪怕是白夫人也不例外, 思绪似乎飘回了少女须带, 李奇悄悄坐在白夫人身边, 小声问道, 长辈娘,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这话一出口, 白夫人突然醒悟过来, 这脚一跺, 可恶, 你竟想套老身的话? 好死不死, 这脚刚刚跺在李奇的脚背上, 这可是无意识的一脚, 完全没有脚下流行, 李奇闷横一声, 双目却望向风仪奴, 风仪奴莫大的委屈, 下意识说, 你看我做事, 我可没交白仪啊, 白夫人有些好心, 交什么? 呃, 没什么, 没什么, 李奇急忙出声制止这个话题, 又揉着脚背说, 丈母娘, 你是不是故意的? 白夫人脸色微红, 活该你, 哎, 你才小婿没关系, 这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不能自称老身呢, 这可把丈母娘都叫老了, 小婿听得于心何忍呢, 如今你和七娘走出去, 这旁人不说, 一定认为你们是姐妹, 七娘, 你说是不? 白浅诺咯咯笑着只点头, 夫君说的是,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一旁的高夫人, 王夫人等等, 纷纷眼唇笑了起来, 至于苏云等小一辈的, 看得都是目瞪口呆, 心里由衷地佩服李琪, 这马屁拍得太猛了, 但是李琪却不以为意, 这女婿拍丈母娘的马屁, 乃是天经地义之事, 谁人没有拍过呢? 白夫人满脸瞳红, 咬着牙, 低声在李琪耳旁说, 你是故意的, 你是无意的 那你还这么说 这我宁愿你是有意的, 你可知你方才那一脚, 有多重吗? 当然, 王爷高爷, 你们看上去都很年轻, 若非崖内这么大了, 我还当你们只有三十岁出头呢, 真不知道是怎么抱怨的, 可否告知晚辈, 晚辈弄个秘方, 指定赚大钱呢? 此话一出, 小一辈的全部睁大双眼, 崇拜地望着李琪, 王夫人白了李琪一眼, 胡说八道, 神色语气和王瑶如出一辙, 要知道, 王瑶能长得这么漂亮, 完全就是她娘的一己之力, 靠王叔叔的话, 那可就尴尬了, 高夫人倒是不太在意, 咯咯笑道, 哼,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 我可全当真了, 这一句话, 就化解了他们的尴尬, 不愧是求歌的夫人, 果真是深藏不漏啊, 这李琪一来, 立刻带来很多的欢声笑语, 白夫人不敢再继续这个话题, 随口说, 你这咖啡都快凉了, 这糕点怎么还没上, 是啊, 这糕点怎么还没有上, 按道理来说, 这糕点应该是和咖啡一块上的, 但是, 李琪为了让大家能够完全的品味咖啡的味道, 于是将糕点压后了, 但是现在, 也应该上了, 她下意识地转头一看, 突然指着楼下, 诶, 可后点来了, 众女转头往楼下一看, 只听得他们一阵异口同声的惊呼, 盆栽, 起初的时候, 众女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说好的糕点呢, 为什么会是盆栽, 可是, 听到其他人的声音, 这才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不禁揉了揉眼, 可还是一盆盆栽呀, 不错, 他们都没有看错, 呈上来的就是盆栽, 只见一行女币沿着楼梯往上走来, 而他们个个手中都捧着一个小盆栽, 盆栽里面还盛开着花朵, 十分娇艳, 白夫人有些诧异, 李, 李琪, 我说的是糕点, 你怎么弄了盆栽过来? 再说, 盆栽放到下面就是了, 我们也能欣赏, 没必要搬到这儿来呀, 不好看, 你们倒是仔细看呐, 李琪善善说, 呃, 这就是糕点呐, 这分明就是盆栽呀, 说话间, 那些少女皆已上到阳台上来, 李琪也适时站起身来, 笑着说道, 唱母娘, 王爷, 高爷, 各位, 你们看到的, 就是我们蛋糕屋, 明年主打的一种糕点, 名叫做盆栽蛋糕, 里面都是蛋糕, 请客请客, 其实就是在打广告, 没办法, 谁叫李师傅, 有一颗伤人的信呢, 蛋糕? 不少夫人都惊呼出声了, 这完全就看不出来了呀, 可是, 等到一个个小盆栽放到他们面前时, 这才看出, 这与真的盆栽还是有些区别的, 其实, 若仔细看, 倒也不难看出, 但是不得不多说一句, 这盆栽蛋糕, 真是做得唯妙唯孝, 远观的话, 足以一家乱真了, 那花盆当真就是瓦盆, 与一般的花盆无异, 特别是那泥土, 和真的简直一模一样, 就是那花朵, 可以看出是用奶油做的, 若是没有这花朵, 指不定他们还真的会以为, 这是真的泥土, 王瑶可是一个爱花的人, 对于盆栽, 那是再熟悉不过了, 连他都感到不可思议, 这, 这真的不是泥土吗? 这花的话, 倒是很容易看出来, 问题是, 这泥土实在是太像了, 不管是形状还是颜色, 简直就跟真的一样, 李奇小道, 当然不是, 我哪敢弄些泥土来给你们吃啊, 白浅诺有些好奇, 那这泥土是用什么做的? 是用咖啡做的, 又是咖啡? 苏云仔细地看了下, 可是, 咖啡不是水吗? 咖啡可不是水, 咖啡是一种果子, 你们喝到的咖啡, 都是已经泡好的, 这上面的泥土, 是我用咖啡做的一种饼干, 然后再捣碎放在上面, 因为咖啡的颜色很像泥土的颜色, 故子看上去就跟真的一样, 原来如此, 女人们纷纷点头, 但是心里还是赞叹不已, 不愧是金刀除亡, 这种点子都想得出, 竟然将蛋糕做得跟真的盆栽似的, 光凭这一点, 几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了, 风衣奴又说, 这上面的花是用奶油做的? 不错, 风衣奴瞧了瞧其他人的盆栽, 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 他和白浅诺王瑶耶律古玉, 还有季轰奴他们盆里面的花朵皆不一样,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人盆中的花朵, 都是统一的百合花, 按下, 这里面一定有玄机, 于是说, 那这花代表着什么呀? 此话一出, 其他人似乎也注意到了, 就是李奇的几位夫人的花朵不同, 而他们又都是懂花之人, 倒也非常好奇, 纷纷望着李奇, 李奇微微笑道, 每种花都有每种花的含义, 就说姨诺, 你的红玫瑰, 你性格刚烈, 又热情似火, 曾对爱情充满了期望, 对爱情更是坚真不渝, 仿佛就是为爱而生, 而红玫瑰, 正是爱情的化身, 送你红玫瑰, 无疑是最合适的。 冯仪奴听得脸上一片烟红, 心中甚是甜蜜, 他和李奇相恋到如今, 可也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 也谈得上轰轰烈烈, 用以红玫瑰, 是再适合不过了, 只是他没有想到, 李奇会这么直接地说出来, 不免有些羞涩, 赶紧指向纪红奴。 啊, 那红奴的相识竹又代表什么? 这北宋的相识竹, 就是后世的康乃星, 纪红奴可是比较害羞的, 低着头笑声道, 风姐姐, 你说你就好了, 干嘛扯我呀? 相识竹, 在我家乡有另外一种意思, 就是象征母爱。 红奴是我孩子的母亲, 也是我见过最好的母亲之一, 她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母亲, 相夫教子, 她已经做到了她能够做到的一切, 而且她给这个家带来了温馨, 有她在的地方, 永远不会缺乏温暖, 对此我心中甚是感激和敬佩, 当然更多的是爱。 纪红奴听得感动不已, 眼中冒起雾气, 羞红着脸说道, 大哥, 我才没有你说得那么好呢? 你远比我说得要好得多。 风衣奴一笑。 那耶律姐姐的梅花又代表什么? 李奇瞧向古玉, 这梅花呢, 一直被我中原诗人所崇拜, 因为梅花象征的是傲雪凌霜, 不屈不挠, 故此梅花也被称作是君子之花, 而古玉是我一生中见过最坚强的女人, 不管寒风多么的凛脸, 她物子不远屈服, 纵使许多男人也不如她。 这真是赤裸裸的赞美, 饶氏从不在乎这些的耶律古玉, 不免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白夫人低声向一旁的王夫人小声道, 这小子夸赞自己的女人还真是绞尽脑汁啊。 王夫人笑了笑, 谁说不是呢? 白夫人突然向李奇说, 那我女儿的兰花代表什么? 娘! 白浅诺轻轻动了下脚, 但目光却娇羞地拼了眼李奇, 李奇笑道, 七娘素来被称为是东京第二才女, 文采学识自然是不在话下, 比我这做丈夫的要强上千万倍。 而如今, 七娘又贵为经济士, 造福于民, 可谓是鞠躬尽脆, 受百姓尊重, 其品质高洁典雅, 君子也不过如此, 而兰花又被称为是花中君子, 故此, 我以兰花给七娘, 表示女中君子。 我, 我, 我哪有你说得那么好啊? 虽然白浅诺对于李奇的夸赞, 一直都非常喜欢, 但是, 李奇当着这么多人夸他, 他还是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 赶紧指向刘云熙。 那十娘的荷花, 又做何解释? 李奇又望向刘云熙, 只见刘云熙也正好望过来, 目光中充满了期待, 笑道, 我朝大学士周敦仪, 曾说过一句话来形容荷花, 相信各位也都知道, 就是出于你而不染, 着清廉而不腰。 荷花呢, 一直被人视作是坚真纯洁, 冰清雨洁, 自由脱俗, 十娘一直以来都被人称作是怪师娘, 何未怪, 也就是性格与世人不同, 这不就是应了出于你而不染这句话吗? 在这世上, 自私的人比比皆是, 到处都是不公之事, 不管是官场还是商场, 都是无比黑暗的, 正所谓人心险恶呀。 而十娘却始终保持一颗纯洁的心, 但是纯洁的人太少了, 故此, 十娘的纯洁, 反而不被世人所接受, 所以叫她怪师娘, 但是在我看来, 她却是出于你而不染, 这个怪, 代表的不是贬义, 而是无上的赞美。 李师傅这张嘴呀, 那真是是非黑白, 皆由她说了算, 关键是, 她还不是强词夺理, 而是引经据电, 这就非常难得了, 不少人都鼓起掌握, 刘芸汐倒是没有羞涩, 而是欢喜不已, 正如李奇所言, 她一直以来都保持一颗纯洁的心, 她心里喜欢听李奇夸赞她, 那么她脸上表现出来的自然就是欢喜, 女人最擅长的心口不一, 她却是一点也不会, 爱与不爱, 喜欢与憎恶, 她都会非常直接地表达出来, 是非对错, 她不知道, 但是她从不做唯心之事, 李奇对于她的夫人们一一表示了赞美, 唯独还有一人, 那个人就是王瑶, 而王瑶和刘芸汐又恰恰相反, 方才听李奇在评价白浅诺他们的时候, 她心中就一直非常的忐忑, 指望李奇不要拉她下水, 这种心里也是出自一种自卑的心态, 不管怎么说, 她到底还是一个寡妇, 虽然耶律古裕同样也是, 但是耶律古裕是契丹女子, 契丹女子历来就是敢爱敢恨, 并不在乎这些, 但是中原女子就不一样了, 虽然在南宋以前, 中原女子没有想象中的那般迂腐, 改嫁离婚也是比比皆是,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不是一件值得赞美的事情, 故此她心中非常害怕, 可是害怕中她又有点期待, 如果李奇能够私下跟她说, 她也一定会非常欢喜的, 但是她娘可不是她这般想的, 王夫人一直都认为, 她的三女儿在世上也是凤毛麟角, 若非当初早早嫁入秦家, 也许还能和千古第一才女一较高下, 故此她对于拥有这个女儿, 一直都深感骄傲, 当然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王瑶是完完全全继承了她的美丽, 而且又继承了王叔叔的智慧, 简直就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见李奇把她的女人都评价了一个遍, 就剩下自己女儿了, 于是说, 那我女儿的呢? 声音可不小, 此话一出, 全场都安静下来, 虽然李奇和王瑶的事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了, 流言蜚语从未断过, 但是他们本人从未对外承认过, 而且王瑶也是今日跟他父母一起来到亲家的, 故此, 大家对此都只是怀有迟疑的态度, 并没有证实, 可是如今王夫人这一句话, 可算是把他们两个出卖了, 大家的目光纷纷带着一丝惊讶的望向王瑶, 也注意到王瑶面前放着的是一盆牡丹花, 这无疑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王瑶脸庞通红, 都快滴出水来了, 紧张的小拇指都在颤抖, 这要是以前, 他一定会站出来否认的, 但现在的话, 这已经是事实了, 他只想挖个地洞钻进去, 李奇笑嘻嘻地瞧脸王瑶, 突然朝着王夫人问道, 王瑶, 你可知三娘第二喜欢的是什么? 第二喜欢的? 我只知道我女儿最爱花 以前是的, 现在不是了, 现在你女儿最爱的是 说着, 他轻咳一声, 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是了是了, 王夫人说着自己都笑了, 这么奔放的女婿, 她也还真是第一回见到, 她都笑了, 其他女人就更加不用说了, 纷纷眼唇笑了起来, 你们笑什么, 这本来就是事实啊, 李奇心里嘀咕了一句, 又见王瑶已经快把头藏到桌子底下去了, 忙咳了一声, 三娘第二爱的是花? 不知我可有说错? 王夫人还是笑个不停, 你说的没错, 那王姨可知道, 三娘第二爱待的地方是哪里吗? 三娘第二爱的地方自然是花园了, 说到这里, 她倒是非常好奇, 又问道, 那我女儿最爱待的地方是哪里? 当然是有我的地方, 笑声更甚, 但是这不是嘲笑, 而是一种羡慕的笑声, 王夫人点点头, 也是, 也是啊, 除此之外, 三娘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花园了, 而她的花园奇花遍地, 每一朵都非常的漂亮娇艳, 但是, 我每当看到她往花园里面一站, 那些所谓的奇花都会黯然失色, 没有人再会去在意那些奇花奇草, 所以, 这花中之王, 三娘是当之无愧, 而三娘也是生得国色天香, 雍容华贵, 风姿绰约, 艳压群芳, 故此赠以牡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这番解释, 王夫人非常满意, 但是白夫人就不爽了, 哦, 你的意思是说, 每每看到三娘, 我女儿她们就黯然失色了, 说得过头了, 李奇舌头一打劫, 骂娘的冲动都有了, 这真是一个无敌坑啊, 芒道, 哎, 丈母娘, 你这什么花, 我可不是这意思啊, 这里的群方, 指的是花园里的花, 可不包括人的, 七娘一奴, 红奴古玉十娘, 包括三娘, 在我心中, 那都是独一无二的, 地位平等, 就输我最低了, 七娘, 红奴, 你们千万别被我丈母娘, 错误地引导了, 白显诺她们了解李奇, 又怎么会介意, 但是看到李奇这手忙脚乱的模样, 都痴痴地笑了起来, 白夫人素来一整股李奇为乐, 咯咯笑道, 那这我们面前的百合花, 又怎么说呢? 百合花呢, 预示着百年好合, 这是代表我对各位的祝福, 至于具体该送什么花, 那也得由你们的丈夫去送, 我送就有些怪了, 不过不用着急, 我们最先驱的蛋糕屋, 将会在元宵节那天, 全面推出这种盆栽蛋糕, 若是你们的丈夫, 将这种漂亮美味的盆栽蛋糕送给你们做礼物, 那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 相信你们也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这最后一句话, 直接将前面的甜言蜜语, 爱情宣言, 深情款款, 弄得是荡然无存, 有的只是充满利益的广告, 这就是李师傅, 永远都是那么的出其不意, 当然, 任何情况下, 她不会忘记一个商人的准则, 那就是死了都要赚, 白夫人听得是忍俊不禁, 左右一瞥, 见其他女人纷纷露出羡慕之意, 这不用想也知道, 一旦蛋糕屋推出这种盆栽蛋糕, 这些女人都会怂恿她们的丈夫去买来送给自己, 暗道, 这小子真是太狡猾了, 说了这么多, 恐怕这才是她最想说的吧, 她低声说, 你又得逞了? 哪里哪里, 混口饭吃罢了, 白夫人瞧她一脸得意劲, 突然说, 这盆栽蛋糕倒是漂亮, 至于好不好吃, 那得试过才知道, 这丈母娘请放心, 小薛的厨艺, 是真金不怕火来烈, 这方面, 李奇当然有着无可比拟的自信, 其他人方才禁锢着听李奇的演讲去了, 似乎都忘记这不是花, 而是一个蛋糕, 全场就没有一个人动快的, 如今说来, 才幡然醒悟, 说到底, 这盆栽最为吸引人的, 还是其中的美味, 因为, 这可是出自金刀雏王之手, 纷纷拿起边上的小汤渠来, 但是, 他们都没有一开始就破坏那奶油做的花朵, 而是刮了一点泥土, 只觉一股顺滑的感觉, 通过汤渠传到手指上, 至今下面竟是白白的奶油, 自从奶油蛋糕推出后, 立刻就成为了女人们的最爱, 只想异常为快, 可是, 这伴有泥土的奶油一入嘴, 他们纷纷皱了下眉头, 奶油给他们的印象, 就是一个字, 甜, 可是, 这一个蛋糕却给了他们一丝苦涩的感觉, 这似乎和他们的期待有些不一样, 甚至在最初的时候, 还有一丝抵触感, 但是, 当他们细细品味后, 发现这一款蛋糕的味道, 比起以前的那些奶油蛋糕, 要更加丰富, 变化有质, 吃到嘴里, 香、 滑、 甜、 腻, 柔和中带有质感的变化, 丝丝凉意, 口中顿感清爽, 奶油所特有的年华, 稠稠地包容着纯舌尺, 让人不自觉地栩栩咽下, 一股温柔甜蜜, 在嘴中肆意直入心房, 就跟在心房中抹了蜜续的, 心情大好, 一道成功的甜点, 一定会让吃的人变得开心, 这是甜点最美妙的地方, 当然了, 任何事都有两面的, 副作用, 就是容易让人变胖, 故此, 这也让女人对甜点时又爱又恨, 一勺, 两勺, 这越长越欢, 方才还抵触了那淡淡的苦涩, 如今也变得非常吸引人, 仿佛这款蛋糕, 正是因为有它而变得更加迷人, 甜和苦, 就像天使和魔鬼, 和谐而又冲突地结合起来, 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 然而, 当他们吃到下面的蛋糕时, 只觉着蛋糕非常之柔软, 入嘴激化, 再喝一口咖啡, 那感觉真是无以言表, 好吃得不得了, 女人们吃得是不易悦呼, 根本就听不下来, 就在这不知不觉中, 这花盆已经间谍了, 咦, 轰炉, 你们怎么没有吃啊? 当苏云一游未尽地抬起头来时, 突然发现李妻的妻子们动作出奇的一致, 没有一个洞快的, 盆栽还是完整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白夫人他们也发现了, 但是他们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作声, 这盆栽蛋糕对于他们来说, 只是一款好看又好吃的蛋糕而已, 但是, 对于妻娘他们, 这蛋糕里面却还深藏着李妻对他们的浓浓爱意, 他们当然想尽可能地多保存一会儿, 即便要吃, 也肯定是一个人躲在房里慢慢吃, 那样的话, 就能静下心来品尝李妻的爱意, 可是, 这一话, 季红奴又不好意思开口, 顿时双甲声韵, 白浅诺微微笑道, 我们方才啊已经吃饱了, 这个等晚上再吃, 风衣奴他们也是赶紧点头, 这显然是欲盖弥彰, 那些女人也都明白过来, 但是谁也没有点穿, 因为他们心中更多的还是羡慕, 不得不说,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宣传, 相信经过今日之后, 咖啡一定会名声大振, 财富又会成倍地涌进李师傅的腰包里面, 当然了, 其中受益最大的还是二郡, 这也是李妻亲自出面为咖啡造势的原因,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这么高调, 李妻相信, 在这个交通还处于半封闭的世界里面, 咖啡一旦普及, 二郡的振兴将会止日可待, 而且是无法预计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好不容易来疏密师傅蹭一顿饭, 这晚饭是无论如何也得吃了再走, 夜幕降临后, 宾客们又宜架大厅, 烛火将整个大厅照得通亮, 因为中午要顾忌咖啡, 故此李妻是以清淡的粤菜为主, 但是晚上就没有必要在意这一点了, 故此晚餐是非常丰富的, 酸甜咸辣, 各种口味的菜式都有, 吃得大家是乐不知烦, 唯独一人除外, 那个人就是高雅呢, 平时就属这家伙最高调, 可是今日, 他却是一脸愁闷, 筷子都没有怎么动, 就坐在那里喝酒, 还有, 哎呀, 柴葱快点吃快点吃, 这里就属你吃得最慢了, 只见高雅内拉着柴葱的衣袖, 半求半催似的说道, 可是, 这严重影响了柴葱装逼, 愤怒道, 雅内, 你别老是催我心不合, 小酒, 快点吃, 快点吃, 李妻端着一杯茶水走了过来, 正准备敬酒, 见到高雅内一个劲地在催促他们快点吃, 差一倒, 雅内, 你很急吗? 高雅内血眼一瞥, 哼了一声, 理都没有理他, 李妻有些错愕, 干什么? 高雅内说, 李妻, 你今日下午, 是不是一直在躲着我? 这, 雅内, 你为何这么说? 樊少白说, 这家伙今天下午书的一个金光, 就想找你借点来回本, 可是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你, 换作是你, 你也会躲啊, 李妻一脸惊讶, 是吗? 哎呦, 这我真不知道, 我一直在楼上呢, 高雅内忽然回过头来, 哎, 你去楼上了? 是啊, 高雅内愤怒地望着李妻, 为什么不带上我? 呃, 李妻好气又好笑道, 我只是作为主人, 前去敬一杯茶而已, 敬茶? 骗谁呢? 你也可以去啊, 我又没有拦着你, 哼, 要不是我娘在, 我早就去了, 害得我还输了一个金光, 高雅内嘀咕了一句, 李妻拍了拍高雅内的肩膀, 雅内, 这赌博本就有输赢, 你又何必放在心上呢? 这一时输, 不代表一试都输, 下回搬回来就是了, 高雅内忙点头, 对啊, 我就是这般想的, 所有才让他们快点吃, 待会儿去我家继续, 我刚才想了半天, 终于想明白, 为何今日会输得这么苦, 肯定是我今日钱带少了, 没啥底气, 待会儿到了我家, 我一定大杀四方, 啊, 原来是这样啊, 李妻抹了抹冷汗, 忽然发现, 这二货币上那朵红花极为娇艳, 他分明记得清清楚楚, 这二货币上那朵红花, 已经垂下去了, 早就失色了, 残花败流, 怎会如此娇艳呢? 难道人的汗水, 真的能够滋润花朵? 更为关键的是, 这花看着有些眼熟啊, 于是问道, 呀奶, 你这花是从哪来的? 高雅内说, 哦, 我今早带的红花, 不小心被我弄断了, 所以, 我就在花园随便折了一朵, 我就说看着这么眼熟呢, 干净事, 李妻一点不说, 不说雅内, 这花可是我夫人最爱的, 你还就这么折了, 你有没有顾虑我的感受? 高雅内撇了撇嘴, 哼, 我在你这里输了这么多钱, 一朵花而已, 你别这么吝啬好不好? 李妻翻着白眼, 我又没有赢你一文钱? 高雅内耍无赖道, 那你说咋办, 都已经折了, 我吃, 李妻深呼吸一口气, 暗道, 要不是看在求哥的份上, 我呀一定叫人扔你出去, 她低声说, 算了算了, 待会你出门的时候, 注意点, 可别让我夫人看见了, 这你放心, 我们待会就走了, 高雅内大咧咧的挥挥手, 又黑黑问道, 对了, 你说的是哪位夫人? 李妻谨慎道, 你问这个干什么, 都不要看见就对了, 高雅内说, 我就想问问, 看看你的那位夫人, 是不是问我, 要是怪师娘喜欢的, 你让我带, 我还不带呢, 要是疯娘子的话, 嘿嘿, 李妻咬着牙, 叫道, 那又如何呀? 高雅内干笑一声, 呃, 没啥, 没啥, 李妻怒不可遏, 你呀吃完就给我快滚, 高雅内立刻向柴聪他们说, 哎,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这主人都已经下了逐客令了, 你们还不快吃, 哦, 哦, my God, 李妻一排脑门, 这还真是克性啊, 好心情全让他给坏了, 连敬酒的心情都没有, 直接端着茶杯离开了, 这夜一身, 热闹了一天的疏密室府邸, 终于安静了下来, 投入了黑夜的怀抱, 但是厨房却物资灯火通明, 只见李妻独自在厨房里面游走, 时不时拿起把菜刀来, 先是观察下两面, 然后又用大拇指刮一刮刀锋, 随后又拿起一个盘子, 用手轻轻在上面擦过, 突然, 一道狭长的身影照进厨房来, 李妻转头一看, 只见一位大美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正是王瑶。 你怎么来了? 啊, 亲娘他们在打麻将, 我闲着没事就过来看看, 想不到你果然在这儿。 说的你好像料到我在这里似的。 倒也可以这么说, 以前每次你做完菜, 都会来厨房待半个时辰, 想不到这习惯到现在都没改变啊。 哦, 想不到我这个习惯都被你发现了。 哦, 这似乎不难发现嘛。 只是我没想到, 如今你已经贵为疏命时, 物资对厨房如此留恋。 唉, 谈不上留恋, 只是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习惯, 不来看看, 总觉得有些事没有做完事的。 啊, 从小养成的习惯? 小时候父亲教我厨艺的时候, 总是用武力压迫我将厨房打扫干净, 更要命的是, 他还会突袭检查。 若是没有打扫干净的话, 后果真是非常严重。 啊, 武力压迫? 我还以为你从小就喜欢厨艺呢, 你来这儿不过是寻一片宁静, 毕竟外面的世界有太多纷纷扰扰了, 像苏大学士他们就会选择游山玩水, 放松一下自己。 所以你认为我只不过是将好山好水变做了厨房? 王瑶点点头, 这话你只说对了一半, 我不是从小就喜欢厨艺的, 说来也好笑, 其实我在小时候是非常讨厌厨房的, 我甚至恨不得一把火将家中的厨房给烧了。 这倒是让王瑶大吃一惊, 他一直都以为李奇是非常喜欢厨艺的, 惊叉道, 这是为何? 呃,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换作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王瑶轻轻摇了摇头, 李奇说, 我从四五岁开始就学习厨艺, 在那个年纪哪里懂什么, 肯定是父母要求的, 跟小六子一样。 我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草厨房, 包括洗碗, 所以, 每当我见到父亲翘这儿狼腿, 坐在沙发上打盹, 而我却要面对一堆脏兮兮的碗筷时, 我就想一把火将厨房给烧了。 四五岁, 那未免也太小了吧? 谁说不是呢? 我也反抗过, 故意将家里的碗砸得稀巴烂。 那你也太调皮了。 哎呀, 记得我父亲当时, 可没有用这么温暖的词语来形容, 他大骂我是不孝子。 哦, 这跟不孝似乎没有太大干系啊。 当时我也是这般想的, 可是听完我父亲的解释, 又觉得好像是怎么回事。 感谢您的收听。 那你父亲又是怎么解释的? 哎, 我父亲也是厨师, 而碗筷对于厨师来说, 那就是赚钱的工具啊。 我把碗筷给砸了, 不就是把他的饭碗给砸了吗? 连老子的饭碗都砸了, 这不是不孝, 又是什么? 你父亲说的, 倒也有些道理, 想必你父亲, 一定狠狠地惩罚过你吧? 记得他还为我烹制了一道大餐, 换作竹笋炒肉。 奇怪啊, 你父亲竟然认为你是不孝子, 为何还要为你做大餐呢? 你还当真以为是竹笋炒肉啊? 这只不过是我父亲 掩饰家暴的形容词罢了, 其实就是拿着竹条 抽打我屁股。 王瑶愣了下, 扑斥一声, 咯咯笑道, 原来如此啊, 你家, 还真不愧是厨师世家啊。 但是我想没有哪个父亲, 用儿子去烹制大餐吧。 王瑶摇里摇头。 古人有云, 傍下出孝子, 想必你父亲也是为了你好, 若非他当初这么做, 你又如何能成为金刀厨王呢? 这也许是我唯一自我安慰的方式了。 李奇苦笑地摇了摇头, 王瑶又说, 可我看得出来, 你挺喜欢做菜的。 哎, 那是以后的事了。 记得读初中, 也是小学的意思, 反正就是十三四岁的年纪, 那时候我们上学堂, 都是自己带我饭去的, 而在当时, 我喜欢学堂里面的一个女生, 我们家乡女生也是可以上学堂读书的。 嗯, 我小时候也上过学堂, 只是想不到你那么小舅, 难怪你这么风流。 其实, 在宋朝有很多的贵族子女, 都必须上学堂, 不管是男还是女。 不好汉, 说得好像有些多了。 李奇尴尬道, 那只是单纯的喜欢而已, 和你想的不一样。 然后呢? 在最初的时候, 我只是偷偷喜欢罢了, 可是到了后来, 同窗门都发现, 我带的饭菜特别好吃, 每次吃午饭的时候, 他们都围着我, 拍我的马屁, 希望能蹭点菜过去, 其中也包括那个女生。 当时我就觉得, 这厨艺还真是一个好东西啊, 它能让我威风扒灭, 高高在上, 很好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和那个女生开始熟络起来, 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既然如此, 你应该叫你父母上门提亲啊。 提亲? 喂, 那时候我才出一啊, 这就上门提亲? 非得让对方的父母给打死不可。 夫人, 你眼也忒邪恶了吧。 李奇善善道, 倒是没有说得这般夸张, 我和那个女生不过也就是好朋友罢了, 后来, 后来也只是成为很好的朋友。 王瑶有些不信, 根据李奇以前的犯案记录来看, 这太不像他的做法了, 摇了摇头。 啊, 我可不信。 是真的, 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大蒙人, 这也多亏我有一对极品父母, 我父亲从不管我的学业, 他只看我的厨艺进展到如何, 而我的母亲从不管我的厨艺, 他只看我的学业如何, 我必须得公平, 所以, 我又得练习厨艺, 又得刻苦读书了。 刻苦读书? 王瑶古怪的瞧脸李奇, 李奇美好气道, 你这么看着我做事, 我不过就是字写得差了一点, 但那只是因为我拿锅铲的时间, 远胜过拿笔的时间, 我还是挺有学识的。 我可什么都没说, 是你自个儿说的。 我以为我很忙了, 但是没有想到, 那个女孩比我还忙。 我读小学的时候, 她也在读小学, 但是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 她就已经要筹备参加高, 呃, 科举去了。 女人也能参加科举?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她已经达到那个水平了, 反正就是和我不在一个层面上了。 李奇含糊其词地解释了一番, 正怕王瑶继续深究下去, 赶紧继续说, 所以, 我和她只是好朋友罢了, 双方也没有那方面的意思, 而且后来我也知道, 她绝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 她, 是什么样的女人? 她是我见过最忙碌的女人, 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请她吃饭都得提前七天余约, 还是我出钱啊? 这得亏是朋友, 要是恋人的话, 我非得疯了去。 不过, 她让我知道一点, 就是厨艺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自那时候起, 我就喜欢上厨艺了。 后来想想, 其实我不是排斥做菜, 而且还非常喜欢做菜, 之所以会想烧厨房, 只是不爽我父亲的保证。 同时, 我也明白, 想要摆脱我父亲的保证, 只有比她更厉害, 让她知道, 没有东西可以教我, 那样就能够摆脱了。 于是, 我就更加刻苦地钻研厨艺, 大概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 我父亲就认为, 他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了, 于是, 就对我放任自由了。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是一家之主了, 因为吃什么, 都是我说了算。 说到这里, 李其得意地笑了起来, 黄摇摆了他一眼。 这有什么值得得意的, 可是你方才说, 我只说对了一半, 又是什么意思? 哦, 你后半句说得不错, 我的确非常喜欢他在厨房里面, 在这里面, 我能忘记世界的纷纷扰扰, 静下心了。 我甚至曾一度认为, 我比较幸运, 因为当一个厨师, 不太会与人交恶, 厨师面对的, 都是柴米油盐, 直到, 直到一个老人的出现, 让我发现, 厨师背后, 也隐藏着很多肮脏的事情。 我以为, 厨房就是用来烹制美味的, 但是没曾想到, 厨房其实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其中的利益大出了着想象。 但是我现在, 已经全然明白了, 原来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老人, 你说的, 可是太师? 不是, 但是这个老人, 在我家乡的地位可以不低, 在我赢得我家乡的出王大赛后, 他就拿着一块令牌在我面前晃, 说只要我收下这块令牌, 那我就能拥有极高的权力和财富。 那你收下了? 我收下了令牌, 但是没有立刻答应他的要求, 我只是说考虑考虑, 只不过那老人和我家渊源颇深, 我真的无法拒绝他, 也没有这个实力。 但是我又不想将自己束缚, 故此只能使用拖延战术, 过一日算一日。 所以你才跑来东京?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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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定很失望吧? 你为何这么说? 你现在不也拥有了至高的权力吗? 嗨, 这不一样, 在我家乡, 即便我没有权力, 只要有钱, 我同样也能活得潇潇洒洒, 无拘无束, 但是在这里可不幸, 要是我没有权力的话, 我如何能够保护你们?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 可不是老天送给我的, 而是我用每一滴汗水争取来的, 这是我自愿的, 没有人强迫我。 当然了, 老天对我也不薄, 因为世上很多人都比我努力, 但是他们得到的回报, 却与他们的努力不相当, 而我的话,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 那你父母可还健在, 你的家乡又在何处? 王瑶以前从不过问李琪的家事,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资格, 也不想知道, 但是现在可不同了。 李琪嬉嬉一笑, 拉着王瑶的手, 你是不是想见你的公公婆婆了? 王瑶红着脸, 小声道, 我就是温文而已。 我父母当然健在, 只是他们到处游山玩水, 神龙见首不见尾, 想来睡不到了。 而我的家乡, 在海外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我也是碰巧来到这里的, 连回去的路都找不着了。 不出李琪所料, 自从那日过后, 咖啡一次彻底响动京城, 打击小巷都在谈论着咖啡, 但是多半人都是只闻其名, 不知其味, 故此越传越神, 甚至还有不少人跑到最先居 来询问这咖啡何时才会对外出售, 可惜得到的却是不知道三个字, 他们是真不知道。 李琪并未打算立刻就推出咖啡, 因为一百桶咖啡豆相对于整个汴凉城来说, 实在是太少了。 李琪打算用三十桶来做宣传, 赵凯那里送三十桶, 其他的则是留着给自己享用, 他还是要等咖啡开始大量生产的时候, 才开始普及咖啡。 大年三十, 这个大年三十对于李琪来说, 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因为往年, 他都要接见各方使节, 忙的是晕头转向, 但是今年他比较轻松, 几乎就没啥事做。 其实不要说他了, 整个朝廷都处于一片清闲的状态, 但是不管是悠闲还是忙碌, 只要李琪在京城, 那么他一定会抽空去各个店面看看, 跟自己的员工拜一个早年, 这是最先驱的文化, 可不能丢掉。 这日一早, 李琪就和王瑶上的马车前往最先驱, 这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这却是王瑶作为李琪的夫人, 第一回前去给自己的员工拜年, 二人的心情自然和以往大不一样。 李琪当然是兴奋, 望着王瑶傻呵呵地直笑, 而王瑶多半是羞气, 其实他本来不愿去的, 是李琪死拖硬拽, 才将他拉上马车的。 乔林李琪说道, 你在那儿傻笑什么啊? 我开心啊。 有什么开心的? 李琪突然一手揽住王瑶的腰枝, 因为我终于能够光明正大地抱着你了, 有时候想想, 真觉得自己是活在梦中。 如果是梦的话, 但愿这梦永远不要信。 王瑶轻轻将头靠在李琪的肩膀上, 悠悠道。 是啊, 我也觉得这太不真实了, 我也从未想过我们俩会有今日, 毕竟, 毕竟你以前可真是太讨人厌了。 正所谓京城所至, 今时为开。 王瑶听着心中极为感动。 想想, 倒也真是难为你了。 为了我, 你真是受了不少委屈。 其实我不过只是个寡妇, 你…… 你这是咒我早死啊?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可不准再把寡妇挂在嘴边。 李琪手上又加了几分力道, 凝视着她。 你现在只有一个身份, 我会用尽一声让你幸福的。 王瑶正正望着李琪, 他眼中的坚定, 让她双眸中浮起了一层雾气。 李琪轻轻亲吻了下她的额头, 笑道。 别太容易感动了, 那样的话, 你会天天活在幸福的眼泪中的。 王瑶又将亲手靠在李琪的肩膀上, 嘴角挂着一丝甜蜜的微笑。 也许悲伤的眼泪真的太多了, 我也想体会一下幸福的眼泪。 甜蜜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还未等这对恋人从甜蜜中醒悟过来, 马车就已经停了下来。 夫人, 小心点。 李琪快速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然后向夫人伸出了手。 以往, 夫人一定会拒绝她, 而后再给她一起白眼。 但是今日, 夫人却抱一微笑, 轻轻将那柔弱无骨的手放在李琪手上, 吓得马车来。 她感觉, 李琪紧紧握住她的手, 生怕会失去一半, 心中冒出一丝愧疚, 暗想。 她对我的好, 远胜过我对她的好。 她轻轻笑道。 你放心, 既然我已答应做你的妻子, 就不会让你松开我的手了。 我, 我不会是出现幻听了吧? 李琪睁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望着王瑶, 未等她反应过来, 王瑶就低着头, 双眸含羞地拉着她的大手往里面走去。 这, 这, 我喜欢被美女拉着。 李琪只觉自己宛如置身于幸福的海洋中。 来到里面, 和往年一样, 最先驱的员工不分职位高低, 大家正在同心协力, 营造一个过年的气氛。 作为最先集团第二把手的小玉, 此时也正拿着一块抹布在抹桌子, 而陈阿南则是趴在柱子上挂灯笼。 他们这对恋人, 可就是从抹桌子开始自己的人生的。 哦, 大人和夫人来了。 当众人见到李琪和王瑶出现在屋内时, 赶紧迎了过来行礼, 虽然称呼还是没有变, 但是意义完全就不同了。 虽然这还是李琪和王瑶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牵手, 但是并未引起太多的惊讶, 因为这些人都没有见过秦末, 他们心中就只有一个老板, 那就是李琪, 对于秦家根本没有任何概念, 所以他们早就将王瑶和李琪看成是东主和东主夫人, 顾此, 他们两个牵手, 在这些员工看来, 只不过是水到渠成, 没有任何人感到意外或者是惊讶。 唯独吴芙蓉躲在一旁捋着胡须偷笑, 然而, 他们的自然也让王瑶的心里稍稍地松了口气, 他方才牵着李琪的手走了进来, 心里可也是非常紧张的。 李大哥! 又见吴小六和小桃 从厨房里面走了出来, 在他们身后, 还跟着马桥和鲁妹妹, 看着这一对对的恋人, 李琪和王瑶相互对视了一眼, 李琪先开口。 关于一些鼓励、 勉励、 激励的话, 往年我说了很多,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再说了, 因为你们实在是太出色了。 在这个年尾, 我要说的就是一件事, 好好地享乐人生。 工作是做不完的, 在明年, 我会拿出一笔钱来, 让你们到处去玩耍, 尽情享乐, 这就是明年的主题。 这个主题实在是太振奋人心了, 整个最先驱立刻陷入了一片欢腾当中, 从最初的猪肘子到如今的祖团去旅游, 这一份份年终奖也见证了最先驱的强大, 这个别人可是学不来的, 当今序上恐怕也只有最先驱敢这么做了, 没办法, 有钱就是任性。 王瑶微微一笑, 突然说, 吴叔, 小桃, 六子, 你们跟我来一下。 礼琪也谋一瞥, 陈大娘, 马桥, 美美, 还有小玉, 阿南, 你们也过来。 这被点名的几人先是一愣, 但是随后有几个人就都明白过来, 相互看对方一眼, 心中都甚是激动。 唯独马桥这儿愣子还云里雾里, 说道, 有什么事说就是了, 我还得帮我四妹做糕点呢。 什么是真爱, 这才是真爱, 马桥爱美美, 整个东京都知道, 但是马桥对美美一片赤子之心, 她只想过付出, 从未想过得到什么。 正如她所言, 只要能够待在美美身边, 一切都不重要了。 这个傻伙, 李奇怒其不正地瞪了她一眼, 你来不来随便你, 反正我也不勉强你了, 妹妹, 你跟我来。 鲁美美倒是明白过来, 脸上还挂着一丝红韵, 轻轻握了一下。 四妹去, 那我也要去。 马桥一见, 急忙改口, 正当几人来到楼梯口时, 呼听一个雷鸣般的打呼声, 李奇错了错额头。 夫人, 你们先上去。 王瑶点点头, 李奇来到楼梯的下面, 推了推正抱着酒桶酣睡的酒鬼。 起床了。 酒鬼扭捏了几下, 转过身去。 嘿, 你还有脾气了? 李奇突然大叫一声。 开喝了! 话音刚落, 只欠一阵充满酒味的进风刮来, 酒鬼抱着酒坛子哈哈笑道。 终于开始了, 我酒鬼等了一年, 就等今日了, 今日非得将小桥喝到, 倒不可。 说着, 他突然见到天奇他们, 都是一脸古怪地望着他, 不禁一了一声。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 书密使,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的, 你先去洗漱一下, 我有重要的事情说。 什么事儿啊? 是关于绝世无双的。 绝世无双? 等我! 又是一阵进风呱唧, 酒鬼已经消失在大厅中, 田奇等人纷纷笑了起来。 没过一会儿, 酒鬼就闪现到李奇身边, 睁大眼睛兴奋道。 书密使啊, 你终于开窍了, 知道好东西要大家一块儿分享, 我这人一点都不贪, 给我一桶绝世无双就行了。 对了, 你这绝世无双啊, 还得配合无双奖, 不过这也简单, 你封我做酒神就可以了。 李奇不敢置信地望着酒鬼, 就你这酒量, 也敢自封酒神, 你是从哪里来的自信啊? 我的酒量其实也不差啊, 就是跟小乔比, 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小乔是我徒弟啊, 这徒弟厉害, 肯定是师父的功劳, 你说是不是这个礼儿啊? 只差一点点啊, 简直就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啊。 李奇没好气到, 你还知道马乔是你徒弟啊? 怎么了? 马乔也真是可怜, 遇到这么一个师父, 李奇低声在酒鬼身旁说了几句, 酒鬼愣了好半仗, 随即点了点头。 啊, 也对啊, 他们也老大不小了, 是该成婚了, 但是这跟我没关系啊, 是小乔自个儿没用, 我们又帮不上什么忙。 借口, 绝对的借口。 李奇亨道, 我这就帮忙给你看看, 走吧, 他们都已经上楼了。 哦, 那绝世无双呢? 你儿是不是还没有睡醒啊? 到底是你徒弟一生的幸福重要, 还是这绝世无双重要? 都挺重要的。 他们的喜酒, 就是绝世无双。 是吗? 你早说呀, 你早说, 我早就让他们成婚了, 快走吧, 快走吧。 你怎么还在楼下呀? 李奇都没有醒悟过来, 究竟九鬼已经站在楼上了? 你儿是用飞的吧? 这一丝真是有酒性没人性啊。 对啊, 据说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 看来得找个人去管管他了。 二人来到三楼的天下无双宝间, 王瑶他们早就坐在里面供叩了。 师父。 鲁眉眉见酒鬼来了, 赶紧起身行礼, 马乔则是不屑的一瞥。 你方才说要将我给喝倒, 这是梦话吧? 李奇扑的一声, 这家伙真是死性不敢, 一点面子都不给。 酒鬼当着马乔的面, 当然不敢嚣张, 挠着头。 你厉害, 这总行吧, 一点也不懂得尊师重道。 这一对师徒还真是。 王瑶笑着笑, 起身说。 酒鬼, 你坐吧。 是是是, 夫人。 酒鬼一屁股坐在吴芙蓉身边, 笑呵呵道。 老吴, 待会儿啊, 一定要多喝几杯。 吴芙蓉自然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笑道。 一定, 一定。 而李奇则是坐在王瑶身边, 向王瑶说。 你先说吧。 王瑶顶顶头, 望着小桃。 小桃, 这些年, 我要多谢谢你, 一直无怨无悔地陪在我身边, 可就是, 苦了你了。 感性的小桃一听夫人这话, 眼眶瞬间红了。 夫人。 王摇手一抬, 让他先别说话, 又说。 哎, 你现在也不小, 早该成婚了, 是我耽误了你, 但也正因为如此, 让我看到六子对你的一片真心。 我也知道, 你心里是非常喜欢六子的, 所以, 将你交给六子, 我也很放心。 小桃撇脸无小六, 低下了红彤彤的小脸。 成婚, 还在状况外的马桥, 突然明白了什么, 目光一遭。 难道苏密斯叫我来是? 想到这里, 他双腿都在颤抖了。 咚咚咚, 李七听的这声音, 低头往桌下一看。 我说马桥, 人家六子成婚, 你在这抖什么? 马桥猛地按住自己的双腿, 呵呵傻笑。 我, 我是替六子高兴嘛。 欧小六也是一个傻子, 还傻乎乎道。 马哥, 真是谢谢你了。 这两个傻货, 李七心中是好气又好笑, 笑应应地向吴芙蓉说。 吴大叔, 你不说上两句吗? 哦, 嘿嘿嘿, 哦, 这事儿原本应该是老朽向夫人提亲的, 现在反倒是让夫人先开口, 老朽真是理数不周啊。 至于这小子嘛, 还是你这做师傅的说吧, 老朽说的, 他从来就不听啊。 那是, 你一般都是用打的。 李七瞧脸无小六, 笑道。 六子, 啊, 李哥, 你说, 我听着呢。 呃, 李七准备好的台词瞬间忘记了, 笑道。 好了, 多的我也不多说了, 你们两个争取早点让吴大叔抱上孙子。 李哥放心, 这我醒的, 哎呦, 小桃, 你的脚没有崴着吧? 你小子还是叫马乔做师傅吧。 除了马乔, 鲁眉眉以外, 其他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在笑什么呢? 马乔一头雾水地望着他们, 李七可没工夫帮他解答这个问题, 又朝着陈阿南和小玉说, 阿南, 小玉, 我一直把你们两个视作我的弟弟和妹妹, 你们两个也是我看着成长的, 多的我就不说了, 成婚以后好好过日子, 特别是阿南你, 也该定性了, 别真把自己当男哥看了, 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小玉, 我可饶不了你。 陈大娘也说, 大人说得是, 阿南, 你也该收心了, 别让为娘的纵替你操心呢。 陈阿南忙拍着胸脯, 娘, 大哥, 你们放心, 就是我伤害自己, 也不会伤害小玉的。 算你小子会说话, 没有白跟高颜的他们一块鬼混。 利大哥, 我可没有跟颜的他们鬼混。 没有就最好, 要是有的话, 哼, 你可得小心了, 我非得连和大娘一块揍你。 陈大娘忙说, 哎哟, 哪敢劳大人动手啊, 若是这小子, 做出对不起小玉的事, 老神第一个饶不了他。 宝汗, 我就于玩笑话, 你老还当真了。 李奇笑着点点头, 轻壳一声, 咳哼, 好了, 今日, 就到这里了。 不对啊, 我的事还没有作落。 正怀着激动心情的马乔, 听到李奇这么一句话, 人都傻了, 忙倒。 等, 等一下, 苏米斯, 你是不是, 还有什么事情忘记说了? 呃, 没有了呀, 就是这事啊。 那你叫我来干什么? 我说过呀, 你来不来随你? 好嘞, 皆大欢喜, 走走走, 老胡, 咱们下去喝酒去, 马乔彻底怒了, 重重地一拍桌子, 直接将桌子给拍塌下, 目屑横飞。 这一次不会是疯了吧? 这真是把李奇给吓了一跳, 赶紧拉着王瑶退后一小步, 小玉阿南他们也是纷纷避开, 尽量和马乔拉开距离, 唯独酒鬼还坐在椅子上, 翘着腿, 笑盈盈地望着马乔, 极有此理, 吼你个苏米斯, 真是欺人太甚, 我马乔堂堂大丈夫, 用得着求你吗? 真是太瞧不起人了。 说着, 他一个华丽的转身, 吓得李奇赶紧等在王瑶身前, 这马乔发怒, 他也害怕呀, 可是接下来这一幕, 真上人大跌眼镜, 只见马乔将前进一摔, 单膝跪地, 仰着头望着鲁美美。 妹妹, 我此生最爱的就是你, 以前是的, 现在是的, 将来也是的,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娶你为妻, 就是不晓得, 你可愿嫁给我。 马乔是什么人, 那真是光明磊落的君子, 爱恨分明, 事无不可对人言, 不管是爱是恨, 他都会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 从不隐隐藏藏在背后动手脚, 只是, 他以前脑子没有开窍, 根本就没有想到成婚上面, 因为在他心里, 他早就将美美视做妻子, 只据能待在美美身边, 那就足矣了, 但是今日被李奇这么一次进, 他终于醒悟过来, 美美还不能算作是他的妻子, 酒鬼看得直乐, 这小子总算是开窍了, 李奇看得一笑, 哎呀, 这家伙真是厉害啊, 求婚求得比老子还专业一些, 陆美美哪里不明白马乔的心意, 他心里当然也就是马乔, 哪里还容得下其他人, 滚烫的眼泪速速直落, 赶紧伸出双手, 师哥, 你快些起来, 那四妹, 你是答应我了吗, 陆美美也不是一个善于隐藏的人, 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害羞的, 可是正当他准备答应马乔的时候, 李奇突然说, 且慢, 这一声且慢, 让马乔有了杀人的冲动, 李奇说的也是战战兢兢, 嘴上却是笑道, 马乔啊, 如今可不行这一套了, 讲究的是媒妇之言父母之命, 每每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 自然是师父最大, 而他的两位师父可都在这里, 我们不答应, 那这事可就成不了, 书密使这话说得真是对极了, 这事啊, 我们两个还得斟酌斟酌, 对个屁, 亏你还有脸跟我说这话, 当初白相不也反对你和白娘子嘛, 可是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半夜三更, 叫我跟你一块去爬, 妹妹, 快答应了, 李奇不等马乔说完, 就是一声疾呼, 他似乎忘记了, 这世上, 知道他最多隐秘的就是马乔, 他要是继续往下说, 那真不知道是谁在调侃谁了, 正所谓, 京城所至, 金石为开, 有情人终成眷属, 对此, 李奇和王瑶, 是打心里为这三对恋人感到高兴, 这真是挺不容易的, 阿南小遇到还好,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可是, 马乔和小六子等这一日, 可就是等得心都碎了, 特别是马乔, 简直就是当代的杨过呀, 不, 他还要胜过杨过, 因为杨过这次, 虽然钟情小龙女, 但是老是到处放电, 放电就放电, 问题是电放出去了, 他就不管是了, 弄得人家小香儿, 最后还出家当泥宫, 真是可恶啊, 相比较起来, 马乔就好多了, 一生只爱美美, 不管面前的女人是多么漂亮, 他从不多看一眼, 千杯不倒的马乔, 终于在今日醉倒了, 或许不能说是喝醉的, 只是他实在是太高兴了, 醉倒在美美的石榴裙下, 当酒鬼看到马乔醉了的时候, 眼泪都流出来了, 这真是太不容易了, 这种感觉, 就好像大宗收复了烟云十六周一样, 实在是太美妙了, 当然, 阿南、 吴小六也都醉了, 他们都太高兴了, 实在是压抑不重, 不过, 李奇倒是没有在这里陪他们疯, 早早就和王瑶离开了, 随后, 他们又去了玻璃厂, 灌渡厂看了看, 给那些工匠拜年, 直到傍晚时分, 他们才回到府中, 大年三十, 舒密师府永远都是饺子,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这是李奇的女人们, 唯一都会做的菜式, 这在以前, 他的女人们都会早早去到厨房, 一块儿包饺子, 这似乎也成为了一种习惯, 然而今日, 除了七娘她们, 还有白家王家的女人们, 也参与了其中, 李奇王瑶回来之后, 也参与到其中。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王瑶以前, 也在秦府跟李奇学过包饺子, 只是很久没有练习了, 但是包了一会儿, 很快就上手了。 当晚, 舒密师府可是热闹了, 光小孩就得坐上一整桌, 大人就得站三桌, 好不热闹。 吃完饭后, 李奇又带着李正希和一肝小屁孩, 去到前面放花炮, 这可是李奇偷偷让乌有华做的。 乌有华可是一个火药天才, 他做出来的花炮, 在当今续赏都是名列前茅的。 再加上最近几年, 他在军事基地里学到的不少火药知识, 以让他制作的花炮, 是更上一层楼。 当然了, 最兴奋的当属李正希, 毕竟他是小主人嘛, 而且今日, 他终于可以自己亲手去点燃花炮, 而不是远远地望着高三姐他们玩。 更为重要的是, 还有很多小玩伴与他一块玩。 只听得砰砰砰的声音, 绚丽的花炮在夜空中绽放, 红黄橙绿青蓝紫一一闪过, 照亮了半边夜空, 但也把西边照亮了。 远在东卡拉汉王朝的首都巴拉沙棍, 同样也是呈现出一片欢腾的海洋, 他们可是没有过年的习俗, 他们之所以庆祝, 是因为他们在与西卡拉汉王朝的交战中取得了大胜, 不仅击败了敌人, 而且还占据了几座城池, 这可不是伊布拉辛二世的功劳, 而是完颜宗望一手奠定的胜局, 他甚至都没有派自己的亲军上去, 只上刘彦宗、 树列宿等大将各领三千骑兵前去前线接管战事, 两边在广阔的草原地带,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会战, 最终在完颜宗望的策划下, 大摆西卡拉汉王朝, 从而大举反攻, 夺得了西卡拉汉王朝不少的土地, 只是由于事先没有准备, 战线过长, 粮草补给不上, 只能退了回来, 但是这已经足够了, 此番真是多谢二太子鼎力相助, 我们才能一举击败西卡拉汉, 来, 我敬二太子一杯, 在东卡拉汉王朝的宫殿里面, 伊布拉星二是高居上座, 但是他左右两边各还坐着一人, 左边的自然是完颜宗望, 而右边的则是高昌回湖的首领毕勒戈, 他也是近日受到完颜宗望的邀请, 才赶了过来, 毕勒戈也举起酒杯来, 我也敬二太子一杯, 经过这一战后, 任谁也不敢小觑完颜宗望, 实在是崔枯拉朽一般的覆灭敌人, 太痛快了, 同时也让他们看到了金军的实力, 也庆幸自己当初做了决定, 完颜宗望只是微微的一笑, 表现得非常淡然, 二位国王太见外了, 你们既然已经归属我大金, 我又怎能见到你们受欺负了, 这一杯算是庆祝我们胜利, 来来来, 大家一块儿干了这一杯。 众人齐齐举杯, 脖子一样, 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后, 伊布拉星二世扎巴一声, 粗广地摸了摸嘴巴, 向完颜宗望说, 二太子, 如今西可拉汗已经被我们联军打得逃回了国内, 这后顾之忧已经解决了, 下一步是否应该从宋军手中夺回舒勒来? 这舒勒可是蕴含无穷财富的地方, 他怎会拱手让给宋军呢? 完颜宗望叹了口气, 已经晚了, 现在他们的援军已经赶到了舒勒, 并且巩固对舒勒的防御, 若是几个月前, 我们定可一举全歼送军, 但是现在的话, 纵使赢恐怕也是惨胜啊, 如今进攻舒勒, 绝非明智之举, 难道就任由宋军占领舒勒? 完颜宗望说, 当然不会, 但是也没有必要给予一时, 而且我还有任务在身, 这也是邀请毕勒哥来的原因。 毕勒哥说, 什么任务? 完颜宗望非常平淡地说出两个字, 西夏。 但是, 听在伊布拉辛二世和毕勒哥尔里, 却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伊布拉辛吞咽了一口, 颤声道, 西, 西夏。 完颜宗望风轻云淡地笑道, 二位应该都知道, 西夏本已臣服我大金, 为此, 我大金还给他们不少原本被辽国占领去的土地, 但是西夏却不知恩图报, 反而靠向南朝, 选择背叛我大金, 而且, 在当时我军南下时, 狠狠在背后捅了我一刀, 若是我大金不给他们一个教训, 何以立威啊? 他这番话说得轻较, 其实也是暗中震慑他们两个, 你们可别需西夏搞什么独立, 否则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毕勒哥说, 那不知二太子打算怎么办? 完颜宗望呵呵一笑,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还能怎么办? 党项人将来只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我们的奴隶, 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结果, 但是, 这一战我需要二维的帮助。 这言下之意, 就是要彻底覆灭西夏呀, 毕勒哥伊布拉西二世, 汗都出来了, 西夏国家虽然不大, 但是兵力还是非常强的, 不是你说灭就能灭的, 完颜宗望似乎看穿了他们的心思, 笑道, 怎么,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大放厥词? 毕勒哥小心翼地问道, 岂敢,岂敢, 那不知二太子需要我们做什么? 完颜宗望说, 我需要你们帮我做到粮点, 其一, 粮草, 其二, 屯兵在和黄地区的边境和舒勒的边境。 这粮草倒是好理解, 这可不比打大宋, 到处都是粮田, 西夏国内还是有很多沙漠的, 若是深入, 必须要有补给, 问题是团兵和黄地区的边境, 这个要知道, 和黄地区可是大宋的地盘,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完颜宗望说, 你们放心, 我不是让你们去跟南朝开战, 我只是担心宋军会趁虚而入, 扰乱我军后方, 我必须让他们帮我震慑住宋军, 巩固后方, 我不想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毕勒哥和伊布拉星二氏相互瞧脸, 都没有作声, 其实打西夏, 他们都非常开心, 特别是高昌回火, 因为西夏可是他们的老对手了, 但问题是, 我们尽心尽力帮助你金国打西夏, 我们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这可不是一场教训之战, 而是一场灭国之战, 肯定不是一两个月能打完的, 哪怕是光供应粮草, 那也得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完颜宗望当然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笑道, 你们放心, 我完颜宗望绝非忘恩负义之人, 你们帮了我, 我就绝不会亏待你们。 说着, 他转头向毕勒哥说, 一旦攻陷西夏, 我就将整条河西走廊, 都送给你们高昌回火。 毕勒哥听得, 只觉心脏剧烈地跳动了下, 其实, 他们和西夏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怨, 关键还就在这河西走廊上面, 因为河西走廊在一个碌碌的时代, 实在是太值钱了, 而且如今的河西走廊土地肥沃, 这对于西边诸国来说, 那真是可遇不可求的。 为此, 两国已经多番交战, 但是西夏还是一直占据着整个河西走廊, 如今完颜宗旺竟然说, 要将河西走廊送给他, 你叫他如何不动心呢? 但是动心归动心, 这可不是小事, 他心中有权衡了一番利弊, 心下, 这河西走廊就在我高昌回湖边上, 可是离他经过却是十万八千里, 他大惊就算想统治这里,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应该不是骗我的, 反正又不是我出兵, 若是送些粮食, 就能获得河西走廊, 这绝对不算亏。 思前想后一番, 他顶顶头, 二太子见外了, 我高昌回湖, 竟然已经臣服大金, 自然听从二太子的吩咐。 好。 完颜宗旺又向伊布拉星二师说, 如果你们东砍了韩王朝, 祝我公下西下, 我答应你, 不仅帮你夺回舒洛雷, 还帮你统一西卡拉汗王朝。 这金军的实力, 伊布拉星二师刚刚才见识过, 至今还犹在眼前, 若是金军肯帮忙, 他统一真是指日可待了, 这也是他梦寐以求的。 再说, 前面完颜宗旺帮他击退了西卡拉汗王朝, 他已经欠完颜宗旺一份人情了, 而且完颜宗旺也没有让他出兵, 就算完颜宗旺不许下承诺, 他也不好拒绝, 忙道, 一切全凭二太子吩咐。 完颜宗旺哈哈一笑, 端起酒杯来。 二位果然是快人快语, 我敬二位一杯。 三人又是一饮而尽, 毕勒哥询问道, 不知二太子打算何时进军? 完颜宗旺一笑。 三日之后。 日本, 月前州和京都府交界的地方换作若霞州, 地方不大, 农业也不发达, 但是, 因为若霞州东西两岸的海岸线, 导致渔业、海运业和制盐业却是非常发达, 是一块能在和平期间生产大量财富的地方, 由于还临近京都府, 故此一直以来都受日本朝廷的高度重视。 平时虽然掌握日本西岸线不少码头, 但是唯独一直没有染指若霞州, 这也是朝廷手中最大的港口, 而且整个港口可是天然形成的, 地理环境是日本最好的。 然而, 在月前州和若霞州中间的一处名叫野板山的地方, 此时正值初春时, 野板山山顶的白雪还未融化, 早春的太阳却已经暗纳不住寂寞, 悄悄地从东边爬了上来。 但是, 眼前的一幕似乎把它给吓坏了, 温暖的阳光中带有着一丝颤抖。 只见在野板山附近的一处平原上, 满木窗移, 尸横遍业, 残枝断壁比比皆是, 似乎整个大地都被血水染红了, 唯独还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 蓬断草枯, 凛若霜尘, 真是天地为仇草木漆碑, 散落的大旗倒在战车上, 但是, 已经被火烧得只剩下一小块, 上面残留着一点墨迹, 但是已经看不出上面还写着什么, 一幕望去, 整个洛霞州似乎已经陷入了一片湿海中, 在一天以前, 这些尸体还是一条条活生生的性命, 他们兴致勃勃地来到这里, 心里高兴, 爬上了野板山, 眺望不远处的荆多府, 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 然而,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噩耗就在当日傍晚降临了, 自此之后, 他们再也没有机会眺望京都府了, 这里躺着的, 就是平时四万主力部队, 是平中正全部的心血, 也是平时全部的精锐了, 可是, 这一朝就回到了解放前, 在最初的阶段, 平时一直被袁氏压着打, 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直到宋军赶到之后, 他们才翻过身来, 紧接着, 平中正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攻, 因为宋军在东线无往不利, 击退了关东地区的袁氏军队, 随时可以危及关东地区, 这很好地牵制了袁氏, 袁氏不得不防止宋军东进, 畏首畏畏的他, 而且事先就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在面对平时全部主力的进攻下, 是连连败退, 根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而平时上下, 都是憋着一股子怒气, 咱们都是武士, 相间何太急, 你要间就间吧, 有本事你就光明正大地来, 你弄迷奸, 背地里捅刀子, 这简直就是侮辱咱们武士, 这两家原本就是世仇, 再经此一役, 已经不能用仇身四海来形容了, 反正就是有你没我, 这一方是惊慌之鸟, 一方确实带着复仇来的, 士气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一交战, 结果可想而知, 连番大圣, 让平中正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极致, 其实在当时, 以藤原氏为主的集团, 曾派人来讲和, 对于藤原氏等贵族而言, 不管你是哪个武士集团的, 你武士死多少人, 他都非常乐于见到, 他也从未将原氏看作嫡系, 不管是平氏还是原氏, 在藤原氏的眼中, 都不过是一条看门狗而已, 笼络谁都一样, 甚至这藤原氏, 还希望平氏能够倒戈相向, 连同原氏将宋军赶出去, 平中正又不是傻子, 自己要是把宋军赶走了, 你万一再来赢我的话, 那我就铁定死了, 而且平中正现在, 可不是想要得到多大的官位, 他的目标, 已经由报仇转向了京都府, 事情到了这一步, 谁都想做皇帝, 断然拒绝, 将藤原氏的人轰出帐外, 这宁为鸡手, 不为牛后, 就在这年关的时候, 平氏大军来到了若霞州边境, 只要通过了若霞州, 前面就是京都府了, 而且, 一旦平氏掌控了若霞州, 那么他就彻底控制整个日本的海域, 更为关键的是, 这若霞州虽然商业发达, 而且三面环山, 一面靠海, 但是, 由于这些山都不高, 地势非常开阔, 故此很难防守, 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平氏大军来到此时, 平中正非常得意, 因为他觉得, 原氏不会在这里跟他们打, 因为这里无险可守, 拼硬实力, 你又打不过我, 按理来说, 应该会退到京都府边境, 那里好防守, 毕竟是京都府, 防御体系是相当完善的,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正一步步走入敌人的圈套。 那原氏家主原义中, 能力不如平中正, 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 他才会选择在背后捅刀子, 在他们退到若霞州时, 原义中的确打算, 干脆就退到京都府去, 在那里与平氏一决四战, 可是, 他有一个侄子, 换作原为义, 三十岁出头, 正直壮年, 这人可是了不得, 在日本历史上, 也是非常有名气的袁大将, 原本, 他已经被白河法皇贬去外地了, 最近傍上了藤元氏, 这才回来的, 这对他而言, 可是立功的好机会, 能否得到朝廷的赏识, 就看这一回了。 袁维义就跟自己的叔叔袁义中说, 你不能再退了, 一旦危急到京都府, 我方士气, 就会非常低落, 到时胜负难料, 而且若是若霞州, 宋军可以直接从这里登陆, 等于宋军是直接面对京都府的, 所以, 若霞州是不能施的。 那云义中听着, 觉得好像也有些道理, 但问题是, 咱们明打又打不过, 而且这里无险可守, 要打的话, 肯定是输哦。 袁维义就给他的叔父献上一记, 这若霞州虽然不好守, 但毕竟三面环山, 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布袋口, 是一个围歼的好地方。 我们的士兵可以隐藏在山上, 更为主要的是, 这若霞州东面就是日本最大的内湖, 因为形似琵琶, 故此被称之为琵琶湖。 袁维义就像叔父要骑兵, 你给我一千骑兵, 我偷偷从琵琶湖哨到平市的后方, 咱们四面夹击。 这日本的骑兵可是非常值钱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骑兵, 为数不多的骑兵都在朝廷这边, 平市那边骑兵少得可怜, 一千骑兵对于日本来说可就不少了。 而且, 他还跟他的叔父分析了平中正的心理, 说平中正此时一定得意忘形, 麻痹大意。 而且你也说了, 这弱霞州不好守, 我们正面打肯定是打不过的, 那么平中正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这打仗打仗, 打得就是出其不意, 我们就要在平市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开战, 一举为坚对方的所有主力。 袁义中也是被平中正逼得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他知道平中正肯定要杀他的, 于是就采用了袁维义的建议, 并且拨给他一千荆旗, 自己则是率领大军洋装退出若霞州, 摆出一副要在京都府与平市决一此战的架势。 背地里却是偷偷地调集所有主力, 甚至还从京都府调来一万士兵, 一共五万大军埋伏在野板山附近。 而袁维义则是赶紧率领一千荆旗, 从琵琶湖偷偷绕到平市的后方, 就等着平市自己走进这包围圈了。 果不其然, 平中正料定袁氏不敢再次设服, 根本就没有怎么打探, 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就在傍晚时分, 袁氏吹响了总攻的号角, 袁氏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了下来, 这山虽然不高, 但好歹是居高临下矣, 非常适合冲锋。 这也实在是平中正作死, 当真就以为一条大道通罗马, 只占领了边境上的几个居高点, 就以为这若霞州是囊中之物了。 这若霞州发生过不少战畜, 一半都是双方争夺至高点, 但是平中正为了赶快, 想趁袁氏还为部署完毕前发起总攻, 结果就中了袁维仪的圈套。 平市大军哪里想到, 这里还有敌人, 而且四面八方都是敌人, 又是黄昏之际, 天地一色。 一目望去, 敌阵多得就跟蚂蚁似的, 一时间军心大乱,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平中正知道中计了, 但为时已晚, 拼了命地叫喊, 组织士兵阻挡敌人的冲锋, 可军心已乱, 平市的武士们是抱头鼠窜, 拼了命地往回逃。 可就在这时, 后方突然杀声震天, 一支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杀过来, 这一支骑兵就彻底要了平市的老命, 这就是骑兵对于步兵的优势, 只要你步兵失去了阵型, 军心一乱, 那就只有被收割的份儿了, 因为骑兵高高在上, 这一冲进来, 步兵抬头就是敌人, 虽然只有一千骑兵, 但是平市的士兵却觉得到处都是敌人, 这一战完全就是收割, 不到夜深之际就已经濒临尾声了, 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平市大军全军覆没, 这要上李七知道了, 那嘴都会笑歪去, 因为李七知道, 每个人对于外来者都会有一颗提防之心, 平市肯定会防着他的, 如果大宋想要征服日本, 就必须在一个合适的时候铲除平市, 否则的话, 一旦平市壮大起来, 到最后, 就真的会演变成他们真的就只是来援助的, 打完了就老老实实地回家, 所以, 日本战役最关键的一点, 不是打败原市, 而是怎么消灭平市, 这也是李七最不放心的一点,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弄, 这事是事先安排不了的, 只能让牛高见机行事, 但是李七万万没有想到, 都不用宋军从中作梗, 平市自己就跳入火坑, 而且还被坑得这么惨, 这似乎又超出李七的预调, 他只是希望平市遭受重创, 最好还能给他留一点生理军, 没想到平中正这么干脆, 直接来了一个全军覆没, 景也板山一战, 平市恐怕是很难再恢复了, 原市大仗中, 此时原市大军是士气高昂, 此番, 他们不仅取得大上, 而且还歼灭了平市所有主力, 他们也不打算再给平市任何机会, 原意中正和一干人等商量反攻的事宜, 其中一位大将说, 将军, 魔将一位, 平市已经是武力回天, 根本不足为虑, 目前我们能否收复北路道, 关键的敌人, 乃是来自海岸对面的宗旨。 此言一出, 其他人纷纷点头, 平市有多少家底, 他们都很清楚, 但是, 他们不清楚宋军是一个什么状况, 当初也正是这个原因, 导致他们在北路道的进攻, 全部被宋军击退, 险些酿成大祸, 一人又说, 平时乃是我日本的叛徒, 但是宋军却出兵相助, 显然是要与我日本作对, 他们纵使在下也是远兜而来, 而我们是本土作战, 根本不需要忌惮宋军, 何不趁机将宋军也消灭, 反正我们和宋国朝廷也没有来往。 不少人纷纷附和, 但是原意中沉眉不语, 他心里也有一本账啊, 他虽然在军事上面不如平中正, 但是在政治方面却要强于平中正, 他心里很明白, 藤元旭其实并没有将他视作心腹, 一旦鸟与法皇巩固了朝野, 那么天知道他们会不会联合起来对付自己, 这一点不能不妨啊, 得提前为自己想好后路, 而平氏的壮大是有目共睹的, 这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大宋。 如今平中正已经没有任何实力了, 故此, 原意中心想, 若是自己能和大宋合作, 顺便接手平氏集团, 那么朝野上下, 谁都要忌惮他三分呢? 这就是政治, 永远都没有绝对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前一刻, 袁氏上下还恨宋军入骨, 但是此刻, 他们的家主却已经蒙发了和大宋结盟的想法。 这时候, 一个禁卫走了进来, 行礼道。 启禀将军, 太政大臣驾到。 原意中听吧, 赶紧领着下属出仗迎接, 这太政大臣乃是北家藤原市的藤原中头, 这家伙也是一个奇葩, 而且还是一个反骨。 他虽然是贵族, 但原本是白河法皇一边的, 可是眼见白河法皇不行了, 而且重得天皇年纪尚轻, 于是立刻投靠鸟鱼法皇。 故死, 这鸟鱼法皇即位之后, 他太政大臣之位并没有丢。 不得不说, 这人非常有能力, 只不过是投机取巧的能力。 但是, 这种人最可怕, 原意中可不敢怠慢, 来到帐外, 只见一个华府男子昂首站在军营中间, 真是八风吹不动, 一辟过得僵。 此人就是藤原中通。 原意中赶紧上前行大礼, 他甚至, 此人极度心极强, 若不给足他面子, 说不定他会记恨你一辈子。 藤原中通, 其实也就是想试试这原意中, 有没有仗着自己打了胜仗, 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见原意中还是一如既往地尊敬他, 心里十分地高兴, 终于露出了笑脸。 上前扶起原意中, 代表鸟鱼法皇狠狠地褒奖了原意中一番, 自己也是夸奖了不少句。 一番官场的对白过后, 原意中将藤原中通请到帐内。 藤原中通一坐下就问道, 法皇陛下派我, 除了慰问将军以外, 还想询问一下将军, 可有抓住平中正那个乱臣贼子? 这一说到平中正, 原意中稍显遗憾。 原来在那场混战中, 虽然歼灭了平氏所有主力, 但是平中正在一杆亲信的拼命保护下, 又逃出了他们的包围圈, 这可以说是此战最大的遗憾。 不敢瞒太政大臣, 平中正在乱战中, 还是逃了出去, 但是太政大臣尽可放心, 此战过后, 平氏已经无礼回天了, 而且我已经让原为业前去追击了, 若无意外, 应该能够追拿住平中正。 这平中正不出, 我心难安哪。 太政大臣请放心, 这一次他平中正是插翅难飞, 我定将他的向上人头奉上。 这人都跑了, 藤原中通纵是不满, 也无可奈何, 呵呵笑道。 这我当然相信将军, 那不知下一步将军打算怎么办。 原意中听出他这话颇有试探之意, 少以沉隐。 哦, 我们正筹备大局反攻, 争取一并收复北路道, 顺便将那些宋军全部消灭掉。 藤原中通突然叹了口气, 原意中说, 太政大臣, 为何叹气啊? 对于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我对将军当然是深信不疑, 但是法皇陛下的意思, 还是不要赶尽杀绝了。 毕竟, 唐朝之后, 我们日本就与中原朝廷再无来往。 近些年来, 一直都是平中正在与宋朝大交道。 宋君主听到的, 也只是平中正的一面之词, 这其中或许会有些误会, 所以法皇不想再生灵涂炭, 而且听说, 宋君在越中州也非常规矩, 没有杀戮, 所以, 法皇还是希望能够让宋君直难而退, 不要为难他们。 虽然日本朝廷不和宋朝廷来往, 但是民间贸易却来往得非常频繁, 而且, 大宋在周边邻国的眼里, 一直都是一个谦谦君子, 毕竟总是在挨打嘛, 何谓君子, 就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所以, 日本朝廷不想和大宋撕破脸皮, 他们还是希望维持以前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袁义忠听得心中一息, 这与他想得不谋而合呀, 嘴上却说, 法皇有令, 臣怎敢不听啊, 只是, 就怕底下的弟兄不甘心呢, 毕竟宋君在粤中州杀了我们不少武士。 这我知道, 法皇陛下也知道, 但是得以大局为重, 你好声与他们说说, 他们会明白的。 若是宋君直难而退, 你们也就放他们去吧, 相信这一战过后, 宋君也知道我们日本武士的实力, 不会再逗留了。 袁义忠心里笑开花了, 嘴上很勉强地说, 好吧, 我敬意而为, 但若是宋君不知难而退了, 那么, 那么就将他们永远地留在这里。 在若霞州北区三百里的一棵大树下, 十余人坐在周边, 拼了命地往嘴底塞干粮, 一位中年男人靠在大树下, 双目赤红, 目光散乱无神, 头发蓬松, 满脸无黑, 浑身破破烂烂的, 此人正是前几天还不可一世地平中着。 将军, 你吃点东西吧。 平中正摇着头, 目光缓缓从面前一张张面孔扫过, 喃喃自语道, 四万弟兄, 四万弟兄啊, 就只剩下了。 说到这里, 他仰天一叹。 都怪我, 都怪我呀。 要是当初我听了牛将军和赵将军的建议, 怎会有此一败呀。 说到这儿, 他突然嘶吼一声, 嚎啕大哭起来, 双手用力垂着地面, 仿佛要将自己的双手垂断。 一旁的武师剑了, 纷纷也掩面而起。 耍他一声, 平中正突然抽出宝剑来, 双目睁圆, 说道, 我平中正无言回去, 唯一有意死, 说着, 就往脖子上抹去。 将军! 那些士兵大害, 急忙扑了过去, 幸亏他们手快, 要是再慢一点, 平中正就真的一命呜呼了。 一名先锋官说, 将军, 往往不可呀, 弟兄们拼了命, 才掩护我们逃出圣天, 若是将军就这么死了, 那弟兄们真的会死不瞑目的, 况且, 留着秦神在, 不怕没缠上。 平中正哭着摇头, 完了, 完了, 都完了。 将军, 不是还有宋军吗? 说起宋军来, 平中正突然双目一睁, 随即又道, 当初是我不信任他们, 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 如今, 他们又如何愿意再帮助我? 话虽如此, 但是我们兵败, 原始不一定会饶得了他们, 就算他们不愿帮助我们, 但是, 他们为了自保, 还是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平中正皱眉私存片刻, 信下, 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虽然我主力尽尸, 但是我还有一片这么大的土地, 还有不少百姓, 假以时日, 还是能东山再起的。 李清赵说得很对, 古往今来, 人结鬼雄多不胜数, 韩信胯下之辱, 岳王勾建卧心长短, 这时常令人称道。 但是不要忘记, 比起他们而言, 西楚霸王面对的只是一条江而已, 由此可见, 真正能做到不肯过江东的, 唯有西楚霸王。 这平中正就还差远了。 就在此时, 后面又隐隐传来了马蹄声, 那先锋关芒说, 不好, 敌人追来了, 将军, 咱们快跑。 如今平中正哪里还有死的勇气, 慌忙上马, 往越前舟仓皇逃窜, 又跑了约莫半个时辰, 虽然后面的马蹄声还没有远去, 但是平中正已经看到了希望, 以为前面不远处就是他的地盘了, 只要再坚持一下, 就可以暂且保住性命。 然而, 在前面的一座山林里面, 站着二十余个满脸涂满树漆的男子, 虽然看不到他们的面孔, 但是那一双双冷漠的眼睛, 任何一个人都不想看第二眼, 不知他们是死人, 还是他们眼中只有死人。 呼听一个竹笛声响起, 来了, 一个浑厚的声音说道, 双双双, 二十余人纷纷拉弓搭建, 瞄准山下的道路, 动动动, 一阵马蹄声传来, 伴随而来的是一阵满弓才能发出的吱吱响声, 当平中正领着他的家将途经这里的时候, 听得嗖嗖嗖的声音, 二十余只箭矢从天而降, 又听得啊啊啊的声音, 平中正以及他的所有家将全部应声倒地, 道路上空有战马的斯鸣声。 全部解决, 回去向军师赴命吧。 话音刚落, 这二十余人就消失在了湿冷的山林间, 两日过后, 月中周。 哎呀, 这元氏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车头最后, 还是得让我们出手相助。 嘿嘿嘿。 牛高坐在椅子上, 咧开嘴呵呵笑了起来, 过了片刻, 他突然又向一旁闭目养神的赵经燕询问道, 君子, 你说他们会不会察觉是我们在丛中做手脚啊? 赵经燕双目物资闭合, 淡淡说, 放心, 这份功劳, 很多人抢着令呢。 不管对方是谁, 只要是第一个见到平中正尸体的人, 一定会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 其实是谁杀的平中正, 对原事而言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平中正死了, 况且, 我们用的还是他们的箭矢。 嘿嘿, 还是君师你料事如神, 这道原事那群草包, 杀不死平中正的。 这算不得什么, 只是稍微谨慎一点罢了。 说到这里, 赵经燕突然睁开双眼来, 站起身, 整理了下衣服。 好了, 现在, 终于该我们上场了。 嘿, 俺老牛早就等不及了。 虽然到目前为止, 东西两线没有任何消息传到汴梁来, 但是赵凯, 李奇其实心里都明白, 这绝不是一个太平盛事。 过此, 李奇决定, 趁着现在还有点空闲, 先把五小六他们三人的婚事给办了, 这要一忙起来, 那他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抽出空来。 说密师傅, 快点儿, 快点儿, 唉, 天七, 再把左边那灯笼啊, 摆正一点儿。 好的大娘, 五大叔, 这样可以吗? 再高一点儿, 再高一点儿。 哦, 这一日傍晚, 整个淑密师傅都陷入了忙碌当中, 数十个最先驱的员工是爬上爬下, 陈大娘吴芙蓉则是焦急地到处布置一些细节, 只见淑密师傅大门的上面挂着两个大大的红灯笼, 两边贴着一对红洗对点, 从字体来看, 这绝对是出自蔡经之手, 这不是春节遗留下来的产物, 而是因为明天也就是二月初一, 就是马乔他们三人的大婚之日。 这里面, 除了马乔这个贴身保镖以外, 其实李奇早就给吴小六和陈阿南添置了房屋, 但是因为他们三人是一块结婚, 李奇为了更加热闹一些, 故此就让他们在自己的府邸举办婚礼, 而且娘家就全部安排在秦府, 毕竟他们都是秦府出来的。 现在, 留在这里的全部都是男方的亲朋好友, 女方的全部都去了秦府, 包括李奇所有的妻子。 在后堂内, 熊熊燃烧的壁炉还在加紧驱赶寒冬遗留在春天的最后一丝寒气, 只见一群人坐在里面, 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壁上插着红花的公子哥的演讲, 听得着公子哥手舞足蹈地冷声道, 说到这生孩子呀, 你们是问对人了, 用李奇的话来说, 这就是一门学问, 而且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这个耳祸, 好事不尽得来找我, 这种事就拉我下水。 李奇忙说, 哎, 娘娘, 你说话给你讲平正,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高雅内不爽地瞧脸李奇。 哎, 意思差不多了, 你别老是打岔好不好, 要不就你来说。 李奇说, 哎, 免了, 我经验可没有你丰富, 人数更是比你差远了, 你继续吧。 高雅内投一昂。 那是自然。 柴聪说, 你快点说吧, 六子他们还得早点休息呢。 高雅内突然又叹了口气, 怒其不争地向五小六和陈阿南说, 哎呀, 六子, 阿南, 其实这东西只能议会, 不能言传的。 当初本雅内三番四次邀你们上迎春楼, 你们就是不去, 啊, 现在好了, 这临时宝佛脚, 多累啊。 要是跟你去了, 这婚还结得成吗? 李奇犯了翻白眼, 五小六满脸好奇道, 雅内, 难道你第一次就是在迎春楼? 高雅内咳了一声, 略显尴尬。 呃, 那倒没有。 红天酒黑黑一笑。 哼, 哥哥第一回睡的就是寡妇。 李奇一口茶水喷出, 笑道。 真的假的? 高雅内怒瞪了红天酒一眼。 笑笑, 你怎么说出来了? 红天酒一脸单纯。 啊, 不能说吗? 李奇一脸八卦。 雅内, 你这么厉害, 第一回就能勾搭上寡妇, 不会用强的吧? 那你天生就是中口味啊。 高雅内很郁闷。 李奇, 你不懂就别乱说好不好? 李奇说。 那你就说来听听咯? 这有什么好说的。 高雅内脸色微红。 哎呀, 这次说到寡妇竟然会脸红。 李奇真心感到好奇。 哎, 雅内, 你还会怕这些吗? 柴聪呵呵道。 呵呵, 他不是勾搭寡妇, 而是被寡妇勾搭了。 李奇一立声。 哎, 柴聪, 你也知道。 柴聪说。 这又不是什么秘密, 王宣恩、 宋宇辰他们都知道。 李奇有些不爽。 干清就我不知道啊, 那太不公平了。 说来听听, 说来听听。 柴聪一笑, 没有多说, 倒是洪天酒坏笑道。 嘿, 李大哥,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禁军中, 有一个姓林的教头。 林教头? 李奇愣了下, 惊呼道。 莫不是林冲? 高雅内有些错愕。 林冲是谁? 呃, 李奇说。 不是吗? 洪天酒摇了摇头。 不是叫林冲, 是叫林豹。 豹子头林冲, 那还不就是林冲吗? 李奇一头冷汗。 呃, 你继续说。 高雅内挥了挥手。 哎, 好了好了, 我告诉你便是,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小时候常去军营玩, 从而结识了这林豹, 后来我又拜林豹为师, 我的拳脚功夫就是他教的。 李奇愣了一声。 啊, 看来那林豹的身手也不咋地啊。 高雅内说。 哎, 你这什么话, 那林豹的身手可厉害了。 就是比马桥差一点。 只是他没有教我几日, 就奉命去北边打仗去了。 结果一去就没有回来了。 李奇说。 说起来, 这林豹的妻子不就是你的师娘吗? 高雅内红着脸。 倒也是的。 李奇搓着额头。 这辈粉有点乱呐。 呀内, 你也真的下得去手。 李大哥, 你误会哥哥了。 是吗? 可不是吗? 其实哥哥以前挺善良的。 哪里? 是真的? 当时哥哥知道林教头阵亡后, 给了林家娘子送去不少的钱财衣物, 关心备制。 若非哥哥在, 就凭那林娘子的美貌, 早就让人收去当侍妾了。 哦, 然后就关心到床上去了, 就知道是这样。 李奇心里默默鄙视了高雅内一番, 果然, 小九继续说。 后来哥哥和林娘子日久生情, 就好上了。 哎, 只是好景不长, 这事让太尉知道了, 碰巧太尉当时, 正忙着哥哥的婚事, 为了避免结外生枝, 于是, 太尉就暗中将林娘子送出了京城, 至此之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林娘子了, 而哥哥得知后, 是伤心欲绝, 整日喝得鸣顶大醉。 五小六绿带一丝惊讶。 雅内, 想不到你还如此的深情。 高雅内说。 哼, 本雅内一直都很深情的好不好。 李七突然问道, 不知道当时雅内是在哪里喝酒? 迎春楼啊? 哦, 做个, 原来这次喜欢成熟的女人, 就是因为这个呀。 李七点点头, 雅内, 你真的喜欢那林娘子吗? 高雅内说。 当然喜欢, 他一直都对我挺好的。 那你恨你爹爹吗? 李七, 你这人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那可是我爹爹啊, 又不是他人, 我怎么可能恨我爹爹呢? 高雅内说着, 双手拖着脸。 不管我爹爹做了什么, 那肯定是为了我好。 我是太尉的儿子, 林娘子再好, 也是一个寡妇。 要是现在的话, 我还能让他进我家门, 可是当时是不可能的。 这句话, 李七倒是没有怀疑什么, 这几个二货, 虽然有够魂的, 但是都非常孝顺, 毕竟是大户人家, 家教还是比较好的。 这也是李七将他们视作朋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李七觉得, 一个不孝之人是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这种人当敬而怨惧。 周华黑黑道, 嘿嘿, 牙奈, 你这话就诧异了, 那王家三娘不也是寡妇吗? 现在不也是李大哥的妻子了吗? 李七黑了一声, 嘿嘿, 胖子, 你找打是吧? 你是不是非得血染六字婚礼, 才肯罢休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李大哥, 我做了。 高雅内吟笑道, 嘿, 李七, 你和那王三娘, 啊, 有没有睡过? 李七说, 哎, 去去去, 这事儿, 你就甭打听了。 高雅内撇了撇嘴, 嘿, 不问就不问, 有什么大不了的? 柴聪突然说, 李七, 说来道也奇怪, 在你府邸第一个举办婚礼的, 却不是你。 此话一出, 一缸二货纷纷带着疑惑的眼神望着李七, 啊, 我也想啊, 可是老子看到婚礼都怕, 估计还没有穿上新郎服, 就昏厕了过去。 为等李七张口, 高雅内就哈哈道, 啊, 啊, 哈哈哈哈, 这我知道。 李七很是谨慎, 你知道什么? 高雅内嘻嘻一笑, 哎, 李七, 你是不是还想多找几个女人, 然后一块儿结婚, 反正你有圣旨在手, 到时一个新郎十多二十个新娘一起拜堂, 然后一起洞房, 那一定非常爽啊, 啊, 哈哈哈哈, 爽你个头啊, 李七拿起身口的抱枕, 就向这个二货砸了过去, 闲话少说, 时辰也不早了, 你快地办那些高论, 说给六子他们听吧, 哎, 对啊, 差点把这事给忘记了, 高雅内一蹦而起, 嘿嘿道, 六子, 阿南, 为了你们, 我可是连珍藏已久的宝贝都拿出来了, 说着, 他从怀里一掏, 似乎本小册子散落在桌面上, 这是什么? 李七拿起一本一看, 当时双眼一睁, 那你, 大宋写真节? 哦, 雅内, 你有这么好的东西, 早不拿出来分享, 太没戏了, 高雅内黑黑一笑, 嘿嘿, 厉害吧, 不瞒你说, 这可是当今世上最好的机本了, 而且已经是绝无仅有, 这里面一共有一百零八事, 有三十六大事, 其中又有七十二般小事, 六子, 阿南, 你们若能精通一个大事, 那一生都受用不尽啊, 五小六这纯情小畜男, 仅仅是瓢丽, 那脸红的都跟猴子屁股似的, 弱弱道, 亚内, 你会多少事? 高雅内说, 本亚内, 那自然是样样精通了, 说着, 他拿起其中一本来, 来来, 我给你讲解其中最简单的一事, 李奇看得已经入神, 他此时才知道, 在这方面, 他落后当代太多了, 一边看, 一边心想, 我中华文化不弱于人啊, 就算是这方面, 道国都差远了, 这是人性, 五小六和陈阿南也不例外, 对于那本本小册子, 是充满了好奇, 看得出, 他们已经开始躁动了, 诶, 诸华, 小九, 你们两个为六子阿南, 演示下这个姿势的动和镜, 动与镜, Oh my God! 雅内, 我和小九都是男人啊, 哎呀, 这有什么关系, 只是演示一下, 咱们可是一个专业演员, 诶, 哥哥说的是, 咱们试试也无妨, 不得不说一句, 这婚前性教育课, 高雅那是最好的老师, 没有质疑, 他的教育课非常生动, 生动到什么地步呢? 已经到了李奇都感觉恶心的地步, 这种百无禁忌的教育方式, 李奇真的无法接受, 为了不打扰六子他们的学习, 他悄悄地退出了屋外, 此时, 夜幕已经降临, 但是下人们还在忙活着, 明天要来的客人可是不少, 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在齐列, 毕竟小玉可是最先集团的二把手, 男哥也不差, 认识很多的公子哥, 而吴芙蓉又是最先居的掌柜, 好友也是多不胜数, 又有李奇的光环加深, 可想而知, 这宾客的队伍是多么的庞大, 明天可是一场盛宴。 大人, 你们继续忙吧, 不要管我。 李奇站在外面伸了一个懒腰, 呼听一个声音, 哎哟, 酒鬼师父, 你怎还躺在这儿啊, 马小哥明日就要成婚了, 你作为他师父可是要出席的, 怎么又把自己给喝醉了, 这酒哪天没得喝不差这一日啊, 你快些去休息吧, 明日可还得早起呢。 是是是, 我这就去。 躲在树下宿醉的酒鬼, 被陈大娘一阵啰嗦, 忙不迭地爬了起来, 酒鬼看到这一幕, 呵呵笑了起来, 带酒鬼走过来时, 他笑道, 酒鬼, 酒鬼抬起头来, 有些诧异。 书密室? 想不到你也有怕的人, 酒鬼一愣, 随即翻了下白眼, 哼道。 是, 我的确怕, 就陈大姐那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啰嗦起来啊, 说个没完没了, 我若还不闪的话, 非得被他吵死。 书密室, 小乔和美美终于成婚了, 我这心里高兴了, 要不你提前拿点喜酒出来, 让我开心开心呢。 这喜酒可就是绝世无双啊, 李奇笑着点点头, 当然可以。 书密室, 你可得说话算数啊。 这是必须的, 你等一下, 我叫陈大娘给你拿来。 这, 这就不用劳烦陈大姐了吧。 要的要的, 陈, 等会儿, 等会儿。 算了, 我方才已经喝了一坛子了, 今晚也已经够了, 这还是留给明天再喝吧。 哦, 原来你怕陈大娘啊, 早说啊。 李奇说, 对了, 你看到马乔没有? 没有。 唉, 我说你也真是的, 马乔明日就要结婚了, 你一点也不关心嘛。 这是喜事, 又不是丧事, 要有什么关心的? 再说, 你不是都已经安排好了吗? 话虽如此, 但是你好歹也嘱咐他几句。 打架的话, 我倒是可以嘱咐他几句, 成婚的事还是免了, 我自己都没有成过婚, 怎么嘱咐他呀? 方才陈大姐还嘱咐了我一番了。 他说的也有道理。 李奇说, 这个马乔也真是的, 方才牙内在讲课的时候, 他就是拉不下面子了, 别到时候一点动静都弄不出, 那才叫做丢人呢。 酒鬼呵呵笑了起来, 李奇问, 你笑什么? 方才我喝得迷迷糊糊时, 恍惚间见到一道人影, 趴在窗子边上, 也不知道是做梦还是怎的。 李奇愣了下, 玄机明白过来, 笑呵呵道, 那次真是死要面子啊。 酒鬼, 你家历钱不是挺有钱的吗? 怎么可能没有成过婚呢? 我父母倒是帮我找过, 但是他们养了一个混蛋儿子, 就在成婚之日, 我跑去和朔跟人比武去了, 结果婚没有结成, 我父母还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哎, 这还真是一个物质啊。 见于对方是酒鬼, 李奇倒也不觉得心急, 笑道, 那你就没有想过再找一个吗? 酒鬼摊开双手, 李奇皱眉道。 什么意思啊? 你看看我这副尊容。 算了, 像我这种人成婚啊, 只是在害人, 其实有酒作伴呢,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这些事啊, 我早就没有想过了。 嗯, 好了, 我去睡了。 说着, 他就离开了, 李奇望着酒鬼离开的背影, 轻轻摇了摇头, 一日一早, 一支庞大的迎亲队伍就出门了, 这支队伍可是非常凶猛的, 真是能打能扛能乃, 扛有阿南, 打有马桥, 乃有吴小六, 另外, 还有高雅内这一群禽兽在, 这绝对是一支无敌的队伍。 迎亲队伍出门不久, 李奇就出门了, 他也想跟着去热闹热闹, 但是没有办法, 在这婚礼现场, 他连呼吸都成困难, 反正有陈大娘, 吴芙蓉酒鬼在, 他也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 若是他在的话, 恐怕还会喧宾夺主。 出了门, 李奇整个人都觉得轻松了许多, 可是他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于是, 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不知不觉中, 来到了向国寺附近, 反正没事, 就去向国寺瞅瞅。 正当李奇准备进向国寺的时候, 后听前面有人喊道, 前面可是书密使人。 李奇转头一看, 只见迎面驶来一辆马车, 这辆马车李奇是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金楼张春儿的坐驾, 带马车停了下来, 张春儿急忙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略带一丝惊讶地说, 真是书密使啊, 张春儿见过书密使。 张娘子这是准备去哪儿啊? 不是去给贵府小玉, 陈阿南道贺吗? 对对对, 你看我, 最近忙的人都是晕的。 书密使为何在这儿? 呃, 我啊, 啊, 我在那里的话反而会喧兵夺主, 毕竟我不是他们的父母。 这个理由倒是说得过去, 张春儿笑着顶顶头。 啊, 原来如此, 不过书密使带小玉陈阿南, 那是比清大哥还好些。 对此啊, 张春儿也深感敬佩, 也一直都在向书密使学习呢。 诶, 陈娘子, 我发现你说话越来越像一个人了。 哦, 谁? 秦少子。 张春儿一愣, 甘笑两声, 没有接这话, 现在谁都知道, 张春儿和秦桧有不少生意上的合作。 可以这么说, 秦桧如今拥有的产业十有八九都和张春儿有关, 为此, 秦桧的夫人王氏还把张春儿弄进了女人会, 可见一斑呢。 按道理来说, 这张春儿可以算是李奇的敌人, 张春儿突然想到什么事的。 书密使, 如今时辰还早,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坐坐, 喝杯茶。 李奇正好闲着无聊, 干脆说, 我没带钱。 我请。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二人进到相国寺, 找了一个偏远角落的茶厅坐下, 李奇笑道, 张娘子的生意是越做越大了, 听说最近张娘子有准备在江南大战拳脚。 蔡元外说的吧。 看来, 你们已经有过交手呢。 那老狐狸总想一个人霸占一切, 容不下别人, 但是书密使的话, 他是有心无力, 而且呢, 还得讨好书密使。 我就不一样了, 都是干酒楼的, 总会有点斗争嘛。 但是, 比起书密使来说, 我们都不过是小买卖罢了, 就光玻璃每年给书密使带来的财富, 我们都是望尘莫及啊, 其他的, 可就更不用说了。 唉, 张娘子过千了, 你们金楼每年赚的钱, 那可是不少啊, 特别是最近几年, 我最先居士赚钱多, 但是花费的也多, 而且, 玻璃的税收, 你应该是知道的。 这算下来, 我哪里还有什么钱赚呢? 话不能这么说呀, 听说最近书密使又研制出一种咖啡, 虽然我没尝过, 但听说这咖啡, 可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味道。 现在, 已经是东京人尽皆知了, 想必到时候又能为书密使 大赚一笔吧, 真是让我羡慕不已啊。 李奇品了一口茶, 自笑非笑道, 张娘子这似乎是画里有画呀, 我们也不是第一回打交道了, 张娘子有话就直说吧。 书密使果然是快人快语啊, 是这样的, 我呢, 想跟书密使做一笔生意。 你知道的, 我非常喜欢和你做生意, 至少每一次咱们都达到了双赢, 这可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承蒙书密使看得起, 春儿真是受宠若惊啊, 我想得到咖啡的种子和制作秘方。 李奇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嘴角微微上扬。 这笔买卖的基础真不是一般的高啊, 我想很难让我们达到双赢。 言下之意, 就是你金楼有什么东西可以换取我的咖啡呢? 张春儿笑道。 这我知道, 但是我最近得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想必对书密使来说非常重要。 难道与金国有关? 不可能啊, 完颜宗旺不是傻子, 没有派人来杀他, 就已经算是给面子了。 李奇眉头稍皱, 那我得先听听看, 看你这个消息是否真的拥有这个价值。 前两日我在少宅府时, 无意间看到了一个人。 什么人? 王府。 只听得砰的一声, 李奇手中的茶杯掉落了下去。 对于李奇的表情, 张春儿似乎早就预料到了, 抿了一口茶, 又放下茶杯来, 笑道。 书密使觉得, 这个消息的价值是否够了? 糟糕, 被他夺得心机了, 这不行, 我可不喜欢被盗。 李奇一扔, 将茶杯放好, 又往后面喊道。 殿家, 麻烦你把这里擦擦。 是。 那殿家赶紧拿着抹布走了过来, 把桌子给擦干净, 带着殿家离开后, 李奇才笑道。 王府, 昌娘子, 不会是看错了吧? 那时, 那人行走匆忙, 我也只是匆匆瞥了一眼, 若是别人, 我可能会看错, 但若是王府? 很难认错的, 书密使可别忘记, 王府与一般汉人, 有个非常明显的区别。 我怎么会忘记, 他是金毛吗? 正是。 可是很多西域人都是金毛, 光凭这个, 不足以说明那人就是王府吧。 你会不会是看错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我的的确确看见那就是王府, 无论是身形, 还是样貌。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王府早已经被鸠鬼给杀了, 连人头都带来了,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奇一边私存, 手一边转动茶杯, 过了片刻, 他又说, 就算是王府, 那又如何? 王府不过是一个废物, 他存在与否, 对我来说, 造成不了任何的威胁。 是, 王府的确对书密使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但秦桧呢? 李奇没脚处, 稍稍颤抖了两下, 张春儿又说, 书密使可别忘了, 我是在秦少宅府上, 见到王府的。 哎呀, 说到这里, 我突然觉得, 你这个消息还真有些价值。 但是, 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了, 要是再多的话, 恐怕我就想得到玻璃的配方了。 啊, 要是如此的话, 我现在还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这条消息是否值那个价, 我还得去查查。 这是自然。 张娘子, 有一点我很好奇, 你就这么告诉我, 万一我不认账, 你岂不是亏惨呢? 你是书密使人, 而我呢, 只是个商人。 别说是这事了, 任何事情你想赖账, 我都没有办法, 哪怕是签了合约。 不仅是我, 天下商人都是如此, 要是个个都抱着这种心态, 谁还会和书密使合作做生意? 书密使, 你说是吗? 有道理。 这也是我最欣赏张娘子的一点, 做任何事都非常果断, 从不扰丸子。 书密使过奖了, 我只是觉得跟书密使谈买卖, 直接点得好, 毕竟书密使聪明绝顶, 有些事想瞒也瞒不住, 既然瞒不住, 何不痛快点说出来, 还能博得一点信任。 哈哈哈哈哈哈, 张娘子真是太会说话了。 哪里哪里, 好了, 时辰也不早了, 我得去贵府道贺了, 要是没有其他事儿, 张川儿就先告辞了。 啊, 你去吧, 你去吧。 告辞。 哎, 等一下, 你这算不算是出卖了秦桧啊? 我是个商人, 商人眼中没有敌人, 只有利益, 这可是你说的。 我还说过, 我喜欢和商人合作。 我也是, 告辞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张川儿走后, 李奇突然眉头一皱, 按下, 王府已经死了, 但是他却说, 见到了王府, 那么应该是他认错人了。 可是他为何会一口就咬定, 那人就是王府呢? 不错, 以王府样貌的特征, 这的确非常容易认, 但问题是, 王府确确实实已经死了, 难道真是他看错了?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未免也太巧合了, 一个貌似王府的人突然出现在秦桧的府中, 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可是思来想去, 却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其实, 就算王府还活着, 对于李奇来说, 也告不成什么威胁了, 但问题是, 这里面牵扯到了秦桧, 李奇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 正当他一筹莫战时, 忽然眼中一亮, 想起人来。 对啊, 我怎么把他给放弃了? 急忙起身离开了, 太师府, 如今蔡经极少出门, 也很少见客, 整日在家与他的孙儿和曾孙玩耍, 如今太师府门前是门客罗雀, 老爷, 书密室来了。 蔡勇走进屋内, 像正在听几个孙儿朗读诗书的蔡经说道, 哦, 他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 今日小六子、 小玉玛乔他们结婚吗? 哦, 我也感到好奇啊, 难道是出什么事了? 带他去后堂等我吧。 是, 李奇在后堂等了一会儿, 蔡经就在蔡勇的搀扶下走着进来, 他急忙走过去, 搀扶着蔡经, 笑道, 李奇冒昧拜访, 没有打扰到太师享受天伦之乐吧? 啊, 你能来, 老夫也很开心啊, 哪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 只是今日老夫听说, 你的得意徒弟成婚,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哦, 陈大娘吴大叔他们不也在吗, 又都是独生子, 我在那里的话, 他们会少很多快乐的, 所以我就出来走走了, 这想着想着就上你这里了。 啊, 这倒也是。 蔡经坐了下来, 手往边上伸了伸。 你也坐吧。 李奇见他的动作, 似乎比以前又迟缓了一些, 关心道。 太师, 最近身体还好吧? 哎呀, 一天不如一天了, 想来也快了, 不过, 不过老夫活了这么多年, 也十分感激上苍了。 李奇心中一叹, 这句人生真是太短暂了。 蔡经问道, 你最近还好吧? 身体倒是还好。 怎么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唉, 算了, 他这把年纪了, 就别打扰他了。 还是让他安度着所剩无几的时日吧。 李奇沉吟片刻, 才笑道。 倒也没什么大事, 只是太师你刚才这般问, 让我想起昨晚做的一个梦啊。 啊? 梦? 什么梦啊? 呃, 说来也好笑, 我昨日就梦到了一个人。 是谁啊? 王府? 王府? 你怎么会梦到他呢? 我也不清楚, 所以自己也觉得好笑。 那你梦到他在干什么呀? 呃, 具体我记不清楚了, 我只是梦到他回京城了。 呵呵呵呵呵, 李奇啊, 如果王府还活在这世上, 那你就真的需要好好地检讨一下了。 不过老夫相信, 你应该不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吧。 哎, 我就是怕他的鬼魂来找我。 言下之意, 就是王府要来也只是鬼了, 人是不可能的了。 蔡经呵呵笑道。 呃, 想不到你还怕这些。 哎, 太师, 我觉得好像这官做得越大, 这人反而越胆小, 你说这奇不奇怪? 这一点也不奇怪, 老夫也是如此, 这人呢, 拥有的越多, 就越怕会失去。 这一怕起来, 就什么都怕了。 你已经算是不错了, 比老夫那时候强多了。 是吗? 我还以为就我是这样的呢? 哎, 其实我也不是怕, 只是当时被吓到了, 这王府生得跟个西域人似的, 金毛绿叶, 活得倒还好, 要是突然出现的梦中, 确实有点吓人啊。 太师, 这王府是不是西域人啊? 呃, 这老夫也就不太清楚了。 哎,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 当初五湖乱华, 导致有很多类似于王府这样的人。 也是啊。 我怎么把这给忘记了? 哼, 不过, 像王府这种拥有一国血统的人, 也能当上宰相, 真是奇了怪了。 说好的非我族类, 齐心弼意呢? 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提拔他上来的。 你说的那个家伙, 就是老夫。 呃, 是吗? 哼, 老夫骗你作甚呢, 你与王府打过不少教导, 也知道王府可不是一个酒囊饭蛋。 当时他是事先打听到太上皇会重用老夫, 于是他在朝中大肆拍老夫马屁, 极力推荐老夫。 老夫当时并不知道, 心中还十分感激他。 后来老夫做了宰相就提拔他上来,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 这次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他当时已经深得太上皇的宠爱, 老夫几番想贬他出境, 都被他快一步化解了。 要不是老夫为何总是说, 此生打过最大的一次败仗, 就是败在王府手里。 原来是这样啊, 我一直都以为, 王府一定是靠他父亲或他的叔父爬上来的。 他父亲不过是一个读书人而已, 就当了一个小官, 连提拔人的资格都没有。 不对啊, 你不可能没有对王府的家事进行过调查。 你这老货, 用得着反应这么快吗? 你牙是不是装得一副快要嘎嘣的状态啊? 李奇眼中闪过一抹慌乱, 说道, 我倒是想调查, 可是我都还没有开始调查, 就已经知道王府的父母早就去世了, 他也是独生子, 连个表兄堂兄都没有, 就王宣恩一个儿子, 根本没什么可调查的, 要不然那一次就一窝端了。 唉, 这倒也是, 不过, 他也不是连一个兄弟都没有。 哦, 这我倒是没有听说过, 其实他还是有一个堂弟, 据说是他叔父的儿子, 二人长得非常相似, 不过他这个堂弟就远不如王府了, 整天就是游手好闲, 惹事胜费。 而王府当时正卯足劲往上爬, 担心这个堂弟连累了他, 就把这个堂弟给弄走了。 但是后来王府当时还没有让他这个堂弟回来, 据说是在外惹事被人打死了, 老夫看呢, 这传言非虚, 老夫也见过他这堂弟一两面, 这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恶性难除的弑井之徒。 想不到王府还有一个堂弟。 怎么啦, 你不会害怕他这个堂弟来报复你吧? 别说他那堂弟有可能死了, 就算没死也不足为虑, 你随便动动手指就能玩死他, 连斩草除根这词用在他的身上都嫌浪费。 太失说笑了, 就算王府还活着, 我也丝毫不惧, 更别提他这个堂弟了。 我只是感到有些诧异罢了。 李奇眼中略过一抹慌乱, 说道, 这话虽如此, 他的眼中还是闪烁着一丝担忧的光芒。 如今李奇已经敢肯定, 张春儿见到的那个人, 就是王府这个神秘的堂弟。 但是就算如此, 他也有些纳闷, 王府的堂弟为何会出现在京城? 难道就不怕他赶尽杀绝吗? 而且还傍上了秦桧。 可这思来想去, 李奇发现, 自己并没有任何把柄在王府手中, 即便有, 那也是跟赵凯有关的。 反正当初那事儿, 是他跟赵凯串谋好的, 要是宋徽宗还在位的话, 那还说得过去。 但是现在皇上可是赵凯呀, 将整件事来来回回在脑中过滤了好几遍, 李奇发现自己真的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而且他对张春儿的话一直都有所保留。 张春儿是有一颗伤人的心, 他从不忠于任何一个人, 他忠于的只是利益, 不然他当初也就不会背叛完颜宗旺了。 可是他越想不通就越恼火, 心里还暗骂自己越来越胆小。 老子还只是一个小厨师的时候, 就敢跟王府对着干? 如今当了书密室, 连王府的一个堂弟都怕成这样, 真是怪赖。 既然想不明白, 他倒也懒得去想了。 蔡京似乎也没有多疑, 毕竟他年纪大了, 也喜欢回忆往事, 借着王府又和李奇说起了往事了。 这一往可就得从几十年前说起了, 但是李奇却一点也不觉得苦闷, 反而觉得非常感兴趣。 其实他并没有做过官, 初入官场时, 完全就是凭借着一些生意上的手段 和一些小聪明, 他多半的政治之道, 其实都是师从蔡京。 谈着谈着, 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分, 李奇非常顺其自然地 到太师府又蹭了一顿午饭, 直到蔡京要午睡了, 他才起身告辞了。 出了太师府, 他直接去往了西郊一片竹林里面, 而里面早有一人在恭候他了。 小人余庄, 参见书密室。 这人就是新镇的狗仔头头余庄, 也是当初在秋风坊 替李奇解围的那个扫地工。 南伯万走后, 他就全面接手了南伯万的工作。 免礼, 我今日叫你前来, 主要吩咐你去办件事, 给我好好叮嘱秦桧。 秦桧是李奇一手提拔上来的, 曾在多次运动中, 李奇暗中派南伯万他们相助秦桧, 虽然没有让秦桧插手, 但是秦桧也知道李奇手中有这么一支神秘部队, 鉴于秦桧的性格, 他不可能不防的, 这倒是提醒了李奇暗道。 也对啊, 若是我太激进了, 反倒是显得我很害怕。 他说, 既然如此, 那你们还是盯着外围就行了, 不必要潜入到腹地, 但是, 你吩咐弟兄们, 给我注意进出秦桧府邸的陌生人。 小人遵命? 李奇如今也是一头无睡, 也不好下命令, 目前也只能如此了, 又说, 南伯万那边可有消息了。 哦, 一切好像都还顺利, 暂时没有什么消息。 毕竟中间还隔着海, 这消息不可能一下子就传到京城来。 李奇又询问了下渔庄最近京城内的情况, 似乎一切都风平浪静, 倒也没有什么值得他好奇的。 询问完后, 他见天色差不多了, 就回去了。 李奇身在外面, 不知家中有多么的热闹, 反正三教九流皆有, 因为这三对金人接触的社会层面不一样, 而且他们又都是从底层爬起来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来的客人客室不少, 光书密室敷地, 就摆了两百桌。 要知道, 最先驱集团的员工集体放假, 包括最先驱都被征用来置办宴席, 这人数可想而知。 当然了, 其中最高兴的莫过于马乔、 吴小六、陈阿南。 不过, 今日上秦府迎亲的时候, 这三个家伙竟然吃里扒外, 帮着三位新娘对付高兴的他们, 气得高兴的他们呕吐三斤血都有了, 头一会见到这么坑队友的新郎。 原来, 小玉、美美、小桃他们三人, 都是没有亲人的, 他们的宋经团, 还是从王家、白家、郑家界的人。 人数虽然可观, 但是这些人都是书香门帝的子弟, 温文尔雅, 尖谦君子, 战斗力十分低下, 而他们的对手却是一群虎狼, 广似小公子, 他们就已经俯首成臣了, 再加上周华这些莽夫, 要是还加上马乔他们三位新郎, 那根本就挡不住。 要知道, 这三位新郎可是极爱他们的妻子, 那真是爱到骨髓里面去了, 特别是马乔, 世事他都向着美美, 不管是任何时候, 美美说一, 他绝不会说二, 就是他这反骨气的头, 反正高崖内是让这次给气死了, 到了宴席间, 这四小公子开始了最血腥的报复, 一群二货是追着三位新郎官敬酒, 没两下, 吴小六和陈阿南就不省人血了, 但是高崖内不肯让他们走, 你最要醉到这里, 唯独马乔这个谦卑不倒还在苦苦地支撑, 但是今日他可不敢嚣张啊, 因为他得罪了迎亲团, 没有人帮他喝酒, 等于就是他一个人来对抗整个世界, 真是要命啊, 不过, 马乔也够狠的, 骑手势就把四小公子给惯得晕头转向, 秦贼先秦王, 这是他从李奇那里学来的, 这一场酒席喝得真是昏天暗地, 关键是这书密室府邸的酒那是喝不完的, 从中午开始一直喝到傍晚时分, 酒鸽他们早就闪了, 席间全都是年轻的一杯,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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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怎么都满了呀, 红天酒捂住胯下, 在一排茅厕前直蹦的, 这酒喝多了, 尿自然也多了, 问题是这人也多呀, 茅房里面全部满了, 红天酒左右张望了一下, 忽然夹着大腿, 快步往南面跑去, 不一会儿, 他就来到花园, 寻思着, 这天色也不早了, 在这里写学, 应该没有人发现的, 再说, 自己这还是帮他们施肥呢, 他悄悄潜入花园, 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了自己的宝贝, 好险, 差点没有拉到裤子上, 啊, 红天酒尝尝吐了一口气, 一个冷战, 打得整个人都轻松了, 只听得啪的一声, 谁, 谁打我, 我, 红天酒转过头来, 只见一道黑影站在他身后, 吓得险些一屁股坐在自己施过肥的土上, 惊颤道, 李大哥, 来人正是李奇, 他原本以为这都到傍晚了, 也应该结束了, 哪知这些家伙竟然从中午喝到现在, 他有最见不得这种酒席上敬酒的场面了, 于是就偷偷来到花园走走, 哪知还没到一会儿, 忽见一个鬼祟的身影跑了进来, 他认出了是小酒, 正准备出声许, 发现这家伙竟然直接撒起尿来, 这可是把李奇给弄梦了, 当然, 更多的是愤怒, 说不知, 他当年也差点在秦府的花园就地解决, 区别在于, 他是在别人的地盘, 而小酒是在他的地盘, 李奇双手插腰, 我说小酒你儿还真是, 他话才刚说到一半, 红天酒一路酷散, 抓着李奇的手臂就嚷道, 哎哟, 李大哥, 你今儿去哪儿了,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走走走, 咱们喝酒去, 拖着李奇, 就往门口那边走去, 哎,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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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干啥, 你先把你肮脏的手放开, 哦, 然后给我滚出这里, 哦, 红天酒连勾两声, 酒飞快地溜走了, 哎, 哎, 小酒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 李奇望着小酒幻影一般的背影, 眨了眨眼睛, 突然现屋过来, 对啊, 我还没有教训这小子, 竟然敢在我的花园随地大小便, 啊, 这小子真是狡猾, 竟然还懂得混淆是听, 岂有此理, 夫君, 是你在里面吗? 小酒离开没一会儿, 又见一道倩影出现在门口, 这声音, 李奇是再熟悉不过了, 李奇忙说, 哦, 七娘, 是我, 白血诺一听, 快步走了过来, 哎, 夫君, 真的是你啊, 这一日你都去哪儿了, 可把我担心坏了呢, 目光还关切地打量下李奇, 李奇笑道, 呵呵, 放心, 我没事, 我只是去外面走了走, 可这是为何? 李奇早上其实吩咐过了陈大娘, 白血诺也知道, 但她就是不明白, 今日成婚的每一对新人都与她有莫大的关系, 但是她却不辞而别, 这领七娘百思不得其解, 李奇突然一脸愧疚, 七娘, 对不起啊, 呃, 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啊? 其实, 这府邸第一对新人, 应该是我们才是, 说话间, 她偷偷用目光, 瞟了白血诺几眼, 白血诺一阵, 沉默少许, 才说, 夫君, 你知道的, 我不太在乎这些, 有些人婚礼办得隆重, 但婚礼后的日子却过得是冷冰冰的, 只不过是个形式罢了, 其实, 能每年看见你, 七娘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 我确实有点好奇, 你今日为何会出去, 这似乎不合常理啊, 夫君,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唉, 七娘, 实不相瞒, 因为以前的一些事情, 让我对婚礼有一种恐惧感,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办婚礼的原因, 恐惧? 甚至无法呼吸, 我也是上次在正义的婚礼上查诀到这一点, 其实我以前一直不愿提起婚礼, 可能也是因为潜意识里面的恐惧吧, 这也许就是穿越后遗症吧, 白血诺道也现了, 因为除此之外, 别无解释, 但是他见李妻似乎不愿多说, 也没有勉强, 个个儿笑道, 真是想不到啊, 堂堂书密使最害怕的居然是婚礼, 快别说了, 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但事实就是发生了, 李妻伸出手来将她揽在怀里, 就是委屈你们了, 白血诺将脸颊 卡贴在李妻的胸前, 听着她的心跳, 轻声说道, 这算什么委屈, 记得当初我父亲反对咱们的事儿, 当时我就没想过要办婚礼, 只要能在你身边, 就够了, 话虽如此, 但是李妻知道, 世上每一个女人对于新娘服都充满了憧憬, 暗道, 我得想办法克服这个恐惧症才是, 一定要让他们穿上世上最美丽的新娘服, 做世上最漂亮的新娘, 白血诺眼眸突然一转, 狡黠地笑道, 其实, 夫君你也可以借着马桥他们的喜庆, 动房花竹啊, 呃, 和你, 那真是太好了, 我也是这般想的, 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 还说什么动房啊, 真是不知耻, 其实每次与你那个那个, 都觉得宛如初次, 今晚就你陪我了, 今晚不行 为何不行, 你遇事来了 不是 啊, 那是什么 你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我, 我是真不知 你难道忘记一个人了吗 谁啊 你怎么这么笨啊, 王姐姐呀 夫人 李妻惊呼一声, 双目掠过一道金光, 秀答答道, 这, 这,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难道夫君你不愿意 不是我不愿意, 就怕, 就怕夫人她不愿意 夫君, 王姐姐都在这住下了, 而且, 圣旨你也交给她了, 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呀, 我以前只是以为你要举办婚礼, 但今日听说你有恐惧症, 才知道不是这个原因, 既然如此, 你还等什么啊, 王姐姐的年纪可也不小了呀, 李妻目光略带一丝怪异地瞧脸白浅诺, 你, 你就不吃醋吗, 这人都住到家里来了, 现在来吃醋, 是不是晚了呀, 当初我也跟你说过, 其实最初我知道你跟红奴的事情的时候, 心里确实不开心, 但我娘说了, 像夫君你这样的人, 需要更多能信任的人的帮助, 而且, 最值得信任的, 莫过于夫君你身边的女人, 每个大家族, 其实都是这么来的, 而且, 我当初的一时纵容, 似乎也换来不少回报, 燕福, 石娘他们, 不也帮了夫君不少忙吗, 若非如此, 当初开封保卫战, 可能我们就一败涂地了, 而且夫君你出征时, 我至少不会一个人孤单地待在家里, 还有风姐姐他们陪我, 夫君, 你说我这是赚了, 还是赔了呀? 其实白浅诺说的也没有错, 作为人上人, 首先要做的就是赶紧开枝散叶, 然后开始复杂地联姻势力, 没有庞大的亲人群体, 是无法形成一个家族, 而没有家族的势力, 又很难得以长久, 白夫人可是比白浅诺瑶精明多了, 但是她却帮着白石中纳妾, 目的就是要让白家长久下去, 若非当时她生下妻娘, 也许李妻的到来, 就会让白家从此消失在世上, 哪怕是苏氏也没有例外, 这其实只是上流社会的一种经营手段罢了, 当然,李妻从始至终就没有这个概念, 她只是一切随缘, 要真是一本正经的纳妾, 就算人数再翻个十倍, 也没有人会觉得有任何的不妥, 当初蔡幽家中的小妾, 可比她家的下人还要多一些, 故此,白浅诺的这一番话, 让她十分感动, 紧紧地抱住妻娘, 其实帮我最多的就是你, 但愿到此为止了, 一定一定, 还真是得了便宜才来卖乖, 白浅诺瞧了她一眼, 王姐姐她们呀都在后堂打麻将, 你要不要过去, 夫人脸皮薄得很, 若是我跟她一块过去, 她和封一奴肯定会调侃我们, 这好事反而成不了, 李妻深知白浅诺封一奴的手段, 心中也怕被她们抑郁, 说道, 你先去吧, 我得去前院看看雅丽她们死了没有, 顺便再向马修她们说声恭喜, 白浅诺道也没有勉强, 和李妻出了花园, 一个就向后院行去, 一个就向前厅行去, 来到前厅, 李妻只是躲在门口, 往里面瞧了眼, 虽然还是大红灯笼悬挂, 到处都是一片张灯结彩, 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 可是席间却是一片狼藉, 晚快酒瓶生的一地都是, 几个人横七竖八地倒在桌上, 酒鬼是抱着酒坛子, 靠在梁柱上呼呼大睡, 而周华则是吊着双手趴在护栏上, 显然是吐着吐着就睡着了, 大醉的柴葱, 物资不改装逼的本性, 双手抱胸, 面无表情, 靠在椅子上熟睡了起来, 高雅内和红天酒这对二货, 那更是不得了, 两人依卫而坐, 相拥在一块, 你趴在我肩膀上睡, 我趴在你肩膀上睡, 你的口水沾湿了我的衣领, 我的鼻涕沾湿了你的后背, 横批, 诗意满满, 他们也很好地诠释了机友一词, 李妻没有搜寻到 横批白的身影, 心里也明白, 就凭横批白的尿性, 肯定早就溜之大劫了, 至于三个新郎官嘛, 早已经不省人许, 吴小六, 陈阿南都是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唯独马乔还是监听, 他也是全场唯一醒着的人, 其实他在中场的时候已经醉过一次了, 但是最醒后的马乔那是非常恐怖的, 直接把这些公子党全部干倒, 他此时正坐在桌子上, 端着一个巨腕, 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饭, 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 就是喝酒的时候不吃饭, 就一心一意地喝, 酒喝完了再来吃饭, 李妻闻着那股酒味, 就已经开始作傲了, 这群家伙我还是明日再跟他们说恭喜吧, 说着李妻就叫来下人, 把高雅那这群家伙送回各自府上, 至于阿南他们, 有陈大娘照顾倒也不用他操心了, 安排好这事后李妻就离开了, 这地方他是一刻也不想多待, 可惜刚刚来到后院, 他呼见一道风鱼的倩影从房中走了出来, 这不用看连也知道, 是夫人的, 什么巧, 难道是天意, 这原本没有什么, 但是鉴于前面七娘的一番话, 李妻纯洁的心开始躁动了起来, 想法可就多了, 啊, 七娘说得非常有道理, 她都已经尾身下架于我, 我不能冷落她呀, 这也是迟早的事, 以早不以晚, 也罢, 今月老子就把这事给办了, 谁说不当新郎就不能动房了, 没有的事, 李妻, 呼听一声轻盈的声音, 李妻一震, 发现夫人已经来到了她的面前, 还吓了一跳, 夫人, 这就是心虚的表现呢, 王瑶轻轻笑道, 其实, 你用不着愧疚的, 啊, 啊, 我为何要愧疚, 这婚礼不过是个形式, 你若不喜欢, 办与不办, 倒也无所谓, 其实, 上回正义结婚的时候, 她就以为李妻心有内疚, 虽然她不知道原因, 但是李妻不说, 她也不会多问, 她也不是一个八卦的人, 而且这话若是出自她口, 绝对是发自肺腑, 其实, 她对婚礼也有非常大的恐惧, 毕竟她是一个寡妇, 即便李妻想要八抬大轿, 将她娶回家, 她恐怕也不会愿意, 她反而喜欢李妻特意安排的这种方式入住书密室府邸, 原来她一直以为我是愧疑他们, 才不愿到场, 李妻一脸感动地说道, 夫人, 你实在是太善计人意了, 我都快感动得窒息了, 来, 抱抱歇, 王瑶退后一步, 娇羞道, 你这人, 真是满肚子的坏水, 他这么放我, 我怎么下手啊, 李妻尴尬地收回双手来, 甘笑几声, 大了个哈哈, 对了, 夫人, 你这是准备去干什么呀, 啊, 今日闹了一日, 我觉得有些累了, 正打算回房休息呢, 哎呀, 真是太小了, 我也打算回房休息, 要不, 一起, 王瑶猛的一震, 灯石脸红如炫, 双手相互捏着, 看似非常紧张, 那, 那你去休息便是, 我先回去了, 说着, 他就低着头, 快步离开了, 哼, 要不要拒绝得这么直接啊, 李妻望着王瑶逃窜的背影, 郁闷地叹了口气, 真的好巧啊, 呼听边上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李妻转头一看, 只见白浅诺风衣挪一绿鼓鱼寄轰站在门前, 个个儿笑得前腐后仰, 尴尬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李妻走了过去, 黑着脸, 好啊, 你们竟然偷听夫君我说话, 风衣奴哥哥笑道, 夫君, 你怎能在王姐姐面前变得这么老实, 哎, 平时那口舌花花颠倒黑白甜言蜜语的夫君, 去哪儿了呀, 哈哈, 李妻快速伸出手, 将风衣奴拉进怀中, 咬着牙笑道, 哼, 若是风大娘子想领教的话, 夫君我倒是乐意奉陪, 风衣奴微微挣扎了一下, 俏脸一昂, 横道, 说不过就知道动手, 有失君子风范, 呵呵, 娘子不就是喜欢我动手吗, 才没有呢, 风衣奴猛地一挣扎, 逃脱开来, 赶紧躲在谷鱼后面, 探出头来, 笑道, 有本事, 你对王姐姐动手啊, 就知道欺负我, 算什么英雄好汉啊, 我, 我那是尊重, 你们懂什么, 叶绿谷鱼淡淡说, 如此说来, 你, 你从未尊重过我, 白浅诺横道, 亏我们还一心惦记着你, 原来, 你只喜欢王姐姐啊, 风衣奴盲点头, 就是就是, 夫君, 你可太偏心了啊, 说着, 三女突然一致地望向季红奴, 季红奴是个好女孩, 她对李琪痴心一片, 哪里会调侃李琪呢, 可是如今, 她见几位姐姐都望着她, 这压力山大呀, 缩着头, 小声道, 红奴觉得, 三位姐姐说得有理, 你们这是成心的呀, 风衣奴撇着嘴, 事实就是如此, 方才你自己也说了, 就知道在我们面前威风, 有本事, 你倒是去啊, 白浅诺倾咳一声, 威严十足地说道, 嗯, 既然王家三娘, 已嫁入我们李家, 李应要伺候夫君就请, 夫君, 你别怕, 我们, 为你撑腰, 说着, 他自己嘴角先抽动了几下, 差点没有笑出声来, 耶律古欲点头道, 夫君, 你可是一家之主, 被自己的夫人拒之门外, 未免太没出息了吧, 三女又看向纪红奴, 纪红奴都快哭了, 头都快缩到衣服里面去了, 小声说, 红奴觉得, 三位姐姐说得有理, 说到后面已经是声若闻吟, 但却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 他已经表态了, 我被你们这样奚落, 哪里像个一家之主了, 喂, 给点面子行不,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李希要是再推上的话, 那他自己都会觉得, 自己推没有出息了, 咬牙道, 谁怕了, 去就去, 多大的事啊, 风衣奴咯咯笑道, 夫君, 你,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怎么说话都口吃了, 说完, 他们都咯咯大笑了起来, 我, 我, 你们够狠, 李希气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心中悔不当初啊, 不该对他们太纵容了, 殊不知, 这完全是他自己的错, 他嘴见,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以前有事没事, 就爱调侃风衣奴他们, 这反倒让白浅诺他们, 统一了展现, 来对付他, 他们团结一致, 李希还真说不过他们,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 因为继续留在这里, 也只会被他们奚落的, 关键是, 李希自己也觉得, 这事弄得真是太没出息了, 可恶的妻娘, 可恶的姨娜, 可恶的谷玉, 可恶的吼, 不, 红奴是被他们逼的, 红奴还是我的怪宝贝, 李希出了院子, 气得嘴皮子哆嗦得没完没了, 心里非常恼火, 不就是洞房吗, 老子, 老子还真就没有洞过, 人生的第一次婚礼就穿越了, 可是那又如何, 本人又不是六子那个雏鸟, 不就是夫人吗, 怕个球啊, 行, 老子就让你们知道, 什么才是一家之主, 说着, 他一个转身, 气势杠杠地奔着夫人的院子就穴了, 心里还在想, 待会儿只要他一开门, 我冲上去,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扑倒, 然后撕开他的衣服, 最后, 嘿嘿, 好, 就这么做, 夫人, 你可别怪我拉手催花, 我也是一个男人, 是有尊严的, 如果今日不办了这事, 我还有何页面, 继续留在这个家里, 我整天蒙着面过日子得了, 哎, 哎, 李欣, 你是好样的, 我看好你, 想着想着, 李欣猛然一抬头, 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夫人的院门前, 哎, 怎么就到了, 他一拍张, 说干就干, 可是, 这脚他还悬在门槛的上方时, 他突然神色一愣, 暗道, 真的要这样吗, 哎, 毕竟是洞房嘛, 洗个澡先, 这, 这是必须的, 完全合乎情理, 那就, 还是洗个澡再来, 气势瞬间滴落到了低谷, 但见李师傅驮着背捶着双手, 落寞地离开了, 真是来得凶猛坚硬, 退得却是温柔软弱, 预防内, 李妻坐躺在热气腾腾的浴桶内, 却是一脸的愁闷之色, 难难自语道, 其实怡奴说的也没有错, 我好像在面对夫人的时候, 一身手段就施展不开, 我究竟在怕什么呢, 难道夫人给我下了降头, 真是怪在, 可是这事我不主动, 指望夫人的话, 那不知猴年马月去了, 唉, 这月下, 李妻愚懊恼, 头往后一样, 拿起帕子随意地照在脸上, 过了一会儿, 听得哗啦一声, 她突然猛地站起身来, 不管了, 怎么咬去试试, 不然就太窝囊了, 七娘他们说得对, 现在我和夫人可不是雇佣关系, 也不是房客和房东的关系, 而是夫妻关系, 这夫人伺候丈夫睡觉, 天经地义的是吗, 老子怕什么, 我又不是欺负她, 我只是履行义务而已。 一住相扣, 李妻再度来到夫人的院门前, 她先是把下面伺候的女币都给撤走了, 然后偷偷地潜入院内, 见夫人房中的灯还是亮着的, 心想, 夫人还没有帅, 难道是在等我? 正当这时, 左侧突然响起了一个诧异的声音, 李妻? 什么人? 李妻吓得一哆嗦, 转头望去, 只见一道倩影从暗处走了出来, 但见她头发湿漉漉的, 脸上还冒着丝丝热气, 那修长的身段, 套着一件淡白色的睡袍, 可谓是额脸如画, 白衣胜血, 虽然不是透明的, 但是也感觉得到, 那丰满硕大的苏兄是全无束缚, 秀发垂腰, 端得是精力端庄, 挺拔高耸, 丰满的身材展现出两条完美的曲线玲珑, 哪怕是这惊鸿一瞥, 却叫人血脉喷张, 不是夫人是谁呢? 李妻大口吞咽着, 怪怪弟, 你这不是诚心诱惑我吗? 王瑶见李妻双目直钉钉地望着自己, 仿佛要将自己吞了一半, 那修长如玉的脖梗不禁卷起了一层红韵来, 但同时, 心里又冒起了浓浓的欢喜之情, 他不是第一次看到李妻露出这般眼神, 但是这种感觉却还是头一次, 不禁羞怒道, 你, 你看什么? 李妻微微一正, 只觉眼睛酸痛, 不禁眨了几下, 神志不清地说道, 施主, 你这是从哪里来又要往何处去啊? 话刚出口, 他自己先反应了过来, 这不是西游记的经典台词吗? 看来嫖妾真的会上瘾的, 王瑶倒是习惯了李妻这神来之笔, 见惯不怪了。 啊, 我刚洗完澡。 啊, 哎呀, 巧了, 我也刚刚洗完澡, 你今日怎得有些奇怪? 呃, 是吗? 啊, 呵呵呵, 巧了, 我也这般觉得。 看来是老毛病犯了。 王瑶说。 你, 找我有事吗? 啊, 有, 呃, 李妻欲言幼稚, 心里一个声音怂恿到。 哎呀, 冲上去扑倒他, 冲上去扑倒他。 不过, 他最终还是压制住心中的魔鬼。 哦, 我刚才喝了点咖啡, 睡不着, 就想找你聊两句。 都这么晚了, 还聊什么? 明日再说吧, 天色也不早了, 快些回去歇息吧, 我也要歇息了。 声音平静地, 让李妻直觉无比地失望。 哦, 李胜。 哦, 那, 那早点休息吧, 我先回去了, 晚安。 说着, 他就转身往门口走去, 心里痛骂自己。 哎呀, 李妻, 你儿真是没用, 方才就应该冲上去, 你儿今后真的要蒙着脸做人了。 正当他快要走到门口时, 后面突然响起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李琪。 在。 王瑶只觉一阵禁风刮来, 还眯了眯眼, 待睁开眼时, 发现李琪已经站在他面前了。 这一句喊淡, 如今的李琪是八头牛也拉不走了。 夫人, 有何事吩咐? 李琪眨着眼睛, 一脸纯洁地看着王瑶, 王瑶都有些不敢直视李琪的目光, 稍稍偏过头去, 牺牲道。 其实, 其实我也没有困意, 要不, 我就与你聊会儿。 啊, 极好, 极好。 李琪兴奋不已, 赶紧拉住他的小手, 嘿嘿道, 那咱们去屋里说吧。 来到屋内, 泛黄的烛光照在夫人那雪白的脸上, 风情万种, 煞是迷人。 李琪想坐床上,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问题是, 床在里屋, 羞涩的他, 最终还是和夫人坐在了椅子上。 你, 你可以放开了吗? 因为两张椅子旁边, 还隔着一个小茶几, 这样牵着手, 李琪自己也觉得有些怪。 稍等。 他突然站了起来, 双手将茶几抬到对面去了, 王瑶惊叉道。 你干什么? 李琪没有作声, 又将椅子搬到王瑶身边, 握住他的手, 嘻嘻笑道。 嘿嘿, 那茶几太难看了, 明日我给你弄一套新的。 王瑶这才明白过来, 不仅两颊染上一片坨红, 偷偷地撇脸李琪, 只觉心跳得非常快。 李琪握着王瑶的手, 目光从未离开过家人, 他本身的绝色融资, 气质又端庄闲静, 看着看着, 李琪心中的邪念渐渐地消失了, 只觉能拥有此刻, 已经足矣。 王瑶见李琪这个画牢, 突然变得无比的安静, 心觉好奇, 又偷偷地瞧脸李琪。 虽然李琪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但是这一次, 他看到的不是那痴人的目光, 而是充满了浓浓爱意的目光。 心头一暖, 万般甜意涌上心头来, 穷鼻微酸, 这眼泪扑苏苏地落了下来。 夫人, 你怎么哭了? 李琪见王瑶突然落下泪来, 心头一惊, 只当是自己唐突了家人, 闪电一般地松开手来, 慌忙解释道, 是不是我吓到你了? 其实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哎哟, 好吧, 我承认, 我是有那个想法, 但是我绝对会尊重你的, 要不, 要不还是回去休息好了。 他越是这么说, 王瑶的眼泪却掉得愉快, 李琪心想, 就说嘛, 这事怎么能一厢情愿呢? 这下好了, 弄得又受不了场了。 李琪见他哭个不停, 一时间也是不知所措, 急得眼泪也快要掉出来了。 王瑶见李琪娇急的模样, 心中一疼, 突然伸出手, 主动地拉着李琪的手, 破涕为小。 傻瓜, 我怎么会怪你? 我, 我这是太感动了, 所以才哭的。 感动? 李琪有些发懵, 回想了一下, 自己好像没有做过什么令他感动的事。 夫人, 我这人有些笨, 你是知道的, 那你能不能仔细说说, 我做了什么让你这么感动? 我保管, 以后天天都做。 记得你曾说过会永远尊重我? 啊, 这话我倒是记得,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现在才的感动, 是不是晚了一点? 不晚, 一点都不晚, 这是我此生听过最动听, 也最真诚的话, 谢谢你能这般尊重我, 这般待我。 说到这里, 王瑶奄然一笑, 露出那整齐白亮的浩翅, 双目固盼生辉, 照亮了脸上的泪珠, 当真是美丽至极。 王瑶很少夸人, 特别是面对李琪, 他以前可以说是讨厌李琪那种商人心理, 要不是李琪还搭救了不少难民, 让王瑶看到李琪还是有可取的地方, 恐怕他们也不会合作得这么久, 毕竟这道不同, 不相为谋。 也正是因为如此, 李琪还是有些受宠若惊, 挠着头傻笑道, 你是我妻子, 待你好, 尊重你, 那都是应该的。 说这话许, 李琪心里又觉得非常的内疚, 暗道。 是啊, 夫妻之间本就应该相互尊重, 亏我方才还尽想着那些事, 真是惊重上脑, 着实不该啊。 想到这里, 他开始摒弃宁神, 默念起静心咒来。 可是, 这口气还未屏重, 后听见王瑶喃喃自语。 是啊, 我是你的妻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说着, 他深呼吸一口气, 转头凝视着李琪, 红着脸笑声道, 李琪, 今晚, 你就在这儿休息吧。 你说什么? 李琪, 李琪叉气了。 老天, 你是想正心玩死我吗? 老子受血欲狂的时候, 你娘的冰水是一缸一缸的到, 都快把我交成冰棍了。 现在老子要做一个好丈夫好男人的时候, 你又这样, 我真是恨死你了。 这回轮到李琪哭了。 这人, 分明就是诚心的。 王瑶可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才说出那句话的, 哪里还有勇气说第二遍, 脸偏过去。 没听见就算了。 这怎么能算了? 李琪疏然站了起来, 一般正惊道, 今晚我可哪里都不去了, 打死我也不走了。 王瑶瞧着李琪一脸的稚气, 心中是好气又好笑, 红着脸。 你不走便不走, 又没有人勉强你。 可是你以前总是让我滚的。 王瑶扑斥一声, 又赶紧收住笑意。 那是你活该, 谁叫你总是惹我生气? 是是, 我活该, 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李琪蹲在他面前, 握住他的双手。 三娘, 我此生此血, 都会好好爱你的, 绝不会再让你, 受半点委屈。 李琪, 你以前常常怪我唠叨你, 但纵使你再不喜欢, 我还是要再说一次。 我不奢求太多, 指望你能平平安安便足矣。 你以前说得对, 我之所以不愿再拥有, 是害怕失去。 现在, 我拥有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承受一次失去。 你放心, 这世上能害我的人, 还没有出生呢, 我们的好日子, 还长得很。 我一定会让你过上, 你最向往的日子, 因为, 那也是我最向往的。 王瑶再一次喜机而泣, 不禁主动地拥抱住李琪, 李琪也是紧紧搂住她, 二人相拥了好一会儿, 李琪突然在王瑶耳边小声道, 夫人, 虽然我目前还不能给你一个婚礼, 但是我能给你一个洞房。 王瑶一听洞房二字, 当时脸红如血, 喷道。 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夫人名段秋毫, 小人佩服佩服。 说着, 李琪突然一个新娘抱, 将王瑶抱了起来。 王瑶惊呼一声, 准备不足的她, 下意识地伸手搂住李琪的脖子。 李琪望了眼面前这娇羞的家人, 只见她将头埋进自己的怀里, 呵呵一笑, 大步朝着里面的卧室走去。 卧室里面, 李琪坐在床边, 望着王瑶那红艳饱满的嘴唇, 怦然心动, 只想亲吻她。 等一下。 正当李琪将头探过去的时候, 王瑶突然双手抵住她的胸膛。 李琪一听这二字, 整个人都傻了。 还打, 上天哪? 随后, 王瑶的一句话, 直接让她崩溃。 你, 你先出去一下。 这…… 李琪的眼角, 都冒着泪光了, 十分困惑地望着王瑶, 王瑶轻声道。 你不是说, 一生都要待我好, 尊重我吗? 呃, 这是绝对的, 但是, 你总得告诉我, 为什么吧? 那你就先出去一下。 李琪都快要崩溃了, 但是, 这也没有办法, 谁叫她方才信静淡淡地许下了诺言呢? 拿, 只是一叫。 嗯。 李琪这才极不情愿地站起身来, 走了出去, 这刚转过身来, 忽见门也关上, 还听到繁琐的声音。 什么情况? 不会是耍自己的吧, 这可玩打了。 这让李琪是空前地紧张, 赶紧将耳朵贴了上去, 可是里面很静, 随后又听到水的声音, 暗自好奇, 这夫人在里面捣鼓什么呢? 过了一会儿, 李琪实在是忍不住了, 开口询问。 三娘, 好了没有? 还没有, 你再等会儿。 啊, 还好, 他还没有睡着。 李琪稍稍放心, 坐了下来, 喝了一口茶, 可没过一会儿, 他又站了下来, 正准备再敲门时, 听得门栓开动的声音, 心中一息, 忙道。 三娘, 我进来了。 里面没有声音, 李琪又说。 我真的进来了? 里面还是没有声音。 哎, 不管了。 李琪轻轻轻推开门, 走了进去。 来到里面, 只见床前站着一个大美人, 禽手鹅眉, 身穿一件粉红色的落纱长裙, 将那凹凸有质的身材, 包裹出一条激进完美的曲线。 玉腿修长饱满, 绣发柔丝, 穷口摇鼻, 美目流畔, 点漆的铜子散发出如星辉的光芒。 云记高盘, 金簪斜叉, 簪成丹缝, 斩吃欲飞, 栩栩株生。 圆润的脸庞上, 带目青眉, 鼻梁挺秀, 樱桃坦口, 四开十盒, 看上去端庄闲静, 还带有一丝丝的微眼。 李奇终于知道, 王瑶为什么不爱化妆了, 哪怕只是淡妆, 也是急要人命啊。 而且王瑶还有一点不怒自卫的气势, 这一点, 李奇第一次见到他就感觉到了, 幸亏他是穿着一件粉红色的长裙, 这要是白色的, 那就成菩萨了, 那李奇还真不敢下手了, 王瑶偷偷撇脸李奇, 见他都看傻了, 心中略感欢喜。 他并不知道李奇今晚会来, 而且会发展到这一步, 虽然没有婚礼,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倒也算是洞房。 王瑶可不想挂着泪痕, 脏脏地和李奇洞房, 女人嘛, 总是希望一切都尽可能地完美。 所以, 他方才推开李奇, 好好地打扮了下自己, 并且拿出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用到过的手势。 夫人, 你真美。 你, 你是不是还觉得我很麻烦? 李奇忙上前, 拉着他的手, 说道, 怎么会呢? 我只是担心你, 仅此而已。 你是不是特意传给我看的? 明知故问。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李奇望着娇艳欲滴的夫人, 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忽然, 她呆了下。 三娘, 其实我们在这里拜了天地, 倒也未尝不可, 但是我还是希望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 要不咱们就先上车。 不, 我的意思是, 这三拜还是留给咱们的婚礼。 一切都听你的。 李奇伸出双手, 揽住他那细腻纤细的腰枝, 笑呵呵道。 你说这是不是传说中的夫畅妇随啊? 王瑶稍稍低着头, 但还是忍不住给了她一个白眼。 以前的夫人是不苟言笑的, 而且爱多愁善感, 但是今日, 夫人那可是妩媚性感至极。 这一拼一笑都透着万种风情, 迷得李奇是神魂颠倒, 不能自拔, 不禁缓缓地低下头来, 亲吻在那娇艳的红唇上。 王瑶也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可是, 当李奇正习惯性地准备进行下一步时, 突然想起夫人还有一个洁癖, 不禁又收了回来, 心下。 此等美好的时刻, 还是不要出纰漏时好。 我可不能再等了, 这个, 还是等以后再慢慢教育吧。 她可无法忍受, 王瑶再一次推开她了, 忽闻一阵芳香入口, 王瑶英唇微微张开来, 李奇双目一睁。 难道, 娜娜娜, 这可是你自己放心的, 不能怪我了。 双手稍稍一用力, 将王瑶紧紧搂进怀里, 王瑶带眉还是稍稍皱了下, 但是也没有推开李奇, 双臂揽在李奇的脖子间任其索取, 似乎将二人之间那浓浓的爱意化作了一本, 直到那天荒地老。 李奇突然霸道地将王瑶拦腰抱起, 轻轻地放在床上。 王瑶英宁一声, 紧紧地闭上双目, 只是满面潮红, 脚躯微微颤抖着。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 他只听得身上的呼吸声变粗, 又觉一滴水珠落在自己的鼻尖上, 心中一冷。 怎么会有水珠? 不禁稍稍睁开一只眼来, 只见李奇喘着气, 满头大汗, 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你在干什么呀? 李奇望着他, 一脸的尴尬, 喘着气, 问道。 夫人, 请问这件裙子是多久以前的? 是很多年前我娘给我做的。 我就说嘛, 这根本不符合当下的潮流, 太不科学了, 我找了半天, 连衣扣都没有找到, 真是急死我了。 这人, 真是专爱难为我。 王瑶羞涩地低下了头, 一双玉手在腰间摸索了一下, 也不知怎么回事, 只觉红裙轻轻地抖动了一下。 啊, 感情这衣扣, 是在甲方里面。 啊, 这是哪个妄八蛋设计的, 专爱折磨我们男人, 要是我知道, 我就让他永远做不了衣服。 不过, 李奇也没有功夫去骂那个可恶的裁缝了, 毕竟春宵苦短了, 赶紧轻轻地一拉腰带, 红裙灯时敞开了。 王瑶立刻将羞红的脸偏过去, 不敢直视李奇的目光, 却哪知李奇非常绅士地说道, 夫人, 我们休息吧。 这完全就不是李奇的风格呀, 王瑶眨了眨眼, 又抬起头来看着李奇, 李奇嬉戏笑道, 是不是觉得夫君很帅啊? 王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真是斩颜一笑百媚声, 六宫粉带无颜色, 整个世界都黯淡了下来。 唯有李奇, 在那聚光灯下, 他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 春宵一刻值千金, 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管楼亭声细细, 秋千月落夜沉沉。 在当下, 洞房花竹无疑是人生中最快活的一件喜事。 当然, 在后世的话, 洞房花竹只是一个过场而已, 也并不珍贵, 反正人的一生说不定会有几个洞房花竹夜。 今日原本是马乔、吴小六、陈阿南三人的大好日子, 但是有句话说得最好, 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三位新郎官, 其中有两位喝得已经不省人事了, 哪里还有能力洞房, 都是被人抬进新房的, 不但没有给新娘带来快活, 反而劳累了新娘一晚上。 马乔这呆子虽然是清醒的, 但是他也没有洞房, 而是和美美并肩躺在床上, 回想以前分享彼此心中的喜悦。 倒是李奇这个不是新郎官的家伙, 反而履行了洞房义务, 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呢。 他一生都是赢家, 不管在后世还是在当代, 哪怕这一个细节也不例外。 不过, 他和王瑶也算是几经波折才走到这一步的, 其中有过惊天动地的生死相许, 也有过平常无奇的吵吵闹闹闹, 他们二人走到这一步是意外也是理所当然。 北帆红浪, 瘴气轻悟, 此中快活, 不足为外人道也。 李奇, 李奇, 快起来。 啊, 什么事啊? 李奇缓缓睁开眼来, 这一眼见到的就是一张绝色脸庞, 一件白色丝质睡袍, 根本掩盖不住那美妙绝伦的动体, 雪白丰满的双胸若隐若现, 打三千青丝披散开来, 垂落在被窝上。 不得不说, 这还是李奇第一回见到这种形态的夫人, 不禁吞咽了一口, 可是王瑶却顾不得这么多了, 焦急道。 李奇, 你快些起来回屋去。 李奇双眼去着冰淇淋各种爽歪歪, 但是双耳却有些纳闷。 回屋? 这不就是我的屋子吗? 说着, 他又眯了眯眼望了眼窗外, 发现还是蒙蒙白, 心道。 我就说嘛, 怎么会这么困? 赶紧天还没有亮呢。 这是我的屋子呀。 你屋子不就是我屋子吗? 放心, 今后我会常住于此的。 李奇。 干什么呀, 这天都还没有亮, 你为何急着赶我出去啊? 你快些走就是了, 我自有我的道理。 什么情况? 李奇还是第一回洞房, 这天都还没有亮, 就被新娘往外面干, 弄得跟偷情似的。 不对, 偷情? 哦, 我明白了, 她是担心会被七娘他们看到。 夫人真是太可爱了, 不知我能到此, 还就是因为七娘, 他们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 好好好, 我起来便是。 王瑶见她终于坐了起来, 心中稍稍松了口气, 忽然, 李奇快速伸出双手, 将她抱住。 王瑶惊呼一声, 还未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李奇搂在怀里了, 被子一盖, 让二人紧紧地裹在里面。 你干什么, 快放开我。 醒悟过来的王瑶不断地挣扎起来, 可是李奇哪里肯放, 紧紧地搂住她, 笑嘻嘻嘻倒。 夫人, 你真是好天真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不想让七娘他们发现? 王瑶似乎被严重了心思, 不禁翘脸一红, 修不答话。 李奇继续说, 现在你才来担心, 已经晚了, 他们恐怕昨晚就知道了, 要是他们连自己的丈夫 晚上在哪儿过夜的都不知道, 那他们可就是失职了。 那, 那可如何是好? 哎呀, 你是我夫人, 我在你这里过夜, 不是挺正常的吗? 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来来, 我们再睡一会儿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李奇又加了几分力道, 紧紧将王瑶抱在怀里, 亲吻了下他那柔顺乌黑的长发, 南南道, 啊, 能这么抱着你, 真是一种幸福, 幸福到, 有点不太真实。 这一句有感而发, 却正好触动了王瑶的心理, 信道, 其实, 其实能被你抱在怀里, 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道也不再去纠结那些, 静静地被遇在李奇的怀里。 李奇, 啊? 你, 多大了? 刚刚十八咯, 怎么了? 王瑶听他用一种 非常正经的语气 说出这个数字时, 不免扑斥一笑。 你若十八, 那我也只有十六了。 不是吗? 若是的话, 那便好了。 要是我能早点遇到你, 该有多好。 哎, 我可不要早点遇到你, 那时候遇到你, 我认为就是最美丽的邂逅。 为何? 因为那是在你最悲伤的时候, 能与你一起分享快乐, 固然是一种幸福, 但是要我选择的话, 我宁愿与你一块承受悲伤, 那样的话, 你至少不会感到难过。 我一直都觉得能遇到你是上天的安排。 一滴眼泪顺着眼角滑落在发丝上, 润眼睛也滋润了愁丝, 种下了幸福的种子。 王瑶沉默了少许, 你为何要待我这般好? 记得以前我也没有给你好脸色看啊。 其实, 你发怒的样子也是非常美的。 能见到你的容颜, 就已经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而且你那也只是关心我。 我还没有糊涂到谁对我好, 谁对我坏都分不清楚。 今后, 我还会对你更好, 让你成为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心中又补充了一个执衣, 王瑶突然转过身来, 面对着李奇, 睁着寒泪的眼睛凝视着李奇。 李奇望着这一张能够让日月失色的脸庞, 心中满满都是感恩之情, 伸出手来, 轻轻抹去她眼角的泪水, 在她的红唇上亲吻了一下, 深情款款道。 我爱你。 这三个字, 无疑融化了王瑶的心, 喜记而起。 我, 我也爱你。 李奇又紧紧将她抱在怀里, 感叹道。 真是不敢想清楚一切, 哪怕我已经抱着你, 王瑶也伸出双手抱着李奇。 我也是。 二人紧紧相拥着, 在这一刻, 幸福就像天上的云朵, 让他们感觉有些飘渺, 都想奋力地抓住, 不再让幸福流失, 哪怕是一丁点。 李奇亲吻着王瑶的额头, 亲吻着她的鼻尖, 亲吻着她的嘴唇。 一双大手, 从那宽大的睡袍中伸了进去, 抚摸着那硕大的双峰。 听得王瑶英宁一声, 第一次主动献上了亲吻, 情到浓处, 饶食夫人也是无法自拔, 一切发生得那么自然。 再度云雨后, 春日的阳光照进屋内, 王瑶坐在梳妆台前, 镜中的她双颊带着红润, 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但是, 她的目光却没有功夫欣赏自己, 而是望着她身后的爱郎。 李奇站在王瑶的身旁, 双手搭在她的香肩上, 看着镜中美人, 感叹道, 夫人, 你真是太美了。 王瑶豹以羞涩一笑, 她原本对于容颜早已经看淡了, 平时的穿着也只是追求干净整洁, 一件衣裳穿了十年都已经有些褪色, 她却还在穿。 但是此时, 她却变得非常在意这一切, 她从未如此仔细地梳着自己浓密黑亮的长发, 也从未拿起红纸, 放在已经非常娇艳的红唇上轻轻地移印, 这一切都很好地诠释了那句女卫月积者容。 李奇望着那更加娇艳的红唇, 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你先等下啊? 还未等王瑶反应过来, 李奇已经离开了卧室, 王瑶微微皱了下眉头, 显得有些不开心。 可是, 紧过的片刻, 李奇就走了进来, 只见她双手藏于背后, 笑嘻嘻地走到王瑶的身旁。 你先闭上眼。 干什么? 哎呀, 你先闭上眼了。 王瑶轻轻合上眼, 可以睁开了。 王瑶缓缓睁开眼, 忽见镜子前, 多出了一束娇艳绽放的玫瑰花来, 顿时惊喜不已。 这是…… 喜欢吗? 王瑶轻轻点了下头, 双手捧着那束玫瑰花, 心中确实非常的好奇。 昨夜, 李奇并没有带花前来, 而方才他就出去不过片刻, 连开门的声音都没有, 显然这一束花是早就在屋内了。 那么不用说, 一定是昨夜李奇趁他熟睡时 跑出去弄来的。 这一束花, 远没有李奇的心意 来得更为令他感动。 眼眶微微有些湿润。 谢谢你啊。 李奇在他的脸颊上亲吻了下, 你喜欢就好, 早上的心情可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是一天的开始, 我答应要让你每天都活在幸福之中, 理应从这个开始。 这幸福来得太快太猛, 王瑶还真有点承受不过来,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自己还能够幸福, 能够如此幸福。 这一刻, 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 一切种种, 在这一刻也烟消云散了, 双眸含笑, 眼角微微上扬, 又开始打扮起来。 而李奇则是坐在一旁, 一手撑着头呆呆地望着王瑶。 过了好一会儿, 王瑶其实早已经梳妆完了, 可是李奇那充满痴迷的眼神, 却让他又不想惊扰着李奇, 而且他的心里也是甜蜜蜜的, 又过了一会儿, 他着实有些憋不住了, 嘴角含羞地说道, 哎, 你看够了吗? 李奇微微一正, 如梦初醒, 随即笑道, 怎么可能看得够? 王瑶微微低着头, 但是, 那也得吃饭啊。 放心, 等会儿自有人会送早餐来的, 只是, 恐怕不是那么地简单。 忽然, 李奇右耳轻轻地动了一下, 他悄悄站起身来, 往外面走去, 王瑶见他鬼鬼祟祟的模样, 心中也是好奇, 不禁站了起来。 来到卧室门前, 只见李奇轻手轻脚地来到门前, 缓缓地拖开门栓, 然后, 猛地一拉开门, 只听得啊的一声, 一道身影亮腔地闯了进来。 李奇似乎早有准备, 一把抱住那人, 嬉嬉笑道, 一诺, 这大星早的, 又急着向夫君投怀送抱, 未免也太着急了一点吧。 话音刚落, 他突然双目一抬, 不对, 姨奴的身材, 没有这么丰满。 这低头一看, 他吓得脸都轻了。 我, 王爷。 静。 屋内一片寂静, 王瑶双手捂住小嘴, 睁着大眼睛望着门口发生的那一幕, 李奇也梦了, 他方才听到外面有动静, 以为肯定是封一奴他们, 毕竟小峰同学是惯犯了, 于是打算, 化被动为主动, 先戏弄他们一番再说。 这种恶作剧, 在淑密师府时常发生。 但是,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门外的不是封一奴, 而是王夫人。 要知道, 王仲林一家在出劫后, 就搬回去了。 要不然, 李奇也没有这个胆子, 敢夜宿王瑶的卧室。 这王夫人出现在这里, 实在上李奇有些接受不了了。 王夫人也傻了, 见自己还被李奇抱在怀里, 记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她可是大家闺秀出神, 怒吓道。 你还不放开? 这一声怒吓, 顿时惊醒了李奇, 赶紧将王夫人扶起, 然后闪电一般地收回手来, 又是弯腰, 又是点头。 王爷, 对不起, 真是对不起, 小薛以为是一奴他们。 说到这里, 他余光突然发现, 外面还站着几道倩影, 正是他的夫人团。 封一奴看到李奇一脸窘迫的模样, 哪里还忍得住, 眼唇咯咯笑了起来。 一奴,一奴, 你这个玩笑就开大了。 李奇狠狠瞪了封一奴一眼, 但是封一奴一点也不怕, 盈盈一地说道。 夫君, 早餐我们已经给你送来了。 可恶。 李奇喷血的冲动都有了, 他算准了开始, 却没有算准这结果。 王瑶也赶紧走了过来, 扶着王夫人关心道。 娘,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 多亏你的好夫君了。 王夫人嘴上说没事, 可这目光却是要杀人一般。 李奇一头大汗, 赶忙解释道。 误会, 这绝对是一个误会啊。 王爷, 你可相信我, 小薛是清白的。 谁不清白, 什么误会, 有你这么开门的吗? 那也没有你这么听房的呀。 李奇都快哭了, 封一奴赶紧走了过来, 挽住王夫人的手。 王爷说的是, 夫君真是太可恶了, 竟然打这种损主意, 这害了谁都不好呀。 王爷, 你可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不愧是李奇的夫人, 这落井下尸的功夫倒也是一流的。 究竟是谁害谁呀? 李奇恨得是咬牙切齿。 你不能这么玩我呀。 这还幸亏七娘这个后宫之主去上朝了。 这要是七娘这个鬼灵精也在的话, 她和封一奴双剑合璧, 那李奇真是下不了地了。 王夫人皱眉道。 你瞪谁呢? 我瞪, 王爷, 我哪有这个打儿, 我只是眼角抽筋而已。 这真是一个拙劣的谎言。 王夫人轻横详, 忽然打拎了下女儿, 见其容光焕发更加美丽, 和当初的她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这方面的评价, 一般都直接忽略了王仲宁那大胖子。 身为过来人的她, 哪里不知其中经过, 心中高兴啊, 方才那点怒气也随之消失了。 女儿, 李奇没欺负你吧? 封衣奴在一旁怂恿道。 肯定欺负了。 王妖红着脸, 轻轻跺了下脚, 娇羞道。 娘, 封妹妹, 你们说什么呢? 王夫人咯咯一笑, 朝着封衣奴她们说道。 我这女儿脸皮薄, 你们就别再揶揄她了。 你看看她脸, 红得比太阳还刺眼了。 来来来, 你们肯定也累了, 吃早餐吧。 哇塞, 你这句话, 可比封衣奴她们要生猛多了。 什么叫肯定也累了, 说好的不业余呢? 李妻听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王妖就更加不用说了,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只可惜手还被她娘拉着。 王夫人一手拉着王妖, 一手拉着封衣奴坐了下来。 李妻赶紧从季红奴手中 接过早餐来, 小声道。 辛苦你了, 红奴。 季红奴只是狡黠的一笑, 摇头不语, 几人围着桌旁坐下, 王妖好奇道。 娘, 你怎么来了? 王夫人说。 我这不是闲来无事吗? 担心李妻会冷落你, 于是就过来看看。 不过呀, 这担心我看是多余了。 好, 好啊。 其实王夫人这一回来就是来催房的, 没有别的原因, 毕竟王妖年纪不小了, 得赶紧办事生孩子。 为什么她会这么在意呢? 那就是因为, 在她的儿女中, 唯独王妖是完完全全地继承了她的美貌, 她当然希望, 这能够传承下去, 心里是特别着急。 然而, 这一幕也让她觉得来得真是时候, 心中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王妖听得哭笑不得, 连话都说不出口了。 李妻微微瞪了眼封一奴, 这不用说, 一定是她告的状。 封一奴美目乱瞟, 显得有些心虚。 王夫人突然说, 李妻, 你拿点东西到外面吃去。 为什么? 老身要和女儿说会儿话, 难道不行吗? 你都已老身自居了, 我还敢说不行吗? 李妻芒点头。 可以, 当然可以。 说着, 她向王妖帝去两道抱歉的目光, 不能和她一块承受王仪的言行逼供, 然后拿起块三明炙, 一个鸡蛋, 以为燕麦片走了出去。 唉, 这王仪还真会选日子来啊, 说好的幸福早餐呢。 李妻出的院子, 留恋的回眸一望, 尤为的伤神呢。 在她的预想中, 是和王瑶峰一奴他们一块早餐, 这无疑是欺人之福。 可是如今, 她看了手中的鸡蛋和三明炬, 牛奶有了, 面包也有了, 就是少了一点幸福的滋味。 来到前院, 非常安静, 昨夜的一片狼藉仿佛只是噩梦, 梦醒之后, 还是回归到原来的样子。 对此, 李妻倒是非常满意, 一种给下任加工资的感觉油然而生, 而且必须得嫁, 这世上还有这么自学的下任吗? 倍感骄傲啊, 不过就是太安静了一点, 就连一直都坚守第一阵地的陈大娘都不知所踪。 奇怪, 这人都去哪里了? 李妻稍稍感到一些疑惑, 但是立刻就明白了, 陈大娘他们肯定是去喝儿媳妇的茶了。 至于那些下任, 其实他们和五小六马桥他们的关系也很好, 只是昨日要忙着做事, 今日肯定去祷贺了, 看来这喜宴还得继续下去啊。 李妻笑着摇了摇头, 呼听得一声熟悉的驴叫声, 寻声望去, 但见一头肥驴慢悠悠地从前厅的左侧走了出来, 而上面还睡着一个人, 头靠在肥驴的脖子上, 双脚高高价计, 睡得是四平八稳, 真是一段狗血的人寿恋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李妻总算许知道, 为什么酒鬼一直没有成婚的念头了, 轻轻地哼了一声, 走上前去, 喊道, 酒鬼, 哎呀, 书一世, 你就想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何来的旧啊? 李妻嗡里声, 你在干什么呀? 陈殿呢? 李妻指着淡定驴, 是你练, 还是他练呢? 我们都需要多动动, 你瞧啊, 这家伙都胖成什么样子了? 你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李妻翻了下白眼, 突然想起件事来, 正次说, 酒鬼, 您下来, 我有事问你。 什么事啊? 你先下来再说, 难道要我说密事, 跟着驴屁股后面跟你说话吗? 那倒也是啊。 酒鬼随意地一翻, 看似叫跌倒, 但是落地的瞬间, 却是非常平稳, 高手。 但是李妻现在, 可没有心情去欣赏他的杂技, 手往前一摆, 然后就走了过去。 酒鬼见李妻面色沉重, 心中感到有些好奇, 快步跟了过去, 盲问。 什么事啊? 你记性怎么样? 不太好。 那你最大的仇人是谁? 老怪, 很好。 李妻来到院角的一棵大树下停了下来, 严肃道。 酒鬼, 你可还记得王府? 自然记得, 怎么呢? 他的鬼魂来锁命呢。 唉, 算你说对了。 你别吓我, 我鱼虎鱼豹打过不少回, 倒是没有鱼鬼打过。 那你又是否记得你在杀人的那天发生了什么情况? 比如一些突发情况, 或者说他们说过什么话吗? 这么久的事谁还记得呀? 麻烦你再想想, 这事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我说有什么闪穴, 你以为你还能这么痛快地喝酒吗? 这事儿大调了, 酒鬼立刻打起精神来, 他现在可离不开李妻了, 天下间还有哪个铠子能让他天天都这么畅快地喝酒呢? 容我想想, 容我想想。 过了一会儿, 他才说, 其实当日的一切都在你的预计当中, 的确有人要营救王府, 没有什么突发状况, 倒是他们说的话。 他们说了什么? 我记得王府当时说什么, 有你的把柄在手。 什么把柄? 啊, 就是他当时推测, 他沦落至此, 都是你和当今皇上搞的鬼。 这我也料到了, 不然我不会派你去斩草出根的。 那, 除此之外呢? 酒鬼又想了一下, 说道。 还有就是, 他们说要逃亡日本。 日本? 为什么要逃去日本? 具体我也记不太清楚, 好像王府说他有一笔钱在日本。 什么? 李奇面色骇然, 难道, 完了, 全完了? 酒鬼见李奇满头大汗, 呆冷不语, 好像是有大事要发生了一半, 心中也有些害怕, 小声喊了两句。 书密室, 书密室, 李奇一正, 怒视着酒鬼, 急于咆哮。 这么大的事, 你当时为何不跟我说? 基督还问过你。 当时我以为王府已经死了, 这些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而且, 王府口中那个把柄, 可不是什么小事啊。 这言下之意, 就是我也担心被人杀人灭口啊。 李奇冷笑道, 酒鬼, 我还真是低估了你, 你而比我想的还要复杂一些, 我要是不信任你, 当时会派你去吗? 杀人灭口是一回事, 但是知道这个秘密可不是什么好事, 当时还是太上皇坐着那龙椅上呢。 书密室, 如今这墓已成舟, 当初的三王子早已经继位, 天下太平, 应该没什么事了呀。 说非如此, 我方才问你, 你是不是还会一门不说? 酒鬼沉默不达, 钻石默认了, 李奇逆了你双目。 这一回, 我算是被你害死了。 出什么事了? 走, 你现在有胆量知道了, 如果是我的错, 我一定承担, 但是你好歹也让我知道为什么呀。 算了, 算了算了, 这也怪不得你, 这或许, 真是王府的鬼魂在作祟吧。 李奇也不是一个喜欢事后问罪的人, 现在再来问罪酒鬼, 又能改变什么呢? 而且, 酒鬼也只是想自保, 并没有恶意, 这只能怪天意如此。 苏密斯, 你走啊。 马乔是一脸不情愿地来到前院, 李奇瞧脸马乔, 正色道。 马乔, 我也不想打扰你和美美新婚燕儿, 但现在, 性命有关, 你若是还想和美美结百年之好, 那就给我打起精神来, 我这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马乔见李奇表情十分严肃, 知道李奇不是故意吓她的, 忙问。 出什么事了? 这你先不管, 你现在, 立刻去告诉于庄, 让他动员所有的人, 严密监视京城内外的一切。 有任何的风水草动, 都立刻来通知我。 记住, 不要让任何人察觉了。 马乔引一争, 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 他见到一项运筹帷幄的李奇, 竟然露出如此恐慌的神情, 也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了, 忙道。 哦, 是, 我现在就去。 说着, 就快不离开了, 李奇错了错脸, 暗道。 王府啊王府, 当时我就应该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老子机关算剑, 要是败在你一个死云手上, 老子真的会比你还要死不瞑目的。 一日, 李奇早早就进宫, 参加早朝, 大殿内, 一派庄严肃目, 一番照例询问过后, 秦桧突然站了出来。 皇上, 臣有本上奏, 爱卿有何事请奏? 回禀皇上, 如今国内虽然四海生平, 但是在我大宋边境却不是非常太平, 南方尚未完全满地, 南征并未结束, 西方又收服吐蕃, 而且我大宋又在实行兵制改革, 大规模的军队变动, 无疑是给淑蜜月增添了许多压力。 此话一出, 殿内大臣们纷纷打起精神来, 众所周知, 阿尔府一直都是井水不犯河水, 然而秦桧这一上来, 就点名说明月, 鉴于秦桧和李奇的恩怨, 他显然就是冲着李奇去的。 不过, 这种事, 他们已经见惯不怪了, 都露出一副看好戏的表情来。 以往, 李奇面对秦桧的弹劾, 都是风轻云淡, 但是今日, 他却眉头暗皱, 面无任何表情。 赵凯快速地瞧脸李奇, 颠颠头。 爱情言之有理, 然而淑蜜月只有淑蜜室独自掌管, 而且淑蜜室还得兼顾变法, 微臣认为, 这对于淑蜜室而言, 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白且诺哪里能忍, 站出来说道, 淑蜜室, 淑蜜室掌管淑蜜院,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也是淑蜜室的职责所在, 若用公平来形容, 未免有时妥当吧, 你这不是暗指淑蜜室, 没有打理好淑蜜院吗? 经济室勿怪, 我绝无此意。 哼, 经济室多虑了, 真想淑蜜室, 不过也只是一番好心。 白且诺一愣, 诧异地瞧脸召开, 随即行礼。 是, 微臣知罪。 无妨无妨。 待白且诺退下后, 秦桧又再说。 淑蜜月乃我朝二府之一, 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但是自淑蜜室上任以来, 这淑蜜副使一职, 却迟迟找不到好的人选, 导致这重任, 完完全全落在了淑蜜室一人, 肩上, 而且也给皇上添加了不少负担。 一旦淑蜜室要领兵出征, 那么淑蜜月就无人做主, 必须得皇上亲自安排, 这绝非成就之计。 这个问题朕也想过, 只是鉴于前面两任淑蜜室, 朕实在是放心不下。 除了淑蜜室以外, 朕对任何人都不放心呢。 可是朕目前也没有发现一个很好的人选, 只能让淑蜜室能者多劳。 淑蜜室啊, 你怎么看? 回禀皇上,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微臣也觉得这事的确不妥, 正是因为如此, 微臣才经常累得早晨都起不来, 无法来上早朝, 真是罪该万事。 爱卿勿要自责, 如果其余人也能像你一样, 能够为君分忧, 并且立下如此多奇功, 朕也可以批准他不来上早朝, 但是朕也不想你过于操劳, 爱卿的身体就是我大宋之福。 也是该找个人来为爱卿你分担一些了, 不知爱卿可有合适的人选。 微臣倒也没有合适的人选。 诸位爱卿, 若是有合适的人选, 大可向朕推荐。 李刚突然站出来, 微臣提议, 阎山府知府宗泽, 宗知府文武双全, 论名妄论才是, 足可胜任。 嗯, 宗泽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 但是燕山府对于我大宋而言非常重要。 宗泽将燕山府打理得井井有条, 朕不想对此有任何变动。 白浅诺见秦桧躇满志, 眼眸微微晃动了一下, 站出来。 微臣建议, 韩世忠出任书密副使。 此话一出, 立刻引起不少人的反驳, 韩世忠是武将出身, 这对于书密院而言可是大忌, 目前而言, 九敌行一员武将出任过书密副使, 这也是武将能升到的最高级别了。 白浅诺距离一争。 诸位可别忘了, 书密使同样也是武将出身, 但却获得了不俗的成绩。 纵观历代书密使, 可有一人取得当今书密使的成绩, 而韩将军的军事才能,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既如此, 由韩将军出任书密副使, 有何不可? 经济时此言差矣, 书密使虽是出自三崖, 但是谁人都知道, 三崖对于书密使而言, 只是一个入仕途的绝境, 真正让书密使大方异彩的还是商务局。 而且天下百姓一提到书密使, 都是怪异国相, 商人之父的美誉。 从未有人提过马富帅和步帅。 由此可见, 书密使不能算作武将, 也应该归于文臣。 而且经济史可不要忘记, 此番关于兵制的改革,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思想, 就是延续我朝的传统。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皇上, 书密使, 包括文武百官, 都希望书密院还是延续启用文人的传统, 这也是总参谋部诞生的原因。 经济时说得不错, 若按照以往的制度来看, 文臣担任书密使, 的确有着不可忽略的弊端, 而且一旦有时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只因为文臣不会打仗, 不能针对当前局势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甚至还做出错误的判断, 导致我军损失惨重。 但是现在的军职, 已经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 书密院负责的只是军令, 真正的战略, 战术安排, 全部都是出自参谋部, 而且率兵之臣, 同样也是出自总参谋部。 还有一点最为重要, 就是但凡能够有幸见得总参谋部的人士, 都是能征善战之辈, 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弥补文臣的弊端, 从而武将最高的级别, 也从以前的疏密副使, 变成现在的总参谋长, 副部长。 部长可是皇上担任的, 这一套制度, 乃是赵凯和李奇共同商定的, 他们一致都认为, 武将不能掌权, 因为治国为先, 武将不会治国, 你让武将治国, 那天下必乱, 甚至还会严重危害到皇权, 但是, 完全由文臣来领军, 又是自断双臂, 所以, 李奇和赵凯才想到利用总参谋部, 从中平衡文物双方, 将双方的职责, 划分得清清楚楚, 你武将领兵打仗, 不知战术战略就行了, 打仗的时候, 军权我交给你, 但是仗打完了, 要是你还想握着军权不放, 那你肯定是另有企图, 要是没有的话, 那我收回来, 你也没有损失什么。 至于将不知兵, 兵不知将, 这个弊端已经被军演完美地化解了, 由此可见, 以文治武还是国策之一, 文臣不会造反, 但是武将会, 这一套巨斗, 虽然秦桧没有参与, 但是秦桧对任何政治方面的事情, 都有着敏锐的嗅觉, 他早就分析透了, 秦桧是不是天才, 暂且另论, 但是秦桧绝对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大宋能够四海生平, 可不是礼其一个人的功劳, 身为少宰的秦桧, 同样也是功不可没, 可不能再让七娘说下去了, 否则多说多错, 李奇暗叹一声, 站出来笑道, 秦少宰说得非常不错, 若非如此, 总参谋部还有何一可言, 而且, 武将进书迷院, 本就是一种才华的浪费, 然而武将若是进总参谋部, 他们的才华将能得到尽情的发挥, 这也是我提议总参谋部的主要引议, 白浅诺稍稍一愣, 但是既然李奇都站出来了, 那么他也没有必要继续说下去了, 赵凯笑着点点头, 但是既然李奇都站出来了, 那么他也没有必要继续说下去了, 赵凯笑着点点头, 二位爱卿说得很对, 韩世忠的才能朕是非常肯定的, 朕的江山需要韩世忠, 这一点朕从未怀疑过, 但是, 朕也觉得韩世忠是总参谋部的最佳人选, 而非疏蜜月, 唉, 看来还是没有更好的人选啊, 说着他又向李奇说, 爱卿啊, 你还得一肩扛起这重担呢, 他话音刚落, 秦桧突然说, 启禀皇上, 微臣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哦, 不知爱卿要推举何人呢, 大明府通判李光,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正义眉头一皱, 怪了, 这李光可不是他的人啊, 李光, 李光, 李光原本只是大明府一名小小的长书记, 当初金军南下, 同贯, 蔡幽等奸臣怂有太上皇, 一驾杭州时, 这李光就屡屡上奏, 说明其厉害关系, 严明要坚守黄河, 与金军决一死战, 可惜的是, 他的奏章全部被梁师成的奸臣给拦了下来, 直到后来才得以见天日, 金军攻克大明府后, 李光沦为囚徒, 但是他就不肯依附金军, 险些因此丧命, 幸亏当时金军急着渡河, 才没有对他痛下杀手, 不过李光不止叛徒, 念号的所作所为, 大骂念号, 然而因此也受尽了折磨, 若非宗之府突袭燕山府, 恐怕李光未能活到今日, 李光被宗泽救下之后, 就一直跟随在宗泽身边, 治理燕山府, 还参与了当初的燕云大战, 云丧之门后, 宗泽又极力推荐李光, 因此李光就必调往大明府, 当任通派, 哦, 真想起来了, 当初李光上奏的那些奏章, 还在微臣手里, 从这些奏章来看, 此人绝对是栋梁之才, 还请皇上过目, 快快, 成上, 赵凯仔细地看了一遍, 连连顶头, 嗯, 嗯, 此人的确是一个人才啊, 树密使啊, 你也看看, 毕竟此事事关树密院, 这, 还是以你的意见为主, 遵命, 李奇从小太监手中, 接过那一道道奏章来, 其实不用看, 他也知道, 这李光是一个人才, 因为历史上都提到他是一个名臣, 有宰相之才, 而且他当初在燕山府时, 也见过此人, 这是当时要忙的事情太多了, 他一时也顾不得这些, 但是, 他还是非常认真地看了一遍, 仔细斟酌之后, 才说, 回禀皇上, 微臣也觉得, 此人是上家人选, 秦桧听到这话, 不禁皱了下眉头, 眼中透着一丝困惑, 李奇瞥了眼秦桧, 暗自冷笑一声, 小样, 跟老子唱双簧, 老子可是唱双簧的祖师爷, 你娘的, 还敢跟老子玩这一套, 看不懂了吧? 赵凯稍稍迟疑的下, 又问, 那你也觉得此人甚豪? 由李光来出任书密使妇室, 那是最适合不过了, 微臣非常赞同, 皇上有所不知, 微臣一个人掌管书密院, 也觉得挺累的, 但是皇上也知道, 庸才的话, 微臣宁可不用, 但是, 从李光这一道道奏章, 和分析当时的情况而言, 此人绝非庸才, 当然了, 其中, 还有一点点小心思, 那就是, 李光也姓李, 这说不定日后, 还会流传出书密二礼的美誉了, 哦, 要是再加上司法院的院长, 还有我大宋第一才女李经兆, 历史上可能还会记载, 大宋四礼的美誉, 流芳千果, 不是我朝, 已经有三苏一说吗? 探许微臣相信, 这四礼, 不管是在人数上, 还是在能力上, 都要胜过三苏, 微臣现在, 就想对苏氏苏大学士, 说一声抱歉了, 您这是在说相声吗? 听得李气凡不着编辑的话, 群臣纷纷忍俊不禁, 同时也是云里雾里, 这时候说这些, 真的合适吗? 李刚也是哭笑不得, 哎呀, 说密使太爱了, 李刚手之有愧啊, 哎呀, 司法院长过千了, 而且你当我是在自夸吗? 非也, 如果在今后的史书记载上, 真的出现四礼的美誉, 那么可想而知, 这一定是我大宋最鼎盛的时期, 我们不过世界大宋的光而已, 哦, 书密使高见, 李刚手叫了, 哈哈, 好一个四礼, 朕也非常期盼, 即后史书上能有此美誉, 就冲着这四礼的美誉, 朕现在决定, 即日着生李光, 为书密复始, 皇上证明, 随着一声退朝, 赵凯在群臣的恭送下, 走出了大殿, 群臣也开始慢慢地退出大殿, 书密使起, 这走在最前面的肯定就是李奇和秦桧了, 但是, 二人来到门前时, 纷纷停了下来, 李奇笑道, 秦少在先请, 岂敢岂敢, 秦某人能有今日, 全靠书密使, 书密使得先起, 他们两个你推我让的, 后面的人着急啊, 他们又不敢抢先出门, 呦, 这话听着, 咋有点像是在吊咽呢, 李奇公公说, 哦, 哎呀, 那我就, 却之不恭了, 李奇和秦桧相继走出大殿之后, 立刻分为左右两边, 往殿外行去, 这斗争之事已经不言而喻, 夫君, 随后出来的白显诺, 小跑着追上李奇, 雅低声音道, 夫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回去再说, 而对边, 胡义也追上了秦桧, 他同样也是满脸好奇, 少在, 方才究竟是怎么回事, 秦桧同样也是嘴角带笑, 但是语气却非常的缓慢坚决, 这一次输密使是输定了, 而且很难分身了, 正义站在台阶上左右望了望, 目光透着一次困惑, 这变得未免也太快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李奇说回去再说, 但是白显诺如何等得到回去, 这可不是小事, 这一上的马车, 就赶紧问道, 夫君,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李奇并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先吩咐车夫驱车回府, 随后一声长叹, 凝视着白显诺, 你也看出来了, 这并不难看出, 但问题是, 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计划, 或许已经败露了, 什, 什么? 白显诺的瞳孔瞬间放大, 惊骇道,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这也让我始料飞机, 李奇摇了摇头, 将王府的那个堂弟的事情, 和白显诺说了一遍, 白显诺听得满头大汗, 身子都有些摇晃, 平时胸有成竹的他, 在这一刻, 不免也显得惊慌失措。 那, 那夫君的意思是, 皇上也知道了? 应该是吧, 其实最开始, 我也是抱着侥幸的心态, 但是从今日的事来看, 皇上是应该已经知道了。 那皇上此举, 是为了? 学我兵权, 白显诺猛地一震, 只觉头有些晕, 焦急地抓住李奇的手, 泪如雨下。 夫君, 若是皇上知道, 那就全完了, 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 李奇不知道, 当初那场争辩许, 白显诺是不是也是这般模样, 但他真的是第一次见到白显诺如此, 到底还是一个女人呢? 他轻轻握住白显诺的手, 笑道, 放心, 有我在,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的。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又如何能够让白显诺放心? 可皇上不会放过我们的。 目前还不知道, 皇上究竟知道多少, 但是就算皇上要动我的话,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夫妇, 一个担任疏密室, 一个担任经济室, 整个经济建设都在你我的手中, 而且我肩上, 还扛着皇上的宏图大计。 皇上若想动我, 除非给出一个能令百姓心服口服的理由, 否则的话, 他绝即不敢轻举妄动。 今日, 皇上不过是试探我罢了, 疏密副使本就该早早选人上任了, 但是迟迟未有动静, 大概也是皇上不想过多人干预军令, 这一次正好用来试探我。 要是我死活不肯放权, 那么皇上肯定会更加猜忌我的。 所以目前我们还不会有事的, 我也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此时还没有进入一个死角, 即便是死角, 围棋里面不也有作火一说吗? 夫君, 我们还是逃吧。 现在逃, 岂不是不打自招? 我再与皇上周旋一下, 看看有没有缓和的余地, 若是没有, 再逃也不迟。 即便到了这一步, 究竟谁赢谁输, 还尤为可知呢, 我还有一大护身符。 什么护身符? 完颜宗旺。 完颜宗旺? 我太了解皇上了, 他是一个心存大志的人, 区区一个书密室, 又怎能入他乏眼。 他的心头大患, 始终是经过, 是给予他羞辱的完颜宗旺。 而我的话, 说句一点也不夸张的话, 是因为我在, 才使得宋金两国能够平起平坐。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开心的人一定不是皇上, 而是经国。 皇上是不会让经国开心的, 所以他还不会动我。 但, 但这只不过是夫君你的猜测罢了? 不是猜测, 这些都是建立在很多时政上面, 只不过是你不知道罢了。 白浅诺狐疑的乔林李奇, 见他泰然自若, 心中难免感到有些好奇, 问道。 夫君, 这可不是小事, 要是弄不好, 我们一家人都要遭殃, 可你, 怎么好像一点也不紧张呀? 啊, 刚开始知道的时候, 倒也紧张, 但是现在, 已经过了紧张期了。 我以前跟你提过的那位尊长, 曾告诉过我, 人的一生, 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 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 哪怕是皇上。 但是遇到困难, 首先要做的, 就是了解困难, 随后就是解决困难。 紧张害怕, 那只是一种自然情绪, 过度一下就行了。 毕竟紧张和害怕, 绝对不是解决困难的办法, 那就是庸人自扰了。 你看我, 像不像个庸人? 说着, 他将白且诺拉到自己的怀里, 笑呵呵道。 害怕的是弱者, 而胜利的, 一定不是弱者。 若是咱们现在就怕了, 那就一定输了, 咱们还是该干嘛干嘛去, 不要用人自扰。 这出戏演到这里, 似乎才刚开始有点意思。 白且诺望着爱郎, 一颗心渐渐地平稳下来, 依偎在李希的怀里。 夫君说的是, 不到最后一刻, 就不能论定谁输谁赢。 不过此事, 暂时不要让伊奴他们知道, 免得他们担惊手怕。 嗯, 这我晓得。 苏密师府的花园内。 苏密斯, 一切断排妥当了, 此次, 马桥稍稍犹豫了一下, 才继续说道。 此次苏密斯让我们不要打草惊蛇, 故此还尚未查到王府那堂地的下落。 唉, 这也是我预料中的事了, 秦桧比较清楚我的底细, 他肯定早就防备。 只是目前我还不知道, 那王八蛋知道多少, 要是我急着去找他, 可能会弄巧成桌。 哦, 你马上命人去给基因捎个口信, 让他在日本摸清楚那王八蛋的底细, 我得知道, 他究竟有能耐知道我多少事情。 记住, 找个机灵点去。 哦, 我晓得了。 还有件事, 给南伯徒也捎去封信, 让他有所准备。 明白。 马桥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马桥走后, 李奇坐在亭子内, 两个指头轻轻搓着桌上那杯 已经冰冷的茶水, 目光中透着一丝忧愁, 喃喃自语道。 看来, 我始终无法摆脱这根钢丝啊。 过了一会儿, 呼听有人说道。 你, 在想什么? 李奇转头一看, 只见王瑶站在亭外, 诧异道。 你什么时候来的? 哦, 刚来的, 但是我刚刚叫了你好几声, 你都没有反应。 是, 是吗? 李奇脸色有些尴尬, 他方才一直都在思考当前的局势, 以及怎样才能够扭转局面, 也许是想得太投入了, 导致王瑶喊他, 他也没有听见。 王瑶关心道。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我看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啊。 这若是让王瑶知道了, 那么他恐怕整日都会担心受判。 李奇照了招手, 正色道。 你先过来, 我有话要跟你说。 王瑶急忙走了过去。 什么? 他才刚说了一个字, 李奇突然伸出手来, 将他拉进怀里。 王瑶坐在李奇的大腿上, 惊吓道。 你干什么呀? 你方才不是在问我想什么吗? 我告诉你, 我就是在想你啊。 胡说? 王瑶带眉一皱, 扭动了几下。 你快些放开, 这城河体统, 若是让别人看见了, 会让人笑话的。 李奇却是紧紧抱着他。 你说夫人, 我抱着你不是很正常吗? 放心吧, 这时候不会有人来的, 我也就是想抱抱你而已。 王瑶红着脸, 似春似怒地瞧脸李奇, 可见他一副嬉皮笑脸的表情, 心中好生无奈。 那, 那只准抱一下。 不然, 还能做什么? 你, 你这是诚心让我难堪吗? 李奇见他眉目含羞, 举手投足间都透着妩媚的风情, 柔情似水, 美不胜收。 王瑶见这次又被定住了, 心中甚是甜蜜, 嘴上却说。 你这么看着我作甚? 你可是花中之王, 这花园中还能找到 比你更漂亮的花朵吗? 我不看你看谁啊。 什么花中之王, 尽是胡说。 王瑶羞涩地白了李奇一眼, 李奇呵呵笑了几声, 突然伸过头绪, 在王瑶嘴唇上亲吻了下。 王瑶双目一睁, 小手捂住鹰唇, 称怪道。 你…… 有时候, 真的想抛下一切, 与你们归影山林, 过着神仙眷侣一般的生活。 你舍得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谈不上舍得舍不得, 这只是生活, 如果没有钱, 那么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 但是钱代表的是利益, 利益代表的又是争斗, 首先得赚钱, 才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权利同样也是如此, 权利能够保护你们, 没有了权利, 我拿什么保护你们? 但是你要明白, 不管我做什么, 我都是为了这个价。 以前我不明白, 但现在我明白了。 所以, 希望夫人看在我这么努力, 让你过上好日子的份上, 一定要每天都保持开心的心情。 看到你的笑, 我就觉得, 我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王瑶心里尤为的感动, 绷紧的身子也渐渐放松了下来, 斜靠在李其怀中柔声道, 只要你能平平安安, 我就很满足了。 就在这时, 陈大娘突然快步走了进来, 不过, 她已经见惯不怪了, 恭敬地禀告, 大人, 蔡太师高太为他们来了, 王瑶还沉浸在幸福当中, 听到陈大娘的声音才醒悟过来, 急忙挣脱开来, 还轻轻拍打了下李其, 低声道, 都怪你, 还说不会有人来。 一万, 一万, 纯属一万, 啊, 老娘, 你先去吧, 我马上就来。 是, 李其又向王瑶说道, 我先去了, 他一会儿再来找你。 你去吧, 我还得在这儿修剪花枝呢。 如今可是春季, 正是王瑶最忙碌的时候, 唉, 这群老东西的嗅觉, 还真是敏锐啊。 李其摇头叹气地来到前厅, 这进门的瞬间, 他脸色瞬间变了个样, 走了进去, 向菜经高求拱手道。 太师, 太位, 晚辈在此恭候多时, 你早已经算到我们会来了。 要是出了这么大的事, 二位还不来的话, 那我真的要好好反思反思了。 高求此时, 可没有心情和李其说笑。 李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李其坐了下来, 笑道, 二位勿要着急, 这只不过是平常的人事调派, 这若是你提出来的, 那老夫倒是相信, 可是是秦桧提出来的, 那这事情可就不简单了。 太师可不要忘记, 我当初在杭州, 可是重创了力部, 不管怎么样, 还胜利部有失颜面的, 秦桧若是不反击的话, 那就不像秦桧了。 这老夫也预想到了, 但是书密院一直都是你在掌控, 皇上没道理会答应啊。 唉, 那皇上也没有办法, 这书密父是一职, 一直悬而未决, 而如今暗潮涌动, 一旦出现什么变故, 书密院将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秦桧此时提出这个建议, 也是合情合理, 皇上也不好拒绝了。 蔡经略带责怪的乔林立齐, 唉, 这事老夫跟你说过不止一回了, 这书密院, 你完全可以安插自己的人进去吗? 我也想, 但问题是我没有合适了人选, 七娘也提议韩世忠, 但十二位应该都知道, 武将不能入职书密院的, 我的人又多半是武将, 要是随便安插一个人进去, 这说不定还会帮裸道嘛, 这人我宁可不要, 也不要草包。 当初的香蕉日报事件, 蔡幽不就是被自己的手下 给弄得焦头烂额吗? 不过二位请放心, 皇上后来还找过我, 和我私下地交流了一番, 这李光也非秦桧的人, 虽然与我也是连范范之交都谈不上, 但是李光可是宗泽推荐的, 而我和宗泽的关系甚好, 说起来我和李光的关系 要好过秦桧, 更为关键的是, 李光确实有本事, 这我也知道, 不然我岂会让秦桧轻易得偿。 蔡经高求听他说得头头是道, 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不过一直以谨慎著称的高求, 还是询问道, 皇上当真私下与你商量过? 要是的话, 那就好了, 李奇笑道, 当然了, 这等大事, 皇上若是不和我商量, 那恐怕二位此时就见不到我了, 因为我早就跑路了。 你小子明白就好, 蔡经笑骂了一句, 但是他见李奇还能说笑, 心想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李奇啊, 你也别怪老傅啰嗦, 这事儿, 你还是得谨慎一点, 书密院可就是你的护身符, 一旦你失去了军权, 那么秦桧随时可以置你于死地, 只要书密院在手, 任何人想要动你, 那也得自己先掂量掂量。 太师说得很对啊, 李奇啊, 你虽然聪明, 而且处理事情非常成熟, 但是身处在你这个位置上, 切记不可大意, 任何时候都不要过于骄傲自满了, 越是爬得高就越要谨慎, 因为地震往往都是发生在不经意间, 此事你还是得留心呢。 嗯, 二位的劝告, 李奇一定铭记于心, 我已经让人去通知李光了, 让他上任前也来我府上一趟。 这是对的, 这书密复始权力可也不小, 绝不能放松警惕。 李奇早就算到他们会来了, 这番说辞也是早就准备好的, 其实他已经面临绝境了, 他现在在等, 等待一个转机。 然而, 就在这时候, 战争终于爆发了。 在这春暖花开之际, 身处在高昌回湖的完颜宗旺, 联合高昌回湖和东卡拉汉王朝, 以背叛的罪名, 突然对西夏控制的河西走廊, 发动了一场浩大的战争。 这可不是威吓, 也不是试探, 更加不是逼迫, 而是一场灭国之战。 西夏之所以能够存活这么久, 完全就是因为西夏掌控着 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这两块兵家必争之地。 若是失去其一, 那么无疑是折断了西夏的一只手臂。 今夏之战随之全面爆发。 有诗云,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刃山, 将敌河须怨阳柳, 春风不渡, 玉门关。 这一首诗中, 我不透着一股悲壮苍凉的情绪。 让人叹息的是, 如今玉门关已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自从西夏完全占领河西走廊后, 这一片地区安定和谐, 道路也由玉门关转至了瓜沙尔州。 也正是因为瓜沙尔州的兴起, 导致玉门关的陨落, 留下的只有那丝丝的苍凉。 然而, 安定近百年的沙洲迎来了一场浩劫, 女真人来了, 凶悍的女真人开始对党向民族发起立场也许是党向人民不可承受的战争。 而且,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 完颜宗望来到此地, 自然不是为了高昌回虎和东卡拉汉王朝来的,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大宋。 然而, 大宋囤以重兵在燕云地区, 自北往南又是层层防守, 太原、中山、河建、黄河, 纵使战战皆盛, 恐怕到了汴梁, 也只剩寥寥数十人。 故此, 完颜宗望不愿再在燕云地区和宋军纠缠, 然而, 自西往东, 唯有两条路, 要么绕到吐蕃, 要么戒到西夏。 自从宋军扼住了舒勒这个关口, 金军对于吐蕃就没有任何幻想了,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西夏。 其实, 完颜宗望的第一选择还是西夏, 因为西夏摇摆不定, 最近几年又和大宋交往频繁, 关系甚好。 若不灭西夏, 万一到了关键时刻, 西夏的一举一动, 可能就会导致整个战局的改变。 故此, 完颜宗望认为, 若要消灭大宋, 首先就得消灭西夏。 只是当时, 宋军刚刚在征战吐蕃, 若是他能进驻吐蕃, 便可以给宋军造成更大的麻烦, 可惜未能得逞, 这也更加坚定了他进攻西夏的决心。 在玉门关东南面一片广阔的沙丘地带, 一条长长的队伍是看不到尽头, 而最前面的队伍只化作了沙漠中的一个黑点。 数十辆骆驼车传插在人群中间, 车上堆着粮草、 衣被和水。 孩子们坐在车上, 一双双的恐惧的眼睛望着 渐渐消失在沙漠中的家乡, 是那么的悲凉哀伤。 大人在沙漠里面, 留下了一个个背井离乡的脚印, 脚印消失了, 他们眼中的家乡也消失了。 他们是御门关一带的居民, 虽然御门关已经陨落, 但还是有不少百姓居住在这里。 不过, 由于西夏的战略是全力防守沙洲, 故此, 御门关已经被无言地抛弃了, 他们必须得早日离开, 否则的话, 他们也许就见不到明日的太阳了。 但是上天似乎并没有怜悯他们, 西边那条黑线上, 突然多出了几个黑点来, 黑点越来越多, 隐隐传来阵阵的叫喊声。 锦军来了, 这些党项人眼中透着绝望, 跑是跑不了的, 打肯定是打不过的, 但是面对死亡, 党项人还是拿起了弓箭。 惊慌之中, 男人们让女人抱着小孩 骑着骆驼快点离去, 而他们则是用木车组成一道防线, 他们的眼中透着害怕和勇敢。 一只千人组成的青旗, 写以漫天黄沙席卷而来, 这可是完颜综望的精锐, 岂是这支民兵能够抵挡的? 黄沙落下时, 沙漠上已经是血流成壳, 令人遗憾的是, 没有一个人逃走。 金兵挥舞着大刀, 围着妇人小孩们转悠着, 他们的目光透着兴奋和嚣张, 但是令人恶心。 任凭小孩们在撕心裂肺的哭喊, 他们还是没有逃脱阶下囚的命运, 这些人是被战略遗弃的。 金军刚到河西走廊边境, 直接将矛头对准了西夏和高昌回湖交界处, 也就是沙州。 西夏得知后, 立刻采取了兼臂青野的战术, 放弃沙州以北的地方, 反正那里都是沙漠, 将周边百姓全部前往后面的瓜州。 但是, 金军来得太快了, 更为重要的是, 金军看似来势凶猛, 但是却在最初的阶段, 并未对沙州发起任何进攻, 而是化正为零, 将队伍分成十个大纵队, 每个大纵队由一千人组成, 其中又分成十个小纵队, 每个纵队一百人, 这些人在瓜州附近来回的迂回到处掠夺, 就是不与西夏军队发生正面的对抗, 这也让西夏军的兼臂青野变得十分可笑, 因为在迁徙的过程中, 一切物资人力都非常集中, 一旦金军抓到, 那就是一网打尽, 连车子都准备好了, 甚是方便, 直接掉个头, 就可以运送货物回去, 金军大仗中, 树猎素从马上跳了下来, 一只大手将马背上的一名妇女抓了下来, 手负极之力的妇女, 在她的手中就如同麻雀一般, 被扔给了边上一名士兵, 树猎素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赏给你大, 那名士兵兴奋地连连道谢, 树猎素的笑声更是猖狂, 大步往中军大仗走去, 树猎素, 左侧一名求须大汉, 突然向树猎素招手大汉, 树猎素转头一瞧, 巴鲁, 你也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巴鲁兴奋地跑了过来, 你的收获怎么样, 抓了一千多人, 白匹骆驼, 还有一些牲畜, 这一回, 我可比你运气好一点, 我走运, 遇到了好几披目上, 牛羊骆驼加在一起, 也有五六百, 还有两千余人, 你这家伙行啊, 树猎素大力拍了下巴鲁的肩膀, 一般, 一般, 巴鲁说着, 一对粗大的毛子左右晃动了几下, 这一个月下来, 四周都已经荒无人际, 没啥可抢的了, 而且也没有什么意思, 就跟打猎似的, 独统打算什么时候进攻杀州啊, 这我怎生知道, 得看独统的安排, 走吧, 去找独统去, 来到大帐, 只见里面坐着不少人, 狩猎素和巴鲁相视一眼, 呵呵道, 看来我们还算晚的了, 大将奔赌道, 什么算晚的, 你们两个是最晚的, 众将士一阵大笑, 独猎素巴鲁稍显尴尬的上前, 像坐在上面的完颜宗望行了一礼, 完颜宗望也是笑了笑, 呵呵呵, 坐吧, 是, 独猎素坐下后就说, 独统真是料事如神啊, 早就算到党项人会采取兼臂青野的战术, 恐怕党项人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们会将计就计, 先把这些漏网之鱼给抓获回来, 想必他们如今还在沙州, 胆惊受怕了, 呵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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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我料事如神, 只是我早就打听了党项人以往的战术, 得知他们凭借着大片的沙漠, 好几次使用了这一招, 故此我才会命令你们先行去捕获这些人, 真是没有想到啊, 咱们就是在几条通往沙州的主道上行走了一番, 竟然捕获了万余人, 刘彦宗呵呵一笑, 呵呵, 这里还是人烟稀少, 要是让我们一个一个去捉, 恐怕连战马的损耗都填不上, 正是因为西夏方面通知这边境百姓转移, 而这附近的道路就那么几条, 所以才会这么集中, 你们跑一趟, 当然收获匪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